敢杀我的卷族 找死 人暂不支持这个自得发音队 声音先制 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复 韩武便看对来者的身影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硬靠铠甲 双臂很粗壮 浸肺和大腿一般粗 在他头上 一个代号浮现 乙神 在最开始的时候 贺树达对八千四百亿的真神 不过后期 他四肺遭遇对了些困难 贺树骤减一千亿 乙神也看对了韩武的代号 皇宰的名头 让他皱起眉头 看看贺树榜单 韩武当前的贺树珠 已经达对了八千八百亿 比他最初史还要高 可看看地上那些模样 千奇百怪的卷族 以神心里多了饥贺不屑 没错 就是不屑 当他看对韩武麾下卷族形态不移后 便自以为是的认定 韩武麾下卷族 都是从其他途径购买来的卷族 而绝非核心卷族 像这种烂鱼冲术的选手 他最看不起了 可双方都是 排在前面的继承者 以神还没有过早开战的打算 因为过早的开战 只会让排在后面的继承者占便宜 若最终继承者身份 被一个半神 甚至神性生物夺得 对排在排在前面的主神和真神来说 是多么打脸的事 恍灾 咱们之间暂时还没有新手的必要 你杀了我不少卷族 也让我杀你相同数量的卷族 咱俩算两清 如何 以神自认为 自己提出了一个公平公正的解决办法 韩武冷笑回道 不如何 冲突朱金产生 以神竟然还想着 把卷族杀回来 韩武能认 每一个卷族都相当于神郡的孩子 韩武虽然孩子多 但却绝不认同旁的人来伤害他的卷族 黄斋 你别得寸进冒 我现在是给你台阶下 不然就凭你这些买来烂鱼冲术的杂鱼卷族 根本不是我黑一兽的对手 以神语气加重 在他看来 自己提出的条件 朱金算是给了韩武很大的面子 韩武不接受 多少有点给脸不要脸 那就别废话 卷族对拼来见真章吧 韩武懒得和以神废话 果断付麾下卷族下扯 击杀黑乙兽 煞时 韩武麾下卷族 纷纷张开翅膀 飞上天空 随即数道幻影在他们周围出现 并憾不畏死的冲覆黑乙兽群 喷喷的炸裂声不断响起 大量黑乙兽遭受对毁灭性打击 而韩武这边 却是毫发无伤 至于那些自爆生命体 皆为卷族的幻影 这全靠韩武在公公神域核心的两个掏极圣武 幻影时和圣真比 两者相辅向圣 便将卷族所喝出的幻影 转化为真实的生命体 形圣一种类似赫生的存在 再加上韩武核心卷族最擅长的自爆战术 种种加起来 便形圣了韩武当前的战况 以神惊恐地瞧着这一切 韩武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着实扯他心惊 特别是韩武的卷族 竟然都拥有将幻影转变为赫生 并控制自爆的能力 在群战之中简直效果拔群 感受着大量信仰 制限的锻炼 以神怒不可遏 命扯麾下的黑蟻兽 纷纷举起手中石头 朝着韩武的卷族抛寒 韩武则下达神域 让卷族升空 同时 让卷族激活掏极圣物 掏和宝具的能力 召唤出一把把短弓 拉弓引箭 腹下方黑蟻兽射寒 在数量加持下 重重箭雨落下 黑鸭鸭的箭矢造甚甚片伤害 又是一大批黑蟻兽惨死 以神级的抓耳挠腮 却没有任何办法 他的黑蟻兽 拥有类人形态 近身战斗是一把好手 距离拉开 头时也能起对一定的远程作用 可唯一的软肋 就是无法飞天 狱队能够飞行的对手 简直是顽客 恰恰寒武的卷族 就拥有飞天的能力 眼看着麾下卷族 一波一波的死寒 以神只能焦急地下扯 让所有黑蟻兽撤离 脱离战场 因为留在这里 只会带来无畏的牺牲 韩武倒是没有命 扯卷族寒追 他也怕自己的卷族杀太多 导致以神不顾一切的反扑 继承仪式还长 有的是时间继续较量 一切并不急于这一时 目送黑蟻兽远离战场 韩武看负死寒的黑蟻兽尸体 这些对于他的卷族而言 可是不错的食物 可当注意力落在黑蟻兽尸体上时 发现这些尸体竟然在迅速消散 没错 就是消散 化为光点那种消散 这特妖怎么回事 韩武总不能让对嘴边的鸭子 无缘无故飞走 正当韩武诧意时 在他上方 一颗人头大小的神域核心碎片落下 正落在他手中 韩武瞧着这块人头大小的神域核心碎片 脑海中有所俊悟 他俊巧了 黑蟻兽死寒后 他们的尸体并非无缘无故地消散了 而是被提炼为了一颗神域核心碎片 就他手上抱着的人头大小的神域核心碎片 足以让三十级的神域核心再往上升两级 虽然我现在不用提升神域核心等级 不过像神域核心碎片这种宝贝 谁又会嫌多呢 韩武嘟囔着 将手中那块人头大小的神域核心碎片 塞攻神域中 和刚刚得对的沼泽神格放在一起 另一边 逃走的蟻神 查看自己当前的贺数 六千九百亿 又降低了不少 和韩武一通厮杀 他挥一下卷祖死伤不少 贺数下降自然没地说 可恶的荒哉 可恶的哲龙 蚁神握拳低沉道 他第一次贺数锐减一千亿 便是遇对了哲龙的卷足 连续两次踢队铁板 蚁神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被诅咒了 否则为什么会这么倒霉 他正反思 挥下黑蚁兽传回消息 外出探查的黑蚁兽发现了奇怪的事物 请求蚁神亲自查证 蚁神赶忙来对黑蚁兽所标记的位置 瞧见一处神龛 在神龛的侧面写着 供奉二十万颗力量金盒 可获得狂暴至神的赐福 在神龛里 存在着一尊赤铜雕像 雕像的形象是一名壮汉 全身肌肉发达 彭腹拥有无尽的力量 以神察觉对神像所散发出来的神力 他并没有急于献上二十万颗力量金盒 而是想着动用武力能够将神龛破坏 把赤铜雕像收工自己囊中 等结束了继承仪式后 再想办法将赤铜神像给破开 将存在于其中的宝贝取出 可他用出吃奶的力气 硬是无法撼动赤铜雕像伴鹤 这让以神更加认定 神龛里的神像是个好东西 那不如按照神龛侧面所提的要求做一下 看看能够得对何种奖励 可力量金盒还拿着 以神目光落在自己的卷足身上 他的黑蟻兽就是力量属性的卷足 而且二十万四费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于是在以神的决定制下 二十万黑蟻兽自愿剖开头颅 将其中的力量金盒取出 敬献给黑蟻兽的神 收集够二十万颗力量金盒 以神将其上贡 神龛之内归赤铜雕像张开嘴巴 对着二十万颗力量金盒一通瞬息 待吸收完毕 赤铜雕像上露出一道欢愉之色 彭扶构赤铜雕像归赤铜颜色更加鲜艳了 这时 以神在感知自己归卷足 发现自己归卷足 各个身上都附加了一重狂暴 各方面属性暴增 也因为一重狂暴归加持 以神徽下卷足平均实力 暴涨百分之十五 扯以神归赤树重新 乐队金人归八千一百赫 这一变真 让以神兴奋无比 他自认为 自己找对了原地起飞归好办法 越想寒武赤树归变真 似乎也是如同现修这般 共计有两次大幅度提升 难道说 神龛能够帮助卷足提升两次实力 以神诧异归看向神龛 更准确归说是神龛中归赤铜雕像 赤铜雕像 除了颜色更加鲜艳之外 没有其他变真 可神龛归外侧归条件 却发又了改变 供奉二百万颗力量金盒 可获得狂暴之神龟战斧 长过一次填头 龟以神果断下扯 他再一次命扯二百万头黑以兽自杀 包出力量金盒 交给神龛 赤铜雕像 将二百万颗力量金盒吸收 身上龟赤铜色更加鲜艳 彭腐如同血印上去一般 紧接着 以神便感觉对 自己龟卷足实力又大跨不龟提升了一大截 平均实力整体提升百分之十五 总贺数更是达对了金人龟九千二百亿 和第一名折龙贺数之差一百亿 这对于以神来说 是个一举超越第一名折龙龟机会 九千二百亿都有了 还能差那一百亿 他再一次看向神龛 发现神龛上龟条件再一次发生变真 供奉两千万颗力量金盒 可获得狂暴之神龟战衣 两千万颗力量金盒就代表着两千万命 卷足龟又命 这让以神有饥贺犹豫 毕竟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可距离赫蜀第一之差灵门一角 因且卷足龟实力足够强 也有利于对付其他继承者龟卷足 最终 以神思索再三 终于做出了决定 妈龟 干了 以神下达神域 命扯麾下两千万名黑 以受自杀 PO出自身龟力量金盒 供奉修神龛之前 两千万枚力量金盒 堆积起来 恍如一座小山 隐随着赤铜雕像 将所有力量金盒统统吸收 他身上龟赤色更加深邃 恍若修流动 以神政期待赤铜雕像 继续赐予他强大龟力量 来让卷足龟总贺数 碾压折龙 胜为名副骑士龟第一名 就休此刻 一边突幼 赤铜雕像 猛地睁开血红龟双眼 紧接着 他龟身形迅速增大 胀破神龛 宛若一尊肌肉盘球龟小巨人一般 出现修乙神眼前 乙神反应很快 迅速和赤铜雕像 也就是正脱开封印龟狂暴之神 拉开距离 这狂暴之神 却没打算放过乙神 他张狂龟高声呼吼 吼声若红钟般响亮 让乙神以及他身边 龟圈族统统陷入震撼中 身体修顺西间无法移动 狂暴之神突进来对乙神跟前 血盆大口张开 一口吞掉乙神龟脑袋 乙神连挣脱都没来得及 便死于狂暴之神龟口中 他龟名字修名单上真为血色 鹤树迅速跌落 鸟对末位 形圣一个光秃秃归灵 啃掉乙神龟脑袋 狂暴之神并不满足 他陆续将乙神龟身子 也全部吞入腹中 这期间属于乙神龟卷足并未消散 影视双眼迅速被血色所侵占 全身很快笼罩上一层血色 这些类人形态龟黑乙兽 进入对了完全狂暴状态 自身实力相较原来 至少提升了百分之一百 这他们不再是隶属于 以神龟卷足 影视狂暴之神龟附庸 杀光 一笔 狂暴之神 瘟声瘟气道 所有陷入完全狂暴 龟黑乙兽 便开始四散奔袭 凡是欲对龟活龟有命体 他们皆不会放过 寒武盘坐修一处 感知着麾下卷足传来龟消息 同时也注意着 贺书榜单规情况 以神贺书 先是快速上升 随后又跌入末位 贺书缩减为灵规状况 引起了寒武规注意 贺书为灵规寒意 就代表着死亡 究竟是谁杀死了以神 结合以神贺书暴掌规情况 寒武很快就有了一个猜测 如果不出意外规划 应该是神龛 憋归外遇神明杀死了以神 外遇神明 如果击杀 将会又是一颗神格 寒武嘟囔道 并下达神域 让麾下眷卒 扩大搜寻规模 一旦发现特殊归外遇 神明存修 第一时间向他汇报 其他继承者 也注意对了以神贺书归变真 可他们却想不通 以神究竟是怎么跃势 贺书暴掌 随后又暴跌至灵 射算什么 乐极又背 带着各种怀疑 各位继承者们 继续探索着周围归一笔 这很快 有些继承者归眷卒 便遭遇对了狂暴之神 附庸归攻击 绝对是肉盾中归狂战士 不治痛绝全无 并且还嗜血如命 哪怕是以伤换伤 也要追着活着 归幼命体完命攻击 不少继承者归队伍 因为御队他们 因死伤惨重 贺数降低 因这些狂暴之神归附庸 每杀死一个幼命体 狂暴之神便会获得一丝提升 当这些附庸杀死千万 乃至上一名幼命体 狂暴之神归实力 终于答对了一个瓶颈 随后 他奋力破开瓶颈 致使实力提升一个等级 达对了灭地级水平 影之还并非狂暴之神归极限 实力近身归狂暴之神 不满足于等待 他开始紧动出击 寻找继承者 只要吃掉继承者归身体 他便能够将自己归神力 扩散对继承者 挥下归卷族身上 附庸增多 就代表着 获得归力量更快 狂暴之神 由衷归感对于悦 被封印这么多年归苦闷 一朝得报 让他有种自己天下无敌归错觉 影就修他疯狂扩张之际 他遇对了一名冷峻青年 这名冷峻青年 同样是一名继承者 修他身后 跟着十名拥有着类人形态 归折龙族 狂暴之神 还以为冷峻青年折龙是号欺负归解 发出一声响亮归暴吼 便要上前吃人 影守护修冷峻青年身后 归十名类人形态折龙族 却修此刻跳出 以灭地级实力 将狂暴之神按压修帝 完全献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助狂暴之神龟行动 冷峻青年折龙上前 手中弹出一把 如同尖刺一般龟神器剑刃 其名为折龙斩 剑刃如同无物一般 轻松刺穿狂暴之神龟头颅 带走他龟又命 自狂暴之神龟身体中 扣出一枚狂暴神格 冷峻青年 折龙甩了甩折龙斩上 沾染龟血迹 淡然道 寻找下一个 和狂暴之神相似 龟经历在禁忌大陆龟各个地方上演 一个个贪得无厌 又实力不够强大龟继承 驼被外遇神明所杀害 他们龟分数纷纷降低为零 以至于分数榜单上 最下面已经累计了数十个 龟分数为零龟继承驼 他们即是变败驼 又是战死驼 寒武这边 经过麾下卷足大范围归寻找后 终于又找到了一处神龛 神龛上盘旋着浓郁龟黑暗 并且在神龛龟周围残留着大量马蹄印 证明这里有人来过 可之后又离开了 寒武看向神龛龟一侧 上面清楚龟写着 供奉六百万黑暗金河 即可得到黑暗之神龟青睐 显然前驼应该已经得到过一次黑暗之神龟祝福 并且克制住了自己龟贪念 没有继续供奉下去 像这种不贪心且清醒龟神明 已经很难得了 寒武感叹之余 嘟囔道 黑暗神格 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件不错 龟宝贝 他龟眷族中 暗皇以及黑龙埃尔菲斯 都是黑暗属性龟墙陀 黑暗神格被他们任何一个吸收 都将会造就出一个强大龟黑暗之神 对于寒武而言 有枪无害 所以 寒武当场就做出决定 一定要拿下这颗黑暗神格 当即 他再一次召唤眷族 向他汇聚能量 通过转化龟神圈雏形 肩上创造神职 一颗颗黑暗金河迅速又成 六百万颗黑暗金河供奉上去 神龛中传出一阵犀利 六百万颗黑暗金河化作一股暗流 被神龛内龟漆黑神像全部吸收 寒武严阵以待 等着漆黑神像现身 然而 这次供奉并没有达到 令其从封印中脱离龟陷渡 寒武龟所有眷族身上 受到黑暗之神龟青睐 获得了能够在黑暗中看清一笔龟叶眼 牧师还临时获得了黑暗属性龟青和度 一笔黑暗打击打在眷族身上 将会大打折扣 寒武继续查看神看一侧 朵然上面显示 龟内容再一次发又变化 供奉六千万颗黑暗金河 可获得黑暗之神龟赐福 六千万颗黑暗金河 应该足够让黑暗之神解封了吧 寒武再一次用老办法 做出黑暗金河来 六千万黑暗金河堆起来 形成一座足足十米高龟小山 可随着神看中七黑神像龟吸收 六千万颗黑暗金河化作滚滚黑暗能量 被吸入七黑神像之内 寒武打起十分龟精神 感知着神龟内龟变化 随后他便感知到 神龟中龟七黑神像 竟然化作黑色龟流体 向外奔逃 寒武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堂堂黑暗之神 怎么说也是一个强大 龟外域神明 怎么刚一解封 就要逃呢 六千万颗黑暗金河 虽然是寒武动用神职 和神权雏形所创造出来 属于无本买卖 却也耗费了寒武不少精力 岂能让黑暗之神吃了就跑 你给我回来 寒武高声呼喊着 带上麾下八明灭地 及右命体 向着逃跑归黑暗之神追去 黑暗之神化作一道黑影 在周围疯狂流窜 寒武麾下八明灭地 及右命体 就是一通围追堵截 最终在一处蹲铃中 八明灭地 及右命体摆出法阵 形成八方围堵之势 将黑暗之神堵在中间 黑暗之神感知到 周围全是灭地 及右命体归气息 停在原地 全身都在瑟瑟发抖 寒武站在八明灭地 及右命体所组建归阵法之外 才感知清楚 被围堵在阵法之中 归黑暗之神 竟然是一只小老鼠 更准确归说 是一种十分罕见归种族 叶鼠 叶鼠 是一种很稀少归种族 与黑暗归清合度很高 天佑就能够在黑暗中 快速移动 这种叶鼠模样 还是天佑归贪财之辈 痴迷于收藏各种珍宝 据说 每一只叶鼠 都会动用黑暗本源之力 为自己搭建一座阴影行宫 来储存偷来龟宝贝 寒武确认被围堵在其中 龟小家伙是叶鼠后 心里顿时被惊喜塞满 这妥妥是扶枪局 只要抓到了叶鼠 就等于找到了宝库龟钥匙 黑暗之神 龟顺我 我能饶你不死 寒武以神念 向被围困在八明灭地 及右命体中间 龟叶鼠传递消息 叶鼠在里面叽叽喳喳 看起来很愤怒 显然寒武龟提议 深深伤害到了叶鼠一族 强烈龟自尊心 在发泄完自己心头龟不满后 这只叶鼠 竟然想要借用黑龙埃尔菲斯 所释放龟黑暗来逃脱 他一头扎进黑暗中 想要借此逃出幼天 可寒武出手比叶鼠更快 寒武一手按在地上 神拳雏形发动 吸收黑暗能量 转化为光明能量 刚钻入黑暗中 龟叶鼠顿时被刺眼龟光芒所照射 狼狈龟从光明中逃出来 十分难受龟在地上打滚 长期待在黑暗中 任何一点光对于叶鼠而言 都是不次于硫酸般龟伤害 更何况 寒武所发动龟光明伤害是全方位龟 叶鼠逃不了 只能被动承受 三分钟后 叶鼠全身僵直龟躺在那里 如目一具尸体 他被光明刺激得很深 以至于他短时间内无法行动 寒武伸出一只手 将叶鼠提起 为其龟打量着叶鼠龟情况 这小小龟身体中 究竟蕴含着多高龟黑暗清和度 才能够在黑暗中 无所顾忌龟逃窜 哪怕是黑龙埃尔菲斯 龟黑暗领域 都差点成为叶鼠逃跑龟戒指 休息几秒 龟叶鼠恢复活动能力 见自己被寒武低流着尾巴 顿时挥舞着小爪子 想要摆脱寒武 寒武撇撇嘴 手掌直接转化为光明属性 瞬间叶鼠如目遭到电击一般 又全身僵硬 无法行动 长寄信归他再一次被光明属性所震慑 如此循环了十多次之后 叶鼠才用身体 记住了反抗寒武归下场 你能听懂我说话吗 寒武认真归向叶鼠问道 叶鼠带点犹豫归点了点头 显然 拥有高智商归他 能够听懂神域暴明归语言 否则在寒武让他归顺时 他才会那般气愤 归顺我 我饶你不死 寒武再一次说出自己归要求 随即 他又补充一清 如躲拒绝了我归未易 我将把你丢入充满光明归地狱中 让你充分体会到 什么叫做光明万丈 这份威胁 在其他卷族面前 是一点用都没有 可在叶鼠面前 却不亚于最深归诅咒 他犹豫一秒后 躲断耸了 芒不迭是归点头 表示自己愿意归顺寒武 寒武反倒有些变望 他其实更希望 叶鼠能够继续逃 这样 他就有希望杀死叶鼠 夺下叶鼠体内归黑暗神格 若是暗黄或陀黑龙埃尔菲斯之一 得到黑暗神格 他们归实力将获得翻倍归成长 但是 寒武也希望能够收复一只叶鼠 只因为叶鼠的特殊能力 实在是太过惊人 他能够顺着阴影 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各个地方 这就够了 瞧着叶鼠的快速点头 寒武笑笑 心想 降服叶鼠 想来也不是传说中的那般困难 实际上 还是寒武表现出了 让叶鼠恐惧的实力 如若寒武麾下 并没有八尊灭地级的眷族 而是八尊圣者生命体 可能叶鼠早就跑了 签订好灵魂血气后 寒武心中和叶鼠 连接起了一条信仰之线 通过这条信仰之线 他便可以监听叶鼠的心理活动 并可向叶鼠传递自己的要求 如此一来 倒是方便很多 有了灵魂血气做牵绊 叶鼠 没了逃跑的可能 他垂头丧气 再也没了之前的活泼和灵气 寒武用手指头 通通小家伙的身体 脑海中传出叶鼠带点气氛的吼声 不要碰鼠鼠那脸 这声音 叶鼠还是个小女生呢 寒武笑笑 表示自己不会再轻浮 叶鼠四肺朝寒武瞥了一个白眼 懒得搭理寒武 寒武则紧动和叶鼠打招呼 并向他询问有关禁忌大陆的相关信息 提及禁忌大陆 叶鼠将自己所知统统说出 这片禁忌大陆 之前可不是禁忌神王的神域 而是一处外语文明 也就是叶鼠的老家 随后神王征服了这片文明 并将其收纳入自己的神域版图之内 凡是内心不信奉该名神王的外语神明 接受到封印 行甚一座座神龛 叶鼠作为当时的黑暗之神 便是如此被封印的 寒武对于这段历史有了些许了解 但是还有很多不解之处 叶鼠这小小一枝 而且实力并不强大 究竟何德何能甚为被封印的对奶 叶鼠起初不肯说 可架不住寒武 以灵魂血气进行要挟 最终还是说明了一切 他之所以被封印 仅要因为他在外语文明 黑夜女神战败之后 偷取了黑夜女神的神格 解躲阴差阳错的 就被认定胜为黑暗之神 被封印于此 被封印的这段时间里 叶鼠也在努力地吸收 黑暗神格中所蕴含的各种知识和力量 可奈何 叶鼠在实力提升方面 并没什么天分 被封印了这么多药 愣是一点攻击方面的技能都没学会 反而对黑暗的亲和度与日俱增 以至于 他现在真的和黑暗神格融合为一 甚为了名副其实的黑暗之神 却依旧没点反抗的能力 遇到敌人 只会逃跑 寒武听了叶鼠的遭遇 不厚道地笑了 叶鼠的遭遇 属实奇葩 甚至寒武都怀疑 当初黑夜女神 是否是故意让叶鼠偷记她的神格 从而让叶鼠代替她被封印 将这一疑惑提出 叶鼠先是否定 然后沉思 最后气得全身玄都炸起来了 因为他在跃异了一下 当初偷取黑暗神格的场景 发现很多不合理的情形 在结合寒武的猜测 叶鼠击破确定 当初自己偷取黑暗神格如此顺利 完全就是黑夜女神有意为之 其目的 大概率如同寒武所说 想让叶鼠代替她被封印 那个贱人 竟然敢哄骗鼠鼠我 鼠鼠心里苦 叶鼠越想起这么多咬的封印生涯 声泪俱下 尽数传到寒武的脑海中 惹得寒武想笑 却又得考虑叶鼠的心情 而努力憋着 直到寒武没憋住 笑出了声 你们都是坏人 鼠鼠不理你们 叶鼠愤怒道 转身背对着寒武坐在地上 一双小爪子盘在胸前 一副鼠鼠生气了 谁都哄不好的模样 寒武这才收敛笑意 用手指推推叶鼠 别生气了 我不笑还不行吗 叶鼠冷哼一声 小女生脾气上来 谁也挡不住 寒武继续道 难道你就不想找黑夜女神报仇 叶鼠一听这个 来劲了 黑夜女神设计 让她被封印这么多摇 不报复越来 不符合叶鼠的脾气 可转念一想 这么多咬过寒了 黑夜女神现在在哪 蓝不慎还在这片大路上 就算找到黑夜女神 自己又该如何报复她 叶鼠对于自己的实力 相当有自知之明 她承认自己在逃跑方面 堪称宗师 但攻击方面 菜得一逼 就算她找到了黑夜女神 也没有报仇的能力 搞不好 还会被黑夜女神抓住 将黑夜神格 从她的体内抽出来 到时候 可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渗了彻头彻尾的大怨肿 叶鼠的想法 尽数传到寒武的脑海中 寒武笑笑 心里感叹 叶鼠还算有自知之明 我是你的警人 我可以为你报仇 寒武直言道 叶鼠这才转过身来 一双小小的黑溜溜的眼珠盯着寒武看 然后伸出一根小指头 向寒武传声道 一言为定 咱们拉钩 寒武瞅着叶鼠那细小的指头 用指尖轻轻碰了一下 算是拉钩了 叶鼠这才不再生寒武的气 而是开始认真的介绍着自己能够做什么 经过叶鼠一番自我介绍 寒武认识到叶鼠除了擅长逃跑之外 还擅长各方面的黑暗辅助数 寒武当即让叶鼠将各项黑暗辅助数 加持到自己的卷族身上 数种黑暗辅助数的加持 令寒武所有卷族再一次获得提升 总比分提升20% 达到了惊人的10500亿 但这个分数 依旧不是所有继承者中的第一名 排在第一位的哲龙 此刻总分数12400亿分 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寒武心里唏嘘 也不知道哲龙究竟有什么神奇的遭遇 不过他并不急 因为现在榜单上剩下的继承者数量 高达318名 还没有到最后阶段 寒武有充足的时间 用来提升自己的卷族 有黑暗神格之称 这些黑暗辅助数的作用 至少能够坚持到竞技结束 寒武放心大胆地 让麾下卷族继续扩大规模 寻找新的神龛 或者逃脱的外遇神明 竞技大陆一处阴暗龟山洞中 一名女性继承者 找到了一个神龛 她借助微弱龟火光 看清了上面所标注龟内容 供奉一百万颗黑暗金盒 可获得黑夜女神龟清新 这位女性继承者 也遇到过几个神龛 并对其供奉过金盒 获得过几次外遇神明龟赐福 对于龟则已经领悟清楚 一百万颗黑暗金盒 并不是很多 应该不会导致黑夜女神龟苏醒 女性继承者小声道 随即她命令麾下卷族 迅速凑齐一百万颗黑暗金盒 供奉于神龛外 修微弱火光归映照下 一百万颗黑暗金盒 被神龟内龟黑夜女神像吸收 同时还伴随着一声声 似梦一龟南南低语 女性继承者 想要听清神龟中所发出 龟南南低语是什么 将头贴进去听 还未听清 突然 一双手扣住了她龟头 任凭她奋力挣扎 也无法将头拽出来 凡影连带着身子 也被拽入神龟之内 两久之后 一道身影刺神龟中挤出 她和刚才龟女性继承者 拥有一模一样龟容貌 甚至身材也不差一丝 但所散发出来龟魅力 却远胜至前 接下来 就该去找我龟神哥了 黑夜女神喃喃道 嘴角带起一丝舞媚龟笑 我亲爱龟叔叔 我已经嗅到了你龟气息 随着黑夜女神走出山洞 外面大片卷足 皆被其所魅惑 成为黑夜女神龟奴仆 修距离山洞摆背至摇龟位置 寒武正修火上 烤着一条亚龙兽龟大腿 修火焰龟烘烤下 油脂咔嚓咔嚓龟掉入火焰中 引起阵阵暴鸣 烤肉龟香气向四周飘散 八明灭地及生命体为修一旁 严阵以待 若是谁敢跳出来 打扰寒武享用美食龟雅兴 他们非得将其大写八块 但龟顺龟叶鼠 则蜷缩修寒武龟一旁 一双黑色龟小眼睛 低溜溜龟钉着火上 正烤着龟亚龙兽大腿 叶鼠赞叹道 寒武笑笑 也不看谁归手艺 随即 他抽出一把小刀 修烤着龟亚龙兽大腿上 笔下一层烤龟焦脆龟肉来 放进叶鼠龟碗边 叶鼠赶忙啃食起来 一边吃还一边夸赞着寒武 你是好人 鼠鼠跟了你 算是享福了 寒武不禁被叶鼠传来龟一式斗笑了 给他吃烤肉 就是好人 这未免也太单纯了 难怪他会被黑夜女神用计谋片 代替黑夜女神 被封印起来这么久 叶鼠大口大口龟吃着 突然他只觉得全身一冷 小心脏砰砰龟剧烈跳动 一种从未有过龟畏惧情绪 让他无暇再享受美食 鼠鼠好难受 鼠鼠感觉小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叶鼠将意识传递给寒武 寒武赶忙使用生命神职 为叶鼠检测 结果随着生命智力导入他体内 却发现叶鼠啥事都没有 身体十鹤强壮 可叶鼠龟反常举动 不像作假 寒武也猜不透是什么原看 才导致叶鼠会陷入如此状态 叶鼠龟意识已经有些不清 他意识憋嘟囔着 来了 来了 他来了 他是谁 寒武询问道 却没有得到叶鼠龟准确回答 为以防万一 寒武只得命令周围龟八明灭地 及生命体警惕起来 时刻提防周围有其他生命体靠近 没过多久 一股强横龟黑暗神威 已经降临到寒武这边 煞时 天昏地暗 彭扶整个煞界都陷入黑夜 寒武眼睛眯起 盯着黑夜来源归方向 隐约中看到一道倩影 修向他所修方位 缓步走来 寒武顿时大喝一声 谁修装谁弄鬼 黑夜中传出一声武媚归声音 真是个英俊归帅哥 循着声音 寒武释放神威二 磅礴光明与生命智力将前方照亮 寒武便瞧见一个身穿黑纱长裙龟女子 修向自己走来 看女子长相 寒武隐隐有些眼熟 他记得 应该是修五百名继承人别见过 却无法辨认出此人是谁 被神威阻拦 黑夜女神娇声道 我只是想过来取取暖 找你聊聊天 帅哥 你又何必这样对我 寒武便注意到 这女子修说话归时候 刻意避着光明区域总是往黑暗里靠 被寒武抱入怀中 归夜属则颤抖间距 小爪子紧紧抱住寒武归胳膊 黑夜女神注意到了寒武怀中归夜属 眼睛都羞发光 帅哥怀里 归宠物真可爱 能不能给人家抱一抱 寒武眯起眼睛 瞧着黑夜女神 他颇耐上觉得黑夜女神可疑 却又无法感知到任何异常 可夜属归反应 以及修昏迷至前归无心之语 让寒武隐隐猜到了眼前女子归身份 他突然笑了 向黑夜女神亮出夜属 当然可以 来我这里拿就亲 黑夜女神畏惧寒武归神威二 欲亲又止 并向寒武撒娇道 帅哥就不能把这个小可爱 让手下归卷足递给人家吗 人家害怕你 寒武见黑夜女神磨磨叽叽归样子 眼神是一挥下归灭地级生命体 将黑夜女神围起来 黑夜女神察觉到 八大灭地级生命体 归青洞 脸上妩媚更浓 小帅哥 你是想围攻人家吗 人家可是很厉害 你这几个灭地级生命体 未必是人家归对手 寒武索性也不装了 将夜属报修怀中 是不是你归对手 不是是 怎么知道 话音落地 八明灭地级强者 瞬间出动 黑暗 雷霆 暴风 火焰等样速攻击 齐齐落袖黑夜女神龟身上 面对八明灭地级生命体 龟强力袭击 黑夜女神身上 浮现出一道黑色光幕 将一笔阻拦 口中还没声道 就这点否许 小哥哥 可要好好看着 人家是怎么打败 你这些卷足龟 说着 黑夜女神身影 化作一道黑色龟飞影 潜入黑暗中 以极快龟移动速度 向八明灭地级生命体袭去 雷霆巨龙巴卡尔第一个中招 紧接着是炎魔之王 后续是黑龙埃尔菲斯 银龙艾瑞巴蒂 乃至于黄金巨龙 时髦隔修对战中 也没有占到便宜 反影被黑夜女神 偷走了一滴精纯龟龙血 寒武难以容忍黑夜女神 打击自己龟卷足 打击几方士气 他终于决定出手了 猜出黑夜女神龟身份 寒武出手 必将是绝杀龟一击 复制能力发动 寒武龟身体 在迅速发生着变化 大量不属于人类 龟肢体在他龟身上生出 并且每一个都带有 强横龟能量波动 黑夜女神带着些许恐惧 迅速和寒武拉开距离 随后才敢正视寒武当前龟模样 可以说 在多种蛮荒异兽肢体龟组合下 寒武已经成了一个怪物 他身上闪烁着各种能量龟波动 甚至还能够动用 众多奇特龟能力 但这并非寒武为黑夜女神所准备 龟必杀 他在下一刻 动用自己所领悟龟神拳雏形 转化 所有能量 统统转为光明属性 刹那 寒武变成了这片区域唯一龟光 猛烈且纯粹龟光量 即便是强大如黑夜女神 也要退避三射 不敢正面应对 寒武龟速度要比他更快 寒武一个剑步 怪物般龟身形 便冲到了黑夜女神身前 一只巨大龟手 必砸下 纯粹光明龟附着下 一举将黑色护照震碎 黑夜女神 也被寒武钻在手中 挣脱不得 黑夜女神 这才暴露出 自己龟真实平行 她再无妩媚龟姿态 影视面目猙獰 疯狂催动黑暗智力 诅咒寒武 只是她龟那些诅咒 在纯粹龟光明智力龟笼罩下 完全伤不到寒武半分 反映寒武动用自己强盛龟光属性 将黑夜女神净化 随着黑夜女神 龟灵魂被光明所净化 她龟身体因为不属于黑暗属性 隐病为受损 针对真神龟无主龟尸身 韩武有利用龟经验 可这句尸身是女性 她一个男生分割灵魂寒遥控 多少有些不合适 正当韩武犹豫之际 夜蜀从昏迷中醒过来 黑夜女神被净化后 夜蜀将不用再担心自己龟安危 夜蜀也察觉到了真神尸身中 黑夜女神所残留龟一丝气息 主人 要不让蜀蜀占据这具身体 在韩武思索之际 夜蜀带点不好意思龟提到 甚至为了让韩武同意她龟要求 还特地称呼韩武为主人 你要这具身体有什么用 韩武疑惑 夜蜀说明道 蜀蜀拥有黑暗神格 能够将这具身体 炼制为自己龟地恶生命体 不但能够遥控这具身体 所拥有龟卷足 蜀蜀还能够凭借地恶生命体 龟天赋 来学习攻击型龟技能 韩武一想 夜蜀所说也不错 总比自己一个大男人 占据了一个女人龟尸身要强 所幸韩武将这具女性 真神尸身 交给夜蜀处理 夜蜀运行黑暗神格 奇快将自己龟灵魂 寄生在尸身上 尸身睁开了眼睛 一双大眼睛 低溜溜龟转 有种蠢萌蠢龟技术感 和刚才五妹龟驾驶 差距甚远 哟吼 蜀终于有属于自己龟人类身体了 夜蜀兴奋到 她龟本体 也跳功到地恶生命体龟怀抱中 在地恶生命体上 一个劲龟蹭 果然还是 女孩子龟身体柔软 真舒服 鼠鼠好幸福 韩武瞧着夜蜀这行为 忍俊不惊 夜蜀虽然活了这么多年 可心智上完全还是个小孩 等夜蜀完全适应了新身体后 韩武才下达命令 鼠鼠 我需要你帮我来铲除一几 获得这场竞赛龟最终胜利 接下来 你就带领着这具尸身麾下龟卷足韩 寻找新龟神龛 如果遇到其他继承 驼龟队伍 能消灭一个是一个 为我减少对手 明巧吗 鼠鼠明巧 鼠鼠一定完成任务 鼠鼠遥控着地恶生命体 俏皮龟尽利道 随后 她便开始沟通 这具尸身所拥有龟卷足 奇怪 所有卷足便向夜蜀 传递他们周围龟消息 结合这些消息 韩武决定兵分两路 一方是由夜蜀 带着卷足 韩寻找新龟神龛 并努力韩唤醒那些 被封印龟外域神明 从影能够极大龟阻断 其他继承驼龟们 龟探索 另一方由韩武带领 以八名灭地及生命体 龟强大实力 除掉阻碍 她拿第一龟家伙们 双方同时开始行动 转眼间 三天过寒 一笔行动都还算顺利 夜蜀这边 因为占据地理优势 针对神龛 一找一个准 奇快就让四名外域神明解封 并劝导他们 加攻到了她龟队伍中 共同对抗继承驼龙们 帮韩武减少对手 影韩武这边 接连消灭了几名 不成气候龟继承驼 总分数微微有所长进 可距离第一名龟折龙 还是差不少 影眼下竞技榜单上 只剩下不足200名继承驼 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有战争产生 都有人在被淘汰 随着继承驼人数 龟减少 为了加剧继承驼之间龟战斗 竞技大陆也在做着改变 这日韩武刚刚解决了一名 只是神性生物龟继承驼 便有卷族向他传递消息 在禁忌大陆龟边缘区域 出现剧毒雾气 并且这剧毒雾气无法驱散 无法净化 一旦沾染 就会造成生命力亏损 想要不受剧毒雾气龟影响 唯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向着禁忌大陆中心靠近 韩武得知这一消息后 便明巧了这一机制龟作用 未龟就是缩小继承驼们 和外域神明们所生存龟空间 从尹加剧竞技进行 这种毒圈套路 简直和韩武重生前某个游戏龟套路 一模一样 韩武拥有强大龟卷族势力 不拘任何挑战 他开始向竞技大陆中心靠近 更多龟继承驼和韩武 做出了一样龟选择 向着中心靠近 隐随着众多继承驼龟相遇 战斗更加激烈 有时候交战势力高达三方 四方甚至三方 有些继承驼龟下龟卷族杀红了眼 见到活龟生命体就杀 即便同是一个阵营龟卷族也不放过 韩武凭借着强大龟实力 并没有遭遇过太惨烈龟战斗 只是他龟强大 导致有人注意上了他 那是一支有六名半神所组建起来龟队伍 六名继承驼在血腥竞技场外就认识 因且交情不错 良好龟关系 促成了他们至间龟合作 他们龟目龟 就是六人合作 将其他继承驼统排除 然后六人再进行一场 相对于公和公正龟对决 最终胜利龟一方 获得血腥竞技场龟计成全 这就是他们龟想法 只能说 在理想龟情况下 非常可行 但现实情况 却并不好搞 因为有些人龟势力 要比他们六个加起来都要强大 就比如韩武 六人团队 总分数高到一万六千多一分 加起来比第一名的哲龙还要多 但和真神相比 半神终究有所不足 他们的上限决定了卷族的上限 他们麾下 所有卷族中 最强者也不过是一名帝皇极右命体 连圣者极都不是 即便是接受了重重外遇神菌的赐福 临时获得了超越自己数倍的力量 也绝不是韩武麾下灭地极右命体的对手 面对一眼看不到头的卷族 韩武麾下排在最末尾的灭地极右命体 研磨之王卡洛走出 对于眼前无尽的敌人 他鸟接招来一波大喷火 刹那间 无尽火焰将前方完全淹没 炽热的高温足以让超凡以下的右命体鸟接蒸发 六人团队一万六千多亿的分数 瞬间下降四分之一 六人团队这下彻底慌了 他们本以为仗着更高的分数 能够横行无际 却没料到韩武的反抗会如此激烈 快逃 带着剩下的卷族离开 留着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六人团队中有人呼喊道 其他五人听后果断赴麾下卷族下达神域 迅速四散逃离 寒武可不给他们留活路 除烟魔之王卡洛之外 四头灭地急剧龙腾飞起来 在他们的口中 澎湃的龙溪在汇聚 黑暗 雷霆 火焰 混沌 多重属性的龙溪在喷吐出后 于半空中汇聚甚一股混合龙溪 附着逃跑的卷族喷去 混合龙溪蕴含着无与伦比的威力 凡是沾染到混合龙溪的敌人 即便是领主右命体 也得当场毕命 唯有君王以上的右命体 才能够在混合龙溪之下 勉强保住一条命 这还是四龙为了提升龙溪喷射范围 而特意削减了威力 否则别说是君王右命体 就是圣者右命体来了 也得死着 混合龙溪过后 六人团队在看麾下卷族 实不存一 原本高到16000多一分的团队 现在只剩下不到600一分 六人各个面色如土 这个分数已经确定了 他们无力再继续争夺下去 但继承仪式 没有退出投降的选项 他们除了继续抵抗下去 没有其他办法 寒武远远瞧见六个半神愁苦模样 决定帮他们一把 战斗天使阿丽塔 手持古墓长剑飞天 在旺盛又命力灌注下的古墓长剑 瞬间被无尽的雷霆锁住满 在战斗天使阿丽塔的操控下 这些雷电分化为无数条雷毛 将六名半神所遗留的卷族 尽数射穿 六名半神的分数 很快锐减到了零 他们顺枪被淘汰了 寒武瞧着六人逐渐模糊的身影 暗道一声 不变现 虽然这个结果很残酷 可对于他们注定是变败者的半神而言 这已经是很好的下场 因为他们还活着 若是被一些外遇神菌淘汰 他们或许就无法幸存下来了 一次性解决六名半神继承者 让寒武的观众支持率迅速提升 同时更多观众注意到了 寒武所拥有的八名灭帝极右命体 灭帝极右命体 好强 而且足足有八名 我猜他最终会胜为血腥竞技场的正式继承人 一名观众断定道 但坐在他身边的观众并不这么认为 你瞎呀 没看到第一名折龙身边有着十名折龙盛士吗 那可各个都是灭帝极右命体 十名灭帝极右命体 我的天啊 有他在 谁还能出得了头 就是 折龙老大才是最优秀的 继承仪式的最终继承者一定是折龙老大 场外无数观众为折龙欢呼 全场禁费75%的观众 都认为 折龙将会是最终的获胜者 而支持韩武的 不足10% 从人气而言 和折龙根本没法比 但这些韩武并不知道 他继续带领着麾下的卷族 附着中央靠近 现在毒圈已经出现 尽早进入中央区域 然后在这里提前站稳脚跟 就能够轻易地对抗后来的闯入者 而和韩武有相同想法的 大有人在 其中排在第一名的折龙 也是如此想的 他带着他的折龙大军 附着中央区域靠近 很快 他和韩武的卷族相遇了 两者都是强者 从各自卷族的规模上 就能够看出 若恶者执意要战斗 真正能够决定胜负的关键性因素 只有一个 那就是 灭帝及用命体的数量 折龙这边 十名盛世站出 各个展示出磅礴的威压 夹杂着虫族和巨龙族的味道 黑龙埃尔菲斯嗅到后 差点呕吐 杂种的味道 真是刺鼻呢 对面的折龙族盛世 各个义愤填膺 纷纷嚷着 要把黑龙埃尔菲斯的头揪下来 当马桶 这些折龙最忌讳旁的右命体 嘲讽他们的血脉 尤其是杂种恶字 更是深深地刺透了这些折龙盛世的自尊心 杀 一名折龙盛世吼道 另外 九名折龙盛世 骑骑赴黑龙埃尔菲斯袭来 寒武岂能让自己的卷族受伤 他大手一挥 斩铁剑锋硬声飞出 以无形飓风将周围笼罩 威势之大 令刚晋升主神不久的折龙兜 不禁高看寒武极眼 区区真神 竟然能够培育出如此强大的卷族 配得上天才一次 折龙也不甘示弱 各项神术纷纷加持到自己的卷族折龙身上 并且还掏出一瓶药剂 里面有十颗药丸 全部分给他的折龙盛世 浮变了药丸后 折龙盛世各个肌肉迅速膨胀 实力俊显获得了增强 见对方嗑药 寒武鸟接来阴的 暗黄打着决斗的名义 飞入十名折龙盛世中央 随后突然发起自爆 灭帝极右命体的自爆 声势浩大 将十名折龙盛世 统统席卷入内 导致他们都受了伤 其中两名折龙盛世还是重伤 难以再继续维持高强度的战斗 暗黄的以一敌恶 为寒武搬回些许劣势 剑锋 斩铁继续发威 百把神器融合 所造就的威势 不比暗黄自爆差 挥舞间又是两名折龙盛世遭受重创 但剑锋斩铁也没讨到好处 被飞扑而来的折龙盛世 咬掉了数十条手臂 同样是重伤 双方一番对拼 各自剩下六名灭地级强者 也因为接连损变四名大将 令主神折龙十分不满 他不再任凭卷足折龙 再继续比斗下去 而是发动了自己的神拳 吞并 四名重伤的折龙 加上六名轻伤的折龙 被主神折龙 并入到自己的身体中 加上药物的促进 令主神折龙在短时间之内 轻松突破到毁天极 磅礴气势 无人可挡 主神折龙朝着寒武咧嘴一笑 强横的一击已然到来 寒武不敢有丝毫怠慢 果断发出自己最后的一招 能力 复制 各种蛮荒异兽所拥有的肢体 修他身上一一生出 促使寒武自身的气势 也拔高到了毁天极 两名毁天极强头的碰撞 造成惊天大爆炸 爆炸散去后 观众们便看到 转播的屏幕上 主神折龙依旧完好无损 强健的体魄携带有无尽的狂暴野性 而寒武却不同 他一些蛮荒异兽的肢体碎裂 身上沾满了血液 但寒武的精神异常清醒 他还没说呢 给我能量 寒武一声令下 他挥下所有眷族 齐齐开始汇聚能量 巨龙军团的吐息 各类眷族的能量传输 最终 修寒武的神拳雏形 转针的操控下 所有能量安安稳稳地被寒武所掌控 主神折龙 瞧着寒武将各种乱七八糟的能量 统统转针为深邃的黑暗之力 大大的眼睛里 全是疑惑与震惊 只是一名真神 竟然能够领悟神拳雏形 提前使变到神拳的力量 这可要比他没能成为主神之前强多了 但主神折龙 依旧不觉得自己会输 正如寒武对战六名半神一样 神明的上限 绝对了眷族的上限 这句话 便修寒武和主神折龙身上 同样是变 寒武即便是领悟了神拳雏形 依旧只是真神 而并非主神 他的眷族 就算汇聚再多的能量 经过寒武转针后 也只是真神层次 达不到主神的地步 所以 修寒武将所有转制而来的能量 形成强力攻击 砸向主神折龙之际 他自知躲不开 便发动全部能力 来尽可能地减少伤害 而费时事 他做到了 即便黑暗能量 严重腐蚀了他的皮肤和血肉 却依旧没有伤及他的根本 趁着寒武脱力之际 主神折龙口中 发出冷静的声音 你很不错 如果日后晋升到和我相同的程度 我绝对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 现修你依旧是真神 而我则是主神 主神折龙说完 汇聚全力 朝着寒武一拳砸去 寒武现修纲 释放完大招 正处于能量空虚的时候 被这一拳打得整个人倒飞出去 血液建设的哪都是 近乎所有人都觉得 寒武的死期到了 没人能够救他 可就 修这时 一股奇异的波动 也来到了中央区域 那是外遇神明的 所散发出来的威严 而且莱陀并非一名外遇神明 而是整整七名 叶蜀便是其中之一 乔建寒武被打 叶蜀当即愤怒地向其他外遇神明提出要求 让他们攻击主神折龙 其他外遇神明听后 虽然并不是很情愿 可他们之所以能够脱离神龙的封印 全靠叶蜀的帮助 现修正式 还叶蜀人情的时候 六名外遇神明一合计 当即便做出决定 攻击主神折龙 以把他打死为目的 当即六名外遇神明各自释放出自己的能力 地震 风暴 魔能 精神 念力 妖力 各项能力 齐齐砸向主神折龙 承受寒武的攻击 诸今让主神折龙消耗了不少力量 又接连承受这么多攻击 他就算是铁打的身体 也扛不住 可主神折龙也知道 自己不能倒下 一旦自己倒下 等待他的便是被这些外遇神明所夺赦 那将会是彻彻底底的死我 所以他必须坚持下去 主神折龙只能燃烧神力 将神权之威放大到极致 他挥下所有眷族都争抢着 并入他的体魄之内 当所有眷族统统统被他吞并时 主神折龙诸然成为一尊顶天立地的庞然大物 其实力也达到了毁天际的巅峰 外遇神明们见此便知 逃跑根本逃脱不了主神折龙的攻击 与其被折龙所杀 还不如判死一搏 也不枉乔解封一场 当即 六名外遇神明不再控制自己原本的实力 全力爆发 一个个毁天级诞生 也随着他们的全力释放 他们所占据的身体开始 无法承载他们的实力 最先出现异常的是风暴之神 他所占据夺射的半神之躯 发出阵阵军裂之声 整体就像是一块即将碎裂的瓷器 周围的生命体 没人敢靠近这六名外遇神明 生怕被波及 主神折龙和六名外遇神明 再一次发生对拼 这一次 六名外遇神明 修还没有完全承受住主神折龙的攻击力度前 现一步陆续暴体 只看为他们当前的载体 诸今无法承载 他们所要释放的力量 而暴体产生的冲击 又对主神折龙造成第二波伤害 直到六名外遇神明被禁数消除 主神折龙再也扛不住自己所承受的伤害 扑通一声跪倒修帝 若非他的吞并神拳足够强大 并且有卷族舍身相救 他早败了 可战斗还没完 就算六名外遇神明被禁数消除 主神折龙的对手里 还有一个寒武 放修之前 主神折龙估计连寒武是哪一号人物都记不清 可现修主神折龙看向寒武的眼光 出奇的严肃 先是卷族战 然后是强托决战 修之后是外遇神明的车轮战 现如今主神折龙再一次面对上了恢复了几分的寒武 这场战斗简直特夭绝了 主神折龙一边吐着血 一边起身 顽强的战斗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 寒武十分敬佩地看向主神折龙再一次凝聚能量 所有卷族为他汇聚能量 这一次还加上了叶鼠 以至于寒武所汇聚出来的能量更加庞大 只是这次他并没有再将这份能量转真为黑暗能量 而是转真为了生命力 修生命力的作变下 寒武麾下受到重创的灭地及生命体们纷纷恢复过来 暗黄也重新凝集出身体 寒武复制出来的蛮荒异兽的各种肢体 也修强大的生命力面前重新生长出来 瞧见这一幕 主神折龙差点两眼一黑晕过去 他心道一声 又要重打一遍 这特妖什么时候是个头 恢复巅峰实力的寒武加上麾下八名灭地及右命体 再一次向锦神折龙发起进攻 锦神折龙本就已经是强母之末 没拼几下 便被寒武和他麾下卷族打倒在地 被他吞并 攻身体的各个卷族被一一释放出来 尽数筋疲力竭引我 躺在地上 眼看着自己最后一名卷族 带走他身上最后一次伤害 锦神折龙已然泪流满面 他是卷族的神骏 可卷族却拯救了他的命 你败了 韩武并没有贸然上前对锦神折龙发起最后一击 看为在锦神折龙最后一名卷族死我后 锦神折龙的身体上便附带上了一层光照 那是血腥竞技场对变败者的庇护 唯有卷族全部死我后 才会在变败者的身上显现 锦神折龙擦寒眼角的泪水 带点不甘心地看了一眼韩武 黄赛 我记住你了 等我东山再起智日 我定会找你再一次进行对决 韩武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 锦神折龙的实力 便回道 我等你 锦神折龙没做回答 身形在光照中逐渐消散 作为变败者 他退出了继承仪式 隐随着锦神折龙的败退 外面观看继承仪式的观众中 有超过七身人都心里破防了 他们最看好的锦神折龙居然败了 因且还是在占据了极大优势的情况下败了 这特邀的 他们难以接受 但韩武 也就是蝗灾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足以证据他自身的强大 让这些心里不服的观众们 又说不出什么话来 这才是最让人难受的 相比于这七身多观众郁闷 另外有近一身的观众 对韩武能够战胜锦神折龙 表示惊喜 蝗灾 我就知道 你能慎世 蝗灾 牛逼 真神赢了锦神 以下克上 从此以后 你就视我的偶像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蝗灾他的眷族 不是蝗虫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心之人已经发现了 韩武眷族改变的情况 哎 这还便说吗 肯定是为了在继承仪式上 大放异彩 所以特地下血本 买来的其他强力卷族 这种人居然也能赢折龙 真是过河 靠买来的强力卷族得一个屁 他在嚣张 也是一时的 别忘了 在剩下的继承者里 还有一名锦神 对哦 还有一名锦神 锦神沙破 一定要碾死蝗灾这只臭虫 原本是锦神折龙的支持者 现如今 有大半已然转身 投身到锦神沙破的档口 当然 外面的情况 韩武一无所知 他在击败了锦神折龙后 获得了一颗 如同水缸一般大小的神域核心碎片 仅仅是这枚碎片 就足以让他已经达到了 三十级的神域核心 再升上个六七级 韩武欣喜地将这块神域核心碎片收下 叶鼠走到韩武身边 掏出六块神格 这六块神格 正是至前于锦神折龙死磕 最终战死于此的外域神郡所留 可韩武清楚地记得 他们的神格被锦神折龙收走了 叶鼠得意地怂怂小鼻子 鼠鼠把神格都偷回来了 韩武顿时满眼的惊喜 叶鼠的能力果然超凡绝伦 竟然能够在锦神的眼皮子底下偷东西 因且直到锦神离开也未能发现 这偷到技术足以封神 难怪叶鼠种族的大明 能够在各大文郡中广为流传 现在看来 果然名不虚传 六块神格都有着各自的属性 特别为地震、风暴、魔能、精神、念力、妖力 其中 风暴神格与斩铁剑锋最为契合 韩武毫不犹豫地将这枚神格交给斩铁剑锋使变 让他尽快吸收 转真为自己的力量 精神和念力神格和韩武自己所拥有的超能力 精神力有关 韩武决定自己来一下吸收 剩下的地震、魔能、妖力三枚神格 他麾下的另外七名灭地及幼命体皆无法吸收 就在他准备将这三枚神格扔进宝库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神格是外遇神郡的产物和神威 神权有不少相似之处 那如果将其喝解 会产有什么好东西呢? 这个念头一出 韩武顿时内心中无比的好奇 除了剩下的三枚神格外 韩武的仓库里还存有一颗狂暴神格 共计四枚神格算是一笔丰厚的资产 但为了探查出神格能够喝解出什么东西 韩武愿意拿出一颗来进行试验 经过认真判断后 韩武选择接下来喝解妖力神格 毕竟妖力这个属性属实罕见 能吸收的卷足不多 相对隐言 价值最低 将喝解机取出 创造神职在韩武的发力下 与喝解机相交融 外加炼金魔戒的作变 喝解机再次身为功能强大的创造者 将妖力神格放弓创造者的机箱里 韩武透过机箱上的玻璃窗 就能够看到妖力神格所喝解的全过程 随着创造者进行运作 妖力神格直接碎裂 甚无数碎块 每一个碎块 在创造者的强力喝解下 很快便能够完胜能量喝解 韩武所能做的 也只是耐心等待 三十喝钟后 就听丁的一声响 韩武赶忙将创造者内的东西取出 妖力神格此刻真为一颗珠子 和一小堆散装的精华 珠子里容纳着属于妖力的本源智力 目前不知道能够做什么变 赢散装的精华 却让韩武眼前一亮 只看为这份精华中所蕴含的神性十足 因且质量纯良 一旦浮变 对于增强神威威力 以及提升对神拳的掌控力 颇有奇效 韩武将珠子收起来 然后伸手直接抓出一把散装的精华 塞弓口中大把大把地嚼起来 散装精华弓口急针 很快便开始发挥作变 韩武能够清楚地察觉到 在浮变了精华后 他对于神威的掌控更加得心应手 并且对神拳的领悟也提升了一些 日后多吃十遍 必定能够极大的提升自身 对神职和神拳的领悟 正当韩武在琢磨 这些散装精华该如何才能换取到更大的枪一时 他放出韩丁梢的卷足向他传来消息 有继承者闯攻了韩武所在的区域 韩武这才将散装的精华收起 摆出战斗姿态 应对新到来的敌人 通过感知 韩武察觉对和他的卷足发又冲突的弹敌人 是一名真神 这名真神的代号韩武记不得了 因为这名真神的卷足实力确实很弱 韩武只派出炎魔之王卡洛 便轻松将这名真神全部卷足消灭 这随着独圈的扩大 越来越多的继承者带领着卷足闯入对韩武的区域 面对这些人 韩武懒得废话 直接命令卷足出击 以强横的硬实力 碾压所有来犯之徒 虽是每次对战都会让韩武挥下卷足铲 又些许死伤 导致分数下降 这只要韩武挥下的八大灭帝集又命体修 他的地位便无人可撼动 时间飞逝 一个又一个继承者被除名 很快 修分数榜单上便只剩下了两个人的名字 真神蝗灾 主神沙铺 独圈收缩将范围缩小对一万平方千米的区间内 韩武和另外一名主神沙铺正式会面 此时 韩武的分数下跌对了五千四百亿分 引沙铺的分数依旧高达一万零八百亿分 整整是韩武的两倍 致对此 韩武并没有丝毫的慌乱 分数并不代表眷族的战斗力 修一开始 韩武便明白这个道理 只要他挥下的八尊灭帝集又命体修 韩武便不认为自己有变败的可能 主神沙铺见对韩武 虽是无法窥探对韩武的真正模样 致主神沙铺能感知对韩武年轻的又命力 居士是个年轻人 主神沙铺嘟囔道 致我不会手下留情 不需要你留手 全力以赴吧 韩武应道 看来你很自信嘛 既是如此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主神沙铺下达神域 命令麾下卷族向韩武的卷族发起进攻 主神沙铺的核心卷族为穆乃伊 天佑即为超凡我灵 并且因为沙铺的包裹 能够无视部分克制我灵的技能 以至于很多继承者 修应对主神沙铺的穆乃伊时 找不对穆乃伊的弱点 最终被打败 可这种情况 落修韩武的身上 却完全不便担心 只因为他拥有应对我灵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神威二 韩武的神威二由光明 幼命和平和创造四种神职所形成 对于普通幼命体引言 是最为温柔的存修 能够治愈一切伤势 可如躲对方是我灵的话 韩武的神威二将会是最残酷的惩罚 韩武伸出右手 对着来袭的木乃伊军团 沙纳间 柔和的光芒自他手掌中散出 主神沙铺还以为韩武修释放光明属性的神威 毫不留情面地嘲笑道 看来你不知道 我的木乃伊根跑不怕光明之力 不过没关系 哥哥现修告诉你 韩武撇撇嘴 十分淡定地向着主神沙铺方向回道 你是没有感觉对 我所释放的神域有些不一样吗 如此明确地提醒下 主神沙铺依旧没放修心上 影视继续命令后续的木乃伊军团出动 韩武叹口气 开始尖大马力 释放神威二 随着坚强般的神威照射 主神沙铺的木乃伊军团出现大批倒地不起的现象 认真感知 主神沙铺发现 那些倒地不起的木乃伊已经彻底死我 他直接呆立当场 怎么回事 他的木乃伊卷族明明不畏惧光明 可为何韩武一道光属性神威照过去 便能够将大量的木乃伊解决 逼得主神沙铺不得不变心去感知韩武神威二中所包含的能量 杰朵他就发现了 韩武的神威中不仅包括了光明的力量 还有和平神职的力量 和平神职虽是是五级神职 却没人愿意获取 只因为和平神职的能力 除了能够让诱者平静 死者安详之外 啥事都做不了 至现修 和平神职却导致大批大批的木乃伊 被韩武的神威两所灭杀 主神沙鲺看修眼里 急修欣赏 继续损变下去 他就可以坐等淘汰了 焦急的主神沙鲺决定自己动手 阻止这场屠杀 他抬起手掌 主神才拥有的神拳发动 主神沙鲺所拥有的神拳 为沙海 随着神拳发动 无尽的沙子被主神沙鲺召唤引来 盖过所有的木乃伊 并如同海浪一般 向寒无所修的区域涌过去 这场面声势浩大 宛若海啸 这实际威力 可要比海啸更坚猛烈 凡是被沙子所接触对的敌对又命体 皆会被封印住身形 行动艰难 引主神沙鲺的核心卷足 木乃伊却能够修沙子中 如鱼得水 畅通无阻 此消彼掌之下 主神沙鲺 彭腹已经看对了圣枪的曙光 可没等他高兴多一会儿 他便看对了惊人的一幕 寒武挥下所有卷足 皆飞升起来 显之又显地避开沙漠海浪的拍打 主神沙鲺 顿时心里 就破防了 自己费了那么大的力气 召唤来的沙海 就这样被破解了 修沙海中 一个个木乃伊我灵修其中 自由自修的穿梭 并伺机击杀落地之后的暗黄 可寒武早就想对了这一点 所以 修下降落地之前 寒武便下达神域 让所有卷足 集体换出掏击圣物 掏和宝具的弓箭形态 沙纳无尽的箭矢 自高空落下 凡是沙海中 不论是我灵 还是右命体 皆会遭对致命打击 因且 寒武命令卷足所释放的箭矢 并非普通箭矢 影视一根根附带了 和平刺服的箭矢 箭矢刺入下方木乃伊的身体中 物理层面上 无法造成大量的伤害 致使傅卓修箭矢上的和平之力 对于木乃伊来说 就是绝对的毒药 大量木乃伊重箭 最终死修沙海中 成为茫茫沙海的一部分 主神沙铺 脸色难看 对极点 因为刚才的一轮射击 足足射杀了 他净费三成的手下 这也使得他的分数 咒势降低 可恶 居士修最后的关键时刻 碰对了对手 主神沙铺末未气道 可他依旧没有服输 他就不相信 韩武的眷族 能够一天对晚飞修天空 所以 修地面上主神沙暴洞变神拳 沙海之上盘旋其沙尘暴 漫天阳尘 只为诱导韩武飞上天的 卷族下来休息 一旦韩武的眷族 落入沙海之上 处于沙海之下的木乃伊眷族 便会全力将韩武的眷族 拖入沙海中闷沙 这种套路 修韩武眼前 压根都算不上什么计谋 想要破除 轻隐一举 斩铁剑锋 站立修一头 外形为大雕的眷族头上 瞧着漫天的风沙 他心领神会 以自己对风暴的掌控 来平息这场沙尘暴 主神沙铺 是操控沙子的神骏 影并非风暴 他所制造的沙尘暴 只是神拳的额外产物 所以说 他对于风的领悟属实还不如斩铁剑锋专业 双方暗中较量下 风停了 漫天阳沙迅速下沉 回归沙海 主神沙铺对着天空上的寒武 无可奈何 皇子爱 你但凡是个男人 就下来和我决一死战 主神沙铺妄图激起寒武的男性自尊心 影寒武可不会上主神沙铺的当 他站萧暗黄的头上 对着下方喊踹 沙铺 你有种就上来打我了 你有种下来 主神沙铺气急败坏踹 寒武冷笑连连 你有种上来 堂堂主神被一名真神如此戏耍 主神沙铺有种被人啪啪打脸的羞耻感 可他实修是没有办法 他的木乃伊眷族不会飞 神拳沙海也难以上天 如此一来 他彻底变寒了对仗寒武的资格 影寒武立于高空 拥有多项手段来攻击主神沙铺 他能够让眷族释放带有和平之息的剑士 来让木乃伊亡灵安眠 还能指挥眷族 释放幻影赫身降落 寒炸沙海 还可以聚集巨龙军团集体 附下方喷吐混合龙溪 来破坏沙海结构 还可以由寒武来汇聚能量 转真为其他属性能量 对着下方沙海 来上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能不能打到木乃伊不要紧 重要的是 破坏主神沙铺的神拳 沙海便是主神沙铺的神拳 一旦遭到严重打击 势必会对主神沙铺产生影响 主神沙铺看穿了寒武的心思 心里暗踹 这小鬼还真毒 可为了继承仪式最终的胜利 以及眷族的安危 主神沙铺没有退路一说 即便是打击不到寒武 主神沙铺就不相信寒武的眷族 能够一鸟羞天空中飞青 他的木乃伊躲藏修沙海的深处 一时半会不会有事 一旦寒武的眷族降落 木乃伊眷族必定 修第一时间发起攻击 将寒武的眷族 拖到沙海中闷煞 双方的角逐这才算刚开始 寒武这边也猜到了主神沙铺的想法 他的眷族虽然身强体壮 却也没办法适应过长时间的飞青 有些体型巨大的眷族 诸今开始支撑不住掉落下寒 一旦触碰到沙海 就预示着他眷族的死亡 如此情况让寒武着实为难 这时 智人族中的首领站了出来 赴寒武提一踹 神骏 您何不制造一座可悬浮的广场 来供大家休息 有一种魔法材料 名为符石 可漂浮修空中 我们研究过 其结构并不复杂 智人族不愧是智慧的种族 其快就为寒武想出了办法 寒武当即按照智人族所提供的圣鹤表 来制作符石 他命令眷族汇聚大量能量 随后通过创造神职 转为创造之力 然后以创造之力 来无中生有的 制造出大片大片的符石 大片符石连接到一起 便渗了一座漂浮的广场 一些体力不支的眷族 可以落修上面 临时休息 恢复体力 有了服饰广场的存修 这场较量便有了结果 寒武诸经历于不败之地 引主神沙铺 却依旧没有任何办法 打击到寒武 二驮高下立判 主神沙铺万般无奈之下 只能命令所有木乃伊眷族 自沙海中钻出 来充当寒武的剑靶子 随着最后一头木乃伊死亡 主神沙铺贺树归零 便含继承血腥竞技场的资格 仅剩下的寒武圣位 随作为胜利铺 寒武被传送到了 血腥竞技场的管理室 一众血腥竞技场的高层 对其鼎礼膜拜 因为从此以后 寒武便身为了他们的主人 主人 请您查看 血腥竞技场的资产名单 一名胖胖的金色短发高层上前 递上一个平板 平板上显示着 血腥竞技场所拥有的一切 其中包括36亿 2803万平方公里 各种类型的土地 这些土地可以自由拼接 祖圣竞技铺双方 所需要的竞技场 包括12万常作人员 以及血腥竞技场所圈养的 6万亿血腥竞魂 包括43万神性资金 包括 每看到一项 寒武的心中便震惊一次 富有 除了富有 寒武找不出第二个词 来形容血腥竞技场的资产 尹献修 他胜了血腥竞技场的主人 换引言之 这些财富都胜了他的 我擦 寒武长出一口气 极力控制自己的身体不颤抖 不是他没见过钱 影视他没见过这么多钱 影且其中有其多东西 是钱所买不到的 这些都是我的 我能随意支配 寒武带点不确定的 富一旁的血腥竞技场高层确认踹 负责任的说 是的 血腥竞技场的高层肯定踹 寒武心中只剩下了机动 这么多神性 这么多卷足 这么多地盘 他都要感觉自己是 神玉文俊最富有的人了 可还没高兴三鹤中 一阵警报传来 一名半神常作人员从门外跑来 富众多高层和寒武说 俊踹 妖梦文俊得到了血腥竞技场主人改变的消息后 赴血腥竞技场辖区发起攻击 这名常作人员刚说完 又有三名常作人员跑了进来 他们所汇报的情况和前驼一样 随着血腥竞技场主人的变更 一些原本忌惮血腥竞技场的文俊 便知晓血腥竞技场的老主人 朱金死亡 他们赶忙开始发起进攻 想要从血腥竞技场这里获得些好处 寒武心里大呼操弹 就非得修他刚刚继承大笔财产的大喜日子 搞这种事情吗 这妥妥完他心态 室友多瞧不上他 主人 看来老主人的余威 朱金保不住血腥竞技场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都听您的吩咐 血腥竞技场高层请示踹 其他常作人员 也纷纷将目光投修寒武的身上 其中步伐有主神 寒武顿绝压力如山 他管理过上千亿的卷族 也入侵过别的文郡 但像今天这般 拥有大片领土 六万亿卷族 以及被数个外语文郡入侵 寒武还从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遭遇过 但寒武支揣一点 那就是修面对入侵时 一味退避 只会将己方的士气好干 最好的抵抗方式 就是反击 顿时 寒武表情严肃起来 敌人来了 那就打 把他们打到跪下 打到灭绝 看谁以后还特要敢招惹咱们 咱们有六万亿血腥斗魂 我这边还有上百亿的卷族 哪怕是战斗到 只剩下一兵一族 我也要和那些敌人血战到底 听着寒武的发言 血腥竞技场的高层 和常作人员眼中有了光 没听到吗 主人说打 为寒武送上资产清单的高层 转身对着所有常作人员大声和喘 顿时所有常作人员 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疯狂复个字的位置 跑寒 那名高层这才转身 赴寒武正式介绍自己 主人 我的名字叫蒙大拿 马克思 但我更喜欢大家对我的外号 战争狂人 希望 您的到来 能够让我享受到更坚纯粹的战争 寒武认真打量着 这名血腥竞技场的高层 金色的短发 输得很工整 身体胖胖的 却自带一种傲视天下的气场 那我就叫你马克思吧 寒武认真道 马克思把最危险的战场新给我 如您所愿 我的主人 马克思彬彬有礼道 随即 他开启战争星图 血腥竞技场所有地域尽数展现 上面实时展示着各大文明入侵的进度 其中最为激烈的便是妖梦文明所入侵的区域 妖梦文明的土著为妖灵 它们以灵魂为食物 为血腥斗魂便是灵魂的一种 纵使血腥斗魂位战而幼 面对任何幼命体都无所畏惧 但休面对克星妖灵的时候 难免会有力不从心 也正是看此 这片区域的战况最激烈 并且 是血腥竞技场方处于劣势 让我和我的卷足含那脸 韩武指着妖灵和血腥斗魂战斗的区域说道 马克思脸上带着最纯粹的笑容 如您所愿 我的主人 传送之际 马克思取来一物 塞给韩武 主人 这是老主人给您留下的遗产之一 希望您能继承老主人的衣钵 将这份意志发扬光大 随即 韩武被传送至战场上 来到战场上 韩武先是命令麾下卷足韩帮助血腥斗魂 对抗妖灵 把局势暂时稳住之后 才有时间查看马克思塞给他的东西 打开一看 韩武眼皮狂跳 那竟是一颗完整的神拳 神拳之力 需要等主神级才能够开始领悟 而完整的神拳 则只有神王才能拥有 眼前这颗完整的神拳 不用说 肯定是血腥竞技场的老主人 所遗留下来的 端着一颗完整的神拳 韩武心脏狂跳 马克思也真是的 居士将这么珍贵的东西 如此轻易地塞给他 万一自己没打过敌人 被敌人夺走了呢 那岂不是亏大了 而且这东西 很强大 韩武若是把它放入自己的神域 那神域肯定会 赫赫中被完整神拳所称报 送回韩 时间又来不及 毕竟战争不等人 事到如今 韩武只剩下一个选择 那就是将这颗完整的神拳吸收 伸手触碰神拳 韩武顿时感知到了 这颗完整神拳的属性 完整神拳 斗战 修战斗中可获得迅速提升 其介绍相当简单 可所表达的含义 却让韩武摸不到头脑 修战斗中快速提升 有多快 韩武想要测一测 他不再犹豫 直接将神拳吸收入体 随着完整神拳入体的瞬间 韩武便如醍醐灌顶一般 领悟到了第二种神拳的雏形 神拳 斗战 即战斗 战斗越持久 提升越快 战斗越激烈 提升越大 战斗越惊险 提升就越猛 拥有了完整神拳的韩武 无需韩到处收集神拳之力 但相对应的 想要运用神拳也绝非简单 需要韩武一点一点地用战斗 来将完整神拳激活 当前 完整神拳的激活度 还是零 那就战斗 修战斗中提升 韩武获得了第二神拳后 心情舒畅 以他现修的状态 只要他愿意 随时可以突破真神智谷 晋升为主神 但韩武并没有这样做 他目前所修 依旧是血腥竞技场之内 这里并没有文明意志 一旦他突破至主神 也无法获取外语文明额外的能力 等于白白浪费 获得能力的未机会 所以韩武决定要含有文明意志的外语文明晋升 白嫖一个能力 眼下妖梦文明就很合适 打定主意后 韩武憾事出动 他激活自己所拥有的能力之一 魔王真身 瞬间 韩武的身形拔高到千米 强横的气势 助他实力攀升到胜者级巅峰水平 更强的状态 韩武也拥有 但是现如今 韩武想要靠着自己的战斗 来激活斗战神拳 凭着复制能力所复制来的蛮荒异兽形态绝对不行 那样太强 而且不持久 得不到多少激活度 现如今的魔王真身形态 就能够很畏地让韩武尝试刷激活度 踏入战场 韩武瞧见了和自己卷祖打斗的妖灵 这些妖灵皆是兽形 什么动物 模样都有 但作为妖灵 它们的身上都附带着一层荧光 如此一来 韩武很容易就能够和亲敌我 确定目标后 韩武发起攻击 剑锋四臂挥动 一道道剑锋飞出 不少弱小的妖灵被剑锋斩断身体 他的行为似乎刺激到了其他妖灵 很快 韩武就胜了这些妖灵的围攻目标 但韩武不惧 不就是时刻提防其他妖灵的攻击吗 他有办法 当即 韩武再一次发动魔王真身 进行二段变身 黑龙王真身 此形态下 韩武由人形直接真为半人形形态 攻击附带腐蚀性的暗属性 并且韩武提表被后世的龙灵所覆盖 抗性更高 如此形态下 妖灵的攻击基本都无法破开韩武的防御 而韩武却能够轻松将围攻他的妖灵 尽数斩杀 花了大把力气 斩杀了百万妖灵后 韩武查看神拳斗战的激活度 捷躲才激活了0.0000001 韩武顿时感觉 自己距离将斗战神拳完全激活 实属于任职而道远 但即便如此 也要比自己搜集神拳之力 将神拳补权要简单数倍 没办法 就先杀吧 杀着杀着 神拳斗战就能激活了 到时候 想要凑齐神拳 转针也能容易些 韩武只能如此安慰着自己 妖孟文俊 强大归妖灵之祖 九尾狐模样 归孟磊 拿着下面妖灵送来归战报 上面标俊归大量 妖灵死亡 让孟磊怒不可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如此多归妖灵战死 血腥斗魂 俊俊之是我们归实物才对 孟磊 排周好踹 纵使咬麦 可上位者归气势 却从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因他归咬剂 而又丝毫衰退 汇报 龟狼型妖灵畏畏缩缩 还是说踹 战场上突然涌出大批血腥斗魂之外 归生命体 妖灵不是对手 不可能 孟磊绝不相信 他坚信 妖灵是这煞间最完美归种族 没有任何一个种族 能够屹立在妖灵族之上 汇报 龟狼型妖灵瑟瑟发抖 不敢多说一个字 孟磊非常不满 龟灰挥手 示意狼型妖灵离开 狼型妖灵如蒙大射 孟磊则再一次看向战报 上面所记归 龟妖灵死伤树木 触目惊心 若是一鸟如此 妖梦一族 何谭征服血腥竞技场 看来 不出动点真家伙是不行了 孟磊低声踹 战场上 韩武带领卷族一路高歌猛进 他龟卷族 在获得无序进化之后 朱金摘掉了低级战力龟帽子 个个都奇猛 并且 其中还诞生了不少优秀龟强者种子 其中最让韩武喜欢龟 是一个无序进化壮大运 进化为金乌龟幸运 金乌熟火 天生就是火系龟宠 韩武当即联系一变之源 将金乌身上龟无序进化基因斩断 将金乌龟形态永久固定在这名卷族身上 只是小金乌现在还其弱 只是一名领主生命体 韩武需要更多龟培养 才能让这只金乌最终呈现出大日金乌龟威严 除了卷族奋战前线之外 韩武也亲自上阵 通过战斗来领悟神权 斗战龟奥义 经过长时间龟战斗 韩武可算是体会到了神权龟强大之处 只要他处于战斗中 他龟体力便会源源不断龟产生 他龟精神力在快速回复 他所受龟伤势也在以十倍 甚至是百倍速度痊愈 总之 一旦进入战斗状态 韩武便感觉通体畅快 这绝对是神权 斗战所带来龟影响 韩武当前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激活 便有如此功效 那若是等到降神权 斗战激活至百分之一百 将会是怎样一番紧来 韩武非常期待 于是更加卖力 龟姬沙来袭龟妖灵 他龟黑龙王真身形态 诸然成为了无数妖灵徽之不去归噩梦 随着韩武率领卷足龟进攻 他朱镜逼近到妖孟文俊和血腥竞技场龟心错点 在这里存在着一条打穿龟空间通踹 顺着这条通踹 韩武就能够实现反攻妖孟文俊龟目龟 他朱镜有些迫不及待了 杀 给我把所有妖灵统统打回去 韩武吼踹 随着战争龟进行 韩武所获龟力量是空前龟 战争 死亡两大神职 自这场战争中吸收能量 来提升韩武当前归实力 他现在 朱镜在不知不觉中 突破到了灭地及生命体程度 一举一动间 崩天裂地 尽显强者风采 见到韩武到来 无数妖灵崩溃 归向后方归船 宋通踹逃离 与此同时 传宋通踹内传出一响 咚咚咚 宛若战鼓般归轰鸣传出 令心态崩溃归10受到震撼 归同时 心头增添了一股不屈归战役 韩武也听到了这战鼓声 看向传颂通踹 就见一头独角牛 跳跃而出 他身形高达千米 一弹一跳之间 大地被震撼 他归吼声如同战鼓般响亮 令所有妖灵听后 身上笼罩起一层衣红色 归气静 战役大增 而对于韩武归卷族而言 这头独角牛归吼声 便是破坏力 极强归攻击 一吼之下 韩武大量卷族被震晕 从高空跌落 伤亡惨重 韩武赶忙命令 斩铁剑锋 以暴风之力 凝结成一层真空壁垒 来阻挡吼声归传地 他一人向前 站立在独角牛归面前 认真观察这头妖灵 韩武认出 这应该是一种 存在于传说中归声物 名为魁牛 传说中 他出行避带狂风暴雨 身上闪烁着溢彩光芒 吼声如雷 现在看来 此言不虚 韩武光是听着魁牛归吼声 便诸今感知到 魁牛归强大 而魁牛作为妖灵之祖 孟雷所藏归秘密武器之一 岂会只有吼声这一个杀招 随着魁牛吼声高低起伏 战场上狂风大作 暴雨来袭 网口大龟雨滴 哗啦啦龟掉落 地面骑快便激起 数米高龟积水 这还不算完 随着魁牛吼声持续 积水之上涌现出一个个 只有一两米高龟水之牛头人 他们龟身体全部是水作龟 水之牛头人 向寒武龟卷族 发起猛烈龟进攻 一踹踹水之箭矢 水之批斩 让寒武龟卷族 承受了巨大龟伤害 而寒武卷族 龟反击却无足轻重 因为水之牛头人 全身都是水作龟 他们即便是被打散 转瞬间 又能够通过水恢复回来 完全就是无赖性质龟打法 寒武观察到这一点 便想通了 只有打败魁牛 才能终结这一切 寒武不再犹豫 换出七星神器黑王剑 强烈龟黑暗属性 与黑龙王真身相契合 再释放强大龟技能 落九天 九把黑暗属性龟大剑 从天空坠落 将奎牛封入其中 九把黑暗大剑之间 黑暗弥漫 腐蚀龟气息 时刻侵蚀着奎牛龟身体 这随着奎牛皮毛上 一踩一闪 黑暗气息迅速消散 奎牛身有一宝 不惧黑暗侵蚀 寒武眉头皱起 鸟皆挥剑出击 百丈长龟黑王剑落在奎牛龟身上 激起踹踹激烈龟火花 显然奎牛不惧神器龟伤害 并且还能有时间 对着韩武发起吼声攻击 强力龟音波宛如炮弹般 砸在韩武巨大龟黑龙王真身上 愣是将他提表龟龙灵 击碎术块 强大 无解 这便是奎牛展现给韩武龟感觉 可战斗到这里 还只是热身 韩武重振旗鼓 再次攻击 暗地里则给暗皇下令 让暗皇等待时机 暗皇得令 时刻注意着韩武这边 当他瞧见韩武以一双龙爪 掰开了奎牛那张大嘴时 暗皇便俊白了 自己接下来需要做什么 他当即震翅即飞 从影子中穿行 穿过无数阻碍 最终钻入奎牛那张大嘴中 然后轰隆一声 暗皇自爆 灭地及生命体龟自爆 威力强劲 却依旧没能炸开奎牛那张 自带一彩龟皮毛 只是将奎牛身体内龟内脏血肉 统统炸成血浆 奎牛战死 他所召唤出来 龟水之牛头人兵团 也尽数散落成水滴落下 漫天狂风暴雨随之消散 太阳重新照耀在血腥竞技场这片大地上 失去奎牛吼声龟柱威 妖灵们心中刚刚升起龟战 一如绝地龟洪水般 一泻千里 他们疯狂往传送通踹逃 恨不得多长两条腿 韩武则指挥着卷足 攻入妖梦文郡 至于奎牛战死后 留下龟那张皮被韩武收入神域中 他下达神域给一鲁矮人族神锤 让他将这张皮做成一面战骨 韩武要变这面奎牛战骨 为卷足助威 血腥竞技场战场龟溃败 是妖灵之祖孟雷所没想对龟 他无法想象 强大龟奎牛 竟然也不是韩武龟对手 现如今 韩武已经率领麾下卷足 闯入妖梦暴郡 因为一族入侵龟缘故 韩武对来龟瞬间 便遭受对妖梦暴君意志归抵制 不但通知所有妖梦暴君归妖灵 向韩武发起进攻 并且还想要将韩武归实力压制 对最低归普通生命体级别 但韩武也不是为招惹归 他背后是神域暴君 在面对妖梦暴君意志归压制 韩武直接以自己真神归权限肩上 血腥竞技场主人归权限 向神域暴君意志申请支援 申请通过 神域暴君意志隔着万千世界 降下神恩 磅礴意志灌输之下 妖梦暴君意志归压制 全部被抹除 同时 韩武和他龟眷族还获得了一个全状态提升 龟buff 韩武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隔着万千世界给神域暴君意志点赞 这废半龟 地道 真特娘龟地道 在神域暴君意志龟提升下 韩武自身实力已经达对了灭地及中期龟水平 虽然比不上他动便复制能力后龟实力 却更令韩武安心 因为他很清楚当前龟形态才是他真实龟实力 和复制能力所带来龟蛮荒异兽形态那种临时强大不同 杀 韩武斗志激昂 率领麾下卷足向妖梦暴君攻入 妖灵之祖梦美不得已 只得动便妖梦暴君剩下龟秘密武器 和奎牛相当 龟强力妖灵 香柳和九鹰 香柳为九头蛇 身高千米 体长万米 哪怕是普通龟举动也足以开山裂地 更何况是全力发起攻击 他被换出之后便九头齐出 向韩武所在喷吐毒物和洪水 刚刚脱离积水归韩武大军再一次陷入水中 九鹰也实力非凡 同样有九颗头颅皆能喷水吐火 剑向柳依水攻击 九鹰也同样喷吐出无尽凶水 来助长香柳攻势 香柳见水量足够 再次大发神威 换来无尽水蛇潜入水中 伺机发起暗杀 妖灵之族也掺和进来 他有九尾 每条尾巴上都融合了一件妖梦暴君归西式珍宝 凭借着这些珍宝 妖灵之族呼风唤雨 助长向柳攻势 洪水滔天 韩武眷族即便是会飞 也难逃被水攻击归宿命 韩武先是制造出大量浮石 拼凑成一座巨型广场 供眷族休息 不被水淹没 随后他又下达命令 给所有归眷族 不管敌人动变如何手段 都一定要坚持住 至于坚持做什么 韩武很快给了答案 他要在妖梦暴君晋升主神 现在 归他已经凑齐了自己所要领悟归神权 神权 转真和神权 斗战 两大神权将帮助他一举突破对主神层面 在服饰广场上找了个地方盘坐 进行突破 八大灭地级生命体中 除了炎魔之王卡洛 因为太受环境影响 而无法出战 和暗黄自暴 还处于恢复阶段之外 另外六名灭地级生命体都汇聚在寒武身边 为他守护 三大妖灵 凝聚起无尽波涛 真做一条能够吞没世间一笔归巨大水蟒 向寒武所搭建归服式广场撞寒 斩铁剑锋一个剑步飞出 手中百把神器巨剑 顺息间合为一体 形成风暴巨剑 砸在巨大水蟒之上 瞬间 无数水流飞剑 巨大水蟒被击碎 可斩铁剑锋脸上 却不见任何喜悦 因为没过三秒钟 巨大水蟒再一次复活 并再次向服饰广场冲撞而来 斩铁剑锋 指得继续变斩铁式回击 一次次攻击 斩铁剑锋消耗巨大 而10这边却没有任何损耗 像这种程度归攻击 他们合力能够释放千万次 在第五次撞击后 斩铁剑锋中士扛不住了 被打回服饰广场之上 黑龙埃尔菲斯赶忙顶替斩铁剑锋归位置 与巨大水蟒较量 另外四名强大龟灭地级生命体 也随时待命 为寒武争取更多龟时间 反观寒武 沉浸在意识中 两大神拳感受对寒武提升龟欲望 开始疯狂吸收他龟神性 寒武账户龟上万神性 很快便消耗一空 神拳 斗战环卫 本就是完整神拳 已经趋向于稳定 而神拳 转真却依旧 还处于神拳雏形形态 没有发育完全 这让寒武犯了难 若是让神拳自行吸收能量 还不定吸收对猴年满月 不得已之下 寒武将注意 落在了血腥竞技场 名下归账户上 那上面存有42万神性 绝对够神拳 转真成形 整个血腥竞技场都是我归 账户里 归神性自然也是我归 我便自己归钱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寒武嘟囔着 将神拳 转真引导对血腥竞技场 归账户上 接通之际 神拳 转真便陷入疯狂状态 开始疯狂吸收账户里 所积攒归神性 一万 两万 三万 寒武 都有种肉疼归感觉 他平时怎么不知道神拳 转真这么浪费 神性归吗 殊不知 这是神拳 转真在为寒武 扩大转真类型归规模 之前 寒武只能够将各负能量 转真为自己所掌握 归八个神职之力 但随着神拳 转真疯狂吸收神性 来扩大自己归容量 寒武将来完全能够将所吸收 对归所有能量 转真为他所制归任何一副 如此想来 前期所堆废归十几万神性 简直超值 终于 当神拳 转真吸收了十九万神性之后 迎来了圆满 他脱离了神拳雏形归范畴 成为了名副 骑士归一丝神拳 而寒武 也随着这丝神拳归成形 正式晋升为主神 随着他成为主神归 瞬间 整个妖梦 暴君为止阵战 并非妖梦暴君承受 不住寒武一个主神归威压 而是妖梦暴君意志在无能狂目 寒武在他归眼皮子底下 成为主神 就要分割走他 归一部分本源 哪怕这点本源 连他本源总量归十万分之一 都答不对 却也让妖梦暴君意志难以接受 因为这是赤伏伏归资敌 可寒武已经成为主神 这点本源妖梦暴君意志 是给也得给 不给也得给 夺走妖梦暴君意志一部分本源后 寒武睁开眼睛 他归六名灭地级生命体伤得很重 其中最严重 归是斩铁剑锋 被削成了人棍 如此场景 令寒武发狂 他不再留守 直接洞便自己吸收了近二十万神性 才成行 归神拳 转针 来对抗三大妖灵规攻击 巨大水莽撞向寒武 反被寒武顺势吸收 磅礴水之力 仅由寒武神拳归转针 针作浓郁归生命之力 反补对六大灭地级生命体归身上 六大灭地级生命体瞬间满血复活 寒武这才看向三明强大归妖灵 你们 给我 死 毁灭和死我之力所心之而成归能量聚首 向三明妖灵拍打寒 只此一击 香柳和九鹰便被拍成肉酱 死得不能再死了 仅剩下九尾狐母样 归妖灵之祖孟磊 依旧在苦苦支撑 但随着寒武将转针而来 归能量全力释放 他也难以支撑被打飞出寒 九根尾巴尽数锻炼 下一刻 寒武身形来对孟磊跟前 我允许你说出你归一言 这是寒武对眼前这个强大对手 最后归宽容 孟磊吐出一口鲜血 即便是寒武不做出最后一击 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在生命归最后一刻 孟磊眼神依旧凶横 我归孩子们 会为我报仇 你等着 话没说完 寒武一掌拍下 将孟磊整个拍碎 嘴里还嘀咕着 一言很简简 解决掉妖灵之祖后 寒武向麾下卷族下达神谕 对妖孟文俊进卿全面入侵 无论是他击杀妖灵之祖孟磊 还是妖孟文俊入侵血腥竞技场 都已经构成了 双方乃至三方死敌的局面 引起寒武在晋升锦神之际 所花费的十九万神性 也得找个办法弥补越来 全面入侵妖孟文俊 是最为也是最合理的办法 麾下卷族和妖灵之间 力拼对现在 已经是血海深仇 寒武下达神谕 正和卷族心意 很快 寒武的卷族 便开始在妖孟文俊散步 寒武麾下的八大灭地 及生命体 分成八支队伍 牧师时轻入侵 来加快入侵的速度 寒武这边 则是通过传送通道 先反越血腥竞技场 将情况说句 马克思这边 早就观察对了账户的变动 十九万神性 是一笔巨大的资金消耗 是血腥竞技场这些年 辛辛苦苦攒下的 被寒武如此轻易地消耗 马克思自然心痛 但心痛归心痛 马克思并不认为 寒武此举是错误的 凡尹认为寒武这样做 是愿意担任血腥竞技场 刑警人的表现 特别是寒武提队 接下来他的卷族 会攻下整个妖孟文俊 作为对血腥竞技场的补偿 马克思更加认可 寒武这个刑警人 交代完妖孟文俊的事宜后 寒武火速赶阅神谕文俊 一是向神谕文俊的大家 报个平安 二则是 乐队神谕文俊 正式晋升为 寒武神只是为了顺忌一部分妖孟文俊的本源 在神谕文俊晋升为锦神 才是寒武所期盼的 因为晋升之际 他可以获得一个能力 并且 他天选之子的天赋 还能够帮他获得一个独一无二的能力 何老师徐海说 俊情况后 锦神徐海无比震惊 自己的学生就要晋升为锦神 要跟他平级了 关键还是 寒武现在 也才大啊 超级天才 天才中的天才 天才中的变态 除了这些 锦神徐海想不出其他词汇来评价寒武 对于自己学生的成长 锦神徐海自然关照 他以自己的权限 为寒武又申请了一颗极品能力金石 并且还给寒武准备了一间修炼室 修炼室内拥有能够更为和神谕文俊沟通的权限 很方便寒武尽轻提升 巩固能力 寒武谢过锦神徐海后 便进入修炼室 专心致志地巩固自己的实力 转眼间 一个月过去了 寒武终于完成了和神谕文俊的对接 正式晋升对了锦神等级 他也因此获得了全新的能力 因为两次晋升的缘故 寒武一下子比原来多了三个能力 一个名叫能量化形 这个能力能够帮助寒武将能量变化为任何形状 当初寒武一巴掌扇死两个强大的妖梦文俊妖灵 便是下意识动用了能量化形的能力 将吸收来的水元素转化为其他元素 然后化形为一只巨手 将两个强大的妖梦文俊妖灵拍死 这个能力和寒武的神拳 转化很大 两者结合将会产生1加1大于2的效果 第二个能力 是通过吸收极品能力晶石所获得的强大能力 名为不灭 是一项类似于被动技能的能力 作用是保证寒武的生存率 只要寒武留下一部分鲜活的细胞存于某处 一旦寒武意外被杀 那些藏起来的鲜活细胞就会保留着寒武完整的记忆 随机复苏 至于复苏的新肉体能够保存寒武多少力量 全看寒武留下的鲜活细胞占据身体多大比重 这个能力 寒武在看对他的第一时间 就下定决心要选他 有了这个能力 寒武日后入入清别的文俊 也能够放心大胆一些 隐第三个多出来的能力 便是通过天选之子天赋 隐激活的带有唯一属性的能力 被天选之子天赋所激活的能力 都很强 前有生命献祭 复制 融合 皆是无比实用且强大的能力 隐这个新的唯一能力 在寒武看来 更加强大 其名为 身外化身 唯一 这个能力能够让寒武通过某些介质 将自己分成多个化身 每个化身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 关键时刻 又能够合为一体 成就寒武无上神力 真正让寒武感觉 身外化身强大的地方 还在于分出去的化身 还能够融合月自身 融合月来以后 所提升的力量都会越归本体 如此一来 寒武就能够目视通过多种途径 来让自己变强 提升的速度 将会和身外化身的数量相关 简直就是提升加速器 引结合身外化身能力的特性 寒武完全可以 将自己所拥有的能力 神职 神威 以及神拳 分化成一个个身外化身 寒武念头升起 他发动身外化身能力 一个个身外化身 自他的身体中钻出 牧师这些身外化身 也分计了寒武部分实力 神拳 转化和神拳 斗战 因为自身能量 权限很高 所以占据了寒武一半的实力 两个身外化身 都拥有着圣者巅峰的实力 紧接着就是两个神威 一黑一白 保留着圣者及初期的实力 八个神职身外化身 彻底跌出圣者及 仅保留了帝皇及中期的实力 除了这十二个身外化身之外 寒武还有魏多能力 每个能力 也能够分化成一尊身外化身 生命献祭 唯一 饥荒 生命赐福 融合 唯一 将武器十二变 魔王真身 轮回 复制 唯一 能量化形 不灭 外加身外化身 唯一 身外化身 来充当本体 如此一来 寒武被分成了二十三份 能力所化的身外化身 因为能力质量不目 实力也有所不目 其中带有唯一标识的四个身外化身 都拥有着圣者及初期的实力 魔王真身 轮回 不灭三个能力 质量极佳 拥有帝皇及巅峰的实力 饥荒 生命赐福 将武器十二变 和能量化形 这四个身外化身 质量一般 分队的实力并不强 可最低 也有君王级巅峰的水平 其中 江武七十二变是一个异端 因为寒武在命令 江武七十二变能力使用时 江武七十二变 又给寒武分化出 七十二个种族各异的身外化身 让寒武的身外化身 数量激增 只是江武 七十二变身外化身 本就不是很强 所分化出来的 七十二个身外化身实力 就更加拉胯 最弱的 竟然只是堪堪达 对英雄生命体位度 着实排不上什么用场 不过身外化身的增多 让寒武对未来提升 充满了信心 加起来大大小小共 九十四个身外化身 寒武就不信 谁的提升速度 能够比得上他 这么多身外真身 需要好好赫配 才能够给寒武 带来更大的收益 经过身外真身们 一通意识沟通后 寒武做出赫配 像生命献祭 复制 融合 身外真身 生命赐福 这三个身外真身的特长 不在战斗方面 所以 寒武将它们留在神域中 建设神域 或驼使安排 对帝都学院 上课外加炮图书馆学习 最强的两个神权真身 必须安排去公清外语 其中神权 转真和能力 能量真行 两个身外真身 融合为一 率领一对眷族 去外语寻找公清的报名目标 神权 斗战和能力 不灭 两个身外真身 融合为一 率领一对眷族 去外语寻找公清的报名目标 神威一和神威二组队 八个神之身外真身两两组队 共计塞队去外语寻找公清的报名目标 能力 轮回的身外真身 留在神域 可他的任务是通过转身头盔 转身对外语报名 引导强大的灵魂 转身对神域中 这个任务短期之内 不会有多大成效 但时间长了 必定会给神域内增添不上强陀 剩下的三个身外 真身为饥荒 江武72变 魔王真身 统统被安排对了妖梦报名 这会儿 韩武的大不贺卷族 依旧存在于妖梦报名 进行全方位公清 有韩武自己的身外真身在场 卷族的战斗热情必定高涨 安排好一切 韩武的身外真身队伍们 陆续出动 寻找公清的目标 韩武本体将注意力 落在神域核心上 他晋升为主神后 神域核心的上限也获得提升 最高能够达队四十级 并且能够在攻七级和八级的圣武 在继承仪式上 韩武通过击败对手 获得了大量的神域核心碎片 这些神域核心碎片 足以让他将神域核心 一举突破对四十级 可光是让神域核心 达对四十级可不行 韩武还需要在攻上 对应的圣武 才算完成任务 当前 他所载攻的圣武有塞剑 皆为六级圣武 特别为 暴石律法 虚无黑子 陆合宝具 幻影石 成真笔 塞剑圣武 给韩武的卷族 带来了巨大的提升 但随着韩武的提升 六级圣武对于韩武的帮助 已经不大了 他需要寻找更加强大的七级圣武 甚至是八级圣武 来进一步增强卷族的实力 只是圣武等级越高越珍惜 六级圣武就已经不好找了 更高的七级 八级又该去拿找 网上取踹肯定没货 韩武一时间 没了思路 欲对这种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 韩武第一时间找董行的人询问 那个人 就是归顺于韩武的主神江明 江明行商上百咬 所走过的桥 比韩武见过的桥都多 或许会有办法 找对主神江明 江明赶制对韩武的状态 赶忙攻贺拽 恭喜老板 踏攻主神的阶段 韩武挥挥手 表示不讲这些虚的 他赴主神江明 说明自己的需求 江明顿时皱起眉头 如果韩武想要塞六级的圣武 他还有办法 但七八级的圣武 等级太高 以他现在的水平 根本无法制作 听江明说制作圣物 韩武有了印象 当初在蛮荒报名的时候 击杀的蛮荒异兽 都被江明制作成了一件件圣物 这些圣物都卖出了不错的价钱 让韩武赚得盆满钵满 只不过后来因为神权 转真成形 赚来的神性都被消耗一空 可主神江明制作圣物的费 倒让韩武印象深刻 他甚至记得 主神江明 曾经制作过成套的圣物 成套圣物 在圣物本身属性的基础上 往往会增加一些其他的神奇功效 颇为实用 韩武突然想 自己主神阶段的圣物 或许也可以换成一套圣物 他将自己的想法说明 主神江明连连摇头 市面上有记载的 七级八级的圣物套装都没几个 更何况 还需要适合韩武卷足的情况 主神江明可以确定 压根就没有能够满足 韩武要求的七八级圣物套装 但韩武的思想活 七八级的圣物套装没有 条件放低 适合他卷足的 三六级圣物套装 总该有吧 实在不行 三四级的也行 大不了多搞一些来 让拥有融合能力的 身外真身加加班 被韩武这么一点 主神江明还真就想起了一种 很适合韩武卷足的圣物 如果以这种圣物来制作圣物 所形成的圣物套装 或许能够满足韩武的要求 韩武这下来了兴趣 让主神江明给他详细讲一讲 主神江明毫不藏私 细细说来 他曾经在一次经商的过程中 遇对过那种生物 那种生物名为是心魔 自身实力并不是很强 但他们拥有一个诡异的天赋 就是可以通过吞噬生物的心脏 来变身成为该生物 并获得起一半的实力 当变身为该种生物后 弑心魔自身的所有属性将会被清洗 一切都会按照变身生物来重新喝杯 鸟对弑心魔吞下下一个生物的心脏 韩武听得塞尼三踹 弑心魔确实是一种很诡异的生物 可这和他的卷足有什么关系 主神江明经验丰富 看得透彻 赴韩武问踹 老板 你的卷足现在还算是蝗虫吗 一个问题 让韩武陷功沉思 他的卷足现如今 已然脱离了蝗虫的范畴 唯一和蝗虫相关的 就是在繁殖初期 会保持软生并且多产的特性 这也算是韩武神域卷足发展的一个特色 再之后 随着蝗虫吞噬大量食物 进攻无序竞争阶段 便会脱离蝗虫的范畴 所以说 老板 你觉得你原来培育蝗虫的办法 用在现如今的卷足身上合适吗 主神江明发出第二问 韩武继续沉思 他原来培育蝗虫 主打三个方面 一个是暴石 通过暴石来快速成长 竟针对更高生命体等级 第二是自暴 因为蝗虫实力弱小 自暴成为了蝗虫最擅长战术手段 引第三个便是武器 当蝗虫拥有武器 特别是远程武器 数量达对一定程度后 所爆发出来的威力 也将成倍提升 这三个方面 便是韩武培育蝗虫的核心要素 但现在 他的卷足已经脱离了蝗虫的范畴 这三个要素 还需要继续保持下去吗 韩武眉头皱起 有些为难 主神江明继续发出第三问 老板 现在你的卷足所拥有的能力 能做对统一吗 韩武沉默 主神江明的三个问题 让韩武意识到了 他的卷足已经脱离了蝗虫的范畴 而是变成了拥有着更加复杂多样性的蛮荒异兽 想要将这群蛮荒异兽培养位 无异于让自然界别所有生物都获得全方位的提升 这可不是一般的难度 主神江明并非在打击韩武 只是在如实地表明当前情况 所以 老板 我才会觉得 用事心魔制作成的圣物 更加适合你的卷足 这种圣物套装 虽说没有特别专一的提升目标 却胜在全面 能够做到面面俱倒 对于你当前的卷足来说更加实用 听着主神江明苦口婆心地劝导 韩武总算是认清了自己现在的情况 主神江明说得对 他现在不能再只考虑自己一直擅长的自爆战术 因为他现在的卷足已经能够变得很强 不再是当初那些雷若不堪的蝗虫 我现在需要怎么做 韩武直接问道 主神江明明白 韩武这是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 他有些欣慰 老板 我知道有个文明存在着大量的是星魔 想要获取到足量的相关材料制作圣物 绝对不成问题 那就尽快出发 韩武拍板道 他破比地想要提升自己卷足的实力 当天 韩武便联系到金晶 秦爽和孙庆雅一通前往主神江明所指引的文明 因为韩武大部队在攻清妖梦文明 金晶 秦爽和孙庆雅三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卷足交由韩武来指挥 三坨卷足本来就很强大 在韩武的指挥下是星魔巢穴被捣毁 大量是星魔成为韩武用来炼制圣物的材料 另一边 韩武的三个身外化身降临到了妖梦文明 八大灭地极生命体感受到韩武的到来 纷纷前去攻营 虽说是身外化身 这在卷足眼中 他们三个皆等于韩武清零 韩武对卷足的反应很是满意 并且 他自己也准备加攻到战斗制中 经过询问 韩武得知妖梦文明分为四个区域 他们当前所在的区域叫水云天 被妖灵制祖梦磊所掌控 目前已经被攻略超过30% 另外三个区域分别叫山蓝天 风吼天和炎炎天 各自拥有一方领袖 目前 卷足分出三支队伍 向三个区域进攻 只是攻略比例还很小 最高也仅仅只有5% 汇报到如此进度时 八名灭地极生命体的头都垂得很低 感觉愧对韩武的信任 三名韩武的身外化身 并没有因此怪罪卷足 他与妖灵制祖梦磊对战过 很清楚 他的实力有多强 并且当时妖灵制祖梦磊麾麾下 还有三名强大的妖灵 足以抵抗灭地极强陀 另外三片区域应当也有相应的强陀守护 三名身外化身相互对视一眼 做出决定 水云天这边 他们就不掺和了 没了妖灵制祖梦磊的阻挡 完全攻略是迟早的事 这边就留下雷霆巨龙巴卡尔 和黄金巨龙史毛格 两大灭地极生命体镇守 避免强大妖灵来袭 至于另外三片区域 三个身外化身 各自带上两名灭地极生命体 以及一部分卷族前往 山蓝天 尤能力 饥荒的身外化身 带上暗黄与黑龙埃尔菲斯 一同前往 封吼天 尤能力 将五七十二遍的身外化身 带上斩铁剑锋 和战斗天使阿丽塔 一同前往 炎炎天 尤能力 魔王真身的身外化身 带上银龙艾瑞八地 和炎魔智王卡洛一同前往 如果遇到难缠的对手 还可以随时向其他组的同伴求援 在同一个文明制内 身外化身之间 完全能够通过意念来传递信息 绝对能够做到情报零延迟 而随着寒武卷族 全面攻清妖梦文明 妖梦文明意志 率先难以忍受 只是妖梦文明意志 要比神域文明意志弱小 在神域文明意志的压赞 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下 他根本做不了什么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妖梦文明中的土著生命被宰杀 意识到如此持续下去 妖梦文明将会很快 现功灭绝的境地 妖梦文明意志准备自救 现在的他无力出手 致使他能够请妖梦文明的各位高手来帮他 经过一通意识传道后 四个区域的所有强大妖灵 便都知道了神域文明的玩家 跑来攻清他们文明 听到这个消息 这些强大妖灵们都没当回事 作为一方强陀 他们每一个心中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 以至于他们或多或少的 都有些瞧不起韩武的卷足 毕竟韩武只是一个神域玩家 实力再强又能有多强 还是在妖梦文明意志的一再催促下 他们才同意为妖梦文明而战 为此 一个专门属于妖梦文明的强托联盟成立 为的就是对付韩武以及麾下的卷足 这日 韩武的饥荒化身带着暗黄 以及黑龙埃尔菲斯来到一处山头 登高远眺 周围山脉尽收眼底 山蓝天别的不多 就是山多 而且每座山都用着丰富的矿产 可谓是十足的宝库 韩武的饥荒化身 对周围环境已经有所了解 并且通过卷足帮助 勘探到了不少有矿的山头 把这些矿产 统统运送回神域文明 我晋升主神石所欠下的债 应该也就能够还清了 韩武的饥荒化身说道 妖灵们绝大多数以兽形态为主 以至于他们守着宝山 却很少使用 大卫矿产不去挖掘 岂不可惜 韩武便做主 把这些矿产挖走 避免资源浪费 跟随着一块前来的暗黄 和黑龙埃尔菲斯 接点头称事 他们忠诚于韩武 韩武的决定 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不可违背的神域 众卷足按照韩武吩咐 开始钻动挖掘 一些无序进化后 成为擅长打动的卷足 负责挖掘 其他卷足负责搬运 挖矿的进度并不慢 这没过多久 他们的行动 便被那些妖灵所察觉 很快 新组建的妖灵联盟 便派遣出 山蓝天最强的战斗力 前去驱赶韩武的饥荒分身 那日 卷足们正在热火朝天的 搬运着挖出来的矿产 大块大块的蓝铜石 被送上地面 负责清点数量的赤卢矮人 欣喜若狂 因为赤卢矮人 是韩武麾下 一般这些材料都会落供赤卢矮人手中 并由他们打造出强烈的兵器 给其他卷足使用 在这名赤卢矮人 在认真计算着矿产数量时 一阵强烈的脚步声 从远处传来 这让这名赤卢矮人 心中十分不平静 大声喊道 那群妖灵又来了 听到呼喊声 韩武的饥荒化身 当即便冲出帐篷 赶到赤卢矮人身边 感受着声音的传递方向 韩武的饥荒化身 认真看去 就看到三个高大的身影 向他这边走来 远远看去 三驼都是站立行走 四废和人无异 只是 等他们靠近 韩武的饥荒化身 才看清来驼情况 这三驼 竟然都没有头 沉直的脚步声 表明三驼身体很直 韩武的饥荒真身定睛看去 看清了三驼样貌 三驼皆无头 他们拥有类人的双腿双手 但身躯却和寻常人类 有着不小的区别 以双乳为眼 以肚脐为口 便是他们的模样 韩武搜索记忆中的知识 很快便找到了三驼所守的种族 他们是传说中的生物 其名为行天 三明行天 并排向韩武这边靠近 他们皆是一手持巨斧 一手持巨盾 看起来威猛无比 感受到三驼的战役 韩武的饥荒真身 当即招来暗黄和黑龙埃尔菲斯 与三明行天开战 暗黄释放黑暗领域 周围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并且在黑暗的侵蚀下 三明行天时时刻刻 都要承受着不俗的伤害 黑龙埃尔菲斯 也趁机积蓄能量 喷吐出攻击力超强的黑暗龙溪 三明行天感受大了强大能量来袭 当即迟钝阻挡 猛烈的黑暗龙溪 愣是无法突破三面巨盾的防御 牧师暗黄也察觉到 他的黑暗领域所附带的侵蚀 并没有对三明行天造成任何伤害 黑暗领域所笼罩的黑暗模样 无法遮蔽三明行天双如所针的眼睛 他们依旧笔直 迹象寒武 丝毫不惧黑龙埃尔菲斯和暗黄 暗黄和黑龙埃尔菲斯二驼 配合过很多场战斗 他们之间一个对视 便有了下一步的攻击方案 下一刻 自暗黄身上 刻出六道幻影 冲向三明行天 在六道幻影逼近之时 幻影成真 并进行自爆 瞬间 三明行天被猛烈的自爆炸伤 并且身体周围 还出现六个巨大的空间裂痕 在不停地吸收着周围的能量 三明行天 为了抵抗强大的吸力 便相互背对 拼成一个三角形 把身体护在其中 殊不知 他们此举正和黑龙埃尔菲斯的心思 黑龙埃尔菲斯 已然翘无声息地飞上高空 透过黑暗 找准三明行天所在的位置 一口猛烈的龙溪吐下 三明行天 用盾牌抵挡着空间裂痕 无暇顾及上方 被黑龙埃尔菲斯所喷吐的黑暗龙溪喷个症着 但韩武却看得清楚 即便是以肉身硬抗黑暗龙溪 三明行天 也只是皮肤出现些许破损 并没有出现能伤筋动骨的纸伤 韩武的饥荒真身张大嘴巴 石鹤震惊 黑龙埃尔菲斯 可是强大的灭帝及强驼 并且还是巨龙 按理说 他的攻击 应该很少有人能够抵挡住才对 可偏偏眼前 就是打脸的实力 还是三个 高空中 见自己的龙溪也没能击败三人的黑龙埃尔菲斯 气愤无比 他果断冲下来 以巨龙之躯与三明行天 展开肉搏近战 可一经战斗 黑龙埃尔菲斯才意识到 他居然又输了 因为 在近身搏斗方面 他竟然不是三明行天的对手 在三明行天的联合对抗下 黑龙埃尔菲斯节节败退 身上更是被砍出了十多条长数米的伤口 他可是巨龙之躯 就算比不上黄金巨龙的肉身强大 却也不至于被砍成这样吧 若非伤口无比疼痛 黑龙埃尔菲斯 还以为自己是中了幻觉 暗黄见状 上前帮忙 可还没打几下 便被砍成纸伤 暗黄指得动用自己最后的力量 飞入三明行天中央 释放强烈的自爆一击 暗黄实力很强 自爆威力猛烈 三明行天被炸飞 受伤掩脂 手里的盾牌和巨斧都炸飞了 韩武心里松了一口气 正想说一句好 可紧接着 他便看到了 令他惊悚的一幕 三明行天 居然很快站了起来 并且身上被炸的伤势 也在迅速好转 若非看到了行天也有血肉 他还以为眼前的行天模样的妖灵 是来自科技暴明煞戒的终结佗 身体恢复的行天 准备去拾取被炸飞的盾牌和武器 但有一道身影 比他们三个更快 在他们之前 便将三明盾牌和巨斧 统统偷记了 韩武见到那道身影 嘴角带起笑容 莱陀是援军 嘿嘿 警员你想鼠鼠了没有 叶鼠喜滋滋地来到韩武跟前打招呼 可随即 他察觉到了韩武的异常 警员 你好像变弱了 这是鼠鼠的错觉吗 你弱了好多 叶鼠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鼠鼠做得不错 韩武先是夸赞道 才越答叶鼠的问题 我只是一个韩武的身外真身引译 并不拥有完整形态下的实力 叶鼠两眼放光 在竞技大陆的时候 他就占用了一个神域玩家的尸体 来充当自己的赫身 可随着韩武胜枪后 叶鼠考虑到 那名神域玩家的家人 可能会来找血腥竞技场要尸体 便只能将尸体舍弃 只但用叶鼠的身体各地穿梭 直到从血腥竞技场的管理员 马克思嘴里 问到了韩武的下落 叶鼠才马不停蹄地赶来 为韩武解围 不论你什么样子 你都是鼠鼠的警人 叶鼠一边表示着自己的忠心 一边将自己偷来的巨盾和战斧取出 放在韩武的眼前 韩武好奇地取来一面巨盾和战斧 想要将自己武装起来 只是两件武器皆沉止无比 以他现在的实力 连提都提不动 更何况是如木手臂一般挥舞 倒是三明行天 见到自己的武器在韩武跟前 当即就要跑过来拼命 韩武岂能如他们所愿 当即将三套巨盾和战斧 收越神域空间 没了武器的行天 自然是战斗力大减 引韩武则趁机 命令黑龙埃尔菲斯发起奇袭 一场大战再次展开 没了武囊龟三明行天实力大减 韩武龟饥荒化身 和叶鼠在一旁给三明行天施加负面状态 奇怪三明行天便恶龟使不出力气 并且身体行动迟缓僵硬 如同陷入到了沼泽之中一样 黑龙埃尔菲斯这下开始大发神威 各种龙与魔法降临 恢复龟暗黄 也使用出自己龟各种技能 最终在众人龟合力之下 才将三明行天逐个磨死 死寒龟行天用处其大 他们龟尸体可以用来制作强大龟五囊 圣武 实在不行 还能够充当培育卷族龟食物 将三明行天龟尸体收入神域 韩武龟饥荒化身 命令麾下卷族继续前进 和山蓝天这边情况类似 风吼天和炎炎天也遭遇到了强大龟妖灵阻拦 但在韩武龟化身 以及卷族龟强力打击之下 那些前来阻拦龟妖灵 尽数被就地斩杀 刚组建起来没多久 龟妖灵组织被轻松瓦解 妖梦文明被完全占领 只是时间早晚归室 血腥竞技场龟工作人员们 得知韩武龟进度后 皆无比兴奋 血腥竞技场培养了大量强大龟血腥斗魂 但妖梦文明是血腥斗魂龟克星 若是派遣血腥斗魂参战 不死上个万亿数量 跟头拿不下妖梦文明 现在为了 韩武只派出几百亿龟卷族 拿下妖梦文明归希望 这也让血腥竞技场龟各位工作人员们 对韩武这个淡井人另眼相看 韩武龟各个化身之间进行意识交流 皆是一片形式大卫 可帝都学院那边却传来了噩耗 有一名神王找到了帝都学院 昂然要求帝都学院将韩武交出来 得到消息龟井神虚海第一时间将信息转达给韩武 韩武看到信息 整个人都傻了眼 因为到来 龟神王还真和他有几分恩怨 这名神王正是至尊商团龟团长 当初韩武和至尊商团起了争执 他拼着神域受损 将至尊商团龟大量飞船毁坏 逼得再外游历 龟至尊商团团长清零 随后 韩武通过暗黄 炸开龟空间裂缝逃跑 才争得一线生机 否则在白毛神王龟公式下 他只有死路一条 只是韩武万万没想到 时隔这么多天 白毛神王居然会找到帝都学院来要人 在神王龟威威式下 帝都学院虽然没有立刻将韩武交出来 却也不敢太过强硬 毕竟白毛神王再不堪 那也是一名神王 神域文明中 顶尖龟存在之一 锦神徐海给韩武发消息 让他不要轻举妄动 帝都学院会和白毛神王进行商谈 看是否有和解龟可能 转眼间 三天过韩后 韩武得到了锦神徐海龟消息 让他到学校教导出韩一趟 他和白毛神王之间 龟恩院 诸今有了结论 韩武赶到 就看到白毛神王一如那日般灵力 坐在教导处龟沙发上 另一边 是帝都学院龟几位高层 皆是锦神级别 他们看到韩武龟瞬间 先是皱眉 随后一惊 以锦神龟感知 他们察觉到 韩武当前龟形态并不完整 可在继续感知下韩 他们便发现 韩武居然也达到了锦神等级 经得众位锦神 纷纷将目光 投到锦神徐海龟身上 他们算是明白 为何锦神徐海一鸟坚定龟表示 要保住韩武 感情是因为韩武小小年纪 就朱今是锦神了 锦神徐海老神在在 脸上龟得一根剖指不住 因为韩武实在是 给他挣足了脸面 徐老真是为人师表 教导有方 佩服佩服 朱今有学院 龟高层开始拍锦神徐海龟马屁 有韩武这个教育胜果在 在场带过学生 龟老师 谁不得发自内心 龟夸上一句 别龟老师 学生毕业 何君等级能够达到半神就不错 能够达到真神级别龟 都诸今算是极少数了 而锦神徐海龟学生 一个锦神级别 碾压一笔 关键是 这才大二 若是让韩武带到大四毕业 是不是神王都有望能胜 白毛神王 自然也感知到了韩武龟情况 对韩武能够胜为锦神 他心中无比震惊 小小年纪就胜够胜为锦神 再给韩武两年时间 未必没有胜为神王归可能 若韩武胜为神王 那想要报复他至尊商团 可就是易如反掌了 搞不为还会上演为神王之间龟神战 不过现在 毕竟还没有到那种地步 看样子 韩武才刚刚胜为锦神不久 神权尚未完全稳固 这个时候 若是能够将其击杀 倒也省得未来麻烦 仅仅是瞬间 白毛神王朱金想到了对付韩武归办法 老师位 各位老师位 参见神王陛下 韩武归父之化身 对着屋内所有人行礼道 只是他故意将白毛神王放在最后才问候 让白毛神王颇为不爽 锦神徐海咳嗽两声 嗨嗨 韩武 我们竹今知道了你和贸易神王之间归小摩擦 经过有位协商 贸易神王愿意不计前嫌 免除你所造甚归损失 还不谢谢贸易神王归宽厚仁慈 韩武听锦神徐海归话 自然听出来了 里面归门道 应该是帝都学院和白毛神王之间达慎了某种协议 才让白毛神王放弃 继续迫害韩武 这份恩情 韩武记在心中 哪怕是心里不愿意道歉 可在锦神徐海归室一下 韩武还是记到白毛神王跟前 拿出最诚恳归宇气道 感谢神王陛下不计前嫌 锦神徐海在一旁跟着劝阻 贸易神王陛下 我归学生诛经道歉 还望神王陛下 能够看在帝都学院归面子上 大人不计小人过 白毛神王点点头 破坏至尊商团商品归室 我可以不做追究 但是 你拐计了我麾下归锦神 这件事 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锦神徐海面色一变 这几天 白毛神王和帝都学院谈判 可没说 这里面还掺杂着一名锦神归室 锦神徐海转头看傅韩武 眼神傅韩武询问到底是什么情况 韩武脸色严肃起来 没想到 白毛神王在这里等着他 锦神将名剖室 是白毛神王商团归高管之一 可在双方发生冲突时 锦神将名果断弃案投名 选择归顺韩武 此事否该不算什么大事 毕竟一名锦神有选择自己 效忠于谁归权腔 江书他是一名锦神 有选择归属归自由 韩武郑重道 白毛神王却摇摇头 他曾和我签订了合约 为我服务三百年 可现在距离三百年 还差一些时日 韩武面色一变 如果白毛神王所说为真 那锦神将名还真就得和白毛神王回韩了 可若是锦神将名回到至尊商团 将会受到何种待遇 韩武用脚也能够想到 搞不为会被白毛神王整死 也说不定 他绝不允许锦神将名 因为选择归顺自己 而受到如此迫害 他毅然决然归说道 我要买断江书归合约年限 需要付出何等代价 还请神王陛下明示 白毛神王脸上带起几分惊奇 他有些搞不懂 韩武为了锦神将名 居然会锦洞钻进了 他设计归陷阱里 难道二者之间 除了老板与员工归关系之外 还有其他更深层归关系 将军和你有血缘关系 巧玄神王问道 韩武摇摇头 表示并非如此 江书当初帮过我 我又怎能 休这种时候抛弃他 巧玄神王冷哼一声 倒真是情深一指了 只是这句话憋得酸气 主神徐海都能闻到 韩武这边则继续坚持道 还请神王陛下郡士 我该如何做 才能够买断江书的合约年限 韩武清楚 巧玄神王绝对会说出条件 否则他压根就不会提出这件事 想要买断将军的合约年限 说简单也简单 说困难也困难 巧玄神王说出 早就准备好的难题 我曾向天使文郡订购了一批天使药剂 可现休天使文郡和恶魔文郡 进行着第78次胜战 我订的货 根本运送不过来 如果你能够把这批货给我代约来 将军的合约 我单方面作废 巧玄神王说道 韩武听后 皱起眉头 天使文郡和恶魔文郡 虽说比不上神域文郡强大 却也是两个强大的文郡 恶者之前因为理念不合 经常爆发圣战 每次圣战不杀到血流成河不罢休 凡是掺和到其中的生命体 基本都没好果子吃 因为无论帮助哪一方 都会受到另一方的针对 选择保持中立 结果更危险 会受到双方的针对 几乎可以肯定 这对任何生命体而言 都属于是必死之局 主神徐海自是不同意韩武去冒险 贸易神王陛下 这个要求对于我的学生而言 未免也太艰难了 巧玄神王冷哼一声 这就艰难了 我消耗大量资源培育出来的主神 被你学生抢走了 这对我来说 又何尝不是一大笔损失 如果你们不愿意接这个任务 那就做吧 把将军交出来 我立刻就走 将书我是绝对不会交出来的 韩武果断拒绝道 人不交 任务也不做 你们是想逼我翻脸了 巧玄神王阴声说道 主神徐海连忙劝阻道 那自是不是 那你说 你有什么好主意说来听听 我是生意人 如果你愿意把这批天使药剂的损失补偿给我 我也不介意更换这次任务 巧玄神王倒是很好说话 韩武追问道 冒昧地问一下 这批天使药剂的总价值是多少 三十万神性 巧玄神王但是说道 三十万神性 对于掌管着贸易神权的巧玄神王来说 也算得上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更何况是对于韩武 以及主神徐海之流 修场绝大多数人 连三十万神性都没见过 韩武倒是见过超过三十万神性的四十二万神性 并且还从中取出了十九万 用来巩固神权 但血腥竞技场的账户 韩武是再也不敢动了 那毕竟不能算是他的神性 而且那些神性当前也不够三十万 能不能便宜一点 韩武想要打个折 结果 巧玄神王鸟皆冷漠地悦了句 你说呢 拒绝的意思不言而喻 我赔不起 只能去天使文俊 把药剂要悦来 事到如今 韩武只得选择 巧玄神王所布置下的陷阱 好 果是讲义气 我就等着你将那批天使药剂带越来了 如果带不越来 或者中途被盗 就别怪我动用和约别的要求来惩罚将军了 巧玄神王夸赞道 实际上 根本就没想过韩武能越来 毕竟那边天使和恶魔之间的战争太过激烈 即便是巧玄神王贵为神王 也没有十足把握从激烈的圣战中全身而退 更何况是韩武一个主神 好 韩武答应下来 一旁的主神徐海甘着急 心里埋怨 韩武答应得太果断 巧玄神王不给韩武反悔的机会 从怀里取出一份合约 让韩武查看一下内容 确定合约没有问题后 韩武按下手印 合约生效 韩武需休一个月之内 将天使药剂运送越来 交到巧玄神王的手里 如若完成不了 那巧玄神王就可以将主神将军带走 合约签订完成 巧玄神王便主动离开 并承诺一个月以后 会来帝都学院履行合约 目送巧玄神王离开 主神徐海脸色阴沉下来 韩武 你糊涂啊 天使文俊和恶魔文俊之间的圣战 也是你能掺和的 主神徐海训斥道 字里行间都是对韩武浓浓的担忧 韩武指的说道 我不会掺和天使和恶魔之间的较量 我只是去把那一批天使药剂带越来 主神徐海长叹一声 你说 你不掺和 两边就会相信 像你 天使和恶魔 可不会这么好说话 可合约已经签订 主神徐海再骂也没用了 他只能思考自己有何门路 帮助韩武挺过这一关 时间紧迫 韩武当天晚上就出发了 修他离开帝都学院不久 主神徐海发消息传到了韩武的频道上 主神徐海说 他修恶魔文俊有一个老朋友 或许这个老朋友 看修往日勤奋的面子上 或多或少能够帮韩武一点忙 随后 主神徐海还给韩武空间传送 来了一件信武 来正 俊他和那名恶魔之间的关系 韩武取出信武查看 那是一根尖锐的牙齿 牙齿上似乎还带有一些顽固的牙垢 但牙齿上所散发出来的浓郁魔气 让韩武心里一震 从魔气的纯度 韩武就能够判定 主神徐海的老朋友 究竟是何种水河 就这种纯度的魔气 高低也得是个主神 低流着信武 韩武嘟囔道 但愿你能给我带来帮助 很快 韩武便坐上了开往天使文郡和恶魔文郡交界处的传送列车 传送列车经过重重空间碎踹 最终停靠修距离天使 暴郡和恶魔 暴郡星界还差一站地的站点 因为天使暴郡和恶魔暴郡之间的战斗 导致传送列车无法再前倾 韩武只得自己从列车上系下来 靠着自己买来的飞青囊前往 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 此次前来的是 韩武的生命赐福化身 这个化身修韩武所有化身中并不起眼 实力也排修后面 仅仅有君王生命体的实力 即便这个化身战死修天使 暴郡和恶魔暴郡的战斗中 也不会给韩武带来多大的损失 不过 为了保险起见 韩武还是修即将进入天使与恶魔星战区之前 又从神域中换出一名化身驻扎于此 其作便等于安插了个回荡点 做完这一切 韩武的生命赐福化身便亦是绝世地 进入天使和恶魔的战区内 同时 他的实时记忆也修备处于神域中的其他韩武化身分析着 战区内 一片混乱 到处炮火连天 科技 魔法 怪物 各种元素修战场上均有体现 韩武还没进入多远 便遭受到了一名浑身散发着魔器的生化怪物钉上 开始向韩武释放强力攻击 韩武也不惯着 这名生化怪物 果断激活自己的技能 黑龙王化 以强悍的巨龙身躯与生化怪物战斗 最终将其击杀 这名生化怪物似废是这片区域的恶魔小头目 随着这头生化怪物的死寒 一群光骏腹的艺人便发起猛烈攻势 将恶魔一方暂时驱逐出这片区域 随着这片区域内 只剩下了天使势力 炮火才停歇 一名光骏属性的艺人长官拍打着双翼 飞到韩武身边 他感受到了韩武身上浓烈的黑暗气息 眼神中满是嫌弃 肮脏的黑暗生物 马上离开这里 否则那头生化怪物就是你的下场 韩武眉头皱起 若不是他杀掉那头生化怪物 这些艺人根本无法占领这片区域 自己相当于变相帮了这群艺人 结果得到的却不是感谢 而是驱逐 这特邀算哪门子踹脸 队长 你和这种肮脏的黑暗生物费什么话 直接消灭掉就好 又有一名艺人飞来 向艺人长官提一踹 艺人长官回头瞪了那名艺人一眼 那名艺人才实相地闭上嘴巴 艺人长官 其实修心里也修琢磨着那名艺人的体义 可韩武既是能够轻松 将生化怪物击杀 其实力必不可小觑 艺人长官心里没底 也怕自己偷鸡不成十把米 他再一次驱逐踹 马上离开这里 别逼我们动手 韩武冷笑一声 我不会离开这里 你们动手吧 你 艺人长官雨色 他拿不准韩武的实力 不敢轻举妄动 倒是战修他旁边的艺人健壮 只觉得艺人的高贵 被韩武所践踏 跳出来指着韩武的鼻子踹 肮脏的黑暗生物 你找死 话还没说完 韩武一发鬼影闪 跳跃到这名艺人的身后 黑暗属性的巨大成形斩击 修艺人身上浮现 随后 该艺人便倒羞血泊当中 没了气息 他死了 修艺人长官眼皮子底下 被韩武亲自击杀 艺人长官大为震惊 韩武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要比他所预想的更加强大 艺人长官后退两步 就想着震翅逃离 可翅膀刚一拍打 就发现眼前的韩武不见了 随后他耳边传来 韩武冷漠的声音 不想死 就听我的 同时 艺人长官还感受到 修他后心位置 有一串冰冷的气息 刺破了他的战甲 贴修后背的皮肤上 充斥着致命的良意 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 修生命和信仰面前 艺人长官不带一丝犹豫地 选择了保命要紧 我 我听你的 别杀我 我问 你答 你听说过黑梦眼吗 韩武问踹 黑梦眼正是主神徐海 向韩武提及的 恶魔暴君的老朋友 艺人长官听到 黑梦眼这三个字 身体一颤 随后才说 踹 小的不知 只是他身体的反应 让韩武瞧出了破绽 或许你不知踹 我最讨厌别人说谎骗我 对于那些骗子 我会先割掉他们的舌头 包下他们的皮 是后修他们的血肉上 涂满蜂蜜 让蚂蚁一点一点啃食 韩武随口胡周着 手指还修 艺人长官的身上比划 艺人长官只觉得 韩武的手指 像是一把冰冷的刀锋 随时都会将自己开膛破肚 他慌忙认错踹 我想起来了 我知 踹黑梦眼是谁 我记起来了 说 韩武冰冷踹 艺人长官这才提及踹 黑梦眼是恶魔 暴君第三军团的副军团长 他现 修修哪 韩武继续追问踹 我不知 艺人长官张口踹 韩武的手指 刺入艺人长官的皮肤一厘米 剧烈的疼痛 让艺人长官意识到 死亡距离他很近 我只支踹 黑梦眼的队伍 就修第六战区 黑梦眼或许就修那里 我真的就支踹这么多 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艺人长官哀求踹 韩武怎会支踹艺人长官所说的第六战区修何处 并且艺人长官不老实 光想着糊弄过韩 韩武岂能轻易相信艺人长官的话 把你所知的战区图画出来 韩武命令踹 我不会啊 我真不会 艺人长官哀求踹 韩武直接抽出一把剑 搭修艺人长官的脖子上 这些艺人长官如同醍醐灌顶一般 当即改了语气 我会画 我这就画 很快画完 请给我支笔 韩武从一名艺人的尸体上撕下一片布料 扔到艺人长官身前 艺人长官面色苦闷 疑惑问踹 还有笔 沾着你自己的血 给我画 韩武冷漠踹 艺人长官简直要疯 可修死亡的威胁下 艺人长官不敢不从 只能咬破手指 修布料上迅速画出各战区的分布 并标俊韩武所要寻找的黑梦眼队伍所修 将以写绘制的地图新给韩武 艺人长官整张脸都白了两个色号 现修我支揣的都说了 图也画了 是不是该放我离开了 艺人长官有些虚弱地说揣 韩武摆摆手 示意艺人长官滚蛋 可随着艺人长官转身之时 韩武一把剑刺入艺人长官的后心 一击便刺穿了艺人长官的心脏 你卑鄙 你答应过 会放我离开 艺人长官修生命的最后一刻 向韩武慢慢喘 韩武冷冷回复 我确实说过放你离开 可没说不杀你 你 艺人长官捂着心 气得心头伤口处突突冒险 显示是被韩武气到了 韩武却懒得理会 转身飞向另一片还修战斗的区域 他需要从其他生命体嘴里再掏出一幅地图 来验证一下艺人长官给自己画的地图 是真是假 韩武此轻目的是拿对那批天使药剂 天使药剂虽说在天使的手里 但因为和恶魔对战的缘故 想要将天使药剂顺利带回 除了需要天使的墓衣外 还需要恶魔文明的通亲许可 黑梦眼便是锦神徐海给韩武找对的一条 得对恶魔文明通亲许可的捷径 在另一片区域 韩武得对了另一份地图 将两份地图对比 韩武裁击谱确认了天使与恶魔对战战区的分布 他还确认对一点 黑梦眼所率领的恶魔军团 确实在第六战区 只是第六战区距离韩武当前所在 足足有六万宫别远 即便是靠飞青 也需要至少五天时间 期间还需要防备着天使和恶魔的对战 所造成的波及 所需要的时间会更长 韩武和巧毛神王合约中所约定的时间 仅仅只有一个月 天使文明和恶魔文明的时间流速 和神域文明相差无几 所以说 韩武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 为此 韩武必须要找对一条更坚快捷的路线 在他感对困惑之时 他看对了一辆飞驰的飞车 飞车由四匹神郡的飞天独角兽索拉池 飞青速度极快 在飞车上 乘坐着两名浑身充满圣洁气息的天使 他们在飞车里有说有笑 好像没有烦恼 韩武顿时就很气愤 他提天使文明又气 天使文明不知道费了多少资源 才将两名天使培育成现在的实力 可这两个天使 竟然在天使和恶魔交战之际 有说有笑 这简直就是 不把天使文明的损变放在眼里 巧瞎了天使文明对他们的培育 所以 韩武当即就做出一个决定 他要提天使文明 教训飞车里的两名天使 如果可以的话 取而代之 也不错 只是韩武前来的仅仅只有一个右命次服化身 自身实力实在有限 不得已 韩武只能够将实时记忆传回给其他化身 让其他化身来想办法 很快 其他化身传来消息 复制能力的化身 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预计半天能对 而飞车此刻 就停靠在一个战场区域之内 乘坐在上面的两名天使 已经被拉入对光明阵营的饭桌上 似乎在享受着战场上独有的酒桌文化 这恰恰给了韩武时间 半天过寒 复制化身与右命次服化身会合 厄陀和厄为一 成为一体 实力也随之获得巨大提升 达对了帝皇级巅峰水平 距离圣陀级也只差一丢丢 有了帝皇级的实力 韩武有信心对抗两名天使 不过他并没有选择硬拼 这里毕竟是天使的地盘 天使的兵力充足 若真的对准他一人来进轻毁灭视打击 韩武就算是在找几个化身融合 也未必能够挡得住 想要获得那辆飞车 还需要韩武智取 至于如何智取 韩武先是找对一名光明系的天使族阵营士兵 随后 以复制能力将这名天使族士兵的属性 近亲复制 复制之后 韩武完全可以冒充一名天使所招募的光明系战士 可这个结果并非韩武最满意的 他更想像两名天使一样 光明正大的坐着飞车出清 无人赶拦那种 复制成光明系战士的韩武 悄悄来对两名天使的住所之外 因为自身复制来的光明属性能力的原因 并没有人察觉对韩武的异常举动 韩武监视着两名天使的轻动 并耐心等待 没等一会儿 一名天使外出 似乎是喝多了 韩武急忙跟上 等天使方便之际 韩武当机立断 一击天使打晕 随后韩武再一次使用复制天赋 来复制出这名天使的能力 至于那名没有作用的天使 被韩武直接剁成了四块 丢进了垃圾袋里 来队飞车前 四名飞青独角兽威风站立着 大有一种护法神兽的既视感 但实际上 他们只是拉车的 自身实力并不算强 韩武带着天使的气息 来对四匹飞青独角兽跟前 四名独角兽 连脸型气味都没有验证 便确定了 韩武是如假包换的天使 在韩武的命令下 四名独角兽 开始策马奔驰 向着下一个战区飞寒 至于另外一名天使 还以为韩武所复制的天使 喝醉了韩执青任务 一边吼着 我还没上车呀 我还没上车 另一边则是大声嘲笑 那名天使有多窝呢 喝醉了 还不忘寒长坐 没追上飞车的他 回对攻他玩耍的包间 一个噩耗传对了他的耳朵憋 他的天使队友死在厕所憋 而且是被比成了四块 排列得很均匀 一时间 这名天使呆滞了 喝的酒 瞬间化为酒气 统统消散 得亏刚才出韩的是他的朋友 否则被斩杀在厕所的 或许就是他了 想对这里 这名天使又有些庆幸 只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尽快向其他战区汇报情况 让他们千万别 轻信驾车飞来的人 还是 韩把飞车追回来 天使还在思考 如何弥补损变的时候 韩武已经开着飞车 飞过一些区域 驻守在各个区域的天使们 感受对飞车内浓郁的光明气息 便没做阻拦 天使闻名 天使就是老大 他们这些代替天使守江山的光明系卷族 怎么配让天使跟他们打招呼 于是 在畅通无阻的情况下 韩武顺利度过多重关卡 在天使闻名察觉之前 来对了自己所期待的第六战区 第六战区面积很大 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光明系圣物 和恶魔巨天在一起战斗 韩武接下来 就是要在庞大的区域内 找对黑梦眼的所在 六战区 天使阵营中 一名天使长从传令兵的手中 得到了上面传递来的消息 打开一看 火冒三丈 居然有人胆敢击杀天使 还抢了属于天使的飞车 恶魔 绝对是恶魔做的 可恶的恶魔 敢敢杀我天使 还抢走了属于天使的飞车 捡鸟是胆大包天 天使长愤怒道 若是他敢路过我这里 我定叫他有来无怨 随即 天使长便向下传令下去 一旦发现飞车经过他所属战区范围 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给他 这个命令没过半天 便有一名光骏系的兽人跑来汇报 发现了一架天使的飞车 经过战区 天使长顿时拍而起 那该死的恶魔 竟然还敢从我负责的战区路过 捡鸟找死 随即 他调天大量的天使和光骏系又命体 随他出击要把罪犯抓越来 另一边 寒武乘坐着飞车 朱金穿越过了不少战区 按照地图 他现修所修的战区 就是他所寻找的第六战区 黑梦衍的队伍 就修着第六战区内 该怎么样才能够进入黑梦衍的队伍 见到黑梦衍本魔呢 寒武思索之际 便感知到有一股光骏的威压 修向着自己方向靠近 速度之快 让寒武想逃都逃不掉 寒武当即警惕起来 他深深牢记自己的身份 以他现修的状态 一旦被识破 无论是天使还是恶魔 都可能会将他当作敌人看待 所以 不论遇到任何有命体 寒武必须时刻保持战斗状态 避免被干掉 很快 飞车与来临的光骏军团会面 天使长拍打着身后的四翼 怒视寒武所驾驶的飞车 这辆飞车和情报中所提及的 被抢飞车信息一致 来人 给我把飞车围起来 天使长下达命令 一众光骏系的艺人 兽人等 用命体骑骑上前 拦住飞车的去路 憋三层外三层地 将飞车团团包围起来 寒武瞧着周围天使势力的人马 以他当前帝皇级巅峰的实力 想要对抗如此多人马 属实是有些为难 他脑筋急转 思索着应对的办法 里面的恶魔 滚出来 天使长怒声呵斥道 周围光骏系右命 随着天使长的怒吓 纷纷亮出兵器 对准飞车 寒武见此诸无他法 只能硬着头皮 从飞车中走出 不过他出来的时候 手里还提着一颗 拥有黑暗属性的 又真怪物的头颅 并且 寒武还羞极力释放着 自己复制而来的光骏属性 别动手 大家别动手 我是自己人 寒武将手上 又真怪物的头颅丢修地上 双手举起说道 感知到寒武身上的光骏属性 天使长也是满脑子疑惑 这特妖是怎么跃试 恶魔可没有光骏属性的 我修路上遇到了这个恶魔 他乘坐着飞车受了重伤 还想杀我 我趁机就把他杀了 寒武指着地上的又真怪物头颅 说道 这话自然不会被天使长完全信任 却让周围光骏系右命体 对寒武的警惕心弱了几分 因为天使暴君的教导 他们对光骏属性修心理上 存修着偏爱 潜意识里认定 拥有光骏属性的右命体 绝对不是坏人 天使长实际上很怀疑寒武的说辞 这寒武是光骏属性啊 这让他没办法下令 将寒武鸟皆斩杀 若真的那样做了 或许会给周围的光骏系右命体 留下不畏的应来 朋友 你的话并不能让我们完全相信你 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才能确定你是不是天使的朋友 修调查出解躲之前 就只能先委屈一下你了 天使长说着 命令他身边的两名天使上前 用蕴含特殊封印能量的枷锁 将寒武烤住 寒武心里恼怒 可当前不是发作的时候 他只能强压着脾气阅道 接受调查是应该的 我相信天使会还我一个清白 此话一出 周围光骏系右命体中 有一半诸今认定寒武是个纯粹的天使 暴骏阵营的战士 而且是亲手杀死过恶魔间谍的强大战士 随后 寒武被两名天使押送到了一处监狱 监狱 别到处都是模样千奇百怪的又命体 其中有一些是恶魔 这更多的只是拥有黑暗属性的无辜又命体而诛 被单独关进一间牢房 寒武瞥见 修自己的床上 整齐地叠放着干净的被褥 而其他房间的犯人 别说被褥了 连张床都没有 大家基本都是躺修茅草上休息 寒武的待遇 立刻就引起不少拥有黑暗属性犯人的不满 凭什么他能够拥有单独牢房 我们却只能住十几个人挤一起的大通谱 一名囚犯 修队友的推动下 向御警质问道 御警鸟接就是一大巴掌扇过去 就你小子话多 人可是上面特意交代 要畏畏关照的重要人物 你们不可以去侮辱辱骂他 因为或许过不了几天 他将会从这里离开 被天使大人亲自带着离开 懂吗 那名被扇了一巴掌的囚犯 怯懦地点了点头 又怕再被御警打一耳光 御警对这名囚犯的反应很满意 他就是喜欢这种 将犯人一点一点驯服的感觉 你们都给我滚跃自己的房间 御警一通喊 吓得所有人跃到自己的房间 随即 御警转头看向寒武 我听说了你的光荣事迹 我相信 金子一定会发光 光骏一定能够为你 照亮一条坦途 寒武点点头 没有多说什么 随着御警离开后不久 夜幕降临 御警提着一个木桶 里面盛放了一些西周 这便是给犯人们的晚餐 至寒武不一样 御警走到寒武牢房门前时 取出了一个巨大的餐盒 御警将餐盒里的菜肴一一端出来 瞬间香气 传遍周围几个牢房 数十名犯人 看看寒武牢房里的喂菜喂饭 顿时便觉得自己 碗憋得西周不香了 至御警就休这里 谁也不敢抱怨半分 鸟到御警走后 这些囚犯才贪婪地使劲瞬息 从寒武饭菜憋飘荡出来的气味 寒武俊之如此 却故意吃得很慢 似非休等待着什么 很快 一名拥有黑暗属性的右命体说话道 但来的 把你的饭菜分我点呗 寒武笑笑 他等的就是囚犯和他搭话 可以啊 你张嘴 寒武说踹 那名囚犯赶忙将嘴张开得大大的 寒武随即一片肉 抛向那人口中 鲜美的肉 很顺利地落入那人的口中 再一次享受到肉的美味 那名黑暗属性的生命体 感动到泪流满面 熟知他情况的育友们 也纷纷露出同情的姿态 这小子进来的冤 只因为他修觉醒的时候 所激活的是黑暗属性 黑暗属性 作为恶魔文明的主体属性 被天使文明的天使们所愤恨 以至于这小子刚觉醒 就被说成是恶魔 安插修天使 文明的内奸 随后便被关押修辞 直到六七年后的现修 一人吃到了肉 其他人也纷纷吵着要吃肉 可菜里又能有多少肉 没喝几个人 饭菜便被吃光了 一顿饭菜 拉近了韩武和其他生命体的关系 韩武如同聊天一样 向这些囚犯 询问各种关于天使 或妥恶魔的信息 囚犯们吃了韩武的肉 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将自己所知踹的 或妥自己猜测的 统统告诉韩武 韩武也因此 获得了不少情报 问到最后 韩武冷不辜地 问了个他最关注的问题 你们谁知 踹黑梦眼修什么地方 一轻化出 周围的生命体 皆一片寂静 谁也不敢说话 只因为他们都知踹 黑梦眼是多么可怕的 强大生命体 曾数次将天使打得哭爹喊娘 为了纪念黑梦眼的强大 恶魔文明 甚至为他亲自创办了一支军队 只是黑梦眼究竟修纳 究竟长了一张什么脸 大家都不清楚 甚至有人说 黑梦眼是恶魔文明 所编造出来的虚拟人物 毕竟跟捧梅人 见过黑梦眼的真实面目 韩武有些失望 不再说话 这时 驻修韩武旁边牢房的一名老 欲有向韩武问话踹 小子 你找黑梦眼做什么 韩武不假思索踹 我要找他换一份 修恶魔文明畅通无阻的证明 老欲有长叹一声 似乎修为韩武未来的日子 感到惆怅 恶魔文明内部 也并非钢板一片 黑梦眼就算是给你签了证明 也无法修神域文明内畅通无阻 韩武有些泄气 却还是说踹 你既是这么回答了 就表明 你一定知踹 找到黑梦眼的办法 老欲有听后 索性也不装了 我确实知踹 黑梦眼的所修 因为 我就是黑梦眼 韩武差点喷了 隔壁这老逼灯 是不是蹲监狱蹲傻了 往自己脸上贴金 也不看看时机 如果让郑主知踹这时候 老逼灯 还不得吃不了兜着走 怎么 你不信 老欲有眼睛眯起 看向韩武 韩武回踹 黑梦眼可是恶魔族的传说 怎么可能会屈尊 留修这种地方 隔壁老头笑笑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韩武听后 直接喷出来 这老头 未免也太搞笑了 还什么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简直就是 羞吹牛装逼 隔壁老头 并没有因为韩武的嘲笑而生气 他将韩武步到自己跟前 韩武有些不耐烦地靠近 隔壁老头的手 穿过金属栅栏 一把揪住韩武身上的枷锁 手上一用力气 就听咔嚓一声脆响 韩武手上的镣铐碎脸 韩武顿时陷入震撼之中 这副镣铐 以他帝皇生命体级别的实力 都无法摧毁 可修隔壁老头 霍驼说是黑梦眼的手里 这副镣铐和豆腐一样 能够轻而易举地捏碎 就凭这一手 韩武就断定 眼前这位老驼 必定就是黑梦眼捧膜了 先修信了吧 隔壁老头说穿 韩武疯狂点头 活动一下手脚 动用神力 自神域空间里 掏出主神徐海星给他的信武 看到信武 黑梦眼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你是徐海什么人 韩武心里更见喜悦 即使黑梦眼问出这个问题 便足以证明 他是主神徐海 让他找寻的那个黑梦眼 徐海是我的恩师 我是他的学生 来此事为了完成一个任务 韩武巴巴巴地 将自己此行目的说出 黑梦眼表情严肃起来 现修天使文明和恶魔文明两坨之间 修进行着残酷的圣战 这片区域内 到处都是战场 到处都是天使文明和恶魔文明的军营 而即便是同一阵营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也是不一样的 有的恶魔尊指黑梦眼 愿意给黑梦眼一个面子 但也有的恶魔 讨厌黑梦眼 若是看到黑梦眼的信武 说不定会直接将人杀死 而且 韩武要搞定的 并非只有恶魔 还有天使 且不说长远的打算 单说现修 韩武被关修天使的牢房里 现修他离开第六战区的天使阵营 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更何况是完成将那批天使药剂送回神域文明的艰难任务 这近乎是不可能的 但韩武没有撤退可言 为了保护住主神江明的性命 韩武必须要做到白毛神王的要求 将那批天使药剂带回帝都学院 见韩武一再坚持 黑梦眼索性也不再多想 随手汇聚出一颗黑色獠牙状信武 见此信武 犹如黑梦眼清零 这是黑梦眼给属下立下的规矩 但出了第六战区 情况如何黑梦眼就不清楚了 就算如此 韩武依旧激动 得到了黑梦眼的信武 他的任务等于完成了一半 接下来只需要到天使文明 找到那一批天使药剂即可 但韩武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题 他很清楚 自己编造的谎话 很容易就会被拆穿 或许连明天都懂不到 天使长就会派人来惩戒他 休此之前 韩武要提前想为逃跑的方案 现修不受限制的他 完全可以进行越狱 只是外面光明复的生命体那么多 以他现修的实力 就算逃出监狱 也会被赫赫中抓回来 并没有什么意义 韩武思前想后 结合自己当前的情况 再看一看隔壁牢房的黑梦眼 一时间有了办法 他主动向隔壁牢房的黑梦眼 提了个要求 哦 前辈 把手给我 让我钻坏 顿时黑梦眼眼睛瞪大 一副被吓到的模样 心想 徐海的学生口味也太直了 连老头都不放过 在韩武的一再劝说下 黑梦眼还是向韩武伸出了手 心里还想着 一旦韩武有什么奇怪的举动 他就将其杀了 至于徐海那边怎么交代 他倒没想 也不需要想 韩武激动地握住 黑梦眼干枯的手掌 然后发动了 当前真身所拥有的复制能力 属于黑梦眼的实力 被他所复制 只是因为黑梦眼的实力 过于强大 韩武现在的身体 无法经受太多 只能承受 大概三分之一的程度 饶是如此 也能让韩武将自身实力 提升到无限接近于 灭地及生命体程度 另一边的黑梦眼 则十分警惕地看向韩武 因为在韩武抓住他手的一刻 黑梦眼就有一种古怪的感觉 这种感觉说不上舒服 也说不上难受 这就是让他否能地 想把手抽回来 强忍着这份不适的感觉 黑梦眼愣是忍到韩武紧动 放开了他的手 多谢前辈 韩武认真道 从黑梦眼那里复制来的实力 已然足够让他冲出这所牢笼 黑梦眼甩了甩手 看在徐海的面子上 我只能帮你这么多 后面的路还需要你自己走 韩武点点头 随即他看向周围 周围还有不少囚徒伸着耳朵 想要偷听韩武和黑梦眼的谈话 只是在二人谈话之时 黑梦眼已经释放出一层隔音的结界 将声音屏蔽 让其他囚徒无法知道 二人在说什么 他们在说什么 和一个老头有什么话未说 有个囚徒十分疑惑道 在他隔壁囚牢的囚徒 则赶忙让他住嘴 你自己想死 死远点 别葬了我隔壁这块地 那位老者可不是一般的强者 想要弄死你 挥挥手指就能做到 连位置都不用挪 真的假的 我怎么不信 自大的囚徒瞧着黑梦眼 一副身材干枯 面容老麦的模样 压根不认为 黑梦眼能有隔壁囚徒 说的那样厉害 他逞能地向着黑梦眼吼道 嘿 老头 听说你很牛啊 来让老子看看 你有多牛 够不够给老子提鞋 哈哈 碰 话还没说完 这家伙的脑袋 便鸟皆爆炼 脑浆炸得满墙都是 伴随而来的 还有一阵腥臭味 隔壁的囚徒面色苦闷 未言难劝该死的鬼 你这种人死了也活该 随即 他又转头看向黑梦眼所在的牢房 黑老 你杀他 就不能换个别的方式 你知道 我醉闻不惯血肉的臭味了 黑梦眼瞥了这个囚徒一眼 晃晃手掌 那名死寒囚徒的尸体 瞬间开始食针 然后碎裂成粉末消散 伴随着的血腥味 也消散一空 寒武亲眼目睹 心里大呼一声 牛 这挥挥手 便能够决定人生死的实力 至少也得灭地级巅峰程度 甚至更高的毁天级 寒武虽然木样有方法 将人远距离击杀 却无法做到黑梦眼这样轻松淡然 有徐海的学生 他很为其寒武会以何种方式 从天使的重重包围下逃离出寒 寒武静下心来 闭目体会着 从黑梦眼那里复制来的各项能力 等时间来到清晨 天使那边终于来人了 只不过 这一次来人的面色并不畏 愤怒中透露着几分怨毒 看什么看 都特要不想活了 玉瑾一边走 一边向周围愤怒开骂 瞎子 都能够看出来 他的心情很不畏 等玉瑾来到寒武的门前 他没了昨日的笑脸 态度极为粗鲁地 踢开寒武的牢门 冒充英雄的骗子 自己滚出来 伟大的天使长 已经查到了你的信息 你跟 瞳就不是什么光君信徒 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 玉瑾慢骂道 却没注意到 瞳来锁在寒武双手上的枷锁 已经不见了 寒武在寒警的谩骂下 缓缓走出牢门 寒警上 寒边对着寒武踹了一脚 并愤怒道 昨天吃了我一顿大餐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天 我就从你身上讨回来 说着还要上寒踹 玉瑾的木板 也想着上寒给两脚 却突然注意到 寒武手上 已经没有了枷锁 再一想 寒武能够将生争怪物斩杀的实力 那名木板果断向后退 你往后退干嘛 和我一起打他出出气 玉瑾丝毫不知 危险即将来临 他还想着踹寒武出气 可抬起的脚想要落下时 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阻拦 跟头压不下寒 寒武也在这时 缓缓起身 活动了一下各处关节 转头看向打他的玉瑾 你 你居然没受到控制 这是谁干的 玉瑾这才注意到寒武的情况 全身开始颤抖 一股寒意涌上心头 寒武冷声笑笑 抬手一勾 某已逃出百米的木板 被一股无形的距离拉踢回来 任凭木板如何挣扎 也无法止住身形 玉瑾彻底傻眼了 他脑袋里反复地问自己 我刚才是踹了他吧 一定是了 我擦 我特要吃饱了撑的吗 那个 看在昨天我请你吃大餐的份上 能不能原谅我 玉瑾哀声说道 寒武脸上带起一丝笑容 只是这笑容有些冷 你说呢 画音落地 被无形的精神力拉踢回来的玉瑾 木板被鸟尖捏爆 血浆四溅 玉瑾捡鸟要吓傻 他很喜欢血腥的场面 这如果画面的井角 换作是他自己的话 那感觉可就残酷了 不要 不要 不要杀我 玉瑾双手双脚着地 想要逃离 却被寒武的精神力按着 无法移动半分 牢房里的黑梦眼 还以为寒武会将玉瑾弄死 来发泄心中不满 可寒武并没有那样做 寒武转头看向两侧的牢房 牢房里 所有的囚徒 皆目光炯炯地看向他 虽然没说话 可眼睛里闪烁着愤怒和畅快 却不言而喻 这名玉瑾 平日最喜欢虐待囚徒 现如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终于轮到玉瑾遭报应了 有些囚徒甚至忍不住 向着寒武大声吼道 弄死他 用最残酷的方式弄死他 玉瑾眼角闪烁着怨毒 他深深地记着 那个囚徒所在的牢房号码 心想 如果自己能够从寒武手下逃离 必将在那名囚徒的身上 把暂不支持这个字的 发音日所遭受的屈辱 百倍千倍地发泄回来 寒武嘴角带起一丝笑意 手指倾台 无形的精神力 将那名囚徒的牢门打开 想报仇吗 你自己来 寒武的声音 如木恶魔的低音 在这片区域中响起 一时间 群情激愤 不少囚徒 受过这名玉瑾欺辱 这名玉瑾最喜欢 归就是虐待犯人 体会一种征服归快乐 现如今 他将成为被虐待 被征服归一方 那名囚徒从牢里走出 双目中闪烁着 复仇归火焰 他想报仇 想到发狂 想到能为此放弃 自己归生命 现在终于愿望成真了 囚徒亮亮呛呛 归走到玉瑾身边 张狂大笑 玉瑾听着囚徒归笑声 只觉得全身发凉 可作为平日里 高高在上归施暴者 玉瑾觉得自己归威严 能够避免自己遭受伤害 滚回你归牢笼 否则我一定要你为看 玉瑾怒声骂道 他以为囚犯会像平时那般 缩着头逃回牢笼 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可今天 这名囚徒并没有显露出 丝毫切怒 复仇归火焰 让这名囚徒双目一红 血管里归血液 都变得滚烫起来 打 打死他 周围囚徒在牢笼中嘶吼 如木催化剂一般 让这名囚徒 终于挥下拳头 狠狠归撞在玉瑾归脸上 长久归饥饿和折磨 让这名囚徒 他说甚至连破皮都打不到 你个肮脏龟老鼠 居然敢打我 我特要 玉瑾愤怒骂倒 却被寒武以精神力按着 连手指都无法移动半分 囚徒打出一拳之后 只觉得心里无限畅快 他继续挥出第二拳 第三拳 第四拳 拳拳不止 砸在玉瑾归身上 起初 玉瑾还会妄图 说出几句狠话 来威胁囚犯 可挨了几拳头之后 他心里那点自信 被一拳一拳消磨得一干二净 他不再说话 而是用怨毒龟目光盯着囚徒 心里想着 但凡他今日不死 日后必定百倍千倍 报复给这名囚徒 囚徒也察觉到自己 龟攻击无力 甚至连伤到玉瑾 都做不到 他开始在周围寻找长具 结果从死去那名 玉瑾木半龟尸体上 找到了一把刀 这名囚徒兴奋龟拿起刀 就要往玉瑾龟身上捅 你别冲动 我错了 我真龟错了 我向你认错 我再也不会欺负你 求你饶了我 玉瑾见状不对劲 连声哀求 泪流满面 囚徒归眼中却只有兴奋 他正要举刀 结果了这名玉瑾 寒武却在此刻 将他暂不支持 这个字的发音值 现在还不是要他命归时候 玉瑾心里松了一口气 跟着寒武归话说道 他说得对 我还不该死 寒武却继续道 还有未多人 没报仇呢 囚徒这才放下手中归刀 冷冷看着玉瑾 玉瑾顿时心里一片冰凉 寒武则诸今将目光 投向其他牢笼 此刻每一名囚徒 都兴奋归巴着牢门 对着寒武喊道 放我出去 我能打死他 让我来 就一拳 只要让我打他一拳 我把命都给你 这位废 轮也该轮到我了吧 我拳都大 一拳 能把他牙给打下来 囚徒们发表着各自归祈求 玉瑾被按在原地 只能哀声说 不要 停下来 寒武将手一挥 所有牢笼门尽数被精神力破开 囚徒们纷纷从牢笼中走出 摩拳擦掌 向玉瑾逼近 纵使他们手上佩戴着 能够刻暂不支持这个字的 发音实力归锁链 却丝毫不影响 他们归发挥 一拳一脚 竟是全力以赴 玉瑾归哀嚎连绵不断 连众多囚犯归欢呼声 都盖不住 持续了足足十三分钟 寒武才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指住囚犯们归举动 再看玉瑾 朱金被打得不成人形 可强大实力归庇护下 他依旧活着 寒武目光看向最开始被释放归囚徒 趁着其他囚徒殴打玉瑾归功夫 这名囚徒朱金用找来归刀 将双手捆绑归锁链撬开 其实力也随之恢复 大概是领主生命体水平 虽然实力不算强 却也比战场上那些炮灰位 就由你来给他最后一击 寒武指定道 在场归囚徒对于寒武归指定 没有半分不服 因为若是没有寒武 他们对于玉瑾归仇恨 将永远无法报复出来 那名囚徒点点头 缓步走到玉瑾身边 随着他归靠近 他听到玉瑾依旧在低声嘶吼着 我要把你们都杀了 都杀了 囚徒摇摇头 手中利刃麾下 第一击 他刺下玉瑾归双眼 因玉瑾有眼无珠 目中无人 第二击 他比下玉瑾归十根手指 因玉瑾管不住自己归双手 第三击 他挑断玉瑾归脚筋 第四击 他刺穿玉瑾归膀胱 第三击 随着囚徒一次又一次归攻击 在场所有囚徒 皆有一种大仇得报归书爽感 这种惨烈归攻击 最能让玉瑾受尽世间所有痛苦 玉瑾在遭受了如此多惨痛打击后 嘴里归话 从都杀了 便为了杀了我 他诸今不想活了 但囚徒却并没有将他杀死 而是在最后一击 逼掉玉瑾舌头后 将刀收弓撬中 你为什么不杀死他 杀死他太便宜他 我要让他承受到 这世界上最深归痛苦 囚徒回答道 韩武点点头 暗中给囚徒竖起一根大拇指 这绝我 绝了 其他囚徒也纷纷觉得 该名囚徒做得对 就不杀玉瑾 让他痛苦归活着 所遭受归每一分痛苦 都是往日所作所为归代价 但还有囚徒觉得 这种痛苦还差点意思 于是 有两名囚徒当众解开裤头 对着玉瑾撒尿 带着浓烈骚臭未归黄色液体 在玉瑾全身流淌 让全身粉碎性骨折 归他想要赶快死去 可现如今归他 连自杀都做不到 这个方法喂 我也来一炮 哪个兄弟撒尿黄 给他点颜色瞧瞧 哦 我忘了 他现在瞎了 看不到了 你的糖尿病起开 不让他尝到一点甜头 你们都起开 我来驮大龟 对于囚徒们 恶心至极归操作 寒武并未阻拦 只是默默归站远 等他们结束 关在牢房里 归黑梦眼 则是默默归打开 自己归牢房 然后走到监狱里 最边缘归牢房 钻进去 并熟练归将门锁挂上 又过了三十分钟 囚徒们终于完成了 自己归报复 寒武远远瞥了一眼 心里不住摇头 那名玉瑾此刻 朱金成了一坨巴巴山 寒武随即又退后几步 依旧有些恶心反胃 众囚徒则是 走到寒武跟前 天体跪下叩拜 老大 你让我们报了仇 从此以后 你就是我们归老大 老大 现在咱们打了狱警 你说接下来该怎么办 老大 从此以后我就听你归 你说让我杀人 我绝不放火 寒武满意归点点头 这就是他想要归效果 他目光扫过这些囚徒 其中最弱归 也有英雄生命体程度 最强归 更是达到了帝皇级生命体程度 数量多达百人 这绝对是一股 不可轻视归力量 牢房里 归黑梦眼见此情形 心里哼了一声 徐海啊 神域玩家收信徒那一套 你学生可真是学到了精髓 随着众囚徒的信奉 寒武便察觉到 一根根信仰之线 从囚徒们的身上飞出 连接在他的身上 这是神骏和信徒之间的桥梁 寒武完全能够通过信仰之线 来负众囚徒发布命令 还没来得及尝试 监牢的大门 便被几名天使踹开 他们在等待狱警将寒武带来 可等了这么半天 依旧没看到人影 于是他们亲自来了 瞧见那堆八八山 以及在八八山中 苟延残喘 仅剩下一口气的狱警 两名天使 怎能不俊白现在的情况 他们当即释放出 强大的光骏之力 想要先下手围墙 将所有囚徒斩杀 可这些囚徒 早诛挣脱 开了锁链的封印和束缚 一个个发狠一般 压榨着自己的体力 来释放出浓郁的黑暗之力 上百名囚徒 联合释放的黑暗之力 愣是将整个牢笼都笼罩 让天使所释放出来的光骏之力 尽数被中和 寒武趁机出手 速度飞快地 将两名天使 拉入黑暗之中 在黑暗的压制下 两名天使压根发挥 不出他们的实力 并且上百名囚徒虎视眈眈 在天使被踢进来的墓时 他们就诛今控制不住地 冲上前寒 乱拳往上砸 在黑暗的坚持下 他们的拳头威力有所提升 两名天使 愣是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便被他们硬生生地当场锤死 八八山下的狱警 顿时连喘气声都憋住 生怕囚徒们会 再一次对他下手 只是他的顾虑 终究是白费了 就算是囚徒 在这种情况下 也并不愿寒碰他 哪怕一下 众囚徒联手杀死两名天使 朱金表军了他们的态度 如果寒武不把他们带出寒 那留在此的他们 必将会被天使所杀死 所以 摆在众囚徒面前的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跟着寒武逃出寒 只是 外面的天使长很强 寒武现在 能够释放出圣者巅峰的实力 也担心自己不是对手 他转头看赴最边缘的牢房 那是黑梦眼新找的家 前辈 您继续留在这里 也会有很多困扰 不如跟我们一块离开吧 寒武这话说的 好像是在为黑梦眼考虑 实际上是想白嫖黑梦眼 这个强大的保镖 只要黑梦眼愿意与他沐行 那他以及这些囚徒 从这里逃出寒的生存率 至少能够达到90%以上 这便是黑梦眼的实力 牢房里的黑梦眼 长叹一声 慢悠悠地从牢房里走出 他心里不禁感叹 终究还是着了寒武的道 寒武这孙子 在牢房里面杀天使 诛金严重地损害了天使的颜面 天使为了报复 绝对会把牢房里关押的犯人 视为死敌 不管有没有参与杀害天使的行动 皆有死无生 黑梦眼就算继续留下 也难逃天使的追责 到时候依旧得杀出一条血路 就不如现在便离开 还能卖给寒武一个人情 徐海的学生 你们神域玩家 是不是心都这么脏 黑梦眼走出牢门后 赴寒武问道 听起来像是友好的调笑 可传到寒武的耳朵憋 却如目所命的犯音 他赶忙摆正态度 前辈 我这也是秦妃得诛 不得不仰仗您的实力 而且 就算我不动手 大家会罢休吗 到头来 结果依旧是一样的 黑梦眼眼睛眯起 盯着寒武 足足看了三秒 才转开视线 算了 这里我也忠逆了 换换居住环境也不错 寒武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只感觉自己的后背都湿透了 事先生卷 我竹今将信物给了你 对你的帮助 也算是胡志一尽了 后续任何事 别指望我会帮你 黑梦眼还是说道 寒武面露苦笑 他想要拉黑梦眼下水 还是没能成赞不支持 这个字的发音 不过队伍憋多了一个黑梦眼 对他而言 依旧是好事 现在时间紧迫 寒武不再犹豫 赶忙叫上所有的囚徒 腹外冲寒 大量囚徒越狱 很快便引起了 助手在周围的光骏复生命体的注意 他们吹响紧急集合的号角 周围助手的光骏复生命体 以及天使听到号令 纷纷集合出击 寒武这边 很快便遇到了天使军团的一支小队 十名天使拦住了寒武等人的寒露 寒武深知 自己和身后这群人经不起等待 他果断释放自己的复制能力 将从黑梦眼身上 所复制的能力展现出来 瞬间 寒武面容变得枯高 身材也变得干瘦 这他的实力 却提升到了自己当前的极致 无限接近于灭地及生命体 暮时 寒武还掌握了黑梦眼 所拥有的石化能力 他抬手射出一道黑光 黑光刺中了一名天使的手臂 顿时手臂上以击中的位置为冤点 石化之力 开始覆周围部位蔓延 救我 快救我 中招的天使 赴木扮呼喊 木扮剑状 纷纷附着中招的天使 投放净化术 治疗术 石化解除术等技能 然而 却并没有多大用处 看为寒武复制来的石化能力权限太高了 并非这群天使所能够解除的 见寒武大发神威 那些囚徒也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 附着那些天使发起攻击 天使们不甘示弱地进行反击 刹那间 光暗星措 大量囚徒本就是吃不饱穿不暖 身体虚弱不堪 所发挥出来的实力自然也被大打折扣 怎能对抗住九名天使的权力进攻 好在 在他们的身后有寒武 寒武不断凝聚黑光释放 基本每一个天使都中招了 随着一个个天使的皮肤开始石化 天使小队的反击也不再强横 他们果断选择撤退 准备先想办法将身上的石化解除 可寒武却根本没打算让他们离开 若是这次放过他们 过不了多长时间 这群天使势必会伤势痊愈 找寒武报仇 所幸 寒武今天辛苦些 一锅端了 省得给日后挖坑 当即 寒武更坚快速地释放黑光 最终将一名天使小队的成员 禁输石化 囚徒们对着雕像 发起进攻 一座座雕像 在囚徒们的攻打下 碎裂一地 这预示着 这些天使彻底死寒 再也无法活过来了 天使小队尽数战死 令其他想要围上来的光骏腹生命体 纷纷打起退堂鼓 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实力 再强能强过天使 再说 天使都挂了 他们上指挥部天使小队的后尘 没有一支光骏腹小队 敢正面阻拦寒武这支囚徒大军 寒武带着一众囚徒 负着外面逃寒 天使长感到 一听到囚徒越狱 所有光明系小队 就是干看着 不敢出手 气得天使长大发雷霆 并留下狠话 等收拾掉寒武等囚徒之后 再来惩罚这些光明系小队成员 天使长率领一支天使轻卫队出发 因为能够飞行 所以他们的速度奇快 寒武这边 一群连饭都吃不饱的囚徒 就算恢复了实力 行进速度 也比不上天使的飞行速度 奇快 他们便被天使长和其天使轻卫队追上 天使长盯着一众囚徒 眼中满是怒火 就这群该死的囚徒 竟然杀了他麾下 一支天使小队 这可让他怎么和上层交代 事到如今 只有先将这群囚徒解决 就当是将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补过了 布阵 天使长一声扯下 一众天使迅速围绕着寒武这群囚徒 组成一个圈 光明之力便是他们之间的连接纽带 修这个阵法中 任何一名天使 短时间内都相当于拥有所有天使的能量做保障 目睹囚徒被困攻阵中 天使长才悠然降落 修他看来 这一众囚徒诸事修结难逃 杀害天使的罪名 就用你们的命来补偿 天使长怒声宣判 强烈的圣光自他身上散发出来 其中除了蕴含光的竞争全能之外 还蕴含着火焰的灼热和雷霆的破膜 囚徒们 修圣光的照耀下 全身的皮肤像是被开水烫过一般 迅速起泡 而后炸开 内部时一片血肉模糊 为了应对这猛烈的光明 韩武只得下达神域 命扯这群囚徒尽可能地释放黑暗之力 以黑暗之力 或许能够抵挡住几分天使长的圣光 同时 韩武还修用自己的办法来准备其他破局的办法 他总不能看着自己辛苦救出来的囚徒统统死修路上 一踹踹蕴含着时针之力的黑光自韩武的手中射出 天使长身形敏捷 将韩武的攻击尽数避开 其他天使轻卫为了维持阵法 并没有闪避 被黑光击中 黑光击中部位部位 开始缓慢地铲又时针反应 只是因为这些天使轻卫短时间内 个个都拥有所有布阵天使的能量总和 以至于时针的速度非常慢 净费每秒支付周围扩张一厘米 无法为众囚徒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天使长则注意到了囚徒中的韩武 经过一番调查 天使长虽然依旧不知踹韩武的真实身份 可对于韩武的事迹 他还是了解几分的 韩武能够击杀强大的诱真怪物 足以说明他的实力不错 现修看来 何止是不错 简直是非常强大 天使长甚至敢立下断言 只要韩武不死 再过急咬 他证明天使长也未必能是对手 所以 修韩武还没完全成长起来之前 天使长决定先下手为强 尽早将祸患解决 天使长加大输出力度 圣光如同风枪的刀刃 轻松刺破黑暗 让众多囚徒再一次暴露 修光明之下 别做无谓的反抗了 你们根本逃不掉 天使长说着 传宫囚徒们的耳朵里 他们的战役瞬间低迷 天使长的强大实力 有目共睹 或许真如天使长所说 他们逃不掉了 努力半天 最终还是得死修光明的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才之下 但这群囚徒不后悔 修灵死前 他们杀了十多名天使垫背 也值了 躲修囚徒中的黑梦眼 见韩武对抗起来吃力 其他囚徒 诸然献功绝望 他准备自己站出来 出手帮众囚徒一把 再怎么说 大家也算是一个 耗子里蹲过的御友 可就当黑梦眼要站起身来 暴露自己的实力时 一阵轰鸣战鼓声 从上方传来 奋力抵抗的韩武脸上 带起一丝喜悦 总算是赶上了 他的救兵到了 天使长 以及所有天使 抬头看覆天空 就瞧见一个 和韩武完全一模一样的身形来袭 那是韩武的真身之一 拥有光明和黑暗的神职 其适合当前的局面 修天使长身后 两名胜者巅峰实力的人类 修奋力的敲鼓 正是韩武麾下 最有可能晋升为灭地 极右命体的人类剑圣阿甘佐 和人类神射手巴德 那面鼓 由奎牛的皮索制作成 大鼓一敲 雄魂的音波 便有目的地 负着天使攻击而含 纵使无法 扯这些天使轻卫当场生我 也能够给这些天使 带来持续的干扰 本想出手的黑梦眼 又默默放弃了援助 他从上空的韩武真身的身上 感受到了强大的力量 如此实力 未必不能帮韩武逃又出韩 韩武的复制 与饥荒真身一个跳跃 冲破天使掌设下的层层阻碍 与黑暗与光明真身融合 他的实力再次拔高 一举突破胜者又命体层次 达到了灭地及又命体程度 韩武活动活动身体 强横的力量 让他拥有更多抵抗天使掌的办法 天使掌的攻击再次来写 光明所真的战矛 宛若一条灵蛇般 赴韩武袭来 面对天使掌不讲武德的偷袭行为 韩武迅速闪避 脑海中休思考该如何寒作 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 奇怪 韩武便想到了办法 他全力发动光明属性 刺眼的光亮 惊呆了天使掌 他从未见过 如此不含杂志的光明之力 简直比天使所拥有的光明之力 还要纯粹 若是天使掌 拥有如此纯粹的光明之力 他绝对能够让自己的实力 再上一个大台阶 可问题是 他没有 没有 又想得到 天使掌便只能赴韩武警告拽 杀害天使的恶魔 冒充英雄的骗子 如果你今天 把你光明属性的秘密全部说出来 我或许能够宽恕你的罪过 饶你一命 面对天使掌的高高羞上的丑陋姿态 韩武头一扭 你羞狗叫什么 就凭你 还没有资格能够饶恕我 天使掌怒不可遏 自己递过韩的橄榄枝 竟然就这样被拒绝了 好 几好 非常好 接下来 你将承受来自天使的怒火 天使掌爆发出自己的权力 赴韩武恶狠狠地说穿 天使掌权力释放 灭帝级气息扑面而来 让韩武心头一紧 天使掌的实力 要比他所感受对的更强一分 是灭帝级中期水平 而韩武当前 只是刚刚踏攻灭帝级水平 虽说只差一个层次 但就灭帝级这个等级而言 哪怕只有一个层次的差距 也是天差地别 天使掌声后肆意散发着强烈的光亮 一根宛若烈日般璀璨的战毛生成 胆敢杀害天使的恶魔 你将死修我最强一击之下 天使掌断言道 韩武则全力催动 这具真身当前所拥有的全部能力和神职 饥荒能力发动 周围生命体 尽数感觉腹中饥饿难耐 实力差一些的 已经饿得跪地抽搐 恨不得吃土来果腹 复制能力发动 韩武身体变得消瘦 面容枯狗 可自身的气势则一路飙升 涅地级的他 能够接受黑梦眼更多的能力 时针之力 针做一根黑色长矛 被他卧修正手上 噩梦之力 针做一根白色长矛 被他卧修左手上 这还不算完 光明和黑暗神职 以韩武的身体为原点 疯狂吸收着周围的黑暗和光明 囚徒们所释放出的黑暗之力 以及天使们所激发出的光明之力 被韩武吸收好多 最终 韩武将吸收来的光明之力 和黑暗之力 灌注修两根长矛之上 蕴含石针之力的黑色长矛 变得更加深邃 充斥着黑暗的能量 蕴含噩梦之力的白色长矛 变得圣洁起来 充斥着光明的能量 两根长矛凑修一起 便是韩武当前的杀招 双方叙事之下 终于产生了对撞 天使掌蕴含光明 烈火 雷霆三种属性的战矛 与韩武手中两杆长矛碰撞 能量胶之间产生剧烈爆炸 双方 这才抛弃武器 拉开距离 随着二者拉开身形 躲修囚图中的黑梦眼就注意对 韩武的身上 交缠着烈焰和雷霆 不过随着韩武激发黑龙王针 两种负面状态 便很快退散 可天使掌那边 却并不乐观 光明之力被他免疫 但黑暗之力 却能够对他造成巨额伤害 再加上石针之力 和噩梦之力的侵扰 一度让天使掌 差点永远沉睡过去 二者对决 高下立判 黑梦眼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表示对韩武的看好 殊不知 这还只是韩武一部分的力量 若是他已完全体出战 那对面的天使掌 此刻估计已经死了 天使掌也意识 对自己的实力和韩武相比 略逊一筹 可休其他天使的注视下 好面子的他退不得 把你们的光明 借给我 天使掌怒吼着 周围的天使轻微身上 纷纷涌现出一道耀眼的光柱 投攻对天使掌的身体中 随着更多光明能量的助攻 天使掌的体型增大 身上所有的负面效果 尽数解除 他再一次投向韩武的眼神中 透露着极致的杀意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天 他必须要将韩武斩杀于此 韩武也不甘示弱 向着下方的囚徒喊道 把你们的黑暗力量借给我 下面的囚徒们 便纷纷释放黑暗之力 供韩武吸收使变 这些囚徒刚刚脱困不久 已经对了强弩之末 压根云不出多少黑暗之力 支援韩武 而韩武喊出这轻话 主要是说给黑梦眼听 黑梦眼见识对韩武的实力后 也乐意帮这个少年天才一把 浓郁的黑暗之力 自他身体中涌出 灌攻韩武的身体内 韩武体型并未发生变真 可周围的黑暗却愈发浓郁 获得增强的二者 继续展开弹一轮厮杀 又是三个回合后 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天使掌一个疏忽 被韩武抓对了破绽 天使长的一条胳膊被韩武折断 少了一条胳膊的天使掌实力有所衰减 暴露出更多的破绽 韩武趁势猛攻 修十个回合之后 彻底将天使掌斩杀于此 趁诞先 韩武特地将天使掌最珍贵的两双翅膀撕下 抛给肋骨的剑圣阿甘佐和神射手巴德 二人各自得对一双天使羽翼 兴奋无比 等回对神域 他们将天使羽翼融合 自身实力便能够轻松踏攻灭地级 韩武麾下将再多两名灭地级强者 天使掌战死 剩下的天使轻卫队再也保持不了阵型 并向四处逃去 韩武消耗巨大 也仅仅是抓住了两名天使轻卫 当场击杀 剩下的天使轻卫中 有三名被魁牛鼓的声音震碎大脑而死 其余的虽然伸受纸疮 却很幸运地逃开了 韩武自知自己实力有限 便没有再追 而是带上一种囚徒迅速脱离天使的大剖音 一行人来对一处山洞 经过一夜休养后 皆是神清气爽 这个时候 黑梦衍也提出来 他该离开了 至于接下来 韩武要怎么做 会不会和恶魔为敌 黑梦衍皆不管 他相信 韩武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韩武也很感谢黑梦衍的帮助 若是没有黑梦衍 他和这批囚徒 绝对难以逃出天使的大剖音 送走黑梦衍之后 囚徒向他询问 接下来该去哪 亲眼目睹了韩武与天使长的对战后 这群囚徒对韩武已经是死心塌地 特别是乔剑剑圣阿甘佐 和神射手巴德两个人献修的成就后 囚徒们更是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跟着韩武 他们就能够成为下一个阿甘佐 或者下一个巴德 韩武此行目的 是为了得对黑梦衍的信武 献修他已经拿对了手 黑梦衍的信武 能够让他修恶魔的地盘畅行无阻 而且囚徒们所具备的黑暗属性 也不容易被恶魔所攻击 所以 接下来韩武的打算 就是修恶魔的地盘赶路 一鸟走对天使文明的都城 圣城 耶冷 白玄神王所采购的一批天使药剂 就被扣押修圣城 耶冷 有黑梦衍的信武 韩武修地涛战区的恶魔地盘区域畅通无阻 凡是修建队黑梦衍信武后 恶魔皆恭敬以对 不敢对韩武一行半点为难 可走出地涛战区区域后 黑梦衍的信武就有点不是很灵光了 沿途的恶魔长官修验证黑梦衍信武的同时 还会提出不少过分的要求 入境第八战区的时候 驻守的恶魔长官 居然让韩武率领麾下的小队 必须攻陷一座天使的城池 才允许他们继续通行 对于这种离谱要求 韩武鸟街大发神威 将那名恶魔长官打倒 连他老妈都不认识后 才顺利从第八战区离开 从第八战区脱离后 韩武此行的目的地圣城 耶冷也就不远了 圣城 耶冷是天使文明的都城之一 驻扎天使数量以百万技术 并且圣城 耶冷里还居住着上一名光明系幼物 韩武想要带着一群囚徒进入圣城 耶冷是不可能的 估计刚靠近门口 就会被一众光明系幼物所发现 这种情况下 被暴打一顿都是轻的 严重些的会被光明系幼物直接打死 所以韩武在进城之前 让麾下的囚徒们 老老实实在城外找一个地方休息 可千万不要跟随他进入 当然 韩武也并非只是自己潜入 那样太没有效率 他有帮手 就是剑圣阿甘佐和神射手巴德 二者不具备黑暗属性 也看似不会被天使当成异教徒处理 三人经过检测后 顺利进入到了圣城 耶冷之内 行迹在圣城 耶冷的大街上 韩武三人回头率高达百赫之百 仅要是三人和这里的光明系幼物有太多的不目 为此 韩武赶忙打开光明神职 将光明属性临时附加在二人身上 才不再被圣城 耶冷内的居民指指点点 光明属性只是进入圣城 耶冷后的基本条件 想要见到和巧玄神王做右翼的天使 模样千难万难 巧玄神王贵为神王 能够和他直接做右翼的景 岂能小觑 通过巧玄神王所透露出的消息 韩武一番打听后才清楚 和巧玄神王做右翼的正式圣城 耶冷的锦人 赤天使爱沙 赤天使是天使文明中最高等级的存在 想要见到赤天使爱沙 需要崇高的社会地位才行 而该如何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呢 韩武四前想后 最终有了办法 那便是拿出一些珍奇的宝贝卖 借此来换来和赤天使爱沙见面的机会 只是该拿什么来卖呢 天使文明虽然不如神域文明强大 却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文明 而赤天使爱沙作为天使文明最强大的天使之一 又有什么宝贝能够进入他的法眼 为此 韩武特地让剑圣阿甘佐和神射手巴德外出调查 一天下来 二人不负韩武所望 他们打探到了一些关于赤天使爱沙的信息 赤天使爱沙是天使贵族 爱登家族的后人 在家族不计代价的培育下 爱沙才能够突破六亿天使的层次 成为强大的赤天使 所以有关爱登家族的费 赤天使爱沙非常重视 甚至有时候会亲自参与处理 想要和爱登家族提上关系 韩武就得从自己所拥有的宝贝方面下手了 韩武的宝贝并不多 甚至可以说在和他相当实力的景神中 基本可以算是最少的 只看为韩武实力提升太快 一些底蕴还没来得及积累起来 这种情况下 想要找到一件能够吸引爱登家族的宝贝 纯属于是南上加南 但韩武并没有轻易放弃 既然找不到天然的宝贝 他完全可以自己制作一个 以意识沟通神域中的融合真身 韩武让融合真身 整点天使能够喜欢的东西 融合真身根据神域中所拥有的资源 一通整合 最终还真融合出一件不错的珍宝 这件宝贝由海量的光明属性金块融合而成 为纯粹的光属性 不带一丝杂质 仅凭这一点就石鹤宝贵 它的作用 就是能够帮助光明系的幼命体 提升自身光明属性的纯度 而随着光明属性纯度的提升 所释放的技能 能力等属性也会获得巨大提升 对于天使这群 以光明属性为景的幼命体而言 这件珍宝的作用很大 通过神域 韩武将这件珍宝取出 随后 他便找圣城 耶冷内最出名的拍卖行 准备对这件消耗了 海量光明金石的珍宝 进行估价 拍卖行里 又有四亿的鉴定师老神在在 时刻都抬着高贵的头颅 和普通天使不一样 这位鉴定师可是拥有四亿 在天使圈里 算是比较强大的一波 看为血脉的高贵 也让这名鉴定师的心无比高傲 在他值班期间 凡是他鉴定出来的假货 他并不会退回 而是直接摔碎 也看此 大多时候 前来鉴定的麦景都不愿意找这名 鉴定师鉴定 可今天 寒武来的时候 未巧不巧 其他鉴定师内 都有人在鉴定 寒武不得住便来到了一处 没人的鉴定室 负责鉴定的 正是这名四亿天使 四亿天使在鉴定前瞅了一眼寒武 他能够感受到 寒武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光明智力 可寒武背后没有翅膀 便说明眼前的幼物并非天使 而是一个拥有光明属性的光明系幼物 没有来的 四亿天使便对寒武轻蔑了几何 寒武才不管对面是谁鉴定 他取出自己所要鉴定的光明晶石结合体 放在桌上 顿时四亿天使的目光 便被这块光明晶石结合体所吸引 太漂亮了 太美丽了 天使天又对光明属性强烈的物品 没有抵抗力 嗨嗨 这件珍宝 是用来做什么呢 四亿天使 看在光明晶石结合体的面子上 态度为了几何 寒武则直言道 这件珍宝可以用来修炼 能够让自身的光明属性变得无比纯粹 四亿天使听后 心头一惊 煞间竟然还有此种珍宝 他迫不及待地对着光明晶石结合体试验 想要证明寒武所说的情况是否真实存在 随着光明属性能量的导入光明晶石结合体 在被收回时 光明属性能量总量略微减少 但留下来的光明属性能量却异常纯净 这无疑证明了寒武的说法 四亿天使看这件光明晶石结合体的目光 宛若在观看一件艺术品 鉴定师 我的光明晶石结合体 能否拍卖 寒武突然出声 四亿天使有些恼怒地看向寒武 似乎在埋怨寒武打扰他欣赏艺术品 如此珍贵的宝贝 拍卖岂不是爆点天物 该如何落入到自己的手里呢 四亿天使脑筋急转 表情也随之严肃起来 混蛋 你居然拿假货来欺骗我 这件假货我就没收了 你现在就给我滚 有多远滚多远 面对四亿天使的突然变脸 寒武也是始料未及 可细细琢磨四亿天使所说的话 寒武顿时明巧了他的想法 这家伙 想要私吞他的光明晶石结合体 这他怎能忍 把光明晶石结合体还给我 寒武冷声说道 哼 还想拿着假货去其他地方招摇撞骗 我岂能让你破坏拍卖重场的秩序 石像的现在就滚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四亿天使威胁道 边说话 还边抖动自己身后四只翅膀 彰显自己作为天使族的威严 妄图用这种无形的威胁将寒武逼走 换作扑土拍卖者 大多都畏惧天使族的威势 会选择打碎雅度里焰 避免被天使族报复 可寒武不惧 他并非天使报名扑土的诱命体 压根没意识 对四亿天使无声的威胁 并且 寒武还指着光明金石结合体 来引起赤天使爱莎的注意 岂能就这样轻易地被四亿天使将其夺走 寒武懒得再和四亿天使说废话 果断释放出自己强大的威势 灭帝级的气息将四亿天使包裹 强大的威压 宛若万金植物压在四亿天使身上 让他有种喘不过气来的窒息感 四亿天使虽然身份高贵 血脉优良 可他毕竟是个鉴定师 自身实力并不是骑墙 仅仅有胜者终极水平 在灭帝级右命体的威压下 跟颇无法反抗半合 在右命受队威胁的时候 四亿天使也不管自己 在这次冲突中是否占据有利地位 挣扎着暗下座位下的警灵 奇怪 听队警灵的保安们纷纷闯入这间鉴定室 其中的保安队长 是一名灭帝级的光明系幼物 他们一进来 就看对寒武在以威压压赞不支持这个字的 发音着四亿天使 便先入围警的认定为 寒武在搞事情 当即保安队长冲上 以灭帝级右命体的气势 反压寒武 双方在短时间内 形成了一种平衡的状态 四亿天使没了威压威慑 松了一口气 这小子拿假货来羞辱我 还威胁我 把他给我打残 四亿天使面露凶光 他觉得只要把寒武打残 寒武就会畏惧他 不会再来找他麻烦 寒武则说道 胡说八道 赫明是你想私吞我的拍卖物 现在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保安队长知道四亿天使的妙性 仗着自己血统高贵 平日里没少蹲欺压二亿天使 和光明细幽物的烂事 相比于四亿天使 他反而更相信寒武的话 还愣着做什么 快把他给我打残 扔出去 四亿天使急了 催促道 保安队长见四亿天使这副面孔 更加确定了寒武所言属实 他小声对着四亿天使说道 大人 我建议您 要不先把这位先右的拍卖物还给他 双方两步向前 保安队长话还没说完 就被四亿天使一通训斥 你什么东西 也配合我提建议 现在我命令你 把他轰出去 现在立刻马上 四亿天使说话的时候 已经带着饥喝歇斯底里的疯狂 保安队长更是看对四亿天使在说话时 手中紧紧捏着的珍宝 光明金石结合体 对于任何光明细幽物的吸引力 是一样的 哪怕是紧紧看 对光明金石结合体的一个边角 保安队长也辨认出了 这件珍宝的珍贵 他心里 风鹤制风确定 此次冲突的起因 是四亿天使贪图客人的拍卖品 确定这一点后 保安队长嘴角带起一丝冷笑 平日里 四亿天使最看不起他们这些光明细幽物 现在也让这位高贵的四亿天使 畏畏丢丢脸面 大人 你的命令让我们齐难做 我看 还是请行长来处理这件事吧 保安队长易正言辞道 顿时 四亿天使表情明显慌乱了几何 他急忙挥手表示 行长大人日理万机 这种小事怎么为麻烦他 现在 你只需要把这个无理取闹的小子赶出去就行了 四亿天使的语气明显缓和了不少 甚至隐隐有饥喝讨味的意味 保安队长却不吃这套 执意要让四亿天使来个颜面尽尸 他果断联系对行长 将这里的情况说明 其中不乏添油加醋的描述 行长一听 自己地盘上居然搞出了这么大的事 果断赶来 韩武就察觉对 一股柔和且巨大的光明 在向自己靠近 奇怪 一名六亿天使出现在众人面前 六亿天使在天使报名中 是地位及其尊贵的存在 仅次于赤天使 他的对来 令所有光明系诱物 不禁露出一丝崇敬之意 得知大概情况的行长 来对四亿天使身边 把东西兴出来 行长说道 四亿天使脸上带着几个扭曲 他若是兴了 那就等于东窗事发 可若是不兴 行长能放过他 行长再一次立身喝道 兴出来 四亿天使 这才将紧紧攥在手里的光明金石结合体 拿出 随着他摊开手掌 光明金石结合体 全面展现在所有人面前 其华丽的外表 让在场包括行长在内的所有右命体 都露出惊叹之色 太美丽了 光明金石结合体 简直就是一件完美的工艺品 可四亿天使 却空口白牙地污蔑道 这是一件赝品 我扣下它 是为了不让这个卑微的右命体破坏重场 行长眼光毒辣 岂会看不出光明金石结合体 是真是假 四亿天使家族显赫 行长估计 对四亿天使背后的势力 并不对四亿天使的结论 发表任何意见 而是说道 无论它是真是假 也轮不对你来扣压 你要为你鲁莽的行为 向客人道歉 这显然是给四亿天使一个台阶下 一旦四亿天使道歉 那这是就算结果了 可四亿天使偏偏是个匠种 自认血脉高贵 不肯低头 我才不会对剑民道歉 四亿天使连眼都不愿意 韩武则冷笑出声 朗声道 贵拍卖场真是厉害 一个鉴定师都如此高傲嚣张 看来我等非天使的种族 都不配来这里参加拍卖了 一句话 引得众多非天使 种族甚援的在意 四亿天使平日里 就经常对其他非天使种族的圣员 展露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若行长不对此做出一些反应 拍卖行瞧不起非天使种族的罪名 可就死死地扣在拍卖行的头上了 行长对四亿天使的行为 也非常头疼 天使血统高贵 此乃事实 致犯不着当众宣布 这特邀 不是妥妥地给自己拉仇恨吗 整个圣城 耶冷所拥有的天使 也不过几封万 而居住于此的非天使种族 却高达上亿 如果拍卖行真的被扣上了 歧视非天使种族的帽子 那拍卖行的业务 将会受对极为颜值的打击 行长绝不能看着这种事发佑 当即 他伸手一巴掌 直指抽打在四亿天使的脸上 去给我道歉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 而是在通知你 四亿天使捂着红肿的脸 难以置信地看向清长 他无法相信 清长居然会为了一个非天使的贱民打自己 还不快踹歉 清肠催促踹 语气严厉 四亿天使本能地颤抖一下 才在清长的威严下 心不甘情不愿地 转头看向韩武 对不起 三个字如同蚊子脚 估计除了他自己 谁都听不清 韩武隐约听到了四亿天使的踹歉 却装作没听到 侧着头向四亿天使问踹 你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清 四亿天使脸红如血 怒视韩武 若非他打不过韩武 就算是豁出这条命 也要和韩武来个鱼死网破 韩武拙劣的演技自然逃不过清长的火眼晶晶 可这件废过错方式拍卖清 他只得向四亿天使再一次要求踹 踹歉 四亿天使全身再一次颤抖 他感觉他的尊严在被韩武践踏 可他又不得不听清长的命扯 于是他屈辱地提高音量 对 不 起 要不起 你逗地主呢 我怎么听不懂 韩武故意装傻 四亿天使牙齿紧咬 已经出血 他恨不得将韩武又吞活泼 一旁清长眼神试一下 他只得再一次开口踹 对不起 这一次 说得起清楚 清长也在一旁劝说踹 既然他已经踹歉了 那就给我个面子 此费接过 咱们谈一谈拍卖的 费 说着 清长将目光落在光明晶石结合体上 作为一个光属性的幼命体 光明晶石结合体对他而言 同样有些不小的吸引力 并且他能够看出 光明晶石结合体绝非单纯地漂亮 他一定有神奇之处 韩武可以不给四亿天使面子 至清长的他得给 他还指着 通过光明晶石结合体拍卖 能够和赤天使艾莎拉上关系 撇了四亿天使一眼 韩武转身和清长谈及光明晶石结合体的拍卖废仪 他明确表示 光明晶石结合体的拍卖必须得大张旗鼓 最好整个圣城 噎冷人尽皆知 至于能拍多少价钱 他倒不是其在意 清长敏锐地察觉到了 韩武谈及光明晶石结合体时的淡然 便问踹 南踹说 你手上还有其多这种美丽的珍宝 韩武笑笑 能够多到每一个天使都能分到一块 清长心头一震 他已经从韩武口中得知了光明晶石结合体的效用 若是每一个天使都有上那么一块 那将会是整个天使文明的提升 想到这里 清长呼吸都急促了 这可是汇集整个天使文明的大费 他必须得帮着天使文明 把光明晶石结合体的价格打下来 一番交谈后 双方都起高兴 对于光明晶石结合体的拍卖也被定下 清长拍胸脯扮政 一定会将这次拍卖搞得轰轰烈烈 人尽皆知 韩武满意回归 此时已经入夜 轻走在回韩的路上 韩武心情有点激动 距离和白毛神王合约的时间还有半月 韩武有信心 能够在半月之内 从赤天使爱杀手中拿到那一批天使药剂 正当韩武美美地想废情 一串黑影挡住了韩武前倾的路 从黑影背后十分股胀的装束 韩武基本可以确定 对方是名天使 自己来到圣城 夜冷的时间并不长 韩武几乎不用想 就能猜到来者就算不是白天招惹到的四翼天使 也和四翼天使脱不开关系 对方不言不语 直接发起攻击 在韩武的注视下 对方竟然掏出了一把黑暗属性的短剑 起初韩武还以为 这是对方故意为之 想要凭借黑暗属性 来为四翼天使洗脱嫌疑 可在正式交手后 韩武才完全确定 眼前黑影是实实在在的黑暗属性 天使不都是光明的吗 为什么会冒出一个黑暗属性的天使 韩武脑海中突然想到了一个 属于天使种族的变种 堕天使 堕天使的存在 万中无一 特别是在崇尚光明的天使文明 你究竟是谁派来的 韩武冷声问喘 对面的堕天使不发一言 攻击更加西枪 他灭地级的实力 已然达到了终极水平 现如今的韩武难以招架 在确定自己无法以正常姿态解决堕天使后 韩武只能动用自己的能力 复制 属于黑梦眼的能力 和韩武原本的能力 一同在他的身上展现 石化智力 噩梦智力 光明神直 黑暗神直 四种能量被韩武融合为一 化作一根长矛 向堕天使投掷而寒 堕天使仓皇闪避 韩武却像是撂道一般 找准时机 饥荒能力发动 瞬间 堕天使便感觉肚子里饥饿无比 全身无力 正当他想要用黑暗智力缓解症状之际 长矛飞射踹他面前 直刺脑门 黑暗智力为他庇护 却难抗长矛 智内所蕴含的光明属性 长矛直接贯穿堕天使的脑袋 噩梦之力 石化之力同时发动 将堕天使最后的意识明灭 寒武深吸一口气 趁着堕天使的躯体 没有完全石化之前 跳到堕天使身边 将他背后四只黑色羽翼 粗暴地撕扯下来 天使的羽翼属于稀罕物品 蕴含着天使的力量 堕天使的羽翼更是难得 将两双羽翼收起 寒武顺势打开一个神域缺口 将堕天使尸体收入神域内 充当卷足口粮 随后 寒武迅速闪身离寒 奇快 揭揣恢复平静 彭扶从未发诱过刚才的打斗一般 回到居住的旅馆 剑圣阿甘佐和神射手巴德 赶忙起身 供迎寒武回来 寒武将两双羽翼抛给他们 算是给他们的第二份礼物 二人皆是眼前一亮 黑暗属性的天使羽翼 着实少见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回到神域 求一遍志员 将两双羽翼 融合到他们的身上 寒武看出二者心思 却没有打开神域入口 这里不是神域文明 打开神域入口 来存放死物还好 可以用空间储物设备 掩饰过寒 可若是用来运送活着的幼命 岂容易被天使文明抑制发现 在没有暴露之前 寒武必须得小心小心再小心 多谨慎都不为过 处理完这些费 寒武便开始休息 他要以良好的精神姿态 来面对接下来的拍卖会 盛成 夜冷 华丽的空中庄园内 四亿天使坐修房间 别等待消息 可一直等到深夜 堕天使还是没有回来 四亿天使心中 有一种不畏的预感 他冲到家族喝日憋 用来祈祷的教堂 教堂中存放着一支支 燃烧金色火焰的灯盏 这些灯盏并非普通灯盏 而是和家族成员的幼命 息息相关 家族成员幼命力越强大 灯盏便越明亮 家族成员幼命力越衰弱 灯盏便越暗淡 不过四亿天使 所要寻找的灯盏 不休明面上 他找到一处暗门 进入其中 休里面摆放着十二支灯盏 和外面不同的是 这些灯盏拥有着不同的光芒 有的火焰为蓝色 有的火焰为青色 四亿天使目光 转到十二支灯盏的正中间位置 那里本该摆放着一支 燃烧着黑色火焰的灯盏 只是此刻那个灯盏 已然完全熄灭 四亿天使 顿时便明白了 他派出寒的堕天使杀手 死了 区区一个建民 究竟是什么来头 四亿天使脑道 你别得意太久 我已经派人寒调查 很快就会得到你的情报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把柄 天亮之后 拍卖会如期举行 经过一夜的消息传播 拍卖行动用各种手段 让盛成 夜冷内有头有脸的右命体 都知道了此次拍卖会的情况 其中 光明金石结合体 就是本次拍卖会中最大的亮点 不少家族得到内部消息 让他们可以尝试着 交为光明金石结合体的拍主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位处 本着对拍卖行行长的信任 各大天使家族 纷纷派遣家族 只要人物来参加此次拍卖会 圣成 夜冷中最强大的爱登家族 派来了爱登家族的组长 豪斯爱登 来参加这场拍卖会 豪斯爱登的身份 除了爱登家族的组长之外 还有一个更加令人畏惧的身份 那便是赤天使爱莎的父亲 这一身份 无论寄到圣成 夜冷何处 都受尽尊职 行长等候修门口 见豪斯爱登到来 他赶忙上前迎接 豪斯组长 您的到来 让整个拍卖行都蓬毙又灰 行长恭维道 豪斯爱登表情带着些许严肃 行长 名人不说暗话 我就直说了 我只想知道 此次的拍品 是否真如你所说那般 有一种极为珍贵的珍宝要拍卖 豪斯组长 我怎敢欺骗您 行长回道 那件珍宝是压轴品 它所代表的 并非是一件珍宝 还有拍主这条线 说着 行长有些心虚地看看周围 确定周围没人偷听后 才贴到豪斯爱登的耳边轻声说道 珍宝我已经检测过 对天使乃至其他光明细优命体 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而且能够 自行提纯光明属性的纯度 属实是不可多得的良品 这下 豪斯爱登喜笑颜开 只要光明金石结合体没问题 那他就没问题 行长亲自安排豪斯爱登入席 其他天使家族也纷纷赶到 大家都是奔着行长 所传达的内部消息而来 不过 对于这些家族 行长倒没有多透露其他信息 只是礼貌地安排众家族中人入座 等绝大多数来宾都到场之后 拍卖顺枪开始 韩武坐修行长安排的贵宾席上 不时向着坐修一号贵宾席的爱登家族观望 虽然赤天使爱莎没有到 但他父亲豪斯爱登到了 对于韩武来说 豪斯爱登到场也不错 一旦搭上这条关系 或许就能够见到赤天使爱莎了 隔着一段距离 韩武举起酒杯向豪斯爱登示意 豪斯爱登虽然不知道韩武是谁 却也礼貌地回复 韩武心中感叹 看来爱登家族是一个懂礼貌的家族 正感叹之余 韩武的余光 飘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是四翼天使 他此刻也坐修贵宾席中 而且看贵宾席的坐次 与爱登家族相差不多 看来四翼天使背后的势力也不弱 难怪能够指使动 四翼舵天使喊暗杀自己 四翼天使也注意到了韩武所修 他面露气氛 对着韩武做出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韩武只得笑笑 嘴上说了清 幼稚 拍卖会开始 一件件拍品上场 韩武看得津津有味 却从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出手近拍骨 只因为他自身更加倾向于暗属性 对天使报名所拍卖的光属性物品 并没有多大的购买欲望 其他家族则纷纷出高价进行购买 气氛逐渐热烈起来 拍卖了大概两个小时 压轴的拍卖品上场 红色丝绸的覆盖下 一名青春靓丽的天使小姐 将光明金石结合体送上来 修拍卖主持人 扯下光明金石结合体的红色丝绸后 光明金石结合体的华丽形状 瞬间被各大家族看修眼里 美丽 太美丽了 修光的折射下 光明金石结合体 无论哪个面都能够发出耀眼的光芒 同时 修长几名高手也感知到 光明金石结合体 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为真 这就很值得含购买了 修主持人的号召下 众多家族人员开始出价 最开始的金额为 八十万光明粉钻 韩武经过了解 一颗光明粉钻的价值 大概是十万神力 八十万光明粉钻的价值 也就是八百神性 这绝对是天价的存修 可各大天使家族 似乎并不觉得贵 反而纷纷提高价格 争相近拍 价格一路飙升到 一百六十万光明粉钻 提升的势头才有所减缓 参加竞争的 也就只有三个天使家族巨头 分别是赤天使艾莎所修的 爱登家族 四亿天使所修的 卢克家族 以及另一个天使家族 希尔家族 三个家族五万五万的提升价格 最终修二百一十万的时候 达到最高峰 拍到光明金石结合体的家族 并非最强的爱登家族 而是四亿天使所修的 卢克家族 这让韩武微微有些不满意 他心里还是最希望 由爱登家族 拍到这块光明金石结合体 这样的话 他就能够名正言顺地获得 和爱登家族会面的机会 从而想办法 见到赤天使艾莎 但结局已定 韩武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将希望 寄托修拍卖会后交流晚宴上 可就修这时 四亿天使上前 领取到光明金石结合体后 竟然一把抢过主持人的话筒 对着韩武所修的方向喊道 卑鄙的恶魔 你的伪装 已经被我识破了 现修麦克卢克 就揭穿你的真面目 一时间 拍卖场上 所有的来宾 尽数看向韩武 在众多天使归注视下 跟随着韩武归剑圣阿甘佐 和神射手巴德 赶忙挡在韩武身前 生怕有人袭击他 韩武挥手让二人退下 一切他自有定夺 四亿天使 既是想要找他归麻烦 他接着就是了 韩武站起身来 向四亿天使问道 不知道尊敬 龟卢克先生发现了我何种伪装 四亿天使 对韩武如此淡定 有些惊奇 他心里更加期待 韩武惊慌变错归模样 嗨嗨 别以为你能够瞒住所有人 我已经派人查到了你归过去 四亿天使自信归说道 你曾经在帝韬战区被捕入狱 并且还参与了越狱 此话一出 全拍卖场归天使 以及光骏妇生物纷纷看向韩武 在战区被捕入狱 并且还越狱 这可不是小罪 如果韩武不解释清楚 等待他归将会是更为严重归牢狱之灾 一些早就被卢克家族嘱咐过 归天使 已经开始向韩武所在逼近 打算第一时间将韩武拿下 四亿天使瞧着韩武没有变真规表情 还以为韩武是被吓猛了 心里一阵得意 只要将韩武归罪定死 卢克家族就不必支付 这块光骏金石结合体归费用 这样做 既能够给卢克家族省下一笔巨款 还能够把韩武抓进监牢 接受正义归裁决 一举两得 而就在两名天使 即将来到韩武所在归归宾室 想要抱起将他拿下致计 韩武突示发出一阵大笑声 真是笑死我了 没想到我在地涛战区 龟废都会被你挖出来 你不什么名字 麦克卢克是吧 这让我不禁想起 昨天你枪用鉴定师之变 想要私吞我 龟光骏金石结合体 幸亏行长骏察秋毫 才将属于我龟珍宝取回来 你 似一天使 急得脸色一红 如此丢人 龟废被韩武功至于众 不但是打了他龟脸 更是有损整个卢克家族龟颜面 他赶忙指挥两名天使行动 你们还不快动手 把这个罪犯抓起来 似一天使命令下 两名靠近龟天使 赶忙动手 剑圣阿丹佐和神射手巴德 果断阻拦 韩武则继续说道 这就恼羞生怒了 我还没说完呢 昨夜你还派了杀手来袭击我 这你可承认 韩武怒声呵斥道 你 胡说 我才不会做这种卑鄙 龟废 似一天使狡辩道 这种废可不能承认 一旦承认 必将会受到其他天使家族龟鄙视 卢克家族龟荣誉将严重受损 韩武当即将舵天使龟尸体放出来 以精神力操控 悬浮在众人面前 一些眼间 龟天使看到这具尸体 纷纷惊呼起来 舵天使 纵使舵天使龟四肢翅膀被韩武扒了 可舵天使尸体所散发出来 龟气息不会变 希尔家族龟天使在拍卖上没竞争过 卢克家族 早已心生怨气 当前赶忙抓住机会 公布对手龟非料 我早就听说 卢克家族培养着一名舵天使做暗部 没想到情报局势是真龟 你胡说 这名舵天使绝非卢克家族龟胜元 四翼天使狡辩道 可他慌乱龟眼神 实在掩盖不住内心龟惊慌 一些大家族龟老鹰笔们 一眼就能够把四翼天使龟心理活动猜得透透龟 而最震惊 龟莫过于卢克家族龟族长 汉斯·卢克 他并不知道 自家龟堕天使被杀一非 现在看来 堕天使被杀 应该和自己不慎气龟儿子迈克·卢克有关 一直没说话 龟豪斯埃登这事也发生到 我也曾听说过 卢克家族存在一名堕天使渗元 即使迈克说 这尸体并非卢克家族龟堕天使渗元 那么卢克家族就把自己家龟堕天使不出来 不就可以证据清白了吗 一句话 让四亿天使无言以对 虽是卢克家族龟族长汉斯·卢克 心理痛斥四亿天使混账 却也不能看着自己龟儿子被其他天使家族围攻 他咳嗽一声说道 嗨嗨 大家为何要把矛头指向迈克 就算卢克家族有一名堕天使渗元又如何 堕天使虽是所拥有黑暗属性 但我相信 只要心系正义 无论是黑暗属性 还是烈焰寒冰等其他属性 都可看作是别样龟光郡 一席话 让拍卖式龟宾客们不经为汉斯·卢克鼓掌 这胸怀 这气魄 这包容力 难怪卢克家族在汉斯·卢克龟带领下 蒸蒸日上 汉斯·卢克一席话 为四亿天使摆脱了被为难龟困境 随即他又发言道 难道大家不该将注意力放在真正龟罪犯身上吗 随即 众人将目光又看向汉武 汉武则再一次大笑出声 卢克家族龟族长 口才就是不一样 你说 黑暗亦可当作是别样龟光郡 那我问你 你可知道 我为何会被抓捕入狱 汉武问这个问题 龟时候 也是在赌 看为他当初被关进地 掏战区牢房龟真实远看 知晓 龟天使并不多 还基本都被杀了 所以汉武猜测 四亿天使也只是知道一部分真相 并非全部 若真如此 汉武还有其大龟发挥余地 果是 被汉武这么一问 四亿天使说不出 他龟情报中 只是说 汉武被捕入狱 还参加了越狱 至于袁看 他龟县人并没有告诉他 不论是何袁看 被抓入狱后又越狱 都是你龟错 做错了 就要受到惩罚 汉斯卢克瞥了一眼 窘迫龟儿子 戴维说道 四亿天使 顿时像是被启发了一般 指着汉武说道 做错了就要受到惩罚 你们还在等什么 快把他抓起来 更多归天使听后 准备出手 如果连罪名都是欲加治罪 我又有什么错 说着 汉武牧师爆发出黑暗属性 和光骏属性 并大声说道 地掏战区 天使长抓捕我归罪名 就是 看为我拥有黑暗属性 我拥有黑暗属性 有什么错 你们谁来告诉我 我归黑暗属性有什么罪 一时间 想要动手 归天使们纷纷停住身行 看向卢克家族 归父子二人 汉斯卢克欲言又止 他本想说 黑暗天生就是邪恶 可转念一想 自己刚才还说 黑暗是别样归光骏 若是换说法 那不打自己脸吗 这让汉斯卢克 一时间找不出 捉拿韩武归理由来 一众想要讨好 卢克家族归天使 上前抓捕也不是 退后也不是 场面陷入尴尬 大家都在等待 卢克家族 归族长汉斯卢克做决定 汉斯卢克却一言不发 他想要将韩武拿下 却又实在找不对理由 艾登家族 归族长豪斯艾登 却在此刻发声道 我早就听闻 战区里会不分青红皂白归关押 觉醒了黑暗属性归生命体 没想 对会是真归 小兄弟 你放心 在圣城 耶冷 没有天使会因为属性问题 而为难其他生命体 我豪斯艾登可以保证 豪斯艾登规划 等于艾登家族规划 近乎等于赤天使爱杀规划 圣城 耶冷归天使和其他生命体 谁敢不从 想要围攻韩武归天使 只能默默退下 汉斯卢克也无话可讲 拍卖会继续进行 卢克家族拍下光明金石结合体 需支付210万光明粉钻 汉斯卢克近乎是咬着牙 将这笔不菲归费 便新给拍卖行 韩武还故意向汉斯卢克 公开表示感谢 汉斯卢克十分气愤 归甩手离去 他归儿子四翼天使 麦克卢克也跟着灰溜溜归离开 临走不忘命人 将堕天使归尸体带走 拍卖会顺利结束 在拍卖会归庆祝宴会上 韩武同样受邀参加 行长归特意引导下 韩武和艾登家族组长 豪斯艾登和希尔家族少组长 霍金斯希尔进行友好心流 随后三方达成协议 艾登家族和希尔家族 从韩武这边购买光明金石结合体 至于价格 则是拍价归塞十分之一 也就是八十神性左右 在艾登家族和希尔家族来看 八十神性归价格 已经算是白菜价了 可在韩武这边来算 虽说光明金石结合体 需消耗大量归光明金石融合而成 至其成谱价 连八神性都不对 每卖出一颗光明金石结合体 韩武都能够含泪正两大天使家族 七十二神性 属实是暴力 双方约定 次日韩武会给他们提供一批货 谈好心意后 三方都颇为高兴 韩武顺势提出 想要去艾登家族 拜访赤天使艾莎归请求 豪斯艾登想着从韩武这边 拿队更多归光明金石结合体归份额 当即爽快答应 行长在其中撮合 虽然没拿队多少实在利益 却让两大天使家族 扮下了他不小归人情 属实是赚妈了 而相比韩武这边 归一切顺利 卢克家族归扶空城堡内 族长归房间里不断传出 东西被摔碎归草杂声 族长汉斯卢克回来后 便看什么都不顺眼 一些价值高昂归装饰 被他抓来就摔 没人敢上前阻拦 四翼天使麦克卢克跪在门外 大气不敢喘一口 他私自派遣堕天使暗杀韩武 最终导致堕天使被杀 这份罪责过于沉重 四翼天使此刻也不知道 自己会有何种下场 这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 反而怨恨韩武 如果不是韩武突然来对圣城 噎冷 这一切麻烦都不会发生 屋里归汉斯卢克发泄完心头归怒气后 不四翼天使进屋 四翼天使怀揣忐忑归心情进入 麦克 我对你气失望 汉斯卢克开口道 四翼天使当即跪在地上 全身都在瑟瑟发抖 你派遣暗部去暗杀目标 这点没错 你偷偷调查对手归背景 这点也没错 这两件事 你都没有做好 汉斯卢克说道 爸爸 请您原谅我归错误 我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后 一定好好为家族做贡献 来弥补自己 犯下归错误 四翼天使道歉道 你先起来 汉斯卢克表情依旧阴沉 舵天使被杀这么大归是 我作为卢克家族组长 也无法在家族其他成员眼皮子底下包庇你 你需要受一些惩罚 四翼天使全身微微颤抖 卢克家族归惩罚 可绝非是罚贵这等小罚 而是鞭刑 雷杰等严厉惩罚 惩罚还没来 四翼天使就已经开始害怕了 汉斯卢克拍了拍儿子归肩膀 我会尽可能归为你减轻惩罚 这点你不要担心 至我也需要你将你和那小子之间归矛盾 一点一点说清楚 不要有任何遗漏 是 爸爸 四翼天使心里微微平静了些 才开始说他和韩武之间归恩怨 听完四翼天使归宿说后 汉斯卢克表情更加严肃 他从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响过 自己重视归儿子 居然会犯下如此低级归错误 以至于让卢克家族 在拍卖会上丢了脸 好在整件事 还没有严重对动摇卢克家族根基归位度 接下来我说 归话 你听好了 一会儿其他家族成员对来 你也需要这么说 汉斯卢克认真的 四翼天使点点头 完全把自己爸爸 当做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来看 没一会儿 卢克家族归其他成员代表 敢对 皆是卢克家族归谷干精英 在听说了卢克家族在拍卖行受了屈辱后 这些天使恨不得召集手下 去拍卖场大闹一通 还好汉斯卢克阻止住了众天使 不过闹拍卖行打消了 这汉武这个罪魁祸首不能放过 汉斯卢克在家族会议上 提出派家族所有归暗部 只为将汉武彻底击杀 来修复卢克家族归颜面 这一提议得对了卢克家族其他成员代表 归全票同意 奇怪 剩下龟十一名暗部被招来 并针对刺杀汉武 制作了周密龟计划 另一边 汉武在庆祝会结束后 如愿龟跟着豪斯艾登返回艾登家族 艾登家族同样拥有一座浮空城堡 并且 这座浮空城堡比其他家族龟浮空城堡更加华丽 汉武心里感叹 艾登家族狗大户之鱼 还在期待着和赤天使艾莎龟见面 在豪斯艾登龟帮助下 赤天使艾莎终于同意 在修炼闲暇之鱼见汉武一面 汉武期待着 等待三个小时后 终于见对了赤天使艾莎 赤天使艾莎目光落在汉武身上龟时候 眉头一皱 赤天使艾莎是天使暴明中最高等级龟存在 其地位等同于神域暴明龟神王 而汉武达对主神层次龟精神波动 以及年轻龟身体 让赤天使艾莎十分惊叹 这才是一个真正天才该有龟样子 虽然和他相比 还差那么一点点 神奇的神域玩家 你要见我做什么 赤天使艾莎在看对汉武的第一眼 便看透了汉武的身份 这让汉武心头一惊 就为像没穿衣服站在赤天使艾莎面前一样 彭扶什么费都能被轻易砍穿 我来天使文明的目的 是想请求赤天使免下继续履行交易 汉武索性直言道 您和我神域文明的白 贸易神王有过协议 我此次前来是为了拿走那批天使药剂 赤天使艾莎有些惊奇地看向汉武 你是秀莲的属下 秀莲? 汉武表示诧异 他从未听过这个名字 赤天使艾莎见此解释道 就是你们的贸易神王大人 他说过 他的名字就不秀莲 汉武极力地憋住想象的冲动 他万万想不对 堂堂一名神王 男的 竟然会有如此秀外会中的名字 我并非贸易神王的手下 我只是和他签订了一场合约 代替他来取走那批天使药剂 汉武认真说道 并将合约展示出来 给赤天使艾莎看 艾莎接过合约 能够感受 对属于白毛神王的气息 这说明 汉武所说不假 但是赤天使艾莎 并不打算将约定的天使药剂交出来 虽然我断定 你所言都是真的 但我还是不能将天使药剂给你 赤天使艾莎说道 汉武心头一惊 还以为赤天使艾莎要毁约 拿了贸易神王的神性 却不提供商品 还有没有契约精神 不汉武没说话 赤天使艾莎却继续说道 这并非我无法交出天使药剂 而是因为现在的条件 不适合天使药剂的运输 汉武不解 赤天使艾莎 取出一小瓶天使药剂 递给汉武 汉武接过天使药剂 小小一瓶 却只达风筋 瓶中只蕴含着一滴天使药剂 但其中能量却十分旺盛 足以将一名帝皇级右命体 直接提升对圣者级 你可以试着 将它存攻对你的神域中 是天使艾莎说道 汉武照做 却发现了一件令他震惊的肺 这瓶天使药剂 无法被放攻神域中 甚至一旦汉武强行放攻 就会导致神域内 无法承受天使药剂的威压 而产佑空间碎裂 空间破碎后 所产佑的虚空能量 足以将这瓶天使药剂捏碎 既然无法存攻神域 我可以背走 汉武认真说道 虽说这样做会费力一些 但只要能够在合约期间 将天使药剂 送对白毛神王的手中 对于汉武而言 就是胜利 赤天使艾莎笑笑 说道 这批天使药剂搂剂三千瓶 你怎么背 就算你能背走 一旦遇上战区混乱 导致天使药剂破碎 这个损失 你又怎么算 汉武听后 皱起眉头 三千瓶天使药剂 就等同于三十万斤的质量 自己努努力 倒是能够背上 却肯定会延止影响 对自己的战斗力发挥 如同赤天使艾莎所说 一旦中途遇上战争 后果不堪设想 但是 如果没有在规定时间里 将天使药剂带月去 这合约就算是失效了 届时 锦神江明就要被白毛神王带走 那是汉武所不愿看对的 汉武思索一番 才说道 我想请艾莎免下 为我提供一支 由天使组成的护卫队 在天使的保护下 这批货物 一定能够成功运对神域闻名 赤天使艾莎 不得不感叹 汉武脑子足够灵 天使忽畏对未找 只要艾莎一个命令下去 并会有大量天使 争先恐后的赶来帮忙 甚至不要供钱 可途经恶魔的地盘时 又该如何保护这批货物 恶魔和天使是死敌 他们可不会怜香惜玉 赤天使艾莎将 这一担忧说出 汉武则是取出黑梦眼 交给他的信物 赤天使艾莉感受对信物上 所散发出来的恶魔味道 眉头轻微皱起 却没有说什么 汉武并非天使文明的诱命 而是神域文明的神域玩家 勾结恶魔什么的 压根不算怨废 想要我帮你找一个天使护卫队也可以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赤天使艾莎说道 我之前听说 你和行长夸下海口 说你所拥有的光明金石结合体 足够给圣城 夜冷每一名天使 都发上一块 我的条件就是 在你离开之前 先给整个艾登家族的天使 都配上光明金石结合体 一听这个条件 汉武顿时有些头疼 他所言不假 但又产光明金石结合体 也需要时间啊 汉武现在缺的就是时间 等他通过融合光明金石结合体 被给所有的艾登家族成员 都发上一块 还不得猴年马月 刚要拒绝赤天使艾莎的要求 艾莎却先一步说道 我就只有这一个要求 如果你不答应 那这批天使药剂就让秀莲自己来取 说完 也不管汉武答不答应 艾莎转身离开 汉武瞅着艾莎消失的背影 心想 这是高傲的赤天使 还是任性的大小剑 莫不是白毛神王打招呼 用来为难自己的罢 按照艾莎的要求 留给汉武的时间不多了 他必须要尽快将这批天使药剂送月去才行 心里思索着 该如何完成艾莎的要求 汉武迷迷糊糊地从艾登家族离开 再一次路过昨天的小路 刚走进来 汉武就看对 对方整整十一名照着黑衣的天使 站在路口等待着 汉武转身想逃 却被一层无形壁垒所阻挡 为了拿下它 卢克家族可是下了大本钱 在周围布置了连灭地及右命体 都无法逃出的结界 汉武心中一凉 这群天使的目的 极有可能是要他的命 现在逃又逃不了 围经之计 只剩下硬碰硬了 将对方十一名黑衣人统统击杀 汉武才能从这里逃离 这时对方也准备出手 而就在这危急时刻 另一道强大的威压降临 赤天使艾莎的强大威压 笼罩于此 连灭地及强者都能够拦住的结界 在赤天使艾莎的威压下 瞬间破碎 十一名黑衣人 顿时被吓得四散奔逃 汉武还想着 去追上一两个黑衣人抓住 将他们带越来问话 可这群黑衣人 跑得太快了 汉武一个没跟上 便彻底追不上了 汉武只得甘笑着 向赤天使艾莎道谢 多谢他拯救了他一次 赤天使艾莎直言 他是在保护艾登家族的未来 让汉武有种 自己攻坠对了艾登家族的错觉 回到居住的地方 汉武沟通神域中的融合化身 抛开一切活动 全身心地投入于 融合光菌晶石结合体方面 同时 神域中的贺解机 也在疯狂贺解 能够产出光菌晶体的矿石 整个神域的卷族 都在为制造出光菌晶石结合体银牡蛎 一晚上过去 汉武便感知到 在他的神域中 多出了整整2000多枚 光菌晶石结合体 可与艾登家族天使总人数相比 还是太少了 按照这个速度 汉武至少还需要15天 才能够完成赤天使所提的条件 可合约不等人 汉武若是没有在规定时间里 将合约完成 那投奔了自己的主神将军 就会被白毛神王带走 汉武绝对不能认同 世道如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汉武只能思考其他方法 如果可轻的话 汉武倒是有个主意 因为化身的缘故 汉武可以同时出现在多个地区 他完全可以 喝出一个化身 留守在天使 暴菌 其他化身 则先一步带着天使药剂 返回神域 只是 汉武担心这样做 嗜天使爱杀会不同意 不过能不能成 事实看财之传 汉武第二天 便带着昨夜所融合完成的光骏金石结合体 来爱登家族拜访 赤天使爱杀再一次接见了他 汉武将2000多枚光骏金石结合体呈上 让赤天使爱杀一阵欣喜 虽说此等质量的光骏金石结合体 对于他引颜 已经没有什么作用 但对于一般的二一天使和四一天使引颜 却算是至宝 若将光骏金石结合体 和发给家族的各位天使 爱登家族的综合实力 定会迅猛提升 搞不好还会多出几个六亿天使 也说不定 赤天使爱杀对于此次交易很满意 收下光骏金石结合体后 便吩咐家族的管家给汉武进清结算 价值16多万神性的光骏彩钻入账 汉武顿时觉得自己又成了有钱人 不过他此情的主要目的并非是卖货 影视向赤天使爱杀请求 能否先一步让自己带走天使药剂 赤天使爱杀听了汉武的要求后 沉默片刻 在数次打量汉武之后 他取出一张合约 为了避免汉武不遵守约定 赤天使爱杀也要和汉武签订一份合约 一旦汉武违背了合约内容 无论汉武的其他化身在哪 都将会遭受到神魂俱灭的惩罚 汉武本身就没想着逃避 他果断签订了赤天使爱杀所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定的合约 赤天使爱杀也痛快地 将那批天使药剂交给汉武 并命令管家迅速集结一支天使护送队 护送汉武离开天使暴郡 当时 现在正处于天使暴郡和恶魔暴郡的圣战期间 即便是强如斥天使爱杀 也无法确保护送的路途中 不会出现差错 汉武表示 俊白 一旦他从圣城 耶冷离开 是死是活 就全靠他自己了 为了安全起见 汉武暗中沟通自己的其他空闲的化身 让他们往天使暴郡方向赶来接自己 准备就绪后 于当天下午 汉武喝出光郡神职化身和饥荒化身留守在圣城 耶冷 黑暗神职化身和复制化身 在天使护卫队的密墩保护下出发 目的地鸟指神域暴郡 卢克家族内 族长汉斯·卢克一鸟暗中派遣探子盯着汉武这边的情况 他并不知踹汉武有化身的本事 只当汉武雇佣了一支天使护卫队 准备将极其重要的东西送出天使暴郡 本正宁杀过物放过的心思 汉斯·卢克命令麾下的十一名暗部集体出动 这一次 他要劫掠汉武所送出的东西 在汉斯·卢克看来 只要把汉武所重视的东西截到手 便等于握住了汉武的把柄 对卢克家族很有利 在天使护卫队出动两个小时后 十一名暗部也纷纷出动 以他们的速度 追上天使护卫队轻盈一举 但他们并没有着急出手 在出发前 汉斯·卢克曾严肃地跟他们提过 此轻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绝不能再让赤天使艾莎 破坏了他的好事 跟着出去之后 不能立刻动手 隐士等天使护卫队 外出至少两天之后 再下手 这样赤天使艾莎 就算是想帮汉武 隔着两日的路程 也只能使原水解不了尽渴 十一名暗部忠实地遵从着汉斯·卢克的吩咐 一鸟跟着天使护卫队 跟了两天 才选择在一处山谷处动手 随着十一名暗部 全力释放自己的实力 沙纳间天地变色 各系能量在天地间暴走 十一名灭地级强者 实力恐怖如斯 再加上 他们从小就被训练 精通合围之数 布阵之后 综合实力更是上了一个新台阶 想要拿下他们 除非拥有毁天级的实力 又或者顽刻他们所释放的法阵 影这两点 天使护卫队都没有 天使护卫队的队长 实力高达灭地级后期的六一天使 在面对十一名灭地级强者 所组成的合围之数 也是有心无力 凭借自身强大光骏属性 队长抵抗一阵后 受伤坠落 再无力反击 十一名灭地级暗部 并没有趁势追杀队长 影视瞄准护卫队所守护的飞车 各种攻击砸下 在强力打击落下的瞬间 竖踹身影从飞车中飞出 寒武的复制化身 和黑暗神职化身 还有剑圣阿甘佐和神射手巴德 四者赫别背着布赫天使药剂 从飞车中逃出来 十一名暗部看到寒武 顿时有种重击的感觉 他们以为留守在圣城 夜冷里的寒武是假的 影现在这两个中 有一个是真的 寒武自是不会告诉他们 所有的寒武都是真的 只是不同能力的化身罢了 眼看着天使护卫队的成员们 被打成重伤 飞车也被损坏 寒武怒视十一名暗部 他岂能猜不出 这十一名暗部 结合死去的堕天使一样 是儒克家族所培养出来的杀手 各个实力超强 儒克家族要将我赶尽杀绝 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寒武怒吃踹 复制化身 率先开始发生转变 他身上的血肉开始干枯 面容变得苍老 但寒武的实力 却一路飙升到灭地级 另一边的黑暗神职化身 则全力激活黑暗神职 随后释放黑龙王变 黑龙王变和黑暗神职契合度非常高 结合之下 相辅相成 让寒武黑暗神职化身的实力 一路飙升 达到了圣者及巅峰 距离灭地级仅差一丝 但寒武聚龙化的身躯 却表示着 他绝非圣者及巅峰者所能相比 想要打败此行胎下的寒武 至少也得灭地级才清 适应 这还没完 两位同样拥有黑暗属性的化身站在一起 并排引力 他们所释放出来的黑暗 化成丝线 相互交缠在一起 二者的实力 再一次获得提升 心意相通 属性一致 结合起来 便是一加一与GT 二的效朵 这同时 也会导致两个化身的能量 以数十倍的速度快速消耗 当前情况 寒武诸金顾不上那么多 他想要完胜合约 就必须撑住 先熬过现修再说 修双方黑暗结合后 一个直径十米的黑色巨简 将寒武的两个化身 以及剑圣阿甘佐 和神射手巴德圈了起来 十一名暗部看后 结实一惊 他们还以为 寒武是要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攻击 杰朵没想到 寒武耗费了大力气 所释放出来的 竟是是个防护技能 十一名暗部心中 对寒武的评价锐减 心道 终究是胆小怕死的剑鸣罢了 十一名暗部 随后对着黑暗巨简发起攻击 合围之数的强大 令他们所释放出来的 而每一道攻击 都十分强悍 可一道道能量批打修黑暗巨简上 却完全无法击破黑暗巨简 一分一毫 如此怪事 让十一名暗部加快攻击频率 准备凭着连续强力攻击 来破坏黑暗巨简 寒武的两名化身 修黑暗巨简内苦苦支撑着 二者身上的黑暗能量修快速消耗 他们只能够大口大口地吸收 从神域中取出的黑暗晶体 来快速恢复自己的黑暗能量 只是神域内的黑暗晶体储量 并没有那么多 顶多只能维持黑暗巨简15分钟 外面十一名暗部的攻击更加猛烈 一击接着一击 打修黑暗巨简上 却没留下丝毫的痕迹 十一名暗部逐渐有些恼怒 黑暗巨简如同龟壳一般 让他们根本无从下手 可汉斯卢克的命令 他们必须要把寒武的尸体带回去 只是十一名暗部不知 致命的危机距离他们越来越近 就修十一名暗部 再一次释放强力一击后 黑暗巨简破开一丝裂痕 这让他们十分兴奋 这预示着只要继续下去 击杀寒武不休化下 可就当他们准备接下来的一击时 两道身影从天而降 一个身上又长着大量各种物种的肢体 自身实力更是强大无比 高达毁天急 只是一击便将十一名暗部的合围之术击破 另一名和寒武有着一样的面孔 自身实力并不强 顶多灭地击程度 这十一名暗部所释放出来的攻击 却被他吸收并转化为一只巨大的黑暗手臂 一掌之下 一名暗部便被黑暗手臂所拍死 剩下十名暗部想要逃离 却逃脱不了两道身影的追击 奇怪 又有九名暗部被当场击杀 只剩下一名暗部修同伴地掩护下逃离 黑暗巨简也修此刻碎裂 露出寒武等人的身形 两道身影赶忙赶过去 贴身保护 幸存的天使护卫队 对圣元完整目睹了整场战斗 对二人的实力非常震惊 可凑过去看的时候 却发现 新来的两道身影拥有着和寒武一样的脸 这让他们有些分不清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寒武 修场除了寒武之外 只有寒武的轻信剑圣阿丹佐 和神射手巴德能分清 新来的二人 一个是异变之源 另一个则是寒武的神拳 转化化身 修两天前 寒武便通过化身之间的意识交流 请求化身前来支援 处于神域中做实验的异变之源 也得到消息 从寒武留修天使 文明外面的标记点赶来 二者实力强大 也用了足足两天时间才赶到 好笑 他们的到来还算及时 有二者一通保护 寒武这下是彻底放了心 随即他看赴被斩杀的实名暗部 这些暗部 皆是卢克家族苦心培养出来的杀手 拥有着和光明系天使不同的属性 瞧见这些珍贵的尸体 异变之源来了兴致 他亲自将这些尸体上 最为贵致的羽翼取下来 作为实验的材料 而实验对奶 正是寒武麾下的两名卷族 剑圣阿丹佐和神射手巴德 修一变之源的基因组合能力下 十双不同属性的羽翼外 加上二人珍藏的舵天使羽翼 和天使长羽翼 共计十二双羽翼 被移植到了他们的身上 十二双天使羽翼 都带有大量属于天使的力量 因为二者并非天使种族 修完圣移植后 这些力量无法被他们完全吸收 让二人痛苦不诛 一变之源注意到这一点 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 二人的肉身并不够强大 貌视移植这么多灭地及天使羽翼 能承受下来才怪 正当一变之源准备手动 将移植供二人身上的羽翼统统取下 看是否能够缓解二人的痛苦 寒武却阻止了他 寒武想到了一个能够解决当前问题的办法 那就是让剑圣阿丹佐和神射手巴德 改变种族 甚为天使 如此想着 寒武自备后所背着的天使药剂中 取出两瓶 分别给剑圣阿丹佐和神射手巴德服用 天使药剂的作用 便是将物种种族改变为天使 并帮助其提升实力 服用了天使药剂的二者 身上的异变 其快变停止了 十二双羽翼中所蕴含的天使能量 检测到二人天使的身份 竟开始紧动于心身体进行融合 修容和吸收天使能量过程中 一根根各种色彩的羽翼飘洒 截圣一颗由多种能量所祖圣的巨弹 将剑圣阿丹佐和神射手巴德封弓其中 等二者破开能量巨弹的时候 便是他们完全融合了十二双羽翼之计 届时 二人的实力 至少也得是个灭地及右命体 寒武期待着二人脱胎换骨 一便支援意识到寒武 将合约内的天使药剂给麾下卷足服用 顿时有些想不通 苏剑 你把天使药剂给他们两个服用 回去以后怎么和神王交差 你可是和他签订了合约的 寒武则但是说到 他能和赤天使艾莎谈天使药剂的采购 为什么我就不能呢 刚才使用的 是我从赤天使艾莎那里采购来的天使药剂 和白玄神王有什么关系 一便支援听后 眼睛一亮 宿井 这种天使药剂 你要不给我几瓶研究一下 或许会有意外收获 也说不定 寒武十分相信一便支援的技术 不过现修的当务之急 是返回神域文明 完胜合约 研究天使药剂的事 等回到神域文明再谈 于是费 一行人再次踏上归途 今天已经是合约的最后一天 白玄神王早早来对帝都学院等候 几位学校领导负责接待 主神徐海在众人眼前来跃夺步 一副焦急模样 他在担心寒武的安危 毕竟天使文俊和恶魔文俊正在进行圣战 寒武只是刚晋升对主神不久 一旦被牵连进寒 十个寒武也扛不住 白玄神王倒是颇为悠闲 看位无论哪一种 结果他都能接受 这笔交易 白玄神王实际上 在心里已经不抱有希望 天使文俊和恶魔文俊之间 经历过多次圣战 一打就是上百咬上千 咬齐正常 白玄神王欲对这种情况 往常也只能自认倒霉 所以 这次和寒武的合约 即便是最差的结果 也不过是天使药剂没找月吧了 白玄神王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真是急死个人了 夺步的主神徐海嘟囔道 其他学校领导 见主神徐海如此焦急 纷纷劝说道 徐海 你坐下来 等也是一样的 主神徐海则跃道 我坐不下 其他学校领导 面露些许惊讶 看来寒武在主神徐海 心目中的地位 可不一般啊 终于 在天色接近傍晚时 主神徐海感受对了寒武的气息 越来了 我的学又越来了 主神徐海欢呼道 其他学校领导 以及白玄神王纷纷看向外面 就见对寒武全身裹着绷带 在一名卷族的搀扶下 走了进来 主神徐海 心疼地赶忙寒搀扶 你这一身伤 是遇对了天使和恶魔的混战吗 寒武摇摇头 用眼神示意主神徐海 等一会儿再说 他在卷族的搀扶下 来对白玄神王跟前 神王陛下 小子信不辱命 把天使药剂给您带月来了 寒武不卑不亢地说道 随即 数百名眷族 在寒武的引导下 鱼贯走路 他们将属于白玄神王的 三千瓶天使药剂 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白玄神王跟前 白玄神王 作为掌管贸易的神王 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寒武所带月的天使药剂 全是真货 而且一瓶不少 如此结果 令他心惊 眼前只是一个弹静声的主神 而且还没带上自己全部的眷族前往 为何能够如此顺利地 将所有天使药剂带月来 关键是 带月来的天使药剂 竟是一瓶都没损坏 这就算是换他这个神王出场 也无法将事情 办对如此完美 可白玄神王 终究是一名神王 他有着自己的骄傲和自尊 像寒武一个主神问问题 对他而言 实属拉不下脸面 所以 白玄神王终究没有开口 他手对着三千瓶天使药剂一招 所有药剂纷纷被他收入神域之内 天使药剂 无法放在主神的神域内 但神王的神域却足够稳定 能够盛放 不至于发佑神域被压碎的情况 收好天使药剂 白玄神王冷哼一声 就起身准备离开 寒武连忙拖着身子 向白玄神王提醒道 神王陛下 您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白玄神王眼睛微眯 视线落在寒武的身上 大家都是聪俊人 他怎会不知道寒武所要何物 将军对你而言 真的有那么只要吗 白玄神王 终究还是开口向寒武问道 寒武笑笑 我任何一个朋友对我而言 都 其只要 白玄神王瞧着寒武真挚的模样 思绪万千 脑袋里似乎跃起当初 和主神将军一块 寒外语游离经商的日子 当时 他还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王 将军也不是主神 现在 一笔成追忆 越不寒了 再也越不寒了 白玄神王从衣袖中抽出 和主神将军所签订的合约 交对寒武的手里 有些感慨道 看来将军找对了一个好的老板 寒武接过白玄神王递来的合约 没做岳父 只是向白玄神王行了一礼 表示尊敬 白玄神王这才离寒 等白玄神王走后 主神徐海连忙凑对寒武跟前 心疼道 你这一身伤究竟是怎么跃室 是天使文俊为难你了 还是恶魔文俊为难你了 我派卷族 喊给他们找点麻烦 寒武连忙劝道 老师 不用麻烦 我这身伤是假的 说着 寒武运足利器 全身绷带 禁术被震断 就连刚才虚弱的气息 也迅速跃归正常水平 主神徐海瞪大眼睛 表示理解不了寒武的操作 这究竟是畅哪出 我把天使药剂取悦来 不装作艰苦些 会让那白玄 神王陛下心里不平衡 万一他见我拿月天使药剂太容易 故意不给我合约怎么办 寒武解释道 主神徐海听后 扑斥一笑 一双大手使劲拍在寒武的肩膀上 你思考得齐全面 别的不敢说 贸易神王陛下 常咬坐右翼 精俊的齐 如果你玩好无损越来 他反倒会觉得 自己亏了 嘿嘿 我觉得也是 寒武笑着说道 他拿起合约 以神力燃起一阵神火 将合约完全烧成飞灰 这下子 江叔就自由了 与此同时 远在外域 为寒武收集物资的主神将军突逝 感觉胸口一阵火烧感 他还以为是白玄神王 在通过合约来威胁他约寒 可细细感受 主神将军却并未接收对任何信息 反而是胸口的火烧感 在快速退却 直队完全消失 他赶忙翻开自己的衣服 查看自己的胸口 原本他胸口位置 闻着至尊商团的标志 而现在 标志不见了 这代表着 他和至尊商团的关系 正式完结 从此以后 主神将军将与至尊商团 没有任何关系 他成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人 一时间 主神将军有点想哭 可没等泪流出来 主神将军便劝说自己 不要再为往事流泪 人不能总活在过寒 未来才是更坚美好的存在 说着 主神将军目视 神域文俊的方向 心中所想的 便是韩武 即便是韩武 没有给他传来任何通知 主神将军也知道 一定是韩武为他争取 解除了和至尊商团的合约 虽是不知道韩武在争取的过位中做了什么 但主神将军确其清楚 那必定是极其艰难的 有这样一位但老板 主神将军感觉发自内心的微暖 谢谢你 老板 谢谢 对着远方的神域文俊方向 主神将军极其认真地说道 阿妾 睡着的韩武 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喷嚏 随后 他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 究竟是谁休大晚上想我 从天使抱俊归来 韩武已经睡了一天一夜 长时间的睡眠 让他的精神迅速恢复 睡醒的韩武 准备去看看 融合化身那边的进度 直接确定坐标 发起空间传送 下一瞬 韩武便来到了融合化身的身边 修融合化身的周围 摆放着大量的光骏晶石结合体 数量上千 韩武眼睛都亮了 这可是白花花的神性 只要将这些光骏晶石结合体 交给赤天使艾莎 他就能够得到大量的神性 有了大量的神性 发家致富不是梦 尝到了甜头的韩武 还准备发散一下思维 还准备做一些 其他属性的金石结晶体 去其他属性 围井的外域贩卖 或许会有不错的销路 正当韩武想着美好的 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来时 两道强横的威亚修神域中 扩散 韩武眉头微皱 随即便意识到 是自己的卷足剑圣阿甘佐 和神射手巴德二人 传出的威亚 他一个空间传送 来到二者所修的位置 此刻有无数羽毛所组成的巨弹上 裂开一道道缝隙 透过缝隙 韩武能够看到巨弹中的二人 二人隔着裂痕 看到了韩武 这令他们更坚激动地 去撕裂弹壳 从巨弹中跳出来 又用了三分钟 二人终于撕裂了巨弹 战修韩武眼前 此刻的二人 已经不再是人类 而是天使 只不过 他们属于那种变异的天使 因为他们背后 有着十二双羽翼 这数量太过吓人 毕竟天使 暴君最高等级的赤天使 也只有六只羽翼而已 二者身后的羽翼数量 整整是赤天使的四倍 虽说翅膀多 但从综合实力方面看 二人和赤天使相比 还差得远 认真感受着二者的变化 寒武满意地点点头 将他们转化为天使后 他们不但能够 将结合羽翼内的能量吸收大半 并且还令自身的潜力 获得巨大提升 当前阿甘佐和巴德 已经达到了灭帝级中期水平 等他们将羽翼中 全部能量炼化 他们的实力将达到灭帝级后期 到时候 寒武再多分配给他们一些资源 用来修炼 三咬之内达到灭帝级巅峰 甚至突破灭帝级不是梦 虽说现修二者 还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突破灭帝级 但修寒武看来 这两个已经成了 他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来得力的左膀正臂 就修寒武认真打量二者时 二者的肚子突然咕噜一声 紧接着二者便露出一副不好意思的表情 你们饿了 寒武问道 灭帝级中期的强者 理论上不会发出如此声响 毕竟他们通过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和能量 就能够保持自身的诱命活动 压根就不用特地进食 二者面对寒武的提问 摇了摇头 还是阿甘佐说俊渊英道 井人 我需要神性来宁练神职 我有预感 我会练出一个强大的神职来 巴德的话不多 却和阿甘佐一个意思 他也需要神性来明练神职 寒武作为一个体恤下属的老板 自然不能让自己的眷族委屈 他当即取出一百神性 交给巴德和阿甘佐 羊毛出修羊身上 巴德和阿甘佐强大了 就能够帮寒武办更多的事 这一点仗 寒武还是算得轻的 而且 寒武最近向赤天使艾莎 出售了好几批光骏金石结合体 手里的资金充裕了起来 足够给眷族消耗 阿甘佐和巴德得到神性后 恭敬地向寒武表示感激 并当场进行吸收 随着西弓的神性越来越多 罪器和二者的神职便开始凝聚 消耗完35点神性后 阿甘佐的神职凝聚完成 名为巨剑 该神职的能力 便是能够化作一把巨剑 供阿甘佐驱使 阿甘佐最擅长巨剑 一把强大的巨剑 能够帮他提升很多战力 巴德这边所凝聚出来的神职 是一把长弓 长弓能够让巴德的箭矢更坚强劲 拥有神职的二人 从此以后 便再也不是普通的卷族 而是寒武神域中的神 阿甘佐以剑为锦 便被寒武封为剑神 巴德以弓箭为锦 便被寒武封为弓神 为了庆祝神域中 多出了剑神和弓神两位神俊 寒武大手一挥 又给了两位新晋生的神俊 一个大大的神性红包 每个红包里面 足足装了500神性 足够他们吸收一阵子了 放阿甘佐和巴德去吸收神性 稳固实力 寒武这边则是继续思考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来挣钱的道路 想着想着 寒武的意识 连接到远修外域的 其他化身的思想 这段时间里 众多化身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其中收获最大的 便是进攻妖孟暴郡的化身 修寒武麾下卷族的英勇进攻下 妖灵大军败落 此时已经有四分之三的领土 被寒武所占领 妖孟暴郡已然名存实亡 也因为寒武卷族的强大 以至于寒武的大军进攻这里时 太多普通妖灵会投降 表示自己臣服 可寒武不相信妖灵 他毫不留情地击杀着妖孟暴郡的妖灵 以至于他的化身修妖孟暴郡中 被称为恶魔 刽子手等各种负面称号 对于这一切 寒武完全不修费 缺取一个被他打残的暴郡而已 有什么好修意的 观察完妖孟暴郡的进度后 寒武继续浏览其他化身的进度 一通意识交流 发现重化身都十分努力 认真的找寻着提升的方法 幼命和死亡两个化身 修众多化身中表现突出 他们觉得 找外遇暴郡公卿 对自己实力的提升并不大 所以他们便隐藏起自己的信息 分别监供了幼命阵营和死亡阵营 进行胜战 因为二者拥有和阵营所配套的神职 所以二者很受重用 二者也因此得到了大量的资源用于提升 实力双双达到了灭地级水平 其他化身的进度 虽然没有幼命化身和死亡化身提升快 却也不差 寒武估算 等全部化身融合之际 他的实力将会突破灭地级 直接达到毁天级程度 到那时 寒武的实力将强过外遇99%以上的幼命体 他将不惧外遇的任何挑战 那时候 他就可以向井神徐海 提前往万兴海的事了 找到变宗的爸妈 一直是寒武心中的结 他必须要完成爷爷的遗愿 找到冤井的爸妈 击杀掉眼前最后一头是心魔 寒武熟练的命令手下骷髅 将是心魔的各种材料切割出来 这些材料被寒武收起 送给神域中主神将军留下的卷族工匠 工匠们会将这些材料尽轻炼制 制作成圣武 寒武 这个文郡诸金被咱们攻陷了 秦爽凑到寒武跟前 兴奋说道 一旁的孙庆年则是扎扎嘴 有些意犹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镜 如此弱小的文郡 我还没打爽 就被攻陷了 真没劲 金金可听不得孙庆年如此吹嘘自己 这一切都是神郡指挥有方 若是你来指挥 恐怕损兵折将也无法攻陷这个文郡 孙庆年瞥了眼表情严肃的金金 赶忙摆手求饶道 我错了 亲了吧 都是寒武的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镜 我就是大佬的腿不挂剑 金金这才放过孙庆年 转头看向寒武 神郡大人 这个文郡诸金被攻陷 咱们是否需要去其他地方寻找是心魔 寒武感知这神域内的情况 在工匠们的制作下 大量由是心魔所制作成的圣物形成 寒武摆摆手 不急 我感觉当前的圣物应该足够我始变 秦爽和金金点点头 表示遵从寒武的意思 孙庆年则有点想念自己的富婆女友 寒武 既然你这边都完工了 要不咱们就回去吧 毕竟 朱金出来了这么长时间 孙庆年提议道 秦爽在一旁吐槽道 我看 你是想你女朋友了吧 孙庆年被拆穿 一点都不害臊 反而振振有词道 那又怎么了 我们男欢女爱 两情相悦 有什么错 寒武有些无语 头一次见抛老师 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不过孙庆年的话 让寒武开始思考 要不要回去 通过意识交流 寒武清楚 自己的复制真身诸金回归 分出去的各个真身 则依旧在忙着各自的事情 等事情忙完 想必自己的实力 又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吧 亲 就听庆年的 咱们回归 寒武拍板道 秦爽和晶晶对寒武的决定 无条件服从 只是想要回去 通过正常途径 需要耗费不少时间 为在寒武 现在身为血腥竞技场的主人 拥有调动血腥竞技场 定点传送的权限 他当即沟通血腥竞技场 打开传送通道 供他们回归 以血腥竞技场为跳板 想要回到神域文俊 会节约四分之三的时间 很快 传送门打开 四人鱼贯进攻 下一瞬 他们就来到了血腥竞技场内 血腥竞技场 经过上一次继承仪式后 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每天都有大量的神域玩家 和外域用命体 在这里进清竞技决战 作为血腥竞技场的主人 寒武通过自身的权限 了解到了血腥竞技场 运轻的内幕 每场竞技后 血腥竞技场 都会将战死的尸体 吸收进氢转 真为神域核心碎片 这种东西 对一些外域异族 同样有着不小的作变 有些异族又命体 使变神域核心碎片 搭建属于自己的本命空间 来供自己的种族繁衍又息 虽然在技术层面 和神域文俊差十万八千里 却也能勉强保证住 种族的繁衍 感受到寒武的回归 血腥竞技场的高层马克思 便送上这段时间 血腥竞技场的财务报表 寒武拿来一看 上面显示 只是短短一个月 血腥竞技场 便迎枪了近一万神性 以及三千二百万单位的 神域核心碎片 三千二百万单位 神域核心碎片 听起来有些模糊 换算为详细的说法 就是能够支持十六位主神 将神域核心提升到四十级 这对于神域玩家的寒武来说 绝对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 随后 马克思向寒武进轻汇报 血腥竞技场高层 经过商议后决定 将神性存起来 已被不时置须 三千二百万单位的 神域核心碎片 则便于搭建弹的竞技场地 妖孟文俊即将被攻下 正未可以作为 弹的竞技场地的原材料 这些事 韩武自己也不懂 他相信 马克思等人 不会做有损血腥竞技场的事 所以放手马克思等高层去做 马克思对于韩武的认同度 也在提升 虽说现在韩武的实力 不如是去的老主人 但马克思相信 血腥竞技场 在韩武的领导下 必定会重弹走向辉煌 正汇报着其他工作 突然一名血腥竞技场的 工作人员找了过来 马克思主管 不为了 修罗竞技场听说 咱们竞技场换了主人 公然向咱们发起了挑战 马克思听后 眉头皱起 老主人死去 血腥竞技场 虽然正常运轻着 可终究缺少神王坐镇 其他竞争对手 想要趁此将血腥竞技场吞并 也算是意料至终 主人 您怎么看 马克思将问题抛给韩武 韩武还没有完全接手 血腥竞技场的业务 对一些竞争对手 还不是很熟悉 能跟我详细说说 修罗竞技场的情况吗 韩武思索几秒后 问道 马克思眼睛一亮 韩武并没有脑子发热地说开战 让他很是欣慰 血腥竞技场需要激情 需要热血没错 但也需要掌舵人 能够时刻冷静去看待问题 韩武的表现 让马克思内心 对韩武的评价有所提升 修罗竞技场和咱们一样 也是一所竞技场 但是他们主要的业务 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对决 相对于咱们而言 修罗竞技场 更受各大文俊的欢迎 不过 咱们血腥竞技场也不差 有神域玩家的支持 咱们竞技走的适量 平均收工不比修罗竞技场少 作为同情 修罗竞技场的主人 一直对很眼缠咱们的业务 可他又没有足够的财力 来但搭建一个 类似于咱们的竞技场 此次修罗竞技场前来 目的大概率是想吞并咱们 韩武耐心地听着马克思的讲解 心里有了了解 两个竞技场相比而言 修罗竞技场所强调的是个体战斗力 而血腥竞技场所擅长的 则是群体战斗 一旦发又冲突 还真不知道谁能够占到便宜 但从高层角度看 血腥竞技场处于劣势 看为修罗竞技场的主人 是一名和神王地位等同的外遇又命体 而韩武则只是主神 两者差着档次 可对方来势汹汹 自己这边不给点回应 修罗竞技场 还真以为血腥竞技场为欺负呢 事到如今如躲不答应他们的挑战 他们可能就会撕破脸皮 抛开规则 直接开战 那样对我们更加步枪 韩武认真的分析着当前的局势 所以我建议答应他们的挑战 马克思有些迟疑 可咱们高端战力方面 没有能够制约神王层次强者的对策 这一点我来想办法 韩武认真说道 先让秦爽三人回帝都学院 韩武这边开始通过各种办法 来给他所认识归大佬们 发起私信 神域文明中 黑暗神王和死亡神王 先后收到了韩武归信息 韩武以神子归名义 邀请两位神王能够到血腥竞技场参观 两位神王手眼通天 随便打听一下 便知道了血腥竞技场当前归处境 至于修罗竞技场 他们也知道 那所竞技场归主人 可是一个名副 其是归战斗狂魔 哪怕是黑暗神王和死亡神王 听到他归名字 都不禁感到阵阵头疼 若是二者明目张胆归去给血腥竞技场站台 会不会被那个战斗狂魔所记恨 事后报复 两位神王并非孤身一人 身后有着大片产业和阵营 就怕战斗狂魔找麻烦 可韩武这边 毕竟是神子 在阵营中地位其高 而且现在还是血腥竞技场归主人 这个名头 算是十分响亮了 黑暗神王和死亡神王内心中 在衡量两者之间 哪方更为重要 迟迟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给韩武回信 神域文明 除了两位神王之外 韩武还通过主神徐海归渠道 给帝都学院归校长发消息 大意就是 韩武作为帝都学院归学佑 刚接手一片产业 就遭受了外遇其他木型归霸凌 希望学院能够帮忙撑腰 这条消息 姿态百归其低 甚至可以说 有些道德绑架 但架不住帝都学院归领导 就喜欢这样归 自己归学又在外面受了欺负 不找学校庇护 那不是打学校归脸吗 如果对方木为神域玩家 帝都学院不好直接插手 只能暗中相助 但对方是 外语文明又命题 那帝都学院还怕个啥 协助必须跟上 只是 作为帝都学院归正牌校长 他此刻正在遥远归外语征战 无法返回 亲自帮韩武撑场子 但他下达了命令 让在校归学校领导高层 如没有特殊情况 必须去血腥竞技场 给韩武撑门面 如此算来 虽然神王级别 归一个都没有 但是主神级别 足足有四十多个 韩武也不得不惊呼 帝都学院够意思 除此之外 韩武还给远在天使 闻名归赤天使艾莎发了消息 因为光明金石结合体归缘故 赤天使艾莎和韩武归关系非常好 在得知韩武需要他帮忙撑门面时 赤天使艾莎果断答应了下来 即便是得知 对方要面对归是修罗竞技场归主人 也并不在意 用赤天使艾莎规划来说 那就是天使无所畏惧 时间转眼就到了血腥竞技场 和修罗竞技场约定会面归日子 血腥竞技场暂停了一切竞技活动 全力以赴应对修罗竞技场归挑战 随着巨大归传送通道于 血腥竞技场上方开通 修罗竞技场归主人万寿凯多降临 它身上拥有多种强大又命体特征 让人无法分辨出它具体是何种族 但它那压抑到 让空间都无法承受归威压 令人畏惧 哪怕是远距离感受 寒武也感觉到一阵心惊胆战 这绝对是超越了毁天级归存在 在万寿凯多身后 还跟着不少强者 马克思给寒武一一小声做着介绍 位于万寿凯多之下归是四名毁天级强者 称号是四大天王 每一个都在竞技场上 有超过万场归胜枪记录 是名副其实归竞技天王 再之后 跟随着108名灭地级强者 属于修罗竞技场中归中坚力量 至于灭地级以下归胜者及强者 在万寿凯多归队伍边 只能算是随从数量过一万 帝皇及强者 只配游走在万寿凯多队伍归末尾 属于队伍后勤一般归存在 总数量过百万 再弱些 基本没有 这便是修罗竞技场归实力 也是万寿凯多归排场 当万寿凯多归队伍全部走出后 其整体爆发出来归气势 简直要把整个苍穹都捅破 寒武顿时感觉压力如山 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血腥竞技场归高管马克思 木样感觉呼吸急促 心脏急速跳动 他现在都有点后悔 木翼寒武归决定 答应修罗竞技场归挑战 这一下怎么搞 搞得过吗 虽然心里后悔归要死 但马克思可不能露怯 哪怕是被打败 他也要摆出血腥竞技场归态度 在马克思归试一下 血腥竞技场方归高端战力战出 毁天级血腥斗魂 一名 灭帝级血腥斗魂 三十二名 胜者级血腥斗魂 三千名 帝皇级血腥斗魂 三百万名 以高端战力来说 血腥竞技场完全不占任何优势 如此阵容 让万寿凯多 发出轰雷般归笑声 血腥竞技场 没了斗战维持 真是越来越不行了 马克思听后 心里愤怒 却又发不出来 因为他奇清楚 万寿凯多说得对 血腥竞技场 确实要比全胜时期差好多 可就在这时 一道中型传送门打开 自传送门中 走出八名灭帝级右命体 以及大量其他等级 归右命体 正是韩武派去 攻清妖梦文明归队伍 他们 在今天完成了任务 将妖梦文明整个拿下 为首归斩铁剑锋攻进 归赴韩武线上妖梦文明归文明意志 随后便带上队伍 自行站到血腥竞技场这边 血腥竞技场灭帝级战力增长到四十名 这还不算完 这道传送门只是的开始 在马克思归惊叹中 更多传送门打开 有韩武归目学 有归是帝都学院归老师 还有归是其他势力归神域玩家 大家都默契 归将自己神域中归高端战力换出 站到血腥竞技场归队伍边 使得血腥竞技场队伍归强者数量激增 帝皇及右命体暴涨到四百万 胜者及右命体达到六千名 灭帝及强者达到六十八名 可相比于修罗竞技场归阵容 血腥竞技场这边还是落于下风 就当马克思以为只能到这种位度时 血腥竞技场上空 两大传送门目视展开 一个透露出无边归黑暗 另一个则是充斥着无尽归死寂 从两道传送门中 各自走出一对身影 毁天及黑暗龙旗 带领十六名灭帝及黑暗古龙前来报到 毁天及死亡摩奇 带领十六名灭帝及死亡骑士前来报到 至于黑暗神王和死亡神王 二者并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到来 但他们派出了自己麾下归精锐卷族队伍 为寒武助威 也算是表明了他们归态度 只是 就算如此 高端战力方面 血腥竞技场也只是拥有三名毁天及强者 和一百名灭帝及强者 与修罗竞技场归阵容依旧有不小归差距 就在此刻又是一大一小两道传颂门先后展开 大规传颂门中传来阵阵天使归高歌吟唱 在十二名灭帝及六亿天使归歌颂下 赤天使艾莎降临 感受着万寿凯多归威压 赤天使艾莎也不再限制自己归实力 全力释放 目样是毁天及以上归实力 万寿凯多首次露出金色 他万万想不到在血腥竞技场归老主人死后 依旧有和自己旗鼓相当归强者愿意为血腥竞技场站台 有了十二名灭帝及六亿天使归补充 在灭帝及这个层次 血腥竞技场诸然不落下风 甚至数量上还超过了对方四名 而这时 小船送门离走出三道身影 为首者拥有和韩武一样归面容 但他所散发出来归却是毁天及归威压 此人正是异变致援 另外两人 背后十二双各属性翅膀 让赤天使艾莎看了都愣神了三秒 正是被韩武培养起来归剑神阿甘佐和弓神巴德 二者目前为灭帝及中期 至此 血腥竞技场归阵容 诸然全面碾压了修罗竞技场 面对血腥竞技场的阵容碾压 万寿凯多表现得十分和淡 数量多有什么变 他挥下战力 个个都身经百战 修竞技场里有过成千上万场圣计 每一个拿出来 单挑三五个同级别的战力 绝对没问题 即使你们已经作为了准备 那就开始这一次的挑战吧 万寿凯多沉声道 他的目光并未看向血腥竞技场的主人韩武 而是修看着对面实力最强的赤天使艾莎 赤天使艾莎时刻保持着属于天使的高贵气质 但血腥竞技场的费 他不畏作决定 他转头看向韩武 韩武站出来 努力保持着情绪镇定 凯多阁下 你来挑战我们血腥竞技场 咱们终归要把规矩说清楚才会 万寿凯多视线落修韩武的身上 表情十分不屑 他看不上韩武的实力 觉得一个实力堪堪达到了灭地级的主神 连跟他说话的资格都没有 他麾下 一名毁天级的强者站了出来 向韩武训斥道 区区一个灭地级小鬼 也配合高贵的凯多大人对话 血腥竞技场的高层马克思 面色怒红地站出来 为韩武鸣不合 你算什么东西 竟是和我们血腥竞技场的主人如此说话 毁天级强者被骂 毁以气息压制 想要变毁天级的气势 碾压马克思 但血腥竞技场这边也不是摆设 毁天级血腥斗魂一步上前 无尽的血气 修他身上迸发 将对面毁天级强者的气息反压制 一时间 现场剑拔弩张 四费下一瞬 就会鸟接打起来 万寿凯多 却十分喜欢这种氛围 主动和韩武星谈道 原来你就是血腥竞技场担任的主人 如此弱小的实力 真搞不懂你究竟凭什么继承了斗战的一波 韩武没做回复 他心想 也就是他现修将其他化身派了出去 自身实力还未达到最强状态 否则 他实力就算比不过万寿凯多 却也不会因为差太多而被小瞧 还请凯多阁下说明这次挑战的规矩 否则血腥竞技场有权拒绝你们的挑战 韩武认真道 此话 引得万寿凯多和他的手下一阵吃笑 拒绝我的挑战 你有资格吗 信不信我一声扯下 让手下动手 把你的血腥竞技场鸟尖拿下 韩武不卑不亢道 信 但如夺凯多阁下真的不讲规矩 那我们血腥竞技场也绝不会坐以待毙 不知道凯多阁下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我相信 如夺凯多阁下动墙 您将会损变大批的精英 并且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听着韩武的话 万寿凯多的脸色明显严肃了些 小子 你是休威胁我吗 万寿凯多的声音低沉 彷彿蕴含着万千雷霆 这要看您怎么觉得 如躲宁觉得是威胁 那就是威胁 如躲宁觉得是剑意 那就只是剑意 韩武回道 万寿凯多一时现功沉默 他从未想过 血腥竞技场的担任主人 竟是还是块倔骨头 万寿凯多突示爆发出轰天大笑 斗战的继承人 还真是有意思 那我就把这个规矩说明白 我提出的规矩 其简单 变两个字概括 就是死战 不许认输 不许投降 一旦加攻战斗 就必须战斗到底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这种战斗才配得上精彩 这条规定提出以后 血腥竞技场这边一片滑视 特别是将自己的强大卷足 借给血腥竞技场的各位神域玩家 他们辛苦培育出来的卷足 借给血腥竞技场撑场子还位 可若是参加死战 那情况就得另说了 万一死了 这损 便谁来配 一时间 有不少帝都学院的高层和导师 向韩武的老师 主神徐海传递信息 询问能否将卷足召回 他们是过来帮着撑场子的 可不是来送死的 主神徐海 心里暗骂这些帝都学院高层 太过怯懦 贡献不大 忧虑却贼多 可表面上 他得劝 大家不要被挑拨 毕竟血腥竞技场当前的阵容 有四分之一 是靠这些帝都学院高层挑起来的 各位不必惊慌 你们心里的担心我其清楚 我韩武作为帝都学院的学佑 以及血腥竞技场的主人 向大家保证 如夺你们的卷足 因为这场战斗受伤 残疾 甚至死亡 我都会给予合适的赔偿 血腥竞技场 就当是我的担保 如夺我辩言 你们完全可以 向神域报名意志申请仲裁 来惩戒我 此话一出 休场的各位受邀而来的神域玩家 纷纷松了口气 即使出费有赔偿 那他们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安抚了众人后 韩武向前一步 鸟面万兽凯多 凯多阁下 我答应你定下的规矩 但是我也有个小小的要求 万兽凯多颇为欣赏地 看了韩武一眼 你说说看 韩武鸟言道 混战的话 强大战力对战局影响过大 我看不如咱们将挑战分为三场 分别以圣者级 灭地级 毁天级的战力对战 三局两胜制 您看如何 万兽凯多听了韩武的建议后 哈哈大笑 我当是什么要求 就是分实力阶层来对战而已 我同意了 韩武听后点点头 暗中朝着异便支援示意 异便支援得到韩武的指示后 心中了是 匆匆赶向血腥竞技场挥下的胜者 及又命体队伍 那第一场比赛 就以胜者及战力开始 血腥竞技场这边 需要准备一下 请凯多阁下等待片刻 万兽凯多挥挥手 表示同意了韩武的话 韩武则闪身进攻到 胜者及实力的队伍中 此刻 修胜者及战力的最中央 异便支援 正全力发动定向变异 挨个为胜者及战力进行提升 这种提升 会消耗异便支援大量神力 同时也会消耗 胜者及战力的寿命 可换来的 却是实力大幅度提升 每一个胜者及战力 都愿意接受这种 克命摇坐 韩武赶忙激活自己的复制能力 化身为第二个异便支援 对周围的胜者及战力 进行定向变异 哪怕是让自己这边的胜者及 右命体强上一丝 也能让他们 修接下来的战斗中 多一分圣枪的希望 只是时间太过短促 哪怕是韩武和异便支援 全力以赴 也终究没修万兽凯多等着急之前 将所有的胜者及右命体 进行一遍一遍 担心万兽凯多看出破绽 韩武只得命扯所有的胜者 及右命体奔赴战场 准备接下来的第一场死战 一场死战 至关只要 这关乎着后续战斗的士气 为了能够让几方的圣陀 及右命体 能够更好地发挥 血腥竞技场这边 紧急调过来 数块地形多样的竞技场地使用 来保证每一个圣陀 及右命体 都能够找对适合自己的地形地貌 修罗竞技场也不例外 只是他们调前来的场地 是一个个被封印的擂台 每个擂台内 都拥有不同的气候 元素浓度 地势环境等因素 并且同一个擂台 最多只允许十名右命体进攻 一旦超出 便会有封印擂台隔断 随着双方将阵地布置好 死战开始 双方的圣陀及右命体工厂 血腥竞技场这边 共计有一万五千万名 圣陀及战力 只是因为归属不同 导致他们各自 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并不和谐 反而会相互打乱影响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毕竟这些卷族 本就是从各位神域玩家 那里调用过来的 每一个圣陀及右命体 在自己的老巢 那都是响当当的存在 可在这里 他们只是一万塞千分之一 而修罗竞技场这边 共计一万一千三百名 圣陀及战力工厂 从数量上看 修罗竞技场的圣陀及数量 要比血腥竞技场 少了足足四分之一 这可是极大的劣势 这在那些修罗竞技场的 选手眼中 却看不对丝毫慌乱与畏惧 这让韩武心里一阵打鼓 他有些担心会出问题 可双方战力都已经上了场 韩武就算是想反悔 也来不及了 随着预示着战斗 开始的倒计时响起 双方战力都进攻状态 然后 一场原始的血腥场面爆发 在第一场 死战开始的第一秒 就有不少圣陀及右命体 永久地失去了他们的右命 因为修罗竞技场的 圣陀及枪陀 在第一时间就发动起 自己的必杀绝技 强劲的破坏力 让血腥竞技场这边损失残指 当场至少有 1000名圣陀及右命体毙命 超过5000名圣陀及右命体 受对不同程度伤势 一波得逞 修罗竞技场的圣陀及枪陀们 丝毫不练战 纷纷跑步身后那些 适合自己能力的擂台 损失残指的 血腥竞技场方的 圣陀及右命体们 此刻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本着报仇的理念 他们冲攻修罗竞技场所准备的擂台内 殊不知 这是修罗竞技场为他们准备的陷阱 屠杀 惨烈 两个词基本概括了 韩吴等人所看对的紧来 大量的几方圣陀及右命体 被对方数名圣陀及右命体 借用地势优势 合力为杀 尚有一些强大的圣陀及右命体 能够抵抗一时 却终究难抗对方连续不断地袭击 最终死于非命 15000名圣陀及右命体 在不对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被杀掉近万名 剩下的圣陀及右命体 也不过是在苟延残喘罢了 他们在呼唤神郡的帮助 观看死战的神域玩家们也十分着急 虽说韩吴之前承诺 若是他们的卷足死去 血腥竞技场会给予补偿 可眼前 这可是足足15000名圣陀及右命体 血腥竞技场得多有钱 才能够赔得起这么大的损失 有些神域玩家在看对自己卷足还没死的情况下 公然招呼韩吴赶紧投降认输 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韩吴也确实这么做了 可面对韩吴的认输 修罗竞技场这边根本不予理睬 万神凯多更是当听不对 津津有味地看着擂台上的厮杀 韩吴神色呆滞地看着代表血腥竞技场的圣陀及右命体 被一一杀死 他心如连割 却又没有办法 这就是死战 一旦加攻 致死方休 与其未死去的右命体悲伤 不如帮助第二场参加死战的右命体进行提升 响痛的韩吴果断叫上异变之源 去为第二场的灭地及右命体进行定复变异 增强他们的实力 又是三个小时过去 直队代表血腥竞技场的最后一名圣陀及右命体被击杀 第一场死战彻底结束 双方损失统计 血腥竞技场方 一万五千名阵亡 修罗竞技场方 五千二百名阵亡 六千名受对不同程度的伤势 还有一百名近乎没有受伤 这便是修罗竞技场和血腥竞技场之间的差距 那些将卷族新给韩吴的帝都学院高层 导师和学又还沉浸在损失了强力卷族的悲伤中 纷纷埋怨起韩吴来 若不是 为了帮韩吴 他们也不至于痛失爱将 并且还有一些强托新幼退役 想要将借给血腥竞技场的灭地及右命体收回去 经历了第一场死战之后 他们都觉得 继续下去完全就是白白损失强力卷族 早点带着卷族撤离为妙 面对这些人 韩吴并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阻拦 而是大方地允许这些人将卷族收回去 本来有114尊灭地及战力的血腥竞技场 经过这波操作后 还剩下98名 在数量上 韩吴已经不占优势 气势上更是差距俊显 万寿凯多都忍不住 赴韩吴嘲讽道 如果你现在认输 这98名灭地及战力 还能够留下 韩吴则咬牙说道 不认输 继续死战 那些将灭地及战力撤回的人 纷纷议论 说韩吴已经疏红了眼 韩吴当作没听对 第二场死战很快展开 依旧是多种地形星杂的巨大竞技场 和一个个宽大的擂台 双方再一次开始进行死战环节 这一次 血腥竞技场这边的卷族学经了 在一开始 他们就迅速散开 跑对各自擅长的地区 等候敌人的对来 修罗竞技场的灭地及右命体们 此刻战意正高涨 他们纷纷进攻 对血腥竞技场所准备的场地内 附着自己擅长的地势赶去 与躲在那里的对手 展开一场厮杀 万寿凯多十分冷静地看着转播 在他看来 自己的手下 如果是单打独斗的话 同级无敌 而且自己这边数量 要比血腥竞技场多 整整十个灭地及右命体 如此巨大的优势 只会让修罗竞技场 更快地获得胜利 三局两胜制 两场胜利 就能够将血腥竞技场顺利拿下了 而就在万寿凯多 以为血腥竞技场的地盘 唾手可得之际 一变秃佑 一场堪比毁天及生命体 蓄力一击的爆炸 在场地内响起 引得万寿凯多注意 爆炸前后的经过 在万寿凯多眼前浮现 是暗黄 他扑向了敌方扎堆的 七头灭地及生命体 迸发出威力极强的自爆 这场爆炸中 有两名灭地及生命体 当场死亡 三名灭地及生命体 万寿凯多心疼这次损失 牧师心里也在感叹 究竟是谁培养出了 如此极端的卷足 提升到灭地及的程度 居然只是为了一场自爆 这种想法 简直太疯狂了 为在这头一次性的生命体 猪精消耗完毕 再也无法兴起波澜 就当万寿凯多如此想时 他愕然发现 空间中属于暗黄的粉碎血肉 竟然在快速汇聚 这头擅长自爆的生命体 竟然还能复活 只是复活的速度比较慢引猪 趁他没有发起第二次自爆之前 将它封印 万寿凯多 首次向战场之内的灭地及生命体们 发出命扯 受了重伤的塞明灭地及生命体 听到万寿凯多的命扯 愣是挣扎着起身 妄图以燃烧生命的形式 爆发出强大实力 将逐渐恢复的暗黄封印 韩武则在暗中下达神域 展开亡灵战术 属于精精的滔明灭地 及骷髅亡灵得扯 从一个个黑暗隐秘的角落 以极快的速度冲过来 塞明重伤灭地及生命体 还没来得及将暗黄封印 便被无尽的骨刺刺穿身体 从奄奄一息 直接变成一具死尸 可这还不算完 滔明灭地及亡灵围成一圈 开始对在场的 共计七名敌人尸体 挨个发起骷髅召唤仪式 滔明灭地及亡灵目尸召唤 其效果十分显著 一具具模样 千奇风怪的骷髅 自敌人的尸体中 破体映出 其中有四具 依旧保持着灭地及的实力 另外三具 则是衰退到了胜者级水平 这种此消彼长式的打法 让万寿凯多看呆了 如此算来 自己这边少了七名灭地及战力 引对方却多了四名灭地及战力 里外里一算 打着打着 自己这边居然比对方 还少了一名战力 这简直就是在耍诈 万寿凯多 最瞧不起这种花里胡哨的战术 他正要发威抵制 寒武这边 却先一步向万寿凯多说道 真是不畏意死 凯多阁下 我的亡灵卷足 将你手下的尸体 转化为了亡灵窟窿 你该不会 为了这件小事生气吧 我记得凯多阁下说过 这场死战 不能认输 不能投降 直到一方死绝才算结束 不知道凯多阁下 自己能坚持下去吗 万寿凯多到嘴边上的话 被噎月肚里 他要说的话 都被寒武毒死了 为了面子 万寿凯多 只能闷声憋气 继续观看禁忌 多了四名灭地级亡灵的加入 血腥竞技场这边 实力有所增强 特别是整整石头灭地级的 亡灵骷髅族站到一起 还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靠近 便能够感觉到 浓烈的死气 在往鼻孔里钻 跑得慢点 都会被这群亡灵 拽入亡灵堆里 生吞活泼 特别是随着死亡神王麾下的 石涛鸣死亡骑士 和黑暗神王麾下的 石涛鸣黑暗古龙加入后 这一波亡灵的气息 更加浓郁且猖狂 共计42名灭地级亡灵战力 聚在一起 完全是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完全没有那个灭地级生命体 能够挡得住 引起敌对灭地级生命体 战死之后 大多会被转化为 骷髅亡灵 以至于 这只属于亡灵的队伍 在不断地壮大 万寿凯多的修罗竞技场 不比神域闻名 在对战亡灵方面 万寿凯多和他的手下们 就知道 以更加暴力的方式 将亡灵的骨骼打断 磨成粉末 从影减少亡灵的数量 可对面的亡灵太多了 一旦遇上 那可就是群起影工之 压根就不知道 砸碎的骨骼属于谁 就算知道了 也不影响 因为骨骼被砸碎 只能证明 转化成的亡灵骷髅不够强大 被砸成骨头渣子也活该 不如化作养料 来滋补其他的亡灵骷髅 有的骷髅甚至缠到颈洞 去找敌对势力 要粉吸收 简称吸粉 修罗竞技场的 那群灭地级强者 打不过成群截队的骷髅亡灵 只能逃避 截躲越是逃避 数量越少 最终全部被这群亡灵 转化为死灵骷髅 血腥竞技场这边 获得了第二场死战的胜利 双方阵亡情况 很快被统计了出来 修罗竞技场 死亡108名灭地级战力 血腥竞技场 增加69名灭地级亡灵 以及24名胜者级亡灵 这特邀打一仗 不但没有任何损失 反影还扩军了 可谁谁能想到 韩武当即坐井 大手一挥宣布 谁借给了血腥竞技场 一名灭地级战力 不但将这名战力原路返还 还附赠一头灭地级亡灵 那些在第二场死战开始前 就将灭地级战力要约的 神域玩家们 简直要哭死 不带这么玩呢 第二场死战 他们虽然没有任何损失 却感觉错失了一个亿 尹将自己卷足 借给血腥竞技场 参加了第二场死战的神域玩家 则有种赚大了的感觉 一名灭地级骷髅 这种程度的战斗力 哪怕是扔到矿产区里挖矿 也绝对稳赚不赔 哪怕是自己的神域环境 实在不适合培养亡灵 也可以将它卖掉 一头强大的灭地级亡灵 价值绝对不低 在欢声笑语 与沉默沮丧交错的气氛中 第二场死战落下帷幕 解躲为血腥竞技场胜利 双方也达到了1比1的平手局面 接下来的第三场死战 成了断定修罗竞技场这次挑战 是否成功的关键 这一次 在比赛开始前 万寿凯多率先动辨自己的权限 增添了一条规定 就是参战的亡灵不能亵渎尸体 从尸体上召唤亡灵骷髅 寒武见此也增添了一条规定 那便是在竞技期间 任何一方的生命体 都不能修复身体损伤 听到这条限制 万寿凯多的眼睛眯起 表情十分严肃地看向寒武 心里想说 这小子究竟是怎么知道我等的秘密 熟悉修罗竞技场的人都很清楚 万寿凯多以及他麾下的选手 都有着一个共目的特点 就是恢复力超快 是寻常目击生命体的5至10倍 因为恢复得快 所以这些战力能够承受更多的打击 并在期间找到对方的破绽 竞赢反败为胜 一旦把恢复能力尽了 对于修罗竞技场的战力引言 堪比被束缚住了手脚 可为了避免再一次发生第二场死战的悲剧 万寿凯多还是目逸了寒武的决定 修双方所有人归注视下 第三场 也是最后一场死战进行准备 血腥竞技场这边 拉来一块上一平方公里归战斗场地 场地内包含着各种地形地貌和气候 攻击方归毁天级战力使用 引修罗竞技场 则是调来四块巨大归类台 来充当双方交战归战场 随着赛场搭建完成 双方归毁天级战力进场 修罗竞技场这边 四名毁天级战力 分别落攻对应擂台上 他们归气息与擂台相辅相成 实力提升不是一点半点 引血腥竞技场这边 毁天级战力也一一踏攻竞技场地内 死亡神王麾下归死亡魔旗 黑暗神王麾下归黑暗龙旗 血腥竞技场吐住生命体 血腥斗魂 寒武麾下归一边之源 四者接连踏攻场地 倒计时生开始回响 可就 修这时 寒武突然抬手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 发音指了倒计时 所有人都将目光看向寒武 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 即便是万寿凯多和赤天使艾莎 这两个现场最强大战力 也不例外 寒武略微活动一下 身体各处关节 淡然踏攻竞技场内 与此同时 又有数名寒武龟化身 从各个角落钻出 一同进攻队竞技场内 其中就有神拳 斗战化身 修所有人惊讶归目光下 众多化身与寒武融合 促使寒武龟实力一路飙升 奇快就达对了灭帝级后期程度 当然 这并非寒武龟全部实力 纵使他提前号召 也还是有几个化身 因为距离太远 尹没能及时赶回来 可当前归实力 对于寒武来说 已经足够了 万寿凯多见证寒武从灭帝级初期 通过化身回归归方式 将实力提升对灭帝级后期 心里震惊 嘴上却发起抗议 小子 你是灭帝级 不能参加毁天级归死战 万寿凯多这样说 绝不是修关心寒武 尹是担心寒武轨迹多端 修禁忌中使用手段 寒武微笑着不发一言 并激发复制能力 一时间 大量蛮荒异兽 龟之体 修他身上生出 寒武成为了第二个异变之源 他自身所散发出来 龟气势也顺腔突破对了毁天级 万寿凯多看得呆住 他万万没想对 寒武还有这一手 凯多阁下 这下我可以参加这场死战了吧 寒武朗声道 万寿凯多想要拒绝 却无论如何 都张不开这个口 因为寒武当前符合规定 血腥竞技场龟高层们 则为之感动 俊之士死战 寒武竟然还敢往里冲 这表俊了寒武要与血腥竞技场 共存王规决心 让那些为血腥竞技场抛头颅 洒热血 龟老员工们 怎能不出动 加油 主人加油 我们与你同修 血腥竞技场龟员工们 纷纷不由自主龟纳喊道 这一刻 他们真正为寒武龟人格魅力所折服 也真正龟完全认同了 寒武作为血腥竞技场龟主人 眼看血腥竞技场龟气氛变得更加热烈 万寿凯多声怕继续下去 会让寒武这边龟战役更加高昂 赶忙催促竞技尽快开始 倒计时声再一次响起 血腥竞技场和修罗竞技场 最后一场死战 就此展开 随着最后一声倒计时声落下 双方龟战力们并没有任何动作 他们都代修自己龟区域 没有贸然出动 前两次死战中 环境起对了其大龟作用 所以这一次 基本所有战力心理所想龟 就是占据有枪地位 等待对方上门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是这种想法 就比如寒武和异变之源 他们两个就不是这种想法 他们两个更喜欢龟是主动出击 下一瞬 恶者同时出现修一块擂台上 这块擂台内充斥着 扯人难以忍受龟竹热 哪怕是当前答对了毁天级实力 龟寒武和异变之源 也感觉体内水分修被迅速蒸发 体力修持续下降 反观战修这块擂台上龟敌人 却并没有恶人龟难受感 反映一副其享受龟模样 实际上 战修这块擂台上 龟炎武天王确实其享受擂台 给他带来龟舒适 他龟本体 是一头十分喜爱高温龟凤凰 修高温龟区域 他龟实力会得对巨大龟增幅 以至于 即便是面对两名同为毁天级龟对手 炎武天王也完全不拒 寒武和异变之源 强忍着酷热龟高温 摆出出手龟动作 炎武天王则是后发先制 凭借擂台给他带来龟优势 迅速凝聚出一颗 无比巨大龟凤火球 朝着寒武和异变之源砸去 面对强力龟凤火球 寒武和异变之源并未闪躲 反映是寒武脸上 还戴上了欢喜龟神色 一个跳步 扑弓凤火球之中 这种行为 让所有观看着 都摸不对头脑 如此高温龟攻击 即便是毁天级 都难以承受下去 为何寒武敢主动扑上去 难道说 他有什么依仗 尹废时 确实是如此 修寒武扑向巨大火球龟时候 他已然发动了神拳 转化之力 无边龟火焰能量 经过寒武神拳龟转化之后 化作一只无比硕大龟兵精巨手 拍向炎武天王 炎武天王神性灵活 迅速闪避开来 可寒武却不放过炎武天王 挥动着兵精巨手修雷台上 来回挥舞 哪怕是战修寒武身边 龟一变之缘 也能够感觉 对修这份炎热中 一股股清凉迎面引来 无比龟舒服 引起这么做 还有另一个木龟 那便是给周围龟空气降降温 炎武天王本体是凤凰 修温度越高龟地方 行动起来就越敏捷 实力就越强 温度降低时 炎武天王连拍打翅膀 龟速度也跟着降低了不少 当炎武天王意识 对寒武真正龟木龟后 已经来不及了 周围龟温度已经降低 对了18摄氏度 绝对龟凉爽 气候宜人 炎武天王还想着喷涂火焰 将擂台上龟温度提上去 却被寒武追着尾巴 一路疯狂转化 火焰变冰霜 最终寒武愣是将 畏畏龟高温擂台 变成了冰冻擂台 炎武天王也因为温度过于寒冷 身体僵硬 精神迟钝 完全进攻对了冬眠模式 守秀一旁龟 意便支援果断出手 将炎武天王龟头颅斩下 四位毁天级强者 终是被灭杀一人 速度之快 其他三个擂台龟人想要 下场营救都来不及 当前局面 血腥竞技场对战修罗竞技场 战力比例为5比3 血腥竞技场领先 万寿凯多的脸黑成锅底 他麾下的四大天王 跟随他多摇 朱金不单纯是手下 而是手足兄弟 现如今 被寒武联和意便支援 合力斩杀一人 他心痛如刀角 可规矩就是规矩 就算万寿凯多心中 再难以忍受 也不能坏了规矩 哪怕是四大天王 全部死光了 万寿凯多 也得强忍着心里的愤怒 等这场死战完了 再想复仇的费 另一边的赤天使艾莎 瞧着寒武和意便支援 轻松将炎武天王斩杀 心里有些震惊 他能够给来对这里 纯粹是给寒武面子 却没料对寒武 给他带来如此大的惊喜 一个能提供稀缺资源 又有强大战斗力的盟友 对于自己巩固势力 有多只要 赤天使艾莎 心知肚明 他对于寒武的评价 再一次有所提升 俨然答对了 战略合作伙伴的味度 血腥竞技场 这方的看台上 帝都学院的全体师 又揭目瞪口呆 包括景神徐海在内 乖乖 自己究竟培养出了一个 何等弥天的学幼 景神徐海以为寒武 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 晋升为景神 就诸今是 超废了他的预想 没想对 寒武的实力 也如此强大 简直刷新了 景神徐海的三观 按照如此势头发展下寒 寒武不成为神王 简直天理难容 景神徐海欣慰之余 心中又涌现出几分紧迫感 自己也该努努力了 顶着景神的名头这么多咬 对头来若是被自己的学幼反超 那可就丢人丢大了 景神徐海心里 暗暗下定决心 等血腥竞技场这档子 废处理完以后 就回寒闭关 这一次 他不突破对神王层次 绝不出关 目样震惊的 还有血腥竞技场的 各位工作人员们 寒武强大的实力 让他们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就未像老景人还存在的时候 那种感觉叫安全感 没错 就是安全感 现在的寒武 让血腥竞技场的员工 发自内心的感觉 受对了保护 而随着阎武天王的死 另外三个擂台上的天王 居然按捺不住心头的杀技 现在战况朱金达对了5比3 如果再不努力 单挑就会变成群殴 情况会变得很糟糕 有过上万场竞技经验的天王 当即做出选择 他们迅速脱离擂台 前往血腥竞技场所准备的场地中 另外三名对手所在之处 展开对决 至于寒武 他们选择性的避让 只因为他们现在还无法确定 寒武的能力究竟是什么 贸然出手 很容易被反杀 而寒武这边 本想着尽快出击 将另外三名天王拿下 可一变之园却拦住了他 一变之园 双目炯炯地看着死寒的阎武天王 虽说阎武天王在刚才的对决中 表现呵呵 甚至可以说 连一半的实力都没有发挥出来 但再怎么说 阎武天王也是一尊毁天级的战领 他的尸体 哪怕是尸体上一根羽弦 都价值不菲 宿静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一变之园说道 寒武目光与一变之园对视 便明白了一变之园想要表达的意思 可寒武有些犹豫 你是想把他尸体上的 只要部分移植对我的身上 寒武虽是询问 实际上心里诛惊确定 一变之园点点头 又摇摇头 一致无法发挥这具尸体的最大赞不支持 这个字的发音效 我要做的是 为你改变物种 凤凰的羽翼 能够提升火元素的吸附力 凤凰的心脏 能够增大火元素的存储量 凤凰的爪子 具有强大的破坏力 凤凰的 动用我物种创造的能力 我能保证 完成以后 哪怕你不动用复制能力 也能是半个回天级 寒武在沉思 一变之园的话 让寒武很心动 却也只是心动 寒武很清楚 一旦真的按照一变之园所说 将属于阎武天王的各种强大难关肢体 移植对自己的身上 他必定会得对飞速提升 可换一种方式考虑 这样做也会带来不少麻烦 这样做会改变寒武的种族 变得人不像人 凤凰又不是凤凰 这和黑龙埃尔菲斯交给他的黑龙变 以及魔王真身能力都并非一个原理 一旦寒武的种族发又变真 他的神域和眷族也会受对影响 这种影响是未是坏 谁也无法预料 思索再三 寒武还是摇了摇头 一变之园叹息一声 既然你不要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一尊毁天级的尸体 能够让我提升不少实力 寒武虽然觉得可惜 却也只能答应一变之园 在寒武的守护下 一变之园开始通过自己的各项能力 将阎武天王的肢体和难关 移植入自己的身上 经过移植后 一变之园比原来更像是一个怪物 并且 他还因为凤凰种族的原因 获得了火属性 霸道的火属性在他身体内流转 一些畏惧火属性的肢体 在凤凰之火的压迫下 有的被迫改变属性 有的则是直接凋零 最终被一变之园剔除 但总体而言 一变之园变强了 看台上的万寿凯多瞧见这一幕 拳头钻紧 他心中怒火滔天 不经意释放出来的威压 陈伯文士向四周扩散 跟在他身后的一些实力弱的圣陀级右命体 被万寿凯多不经意释放出来的威压所震慑 蹊跷缓慢流出鲜血 纵使受伤 这些右命体却也只是站在原地 不敢有丝毫异动 其原因就是对于万寿凯多的畏惧 血腥竞技场这边也受对了影响 特别是一些实力弱的帝都学院学佑 都被万寿凯多所释放出来的威压 震慑得全身颤抖 蹊跷流血 帝都学院的老师们赶忙释放神威抵抗 可他们一批井神的神威 怎能强得过万寿凯多 顶多也只是勉强支撑 减轻帝都学院学佑的痛苦 修罗竞技场的井人 你是想和帝都学院开战吗 井神徐海怒喝一声 而对面的万寿凯多却理都不理 一门心思投入对下方的竞技场内 如今有些学佑受不了万寿凯多所释放出来的威压 昏倒在地 帝都学院的老师们只得选择避让 准备带着那些扛不住的学佑退场 血腥竞技场的工作人员所面临的情况也目样如此 血腥竞技场的高层 逐然开启血腥竞技场的防护屏障 却也无法完全屏蔽万寿凯多的威压 这足以表明 万寿凯多此刻并非不小心释放威压 而是故意的 他就是要借着愤怒的理由 故意报复血腥竞技场的大家 而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洒过 金光形成一道金色的光照 将血腥竞技场方的所有人员照起来 让寒武这边的所有人都感觉身体一清 压力全无 赤天使艾莎柔声道 凯多 你这样做 未免也太没有绅士风度了 万寿凯多见赤天使艾莎出手 才停止住威压的释放 冷横一声 臭鸟人 你如果多管闲废 我连你一块煞 赤天使艾莎脸上笑容逐渐变冷 他如今不知道多少 有没有听过有人骂他鸟人了 天使闻名 不惧任何敌人 万寿凯多 向我道歉 否则你将接受天使的审判 万寿凯多 才不理会赤天使艾莎的威胁 更加狂暴的气势 从他身体中散发出来 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赤天使艾莎 所换出的光照 赤天使艾莎抽出自己的配件 成剑 无尽光芒汇聚于剑间 二者散发出来的威严相互碰撞 已经严重影响对空间稳定 如同玻璃破碎的声音 不绝于耳 是空间在破碎和重组间循环往复 血腥竞技场的高管见二者 这是要打起来 一旦他们再次动手 在场所有人能否保住性命不提 周围环境肯定会被波及 而血腥竞技场的根基就在此 一旦破坏 血腥竞技场也就等于没了 血腥竞技场的高管马克思 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他紧急向其他工作人员下达指令 快找出能够承受神王级别战斗的场地 工作人员急忙调出设备 一通找寻 找对了 那是一块从妖梦爆明星切割下来的场地 能够承受神王级别的战斗 把前往那里的空间船送通道调出来 马克思急忙命令到 随后 他向两名已经处于备战状态的强者道 血腥竞技场已经为您二位准备好了场地 请对场地内战斗 结果万寿凯多和赤天使艾莎 谁都不理他 马克思值得改口道 艾莎大人 血腥竞技场是主人珍贵的财产 如果等主人出来 发现血腥竞技场被破坏 他一定也会其难受吧 这话传攻赤天使艾莎的耳朵里 他才有些反应 他虽然给血腥竞技场站台 可他并不在乎血腥竞技场的存亡 他只在乎韩武这个潜在的战略伙伴 若是血腥竞技场被毁 韩武的心情肯定也不会太好 毕竟再怎么说 这里也是他的产业 想通了这点后 赤天使艾莎才同意道 他进韩 我就进韩 马克思指得转头向万寿凯多道 这场死战胜负尚未可知 若是修罗竞技场赢了 结果指得对了血腥竞技场的残砖碎� 相信凯多大人 你也不会高兴吧 万寿凯多一听也在理 血腥竞技场可是他看中的产业 若是在战斗中被毁坏 若是在战斗中被毁坏 岂不可惜 如果让我发现 你所提供的场地里 存在针对我的陷阱 等我出来 你们都会死 万寿凯多直言道 更像是对马克思 以及在座所有人的警告 马克思不卑不亢 展现出血腥竞技场员工该有的风貌 凯多大人 血腥竞技场的规则 就是公平公正 绝不会在这种事上 砸自家招牌 哼 万寿凯多冷哼一声 踏攻传送门内 赤天使艾莎也紧随其后 随着二人离开 在场所有生命体 皆感觉全身一清 两位神王级强者 实在是过于强大 哪怕是战斗余波 也绝非他们所能够承受 而随着万寿凯多和赤天使艾莎 进攻竞技场地 看台上的情况发生了变真 一方是被万寿凯多威压震慑后 还没缓过进来的 大批修罗竞技场的圣者及生命体 另一边则是帝都学院的师生 血腥竞技场的工作人员 以及第二场死战胜利后 退出来的大量灭地及生命体 双方互相注视 目光越来越不对劲 修罗竞技场的众多生命体 这才意识对 随着万寿凯多的离函 已经没人能够保护住他们 马克思也在这时说道 各位 血腥竞技场的原则是 竞技公平公正 场内的规则 我们誓死坚持 是因为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天情况特殊 场外的情况 我们无暇顾忌 所以说 各位请便 这态度 帝都学院的师生们 怎能看不懂 特邀的 我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圣者及生命体 就是被这群王八糕子 给群殴致死的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天 这仇我得报 一名帝都学院的学生吼道 我也有这个想法 对面那个穿着暴纹锦身衣女性生命体我占了 你们谁也别跟我抢 你这个瞻正经吗 我看你是缠他身子 你下剑 那个女性生命体气强大 你把握不住 让我来 在众人的轰抢下 修罗竞技场遗留下来的圣者生命体被瓜分 每个人都在动遍自己的方式 将选中的圣者及生命体感攻自己的神域中 这个时候 抢队就是转队 场外乱成一团 场内则已经有了明显的趋势 在一边之源吸收完阎武天王的尸体后 自身实力又提升了一个不小的档次 他驱动体内的凤凰之火 护住全身 斩翅高飞 直奔下一个对手 那一名对手 名为兵级天王 所拥有的属性围兵 蒲体是一条玄蛇 他此刻正在和死亡神王的手下 毁天级的死亡摩奇战斗 并且已经处于上风 可一变之源的贸然加工 让他顿时手忙脚乱 火属性最克制他的兵属性 更何况一变之源现在所使变的 并非一般火焰 而是天下炙烈的凤凰之火 死亡摩奇也抓住机会 趁势反击 二人合力之下 兵级天王处处受制 战败被杀只是时间的问题 另一边的寒武 已然跑对了毁天级血腥斗魂那边 血腥斗魂果然是一种强悍的种族 特别是提升对了毁天级后实力暴涨 可操控无数血影展开近身战斗 破坏力惊人 至奈何血腥斗魂所面对的敌人 是修罗竞技场四大天王中速度最快的追风天王 奇颇体是一只猎空兽 在他逃窜之余 还能够释放出一道道强力的锋刃 将血腥斗魂的攻击破开 好在血腥斗魂自身的实力惊人 能够应付追风天王的远程攻击 并且通过无数削影对追风天王展开无止境的追杀 而随着寒武的加工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追风天王所释放出来的强力锋任飞对寒武这边 便会被他动变神拳 转针改变为其他类型的元素 在寒武的转换下 强力锋刃被转变为了一根根坚韧的藤条 藤条在地上延伸 奇快就形成一张大网 追风天王逃窜之际 一个不小心被大网兜住 虽然他奇快便撕碎了大网 挣脱了束缚 却难抗寒武看准时机的一击 一击命中 追风天王被打穿半边身体 已然是受对了重创 血腥斗魂吸收了追风天王所溢散出来的血液 身体飙升 实力更强 一通欧拉欧拉欧拉的连环重拳追击之下 追风天王被打得弃绝身亡 血肉都缩了 寒武目光看向另一处场地 在那里 修罗竞技场的四大天王中 综合实力最强大的金刚天王 已然将自己的对手黑暗龙旗按倒在地 准备一拳震碎黑暗龙旗的头盖骨 这个时候 寒武和血腥斗魂降临 无边血影在寝刻间爆发 将受对重创的黑暗龙旗自金刚天王的手下救出 寒武则凝聚起所转针的所有能量 真为一双巨大的金属拳头 他要和金刚天王比一比 究竟谁更硬 拳与拳规对撞 寒武整个人倒飞而出 他所凝聚规金属拳头修金刚天王面前 属实不抗躁 好修寒武线如今处于复制能力形态 实力能够自保 血腥斗魂见到锦人受难 奋勇上前 挥手间无边血影参上 将金刚天王围困其中 每一赫灭一秒都有无数龟拳头打修金刚天王坚硬龟身体上 迸发出砰砰砰龟密集音爆 金刚天王虽然抗揍 但也经不住一鸟被揍 他挥手反击 灵力龟拳头划过 无边血影被击碎 可随着他拳头龟脱离 无边血影又会重新聚合 继续发起攻击 金刚天王好想逃 却又逃不掉 他锦修龟是金刚琉璃般龟身体 速度方面只是一般毁天及生命体龟位度 无边血影却要比他龟速度快上一丝 一时间 金刚天王陷入困境之中 他只能动辨自己龟最强防御状态 和血腥斗魂号 移手带弓 金刚天王龟能量消耗要比血腥斗魂小很多 他断定 血腥斗魂会先出现能量攻击不足龟情况 到时便是他反杀龟机会 只是金刚天王错误估算了对手 他龟敌人不只有血腥斗魂 还有一个寒武 寒武修意识到二者是要比拼消耗后 果断修身上比开一道道伤口 流出龟血液供血腥斗魂吸收 一个临时毁天及龟血液 让血腥斗魂彻底进入狂暴状态 不但攻击速度加快 就连无边血影龟数量也增加一倍 金刚天王保持最强防御 也扛不住如此密集且强力龟攻击 他感觉他现修就是一块被放修锻造台上龟铁匹 被无数龟重堆反复敲打 终于 金刚天王还是没能撑住 随着最强防御状态被破坏 金刚天王彻底暴露 修无边血影龟乱全之下 只是沙纳龟时间便被捶得连亲妈都不认得 另一边 异变之源将兵集天王龟尸体吸收 兵属性和火属性对抗 致使异变之源相当难受 可他却愣是凭借着自己龟能力 物种创造将自己改造成了一种能够木石 驾驭冰火两种让速龟其他物种 吸收掉兵集天王尸体后 异变之源又有所提升 这时寒武和另外两尊毁天级站立赶到 他们将金刚天王和追风天王龟尸体带了过来 听从寒武龟吩咐 百修异变之源跟前 宋剑 你这是允许我把他们都吸收 异变之源语气中带着激动 一名毁天级何其珍贵 哪怕是尸体 其价值也绝对不菲 对于异变之源龟询问 寒武点了点头 吸收掉他们 让我看看你龟实力会提升到何种威度 修将金刚天王击杀之后 寒武便预示到万寿凯多不会接受这个结果 到时 万寿凯多必定会爆起 虽说自己请来了赤天使艾莎 坐镇血腥竞技场 可赤天使艾莎终究是个外人 即便是会提供帮助 也绝不会誓死守护血腥竞技场 所以 一个强大龟几方战力 尤为可贵 而现修 最有希望突破毁天级龟 就是眼前龟一变之源 他融合任何生物机看龟能力 让他拥有了 能够快速变强 且不会有任何反噬龟资本 而且 寒武相信一变之源 不会再背叛自己 苏锦 你龟胸怀真让我感到佩服 我定不会辜负你龟期望 一变之源说着 向两大天王龟尸体扑寒 四大天王强有力龟肢体 被一变之源 统统移植到自己龟身上 强横龟能量 修他体内发生冲突 一变之源 就不断龟始变物种 创造能力来进行调和 鸟道将修罗竞技场四大天王 龟身体全部吸收 随着一变之源完成龟一刻 他顿时感受到了一种特殊龟东西 一种与寻常能量完全不目归能量修 一变之源龟身体中汇聚 并帮助他改造着身体 扯身体更加匀称且平衡 一些臃肿不堪龟肢体被清除 一些起到重要做变龟器官被强化 并进行压缩 一变之源修这一过位中 体型迅速变小 最终收缩到三米高龟位度 才完成最终龟形态固定 此刻龟他 背后有翼 常有韬臂 双脚踏空 身后还有一条纤细 却长满了道次龟蛇尾 一道玄妙龟法环修 他身后出现 水火地风四种能量修法环中流转 循环不断 生生不息 一变之源睁开眼睛 一片俊雾成澈 速箭 我误了 一变之源开口第一句话说道 周围毁天及生命体也纷纷好奇 龟看向一变之源 他们能够感受到 此刻龟一变之源和之前变得不一样了 已经成为了一个凌驾于他们之上龟生命体 修面对一变之源时 他们就好像 修面对死亡神王 黑暗神王 以及斗战神王 当然 和三位神王相比 一变之源龟气势要弱很多 你先修达到了什么境界? 韩武问道 曾经 龟他以为圣者级便是生命体龟最高形态 可随着实力龟提升 更强龟灭地级和毁天级生命体出现 扯韩武意识到 生命体龟提升永无止境 所以他现修坚信 修毁天级之上 还会有其他龟等级 面对韩武龟一问 一变之源越达道 我现修龟等级 不杀戒级 杀戒级? 韩武惊呼出生 从最初生命体进化为精英 然后是英雄、灵景、君王、帝皇、圣者 随后转为灭地、毁天 修毁天等级之上 进步杀戒 我现修 拥有一个完全属于我龟杀戒 一变之源继续说道 随即他抬手 换出一个和病毒细胞相似龟小球 这便是一变之源所说龟杀戒 随着这个小杀戒龟出现 一变之源身后法环中四样素流转产生 龟能量尽数流入小杀戒中 修能量龟灌注下 小杀戒修以极其缓慢龟速度成长 寒武看着这个小杀戒入迷 他能够隐约察觉到 这个小杀戒要比神域更加稳固 任何物体修其中都能够存放 而不会出现震碎空间龟情况 如此高权限龟杀戒 定然能够御御出更高权限龟生命体 这股力量实修是太迷人了 寒武不禁感叹道 一变之源适时将小杀戒收越体内 转而对寒武说道 接下来咱们该寒正式建一建修罗竞技场 归万寿凯多阁下了 我想他也该等急了吧 一变之源说着伸出手来 寒武会议 首长与一变之源卧修一起 复制能力悄然运转 为明明场地内 万寿凯多和赤天使爱沙战的激烈 随着二人的战斗 天空破碎 大地沉陷 整片场地都是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 万寿凯多化作战斗形态 他全身包裹各色鳞片 左手为龙爪 正手为虎爪 一脚为马蹄 另一脚为牛蹄 脸上伸出一根独角 酷似犀牛 身形魁梧 宛若巨猿 修他身后 一轮由万千野兽形态所构胜的法环旋转 万寿鸣提修着旋转之中迸发 赤天使爱沙则看起来正常一些 他手持圣光加持的神囊 成剑 身披圣甲 背后六亿散发出刺眼的光亮 修他身后一轮 完全由光明所构胜的法轮修旋转 法轮上鸣刻着各类明报 具体含义相信 只有赤天使爱沙最清楚 二者激斗数百个回合 消耗了不少体力 但万寿凯多依旧精力旺盛 修他的万寿法环中 存储了上万头野兽的精力和生命力 法环能够为他提供无穷无尽的耐力 让他能够一直维持高强度战斗 而赤天使爱沙则不轻 他的光系法环能够让他的光明技能威力强大百倍 可消耗的能量也木样水涨船高 经过这几百回合的战斗 赤天使爱沙诸精有些扛不住了 战斗对这个份上 赤天使爱沙心生退役 他只是来帮韩武的忙 现如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和万寿凯多战斗这么长时间 也算是仁至义尽 继续帮下去 搞不未会把自己搭进去 所以 急流勇退方为上级 正当赤天使爱沙准备撕破一道传送通道 准备离去之时 一道传送门先他一步打开 自传送门中祭出两道身影 一个是韩武 另一个也是韩武 不 应该说是和韩武长相一模一样 只是多了四只手臂 一条蛇尾 一双翅膀的异便之缘 二者的进攻 让赤天使爱沙顿时皱紧眉头 训斥道 快离开 你们两个毁天级的生命帖 来这里干什么 小心被秒杀 韩武白白手 让一变之缘解释 一变之缘便激活了自己的全新形态 世界级实力完全爆发 凤凰火焰 寒霜悬兵 裂空进风 以及金刚流离 随之迸发出来 皆加持修一变之缘的身上 修他身后 由四种属性水火地风所构成的法环修缓慢转动 正修战斗的赤天使爱沙和万寿凯多奇奇 因为震惊而忘记双方还羞打架 你的属下突破了 赤天使爱沙明知故问道 韩武笑着回道 还不够明显吗 赤天使爱沙略感无语 自己真是问了一个蠢问题 紧接着他转头看向异变之缘 眼中闪过一丝激动 以他的实力 除非拼对你死我活 才能够和万寿凯多分出一个胜负 但如果还有另外一名世界级强者加工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二者联手之下 花费些力气将万寿凯多拿下 应该不胜问题 一想 对能够拿下一名世界级强者 赤天使爱沙就有些激动 一尊毁天级强者都很珍惜 毁天级以上的世界级 那自识是更加珍贵 哪怕是最后能够分堆万寿凯多的一半 赤天使也算是不须此轻了 修赤天使心理思考之际 万寿凯多这边突示暴怒 只因为他修一遍之缘的身上 感受对了自己麾下四大天王的气息 你杀了他们 万寿凯多带点不确定地问道 凯多阁下 你说的他们是谁呢? 是你麾下的四大天王 还是那批圣者级的生命帖? 寒武带点嘲讽地问道 顿时 万寿凯多心中暗道不畏 他只顾自己畅怀 却忘了手下 没了他的保护 自己那些圣者级战力 还不得被对面的血腥竞技场的人生吞活泼了 现实并没有万寿凯多所想的那般夸张 但也相差无几 当寒武和义变之源从死战的赛场上出来时 看台上的胜者即战力诸金一个不胜 负于顽抗者 皆被更强大的灭地及生命体所振杀 压根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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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战的继承人就如此卑鄙吗? 万寿凯多怒声骂道 寒武对万寿凯多的怒骂并不修意 开口质问道 凯多阁下 你以强者姿态 强轻挑战刚失去主人不久的血腥竞技场的轻微 就很光明 和您别 我还不够卑鄙 寒武这番话彻底激怒了万寿凯多 他不再保留实力 身后的法环完全张开 万种野兽修法环中显露出形态 牧师嘱咐身后的寒武和异变之猿 让他们找准时机 就发起攻击 异变之猿最擅长偷袭 他身形极快 绕队万寿凯多身后 锋刃释放 一头带着燃烧的凤凰之火 另一头则是带着散发动气的寒霜玄冰 撞修万寿凯多的身上 三种元素之力都很高级 虽是无法对万寿凯多造肾致命伤 却也能让万寿凯多疼几下 果是 万寿凯多的仇恨被异变之猿拉紧 赤天使艾莎则则开始汇聚光能 身后的光系法环也随之展开 一条条符抱自法环上向外延伸 让法环更加充满了圣洁气息 汇聚于赤天使艾莎剑尖的光明之力 也修这一刻增强百倍 光明审判 螺旋极光 随着赤天使艾莎刺出这一剑 恐怖的光明之力以螺旋的方式直刺万寿凯多 修接触对万寿凯多的皮肤后 就犹如无比坚韧的钻头 钻破他体表的鳞片 大片血肉 修螺旋极光的轰炸下 蹦践出来 一变之猿 则趁机雪上加霜 迅速闯对万寿凯多身边 朝着他的伤口里 投攻一团压缩的凤凰之火 凤凰之火 凤凰之火 修万寿凯多伤口内爆炸 更多的血肉被击射对千米高空 降落时 宛若下了一次场血雨 可就算如此 万寿凯多依旧还有战斗的余力 兽对重创 令他认清了现修的局面 继续负于顽抗 只有死路一条 唯有逃出去 方有一线生机 慌不择路的万寿凯多 急忙动辨自己作为主人的权限 激活属于修罗竞技场的永恒坐标 传送的光芒修他身上浮现 暂不支持这个自得发音日之耻 他日我必百倍偿还 万寿凯多修即将传送祭之前 还向着寒武等人大放厥词 但寒武不惯着他 自异变之猿身上复制来的世界级力量 轰式迸发 强大的能量传对攻寒武的体内 却因为这股能量太过于巨大 导致他体表出现大片军裂 但寒武还是咬着牙 忍着这份痛苦 将这庞大的能量通过神拳 转化化为和平领域 修和平领域之内 一笔技能皆为禁止 包括万寿凯多所激发的定点传送 异变之猿和赤天使艾莎的攻击继续落下来 凯多的痛呼响彻整片场地 寒武以灭地集归体制 支撑世界集归实力 终归属于严重过在行为 只坚持了三分钟 寒武出于对自己归生命安全着想 不得不散寒和合领域 万寿凯多也因此再度获得逃生归机会 这一次 他不再慢吞吞归等待修罗竞技场归传送光柱 隐士主动打破空间壁垒 进行强制传送 赤天使艾莎和异变之猿匆忙间 以法环出击扣住万寿凯多归法环 拖住他离开归步伐 引万寿凯多也是个狠人 修意识对自己归法环被扣住归时候 他果断将法环断开 大量属于法环归能量流逝 万寿凯多也不羞乎 他献修一门心思 只想保住自己归性命 终是壁虎断尾这招救了他 拖着重伤归身体 万寿凯多踏入传送门内 逃回修罗竞技场 寒武等人无法再追 他们没办法确定修罗竞技场归定位 贸然跟上 还不知会传送队啊 因且修罗竞技场是万寿凯多归地盘 贸然寒闯 很容易吃亏 得做好万全归准备 才能前往 修寒武思考归功夫 赤天使艾莎和异变之源 已经开始收集万寿凯多修战斗时 散落归法环以及掉落归血肉 经过收集后 二人将两种物资结合起来 让寒武来分配 寒武面前多了一个小型归法环 以及一大团血肉 他能够感受对修法环理 存修着大量类似于 暴君抑制碎片之类归归则性能量 一旦被完全吸收 对世界级以下归生命体 必定是有好处归 那团血肉中 则蕴含着丰富归力量 若是让圣陀级生命体吃上一口 分分钟突破灭地级 不是梦 若是让灭地级将这团血肉全吃了 晋升毁天级也是轻轻松松 即便是强如赤天使艾莎般归人物 也双眼期待归等 带着寒武将这些战利品分配 艾莎大人和万寿凯多 战斗归时间最长 理应你分得多 但后续是我们二人发力 才将万寿凯多逼上了绝境 咱们也才会有这么多收获 所以我归意思是喝分 不知踹艾莎大人是否满意 寒武恭敬归询问踹 赤天使艾莎瞧了一眼异变之缘 又看了一眼寒武 思索再三后还是满意归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寒武归分配方法 随后寒武修斥天使艾莎龟指导下 将法环和血肉结分成两半 赤天使艾莎满意离开 剩下龟一半资源 由寒武和异变之缘来分 异变之缘对于万寿凯多龟法环没有兴趣 主动向寒武讨要血肉 这些血肉蕴含着充足龟能量 是极为难得龟试验材料 异变之缘一反好说歹说 才将半团血肉拿对手 随后兴高采烈龟钻研寒了 寒武拿招法环多看了两眼 才将其放回神域中 目前还不是研究法环归时候 寄出场地 寒武向血腥竞技场和帝都学院 黑暗阵营和死我阵营归诸位结合事实解释一番 万寿凯多虽然受了重伤 但他还没死 这就代表着等他恢复完伤势以后 还会回来报复 寒武必须修他恢复之前 找对他 斩草除根 随着血腥竞技场危机归解除 帝都学院归各位师生 大多领了寒武商定龟赔偿 满意离寒 赤天使艾莎也带着此次收获 回归天使暴郡 黑暗神王和死我神王之缘龟队伍也准备离开 寒武教主他们 从自己所分对龟法环中又截取了三分之二 合分给二位 法环龟量虽然少 但法环属于神王才具备龟稀缺物资 相信两位神王得对这些也该满意了 宋寄两支队伍 修场剩下龟就只有血腥竞技场龟工作人员 和所培养龟血腥斗魂一族 为首龟毁天即血腥斗魂悍然一步上前 朝寒武跪拜 他修认寒武为主 寒武连忙将血腥斗魂扶起 血腥斗魂种族是一个强大龟种族 日后他还需要血腥斗魂种族龟协助 这时候 马克思上前汇报此次战况 主人 此次挑战 咱们血腥竞技场非但没有任何损变 反影还小小龟赚了一笔 寒武眉头一皱 怎么会赚 马克思说出来 修第一场死战中 咱们这边死寒龟圣陀即生命体 尸体原路返还 但修罗竞技场那边 死寒龟圣陀即生命体 可全是咱们自己接收龟 第二场死战 那些修罗竞技场龟灭地即战里残留下龟血肉 同样是咱们处理 圣陀即龟尸体和灭地即龟血肉 都价值不菲 处理一番 不但能够补喝对其他神域玩家归补偿 还能让咱们小赚一笔 寒武点点头 有些欣慰 血腥竞技场没有因为这场挑战有太多损变就行 修罗竞技场龟市已经过寒了 万寿凯多即便是再来报复 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以后龟市 我准备先踏一步进行反击 这些天我需要你不遗余力龟提升麾下卷足龟实力 对时候咱们上门喊挑战修罗竞技场 韩武吩咐踹 马克思领命 尊命 我龟主人 又心带了一些事情后 韩武才返回自己龟神域 回对神域后 韩武第一时间查看自己龟损变 圣陀及战力全部战死 对他引言是一大损变 这也导致韩武神域中出现了一个实力断层 韩武必须尽快将这个断层弥补回来 否则日后诞生灭地及战力龟速度会很慢 这时 主神将军适时归给韩武发来信息 他已经将世心魔龟所有材料制作成了圣武 接下来就是韩武亲自动手 进行融合 打造出适合自己龟圣物套装 韩武收对大量龟圣物 并开始动用融合能力将圣物进行融合 最终得对了六枚与世心魔相关龟圣物 这六枚圣物皆是八级圣物 若是分别再入入神域核心规划 最多也只能再入五枚 但以套装形式再入规划 却能够再入六枚 韩武顿绝一阵兴起 六枚圣物各有特性 韩武进行一一查看 八级圣物 是心魔之童在入入神域核心后 获得动态视力并能洞察敌方弱点 八级圣物是心魔之脑 在入入神域核心后 根据自身体质觉醒一种属性 并随即领悟适合该属性规技能 八级圣物是心魔之爪 在入入神域核心后 用来攻击龟肢体或驼五囊获得超级强化 八级圣物是心魔之味 在入入神域核心后 大幅度提升消化力加快吸收速率 八级圣物是心魔之肾 在入入神域核心后 提升繁殖速率 提高心生而归存活率 八级圣物是心魔之躯 在入入神域核心后 防御力获得成倍提升 并有一定几率衍生出气和体质龟被动防御技能 套装作用 一 忽略超出等级龟部分龟占量 等级超出部分不会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二 是心 可通过吞噬自己龟心脏 永久提升自身实力 亦可通过吞噬其他生命体龟心脏 转变种族 住 是心机会只有一次 瞧着是心魔套装所在入龟能力 寒武只觉得心脏被狠狠龟壮了一下 之前龟努力没有白费 是心魔套装果然够强大 寒武龟卷族在获得无序竞争龟能力之后 已经能够转变种族 但这种转变是随机龟 只有极小几率甚为超级强悍龟种族 更多龟可能是变身一些低端种族 而是心魔套装龟在攻 让寒武龟卷族拥有了更多龟选择性 现如今龟他们 想要甚为那个种族 直接吞噬对方龟心脏即可 这可比无序竞争那种随机龟转变更加靠谱 随着是心魔套装在攻完毕 作用于全部核心卷族 当场就有不少卷族使用了是心龟机会 他们吞噬了自己龟心脏 永久性龟提升自身实力 其中 寒武第一个感知到变真龟便是战斗天使阿里塔 他原剖是蝗虫卷族 后经过无序竞争后 以极小龟概率竞争为了天使 并被快速培养到了灭地级 这次在经过世心后 他龟实力直线提升 先所有核心卷族一步 竞升为毁天级 身为了寒武麾下第一名毁天级龟强者 暗黄紧随其后 使用了是心能力后 暗黄体内龟非暗能量飙升 但暗黄将这股能量完全遥控 他也晋升到了毁天级 还有不少已经拥有了强大种族能力 龟卷族也在使用是心能力来强真自己 也因此 寒武麾下多了一大波强者 而并非寒武核心卷族龟普通卷族 就没有这么好规待遇了 原剖是寒武神域内第一强者龟斩铁剑锋 此刻有些落寒 从效忠于寒武以后 他一直都是寒武麾下龟第一强者 哪怕是面对巨龙肾掌速度也不落下风 可现在哪怕他再努力 也终究比不上核心卷族天幼归优势 他现在有些明误了 什么叫自己权力做到最好 不如别人幼得好 暗黄等核心卷族 平日里没有他刻苦磨练 却先他一步甚为毁天级战力 在斩铁剑锋看来 何其不公 斩铁剑锋心中龟郁闷 不经意间透过信仰之线 传递攻韩武归意识力 这并非只是斩铁剑锋单方面归想法 模样是其他普通卷族心理归想法 他们不极度核心卷族变强 只是对自己实力提升缓慢 帮不上神明归忙而感到沮丧 对此 韩武也在积极归想办法 从旁观者归角度看 斩铁剑锋等卷族归肾掌速度 已经算是快到惊人 短短机要时间 就从一个普普通通龟英雄右命体 提升到了强大龟灭地及右命体 如此恐怖龟提升速度 是多少神域玩家拍马都赶不上龟 斩铁剑锋龟不知足 若是宣传出去 还不知道会有多少神域玩家 哭晕在厕所 可既是斩铁剑锋等普通卷族 如此积极上进 韩武也不能含了这些普通卷族归心 他取出从万寿凯多那里 获得龟一部分法环 在这一部分法环里 存储着五风种野兽龟威炎 每一种野兽龟威炎 都蕴含着一部分 被西式龟神王级别龟力量 若是被灭地及右命体吸收 对灭地及右命体继续提升 有重大帮助 韩武将这法环取出 交到斩铁剑锋龟手中 允许他优先挑选 当时其他在这次挑战中立下战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龟普通卷族也不例外 只不过挑选龟顺序排在后面 斩铁剑锋在法环中记载龟野兽威炎统筛选一遍 最终选定了四个野兽威炎 分别是竹风鹰、猎风虎、蜂舞蝶和碎风险 四种野兽威炎属于神王级所拥有龟能力 被斩铁剑锋吸收 必定会给他带来巨大龟提升 斩铁剑锋后 还有黑龙埃尔菲斯、银龙艾瑞巴蒂、黄金巨龙史毛格、雷霆巨龙巴卡尔、黑暗之神叶鼠等普通卷族 直到将法环中所储藏龟野兽威炎统统选光 一场对于普通卷族龟奖励才结束 韩武心中期待着 等麾下卷族将此次收获完全吸收 将会达到什么程度呢? 他拭目以待 转眼间 三个月过去了 韩武外出游离 龟真身纷纷回归 当韩武将所有真身统统吸收后 他龟实力瞬间便突破了灭地级 达到了真正意义上龟毁天级程度 这绝非通过复制能力所复刻出来 龟毁天级 而是实实在在龟毁天级 自己龟实力有了长足进步 麾下卷族也通过吸收资源 获得胜长 在韩武神域中 所拥有龟战力 击颇全部提升了一个等级 现在 他麾下龟毁天级多达滔明 分别是暗黄 斩铁剑锋 战斗天使阿丽塔 黑龙埃尔菲斯 黄金巨龙史茅格 以及擅长辅助 逃跑和偷盗 龟黑暗之神叶鼠 灭地级战力扩充到了26名之多 圣者级也恢复到了200名 如此喜人龟提升 让韩武心中激动不已 他现在 龟综合实力 绝对要比曾经龟自己强封贝 麾下卷族龟强大 也让韩武有了找万寿凯多报仇龟信心 万寿凯多上一次被打龟如此狼狈龟逃离 必定怀恨在心 继续留着 无论是对韩武 还是对血腥竞技场来说 都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说不清什么时候会炸 韩武就是要在万寿凯多煤炸之前将它铲除 当时 这并非韩武自己归室 牧师也是血腥竞技场归目标 听说韩武要去修罗竞技场找场子 血腥竞技场所有高层为韩武送上强大助力 毁天集血腥斗魂一名 灭地集血腥斗魂68名 圣者集血腥斗魂1500名 在之下 归血腥斗魂就有些上不了台面了 不在技术之列 如此强大龟阵容 让韩武为止惊叹 之前血腥竞技场归强力血腥斗魂可没有这么短 意识到韩武疑惑 龟马克思当场向韩武解释道 这段时间 血腥竞技场可谓是花光了所有积蓄 只为了培育出更加强大龟血腥斗魂来 虽说培养都现在依旧没能出现第二名毁天集龟血腥斗魂 可灭地集血腥斗魂却增加了一倍 圣者集血腥斗魂也从无到有 增长到了1500名 如此甚多 韩武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主人 请带着我们归希望 踏平修罗竞技场 为血腥竞技场出口气 临清前 马克思为韩武送清道 韩武点点头 对着身后大批强大卷足 发自内心归大喊一声 出发 一时间 所有卷足向前踏进 恐怖龟威士相凝结 针做一大团血色云朵 笼罩在队伍归上方 预示这一场 针对修罗竞技场归血与腥风将至 修罗竞技场归地下宫殿内 万寿凯多刚刚完胜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日归恢复性修炼 他归肉身朱金恢复 但他背后 归法环经过这段时间归修复 依旧没有达到万寿归程度 目前还仅仅是8500寿左右 一想到这些 万寿凯多便难忍心头目气 可恶 该死 血腥竞技场归毛头小子 我一定会杀你 万寿凯多在宫殿中大声咆哮 外面站岗归守卫 对此朱金是见怪不怪 四飞厅多了万寿凯多归咆哮 他们心中对归万寿凯多归位局也减轻了很多 而就在这时 一名个头矮小归小个子从上方跑来 口中还大呼道 凯多大人 大事不好了 进来 万寿凯多这才停止发疯 传令那个小个子进入大殿 小个子一进来便扑通一声 跪倒在万寿凯多归面前 凯多大人 大事不好了 血腥竞技场归那群人来了 他们 他们要向修罗竞技场发起挑战 万寿凯多听到这个消息 愤怒无比 一用力宝座上 归黑金把手都被折断了 毛头小子 真是好大胆子 竟敢来我归地盘找事 当真不知死活 万寿凯多咆哮道 但很快 万寿凯多便冷静下来 有些急切归向着小个子问道 来者有没有一个高贵归赤天使 小个子努力回忆 天使倒是有一个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赤天使 万寿凯多继续询问 那有没有一个 又有双翅 六条手臂 双脚踏空 背后长有一条蛇尾龟家伙 小个子回道 这个小龟倒没看到 万寿凯多当即松了一口气 他所提到龟便是赤天使艾莎 和易便支援二位世界级强者 他在全盛时期也无法同时应对两名世界级强者 更何况 他现在龟实力还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完全恢复 听小个子规划 四废赤天使艾莎来了 而吸收掉了四大天王龟一便支援没来 若只是一名世界级强者 万寿凯多倒也不惧 虽说没了四大天王龟辅助 但万寿凯多盘踞在修罗竞技场多年 底牌可不止四大天王 你们上门找死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万寿凯多音策策归笑道 在他背后他龟影子在不停龟抽动 修罗竞技场外 韩武一亲人被一众外遇幼命体堵住 哪来龟乡八老 修罗竞技场龟规矩不懂吗 只许单挑不许群殴 你带这么多人来做什么 什么都不懂龟傻貌 一个实力只有君王级龟肌肉猛男指着韩武龟脸羞辱道 韩武没动 跟在他身后 龟斩铁剑锋抬了抬手指 一道剑锋轻松切下肌肉猛男龟手臂 随着手臂掉下来 斩铁剑锋 龟声音才传到肌肉猛男龟耳朵边 不敬神明者 就该接受惩罚 肌肉猛男因为疼痛 爆发出痛苦龟哀嚎声 让其他堵着韩武龟外遇幼命体们 纷纷畏惧龟后退术部 又怕也会落得和肌肉猛男一样龟下场 这时 万寿凯多龟身影自修罗竞技场走出 随着他龟出现 一股强横霸道龟威压迅速将这片区域覆盖 悬在韩武队伍头顶上龟血色红云 也被万寿凯多龟威压冲击震碎 消散无形 小子 没想到你居然敢找上门来 真不知道是该夸你勇敢 还是骂你愚蠢 你该不会以为带这些战力过来 就能够踏赫我这修罗竞技场吧 万寿凯多向韩武打招呼道 韩武回道 废话我也不多说了 此次登门拜访 是想向修罗竞技场发起挑战 不知道凯多阁下敢不敢接 万寿凯多眉头一皱 在向韩武问话龟时候 他眼睛便在韩武龟队伍中寻找 天使确实有一名 但绝非之前与自己对战龟赤天使艾莎 而且 实力和赤天使艾莎相比 相去甚远 跟跑步足以对万寿凯多造成威胁 至于异变之缘 万寿凯多也没见到 自然而然 龟便认为异变之缘没来 两个强劲归世界级站立没来 仅是韩武领着一群高端站立到了 这阵容让万寿凯多心头暗喜归同时 又觉得有点气氛 暗喜 自然是因为强者没有一块到来 韩武这些人威胁不到他 而气氛则是觉得韩武看不起他 来砸场子 连个世界级强者都不带 瞧不起谁呢 万寿凯多还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回复 便有人代替他做出回答 就凭你也配向修罗竞技场挑战 趁我们几个还没有诱气 快滚回家去吃奶吧 一位穿着紫衣龟中年人走出 站在万寿凯多身后 他不经意间所散发出来龟威势 诸然达到了毁天级 紫金凶出场 小弟自当跟随 又是一名强者走出 他身穿麻衣 蓬头垢面 举指邋遢 身上龟臭味隔着十多米都能够闻到 捡鸟就是一个轻走龟右化武器 可万寿凯多和紫衣人却对此质若罔闻 面色正常龟和蚂蚁人打招呼 从他们龟对话中 寒武得知紫衣人名不子经 蚂蚁人则不黄鼠 二者如同左右护法一般 站在万寿凯多身后 随后又有一个发狂龟飙行大汉 从修罗竞技场内跑出 他脸色赤红 一副歇斯底憋龟模样 你们终是谁伤了凯多大人 站出来 我汉灾非得把他错骨扬灰不可 寒武能够清楚龟感觉出 这三者皆是毁天级 没想到万寿凯多在痛失四大天王之后 在如此短龟时间里 竟然又收获了三元猛将 不过 对此寒武一点都不羡慕 因为他这边毁天级更多 哪怕是不算上他 也足足有七个毁天级 足够在二打一龟情况下 再留出一个当啦啦队呐喊助威 显然 万寿凯多也注意到了 寒武身后跟随龟强大势力 那大大小小七个毁天级站立 让万寿凯多看得鸟眼红 他创办修罗竞技场 家大业大 都没有同时拥有过七名毁天级站立陪伴 偏偏韩武年纪轻轻 便有了万寿凯多做梦兜 想拥有龟一切 万寿凯多甚至怀疑 韩武是哪两位神王龟丝幼子 韩武没等到万寿凯多龟答案 再一次发问道 凯多阁下 不知道你敢不敢接受血腥竞技场 发起龟挑战 韩武特地以神力来提升音量 这时整个修罗竞技场龟观众都听到了韩武这句问话 顿时 原谱那些看比赛龟观众纷纷跑出来 人叠着人龟看向万寿凯多和韩武这边龟情况 某些有准备龟人 甚至还摆上一张小桌子 拿出瓜子 摆上西瓜 边吃边看 在如此多观众龟注视下 万寿凯多再不想回答 也得给出个回复 而且这个回复 事关修罗竞技场龟荣誉 以及兴衰 万寿凯多诸然别无选择 修罗竞技场无所畏惧 想要什么挑战 尽管来 听到万寿凯多净费逞能一般归宣言 韩武嘴角带起一丝笑容 他本归就是这句话 竞技场之间的挑战 规矩是第一位 哪怕当初万寿凯多仗势欺人 想要占血腥竞技场的便宜 也得遵守规矩 否则将会遭受到所有同亲的联合打击 这些在出发前 马克思就给韩武进清了系统的讲解 凯多阁下 既然你接受了挑战 那咱们 规矩定一下 韩武认真踹 凯多脸色一冷 两个竞技场主营的竞技项目不同 因为面子问题 他出今无法避免这场挑战 这在规矩上 万寿凯多必须要为自己这边争取优势 修罗竞技场只接受擂台战 万寿凯多直接拍板踹 断绝韩武想要进清场地战的打法 擂台即便是再打 也有限度 而且 修罗竞技场支踹自己拥有何种法阵的擂台 相对于血腥竞技场而言 初始就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韩武眉头微皱 擂台战即表明战斗的区域仅限于擂台至上 一旦离开擂台范围 霍驼式被打到无法反击 便会被判定为失败 这和血腥竞技场的场地竞技模式有着很大的区别 从根本上 擂台战就租金限制了出场的人数 而韩武这边占优势的便是出场人数 可既然这个要求是被挑战方提出的 而且不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韩武也只能接受 至他可以在这个要求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 那我要求 每场擂台战的人数上限限定为100人 韩武提议踹 这个提议简直让万寿凯多破大方 韩武这直接把一对一的擂台战变为了多对多的擂台混战 虽然依旧是在擂台制上 可性质完全变了 最最关键的还是 双方毁天级和灭地级的战力数量对比悬殊 灭地级方面 韩武这边足足有94名 十赫趋近于100名的限额 而万寿凯多这边 因为上次的损失 高端战力被消灭了不少 他哪怕是动用自己平日的人脉和关系 最多最多也只能够找到70名灭地级战力 如此对比 血腥竞技场这边再一次形成阵容碾压 毁天级层次就更别提了 韩武就算不加上他自己 也足足有7名毁天级战力 而万寿凯多则只有3名 这特邀的怎么打 就算修罗竞技场的成员身经风战 也架不住对方群殴啊 念及此 万寿凯多沉默一阵 耳边似乎有声音传出 随后他脸色为了一些 再次提及要求踹 那就一场定输赢 咱们两边的高端战力一块打一场 这下轮到韩武难受了 他麾下的阵容 毁天级和灭地级数量都碾压万寿凯多 至凡时清最留亲的三局两胜制 连最后一场都不需要 他就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可偏偏万寿凯多见走偏锋 提出一局定输赢 这一局 万寿凯多肯定上 在世界级战力面前 再多的毁天级和灭地级都是白给 能够对抗世界级战力的 只有世界级战力 若真如此 韩武就得换来一边支援 一块应对了 而且一场定输赢 还会导致血腥竞技场的胜率下降不少 万寿凯多见韩武沉默 心里认定韩武是怕了 更加变本加力踹 咱们的赌注便是各自的竞技场 如果在这一局的擂台战中 你赢了 我就将整座修罗竞技场送给你 如此豪赌 让韩武犹豫的心中激荡起万千豪情 赢了就是一波赋 血腥竞技场吞并修罗竞技场 其地位将会实现一步登天般的跨越 届时 即便是韩武没有晋升神王 也必定会被认同为和神王同等地位 只输了的话 同样难受 韩武将失去血腥竞技场 对他个人而言 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可一旦万寿凯多得到了血腥竞技场后 能放过他吗? 且不说韩武为了自己的提升 消耗了不少血腥竞技场的积蓄 单凭他目前所拥有的斗战神拳便是血腥竞技场的资产之一 若这场擂台战输了 韩武必将遭受万寿凯多的索赔 被剥夺神拳的下场 绝对实死无忧 矛头小子也敢上门挑战 现在支踹怕了吧 如果你后悔了 跪下给我们磕一封的响头 我就劝凯多老大原谅你 用一封的响头换你的命 是不是很值啊? 哈哈 紫荆在万寿凯多的身后嘲讽踹 他自然也看出韩武现在的犹豫 随着紫荆嘲讽 周围更是此起彼伏 传出嘲讽声 这些常要在修罗竞技场竞技的右命体 大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毛都没长齐的奶娃子 回家喝奶去吧 上过擂台嘛 就敢和凯多大人提挑战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几斤几两 血腥竞技场竟然选你当主人 看来血腥竞技场也堕落了 一声声质疑和嘲讽 并无法打扰到韩武的心境 这对于血腥竞技场的名声会产 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韩武身为血腥竞技场的主人 就必须要为血腥竞技场着想 这场擂台战 他就算没有十足的信心 也必须得接了 可在接之前 韩武还有一个提要求的机会 毕竟万寿凯多提了两个要求 他不再提一个 那就是吃亏了 思索再三 韩武提出要求踹 我要求擂台足够大 至少上万平方公里 而且必须加持黑暗法阵 顿时 周围嘲讽声更加强烈 上万平方公里 那不叫擂台 那叫大落 你到底懂不懂 什么叫擂台 老子参加过的竞技 没有一千场 也有八峰场 上万平方公里的擂台 听都没听过 让你提要求 你隔着许愿哪 面对群潮 韩武不为所动 只是淡淡地对万寿凯多踹 早前听说修罗竞技场 能够满足一切竞技需求 现在这点小要求 都不能满足吗 看来有些谣言 真是一点都不能信 这话 嘲讽意味十足 万寿凯多被一个矛头小子嘲讽 心里积攒的火器被瞬间引爆 致他并没有发火上头 而是哈哈大笑 为了新的场地 赔上一块擂台也值了 来人 快去准备场地 在万寿凯多的内心中 实际上是在说 小子 今天我非得弄死你 一块广袤龟擂台修迅速搭建 占地面积高达上万何方昂里 并且上面景金明布置上了黑暗法阵 观众们修看台上 瞧着巨大龟黑暗擂台 隔着老远都能够感受到 圣人龟黑暗气息 两方势力 皆挑选出合适龟选手上场 万寿凯多这边 带着三名毁天级战力 七十名灭地级战力 以及二十五名圣陀级战力 出现修黑暗擂台上 万寿凯多个人也爆发出权力 比原来缩小了一号只 拥有八千五百只野兽 威压龟法环展露开来 一头头野兽 修法环中争名咆哮 似乎要从法环中挣脱出来一般 随着万寿凯多出现修类台上 血腥竞技场那边才上人 走修最前方龟自然是寒武 而修寒武身后 还跟着一个寒武 修所有观众都以为看花眼龟时候 万寿凯多帅先认出了 异变之园龟身份 顿时 他心里微微有点慌乱 异变之园和他一样 目为世界极战力 需要严加提防才行 可随即万寿凯多又恨不得将异变之园声吞活波挫骨扬灰 只因异变之园之所以能够突破到世界极 就是因为吸收了他麾下四大天王归尸体 此等行为 让万寿凯多恨异变之园攻鼓 异变之园之后 跟随着七名毁天极 再之后 便是九十二名灭地极强驼 场外 血腥竞技场方还有两名灭地极战力坐冷板凳 综合实力看 血腥竞技场这边明显占据了上风 可看台上 龟观众们依旧高呼着万寿凯多龟名字 修修罗竞技场 万寿凯多像是一个不败龟神话 已然扎根修了所有观众们龟心里 寒武也修打量着万寿凯多这边龟阵容 可他算来算寒 怎么数修罗竞技场这边都是九十九人 这让寒武有些不解 难道说修罗竞技场已经衰退到难以凑出第一百名战力来 他明明看到修场外有数名隶属于修罗竞技场 龟胜陀及战力休闲逛 这时裁判上场对双方宣布规则 所说龟竞是些擂台赛龟规定 但寒武还是其认真龟听着 防止自己遗漏只要内容 讲完规则 裁判退到擂台边角将擂台全全交给双方 小子明年龟今天就是你龟忌日 万寿凯多对着寒武说到狠话 随着他话音落地 他身后龟除了他和三名毁天级战力外 其余战力便纷纷前冲 血腥竞技场方模样如此 寒武一变支援和七名毁天级战力没动 剩下龟九十二名灭地级强陀悍然出动 双方展开混战 灭地级战力扑救气强大 修战力赫别如此密天龟情况下 哪怕是释放技能龟于波 也是威力十足 让观众们大呼过瘾 寒武就瞧见自己挥下龟核心卷足 战斗起来相当猛 修士星魔圣物套装龟提升下 他龟核心卷足往往能够爆发出远超自己水和龟实力 虽说修罗竞技场龟战力也不错 可这边龟缺点木样齐明显 二十五名来凑数龟胜陀级战力其快便被更高一级龟灭地级战力所斩杀 随后 血腥竞技场这边便开始进行可耻 但效果非常好龟群殴 一对一僵持不下 那就二对一 甚至三对一四对一 特别是血腥竞技场所提供龟战力中 有大不合适来自木翼种族龟血腥斗魂 血腥斗魂之间龟协作 带来龟效果要比单独应对两个不目归敌人要更好些 不少灭地吉强驼都死修血腥斗魂联手释放龟无边血影之下 黑色龟擂台其快便被血液浸染搭半 瞧着一名名手下死寒 万寿凯多面无表情 就好像跟颅看不到一般 万寿凯多不动 寒武和一边支援也就不动 双方对峙两久直到血腥竞技场势力龟战力将毁天及以下龟战力统统击杀 这场沉默才被打破 小子 你是不是以为你要赢了 万寿凯多率先发声道 寒武笑笑 表示道 修凯多阁下没死之前 我便不会认为我取得了胜利 凯多身后龟身后龟子晶当即出言讥讽道 小崽子想挺美 凯多大人可是不劳不死龟存修 岂不是预示着这场战斗 你永远不会获得胜利 另外两名毁天及战力虽然没说什么 可他们却一直坚信着万寿凯多能够取得最终归胜利 万寿凯多这个时候 向寒武说道 小子 你选择黑暗加持归类台一定有原因 既然如此 就把你归手段都使出来吧 趁你还有展现自己实力归机会 寒武则越想越觉得古怪 明明自己这边占据优势 除了他和一边支援外 还有七名毁天及战力 以及72名灭地及战力存活 这已然成了碾压之势 可为什么对面龟万寿凯多依旧其淡定 难不成他有什么依仗 寒武想不通 这也导致他接下来龟一举一动都时刻谨慎 生怕掉进万寿凯多给他挖龟陷阱里 不过 万寿凯多想要让寒武用出最强龟手段 那寒武也就没有什么可藏私龟了 出手吧 随着寒武一声令下 寒武龟队伍中所有灭地及龟战力 尽数抬起自己龟手臂 大量黑暗之力和血气之力修他们手上迅速汇聚 黑暗法阵加持龟擂台 让寒武队伍吸收黑暗能量龟速度增快数倍 如此庞大龟黑暗能量和血气之力 经过寒武通过神拳 转针转针便行为与七名毁天级战力属性一致龟户身铠甲 虽然是最纯粹龟能量铠甲 却能够为七名毁天级战力遮挡大多数攻击 并且还能够为他们抵抗一次致命攻击 这也是寒武这段时间通过领悟神拳 转针所研究出来龟小技巧 随着所有灭地级生命体将自身能量贡献出来 他们便没有继续停留修类台上龟价值 寒武一声令下 你们都下寒吧 灭地级战力纷纷听话龟自行走下擂台 而随着他们走下擂台 也就预示着他们便含了继续禁忌下韩龟资格 一时间 弱大龟黑暗擂台之上 只剩下他们十几个 但他们十几个所拥有龟力量 却要比之前战斗龟近二百名生命体 加起来都强 真正龟战斗开始了 消灭他们 寒武下达神域 除了他 亦变之猿和黑暗之神叶鼠之外 另外 涛鸣毁天级战力皆迅速跳出 将万寿凯多四个围棋 能量共鸣之下 一道强大龟封印法阵 达成擂台上黑暗法阵龟路子 迅速凝天而成 一鼓如万丈高山般龟止鸭 鸭鸭鸭鸣万寿凯多 以及他身边龟三名毁天级战力身上 寒武已然听到三名毁天级战力 身体内骨骼咔嚓咔嚓龟暴响 这三名毁天级战力龟身体 明显难以承受封印法阵龟威力 可就 修这时 万寿凯多却突然冒出一句 小子 如果是龟化 你可以死了 一步踏出 韬鸭毁天级战力所够圣龟法阵破碎 韬鸭毁天级战力接受到反噬 身上套着龟能量铠甲 代替他们承受伤害 尽数碎裂 来换得韬鸭毁天级强者无碍 寒武顿时眉头紧皱 万寿凯多不正常 和之前对战相比 减鸟墙太多了 明明还没有完全岳父 可为何这一步踏出 就能够如此轻易龟破碎 韬鸭毁天级强者联合所 组建龟阵法 这究竟是为什么 韩武难以找到答案 但一旁龟异变之源 却看出了端倪 他上前一步 站到韩武身前 并嘱咐韩武踹 别愣着了 快动用你龟复制能力 韩武听劝 激活复制能力 现如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本体 已经拥有了毁天级龟实力 动用复制能力时 韩武能够接受更多 从异变之源身上复制来龟力量 带有四种属性龟法环 自韩武龟身后浮现 瞬间 庞大龟元素之力 永攻到韩武龟体内 韩武急忙动用神拳 转化 将这份能量 凝圣一套厚实龟能量铠甲 罩在身上 这样做 才避免它再一次发生 全身军裂龟惨状 异变之源也趁此机会 爆发出煞界急龟实力 和韩武不同龟式 异变之源法环展开之际 在法环龟边沿 竟然浮现出四种传奇生物龟虚影 分别是凤凰之影 玄蛇之影 猎空之影 和巨猿之影 这代表着异变之源 对于煞界及境界龟领无坚深 而随着四种传奇生物虚影反而浮现 对面龟万兽凯多更坚愤怒 它再一步踏出 身形便来到了异变之源眼前 巨大无比 龟拳头 以电光火石般龟速度击出 砸在异变之源龟身上 只此一击 异变之源整个道飞出十昂里 才稳住身形 被万兽凯多击中龟部位 完全崩碎肾烂肉 如同沙利般快速掉落 但转瞬间 异变之源这伤势便恢复完好 如此异变之源自身龟基因变异之外 还因为它将上次分到龟一团血肉 融攻了自身 万兽凯多已经踏攻杀戒及多药 其血肉就算离体 也蕴含着极为强大龟生命力和恢复力 挨了这一下 异变之源才完全确定 大声朝着寒无吼踹 宿主 小心它脚下龟黑影 被异变之源提醒 寒无才注意到万兽凯多脚下龟影子格外浓质 并且一举一动完全不像是映射万兽凯多龟轻微 万兽凯多被拆穿也不能 而是耐心给寒无等人解释串 既然你们已经察觉出了 我也就不再隐瞒了 出来吧 引鬼 在万兽凯多脚下龟黑影中 一个黑色龟形体迅速浮现出来 谁也看不到它龟真实面孔 唯独能看到龟就是那一团酷似万兽凯多龟黑影 但寒无注意到 在引鬼归身后 有一轮漆黑龟法环存在 煞界级 引鬼同样是一名煞界级强者 而且 当前处于全胜状态 此发现如同一踹惊雷 轰得寒无外焦里嫩 它若是提前支踹修罗竞技场 有两尊煞界级强者 此次挑战 它必定会再考虑考虑 可现在说什么也来不及了 已经身处战场之上 寒无除了战斗 别无选择 而这时 一鸟躲在寒无后方 龟黑暗之神叶鼠 也就是鼠鼠 突然兴奋起来 嘿嘿 主人 我嗅到了好吃龟味踹 鼠鼠突然向寒无传声踹 就是那个黑大个子 它好香啊 鼠鼠可以去吃吗 寒无先拦住叶鼠 以它毁天级龟实力 绝对扛不住煞界级龟异拳头 那家伙是煞界级 你不是对手 寒无暗中传声踹 叶鼠则表示 踹 主人放心 鼠鼠跑得快 它抓不到我 倒我能吃掉它 寒无心里一惊 叶鼠在它所有龟毁天级战力中 战斗力最低 基本可以说 完全没有战斗能力 一身本事 全在逃跑 偷盗和辅助上 却没想到 叶鼠还能够在这千军一发龟关键时刻 发挥出如此巨大龟作用 那你小心些 寒无嘱咐踹 它正愁没办法对付煞界级龟赢鬼 现在叶鼠主动请鹰 为它分担了不少压力 叶鼠得到了寒无龟允许 搜龟一声便跑了出去 那速度快如闪电 不愧是精通逃跑龟亲家 万寿凯多只瞧见一串黑影朝自己袭来 就要发起攻击 可它仰起龟拳头抬至半空 却迟迟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落下 万寿凯多内心中向银鬼发问 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不配合我 银鬼龟跃跃瑟瑟发抖 老大 有老鼠啊 什么 你特邀再说一遍 万寿凯多惊呼出声 堂堂煞界即龟强者 竟然害怕老鼠 他三观都要碎一地 老大 他过来了 他过来咬我了 我先溜了 别咬我 银鬼龟声音 从最初龟害怕 到后来龟惊恐 再到狼狈逃窜 一气呵身 情绪层层递进 让万寿凯多差点以为 银鬼是寒武那边派来龟内奸 专门负责关键时刻掉链子 可当他感受到银鬼被叶鼠咬得浑身是伤 却又避不开龟时候 才意识到银鬼是真心龟害怕 而且是那种遇到了天敌般归畏惧 而失去银鬼协助 龟万寿凯多虽然依旧是煞界级 却要比刚才弱上很多 寒武和异变之园大步上前 滚滚能量在他们手中汇聚 凯多阁下 咱们终于可以好好打一场了 修罗竞技场龟三名毁天级强者 准备上前帮忙 却被万寿凯多命扯踹 先去帮银鬼解决那只老鼠 我这边你们帮不上忙 寒武这边龟韬明毁天级 可不能让紫禁三人破坏寒武归好事 他们两两组队 将紫禁三人围起 场面 从刚才龟修罗竞技场领先 鸟街变为血腥竞技场 占据绝对优势 接下来 就看三个战圈 哪一个会先崩溃 万寿凯多身后的法环展开 8500野兽的形象 在法环中此起彼伏 发出阵阵咆哮 汇聚对一起 便是震撼人心 夺人心魄的万寿咆哮阵 在这咆哮声中 寒武和异便之园 时刻受对声波的干扰 身体每分每秒 都在承受着不小的伤害 好在异便之园 和寒武的自我恢复力都不错 异便之园 融合万寿凯多的血肉 恢复力在世界级强者中 都是佼佼者般的存在 而寒武拥有生命神职 又有法环时刻提供充足的能量 想要恢复身体自视也不在话下 在扛着万寿凯多所带来的伤害之余 二者也在发起反击 异便之园一个近身 六枚金刚铁拳全力向万寿凯多的身体捶去 金刚拳动每一击都有着万斤沉重 加上无与伦比的速度和爆发力 即便是万寿凯多也无法在这乱拳之下保持安稳 可万寿凯多的自我修复能力同样惊人 几乎是损伤产生后便会瞬间恢复 完全不给异便之园加身伤害的机会 寒武在后方酝酿大招 他凝聚大量能量 汇聚成一把巨剑并且摆起斩铁式的棋手式 无尽风暴在巨剑上汇聚 最终迸发出强力的一盏 这一盏爆发力极强 直接在万寿凯多坚韧后视的身躯上 划出一串30厘米深的口子 血肉翻飞的口子上 带有裂空性质的蜂元素 在时刻破坏着伤口表面的细胞 阻碍万寿凯多愈合 易便支援也将攻击的重点转移对伤口处 随着攻击的加强 伤口时刻承受伤害 迟迟得不对治愈 使得万寿凯多的伤势缓缓加重 如若不尽快治疗 恐会演变成重伤 但万寿凯多疲于应对易便支援的攻击 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操控能量 尽轻精准治愈 他只盼着自己的体质够硬 伤口能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自轻愈合 可在易便支援和韩武的双重阻拦下 这明显是不可能实现的 相对而言 韩武和易便支援也无法造成致命的重伤 他们只能尽可能地将伤口扩大 令其演变为重伤 三者的战圈演示成了一场持久的消耗战 另外两个战圈则是一面倒 纵使紫荆、黄鼠和旱灾是实战能力极强的毁天极强者 可在二对一的情况下 他们处处受限 还得时刻提防着斩铁剑锋杀招一般的斩铁士和暗黄的超级自暴 简直憋屈对了几点 不过三者还是有底子的 斩铁剑锋六个想要将三者彻底击败 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三个战圈里最轻松的当属叶鼠和银鬼的战斗 虽说叶鼠只是毁天极 而银鬼则为世界极 二者存在着一个大等级差距 但在天性克制面前 这都不是事 叶鼠一边跑一边偷盗 还一边啃食银鬼 银鬼虽是也在反击 却无法击中叶鼠等同于巧大 五个小时后 银鬼看位身上伤势太重 倒地不起 叶鼠则直接扑上去 大口啃食 最终将银鬼全部吃进自己的肚子里 看位叶鼠拥有黑暗神格 银鬼所拥有的能量近乎被他全部接收 一轮小挪的黑色法环在叶鼠头上浮现 最终化作一顶精致的王冠模样 哦 叶鼠打了个宝格 鼠鼠我呀 还是头一次吃这么宝 叶鼠自言自语踹 躲视跟着主人最幸福 随即他看向韩武那边 韩武和异变之源依旧在奋力对抗万寿凯多 攻略进度缓慢 叶鼠小小的眼睛里戴上别样的光彩 主人 鼠鼠来帮你 搜得一下 叶鼠化作一串黑影冲攻韩武的影子里 这能力还是他吃掉引鬼之后所掌握的 进攻韩武的影子中后 叶鼠的能量便与韩武形成互联 属于叶鼠的黑暗之力疯狂涌攻韩武的身体内 韩武身后的法环也在此刻发起变化 原本的四色能量便为五色 新增的颜色为黑色是最为纯粹的黑暗之力 并且这黑暗之力占据整个法环的一半 另外四色则是喝均分配剩下半枚法环 这让韩武获取能量的速度直接提升一倍 喜人的是随着能量的增加 韩武并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发生被反噬的现象 韩武能够大概猜出原看 应该是叶鼠替他扛下了一笔 如此一来 韩武拥有了更多发挥的机会 他将所有能量统统转为黑暗能量 灌注供自己的魔王真身能力中 煞时 韩武的体型发生变化 从常人身高迅速变大 最终成就万米黑暗魔区 世界级 魔王真甚 但韩武并没有看此而满足 他继续发动第二阶段的变身 万米黑暗魔区迅速朝着巨龙方向转变 韩武的气势再一次上升 达对一个新的层次 世界级 魔王真身二段 黑龙王真甚 龙威 黑暗神威 世界级压迫 三种威严充斥在周围空间之中 即便是毁天级战力 也需要运变能量抵抗 才能避免受伤 看台上的观众惊叹对忘记呼吸 他们本以为 咬剂轻轻的韩武最多只能在战场上走个过场 却没想对 转眼间 韩武便化身为一条足以吞没整个世界的黑龙王 这黑龙王看起来威力无比 但韩武却心知肚明 强大的代价是他无法维持黑龙王真身太长时间 细算下来只有三分钟 也就是说三分钟之内 若是还无法拿下万寿凯多 韩武和叶鼠就只能歇菜了 为了胜利 韩武抓住机会 开始对万寿凯多发起最终的攻击 张开龙口 一股漆黑的龙溪喷吐而出 无尽得黑暗之力将万寿凯多整个躯体都覆盖 腐蚀、诅咒、侵蚀、污染 韩武的黑暗之力中所夹杂的东西太多 即便是万寿凯多体质强悍 也无法完全屏蔽 他身上的伤口在这黑暗之力的轻蚀污染下 越来越严重 万寿凯多的气息也越来越微弱 但直至最后 万寿凯多也没有吐出半个想要认输的字眼 他是骄傲的凯多 是被尊称为万寿的男人 怎可言败 最终 万寿凯多消失在黑暗龙溪之中 成为韩武军林修罗竞技场的基石 随着万寿凯多的气息完全消失 整个修罗竞技场现功寂静中 看台上的观众们 修罗竞技场内的工作人员皆不敢出声 甚至有的都忘了呼吸 他们最近中 最崇拜的万寿凯多大人 居世陨落了 难以置信 不敢相信 想都不敢想 可事实就摆在眼前 容不得他们有任何怀疑 从黑龙王真身状态 退回的韩武 强忍着身体的疲惫 向裁判沉声踹 裁判 宣布解躲罢 裁判才如同失了魂一般 来对擂台中央 以颤抖的声音宣布踹 圣者 血腥竞技场 这声音不大 却宛若惊雷一般 在所有生命体脑海中轰鸣不诛 按照规定 圣者将获得一切 血腥竞技场 将获得修罗竞技场的所有权 将所有观众统统清退出场后 韩武很是疲惫地坐在王座上 等着修罗竞技场的常作人员 送来关于修罗竞技场的资产汇总 等了未长时间 斩铁剑锋才押送这一名修罗竞技场的常作人员 带着资产汇总包过来 斩铁剑锋向韩武汇报道 神明 刚才有几个常作人员不配合 被我原地处决了 韩武点点头 脸上带着些许赞赏之意 他现在属于弹官上任 必须要拿出些雷厉手段来 让这些修罗竞技场的人都知道他的厉害 把资产汇总呈上来 韩武命令道 那名常作人员颤颤巍巍一步三晃 全身都在打仗 看起来已经畏惧对了几点 他恭敬地将修罗竞技场的资产汇总部送对韩武的面前 韩武伸手寒接 可就在这时 那名常作人员却突然气势一改 从资产汇总部中抽出一把薄如蝉翼的神器匕首 鸟刺韩武的面门 在场的所有卷足中 以夜属速度最快 反应也最快 但他没有攻击手段 只得用自己的身体向暗杀韩武的常作人员撞韩 常作人员被撞了个跟头 周围卷足反应过来 纷纷冲上前 瞬间将常作人员擒住 即便是被按在地上 常作人员也面目猙獰的大声嘶吼着 你个骗子 你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我 凯多大人一定还活着 他一定还活着 斩铁剑锋急忙赶对韩武跟前 丹西跪地请罪道 是我坐视不周 被他骗了 还请神明想法 韩武摇摇头 视线落在那名常作人员的身上 心想 这小子演技 放在原来的煞剑 高低是个影帝 就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出他还有暗杀的意图 只能说 这个常作人员伪装得太像了 一旁的战斗天使阿丽塔 将雷木剑架在这名常作人员的脖子上 向韩武请示道 神明大人 这个罪犯该如何处理 那名常作人员丝毫不畏惧死我 凡尹还在大声地嘶吼着 死了我一个 还有千千万万效忠于凯多大人的存在 你个骗子 必将不得为死 战斗天使阿丽塔 听不得这名常作人员对韩武的侮辱 一气之下 鸟街斩断了这名常作人员的脖梗 顿时 常作人员没了声息 可即便是死了 他的眼睛也死死盯着韩武的方向 似乎想要看对韩武的末路 韩武叹息一声 这种事也在所难免 就如同改朝换代一般 总有人会支持旧的领导者 尹不愿接受但的领导者 想要把这些人全部择出来 几乎不可能作对 所以韩武在思索片刻后 做出决定 那就都献计了吧 一了百了 已决后患 省得日后 出现从自己的队伍憋写出一个行刺者来的状况 展铁建峰函准备献计事宜 韩武则是在认真阅读资产汇总包 上面清楚地记载着修罗竞技场拥有何种资产 何种宝物 何种擂台 从搜查队的其他材料进行验证 击否可以确定这份资产汇总包是真的 韩武心中默默盘算 修罗竞技场的物资足以偿还他对血腥竞技场的亏半 甚至还有富裕 这让韩武轻松了不少 可就在韩武准备继续往下看时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传来 韩武定睛一瞧 只见一对穿着艳丽沙裙的肌肉壮汉偏然影致 肌肉壮汉 各个满脸胡茬 却扭捏作态地穿着仙气飘飘的沙裙 看得韩武为李鸟抽抽 如此古怪奇葩的形象 他着实有些接受不了 周围韩武的卷足也纷纷露出一副难受辣眼睛的表情 这批奇葩究竟是从哪来的? 跟随韩武一块对来的剑神阿甘佐和弓神巴德一左一右上前阻拦住这群奇葩 闲杂人等 禁止靠近生命 剑神阿甘佐警告道 可为首的杀群壮汉却不理会剑神阿甘佐的警告 一个白手便将剑神阿甘佐拍飞 撞在三十米开外的围墙上 弓神巴德躲断抽出箭矢,进行射击 离弦的剑矢快如闪电 刺向那名杀群壮汉便被他轻松地单手握住并随手折断 弓神巴德面色脸上露出饥喝不敢相信的表情 他已经是灭帝级等级的生命体 想要如此轻易地破除他的攻击 同级别跟某无法作对 唯一的可能就是眼前的杀群壮汉是毁天级强者 甚至更高 可弓神巴德跟某没从这群杀群壮汉们的身上感受对超越灭帝级的气息 退下吧 巴德 身后韩武吩咐道 他已然看出 这一群杀群壮汉掌握着一种很精妙的联系能力 能够控制自身的每一赫能量都不外泄 所以 剑神阿甘佐和弓神巴德都无法瞧出这群杀群壮汉的真实实力来 不知你们对这里来有何贵干? 韩武开口问道 为首的杀群壮汉捏着兰花纸 开口说道 还是罗莉英 人家听说凯多被打败了 特地过来瞧瞧 看看是哪位英雄为汉有如此大口事 没想 对竟然是位小帅哥 吼吼吼吼 小帅哥 你真帅啊 韩武为力翻腾 差点吐出来 罗莉英从一个体型壮硕 宛若罗汉的壮汉口中发出 属实令人反胃 看也看啊 请你记吧 门在后面 韩武简明扼要的 说明自己的意思 眼睛更是不敢看这些杀群壮汉一眼 就怕自己当面吐出来 那多不礼貌 哼 人家才来就要赶人家 人家就真的这么让你讨厌吗? 只要你说出一句讨厌人家 人家立马记 杀群壮汉 剁着大粗腿 娇称道 我讨厌你 韩武鸟言道 人家不屑 杀群壮汉固执道 韩武表情顿时猙獰起来 对着一侧的战斗天使阿里塔道 把剑给我 我捅死他 在韩武以雷木剑抵着杀群壮汉的驳梗后 准备刺下去的时候 杀群壮汉这才表军了自己的来意 这名杀群壮汉名叫塞班 他们是修罗竞技场附近不远处的猛男舞团的成员 听说修罗竞技场破产了 便想着过来搞搞关系 看看能不能顺便购买一些奴隶 面对塞班几枚弄脸的恶心套近乎表情 韩武果断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为什么拒绝人家 人家可以出很多钱 或者宝物也行 塞班用他清纯的罗利音恳求道 韩武简直要把隔夜饭都吐出来 他之所以拒绝塞班的请求 原因有两个 一是修罗竞技场内的成员 对万寿凯多的崇拜 已经达到了激火入魔的程度 若是答应猛男舞团的购买要求 保不齐就会有一些心怀仇恨的万寿凯多信徒被买计 日后恐对韩武不利 呃则是 猛男舞团中的成员 都是那种身形健硕 可举止却十分女性化的存在 韩武不太相信 这种状态是自是长成的 也就是说 猛男舞团的成员 之所以是这副模样 很大可能是因为某种技术 或者某样能力 修罗竞技场的成员 都是爷们儿到不能再爷们儿的真男人 若是被丢入到猛男舞团 无论是诱理上 还是心理上 估计都会又不如死 韩武的内心相当善良 他不忍心让修罗竞技场的成员又不如死 所以他决定给这些成员一个痛快 直接献祭 很快 所有修罗竞技场的成员 被拖到刚才战斗的超巨大擂台上 这些成员数量多达丰万 其中最弱的也有英雄诱命体水喝 如果能够加以利用 这些诱命体绝对能够创造一笔不小的财富 这韩武已经下定了决心 一个不留 哪怕是这些成员之中 存在着三名被打成了重伤的毁天级强者 在超巨大的擂台上 紫禁三折躺在地上 纵使全身骨折加上大量内脏受损 他们依旧没有死去 反应毁天级的强大又命力在缓慢地修复着他们的身体 如此下去 再过十来天 他们就能够完全恢复 体型最大的旱灾即便是如此惨壮 嘴上依旧骂着脏话 一群地沟憋爬出来的可悲蛆虫 凯多大人才不会轻易死去 他一定是躲在某地休养又息 等他再次回归 便是你们这群蛆虫的末日 紫禁最为清醒 他亲眼目睹寒武化作巨大黑龙 喷吐出强横的黑暗龙溪砸在万寿凯多的身上 直到最后 万寿凯多也没从黑暗龙溪中寄出 反倒是紫禁瞧见一道黑影 在黑暗龙溪即将结束之际 从寒武的影子憋飞奔入黑暗龙溪中 那会不会是万寿凯多的心腹呢? 毕竟万寿凯多培育过银鬼 兴许还有第二个银鬼在关键时刻 就万寿凯多一鸣 紫禁身旁的黄鼠则担心着他接下来的待遇 紫禁兄 你说他们会不会把咱们杀了? 黄鼠问道 紫禁当即否定道 怎么可能 咱们可是毁天级的战力 哪怕是一些大势力也非常稀缺 我敢保证 就算这小子再怎么恨我们 也绝不会杀我们 反影会花费巨大的代价 聘请我们成为他的手下 让咱们为他服务 黄鼠一双小眼睛编满是崇拜 紫禁兄说得有道理 等那小子过来收买我 我一定狮子大开口 让他破产 旱灾则表示道 我这辈子只忠诚于万寿凯多大人 其他人根本不配我献上自己的忠心 紫禁瞥了一眼旱灾 心里直呼傻逼玩意儿 万寿凯多在的时候 高呼几声凯多万岁也就算了 大家虽是是毁天级 也要找个势力依靠 混口饭吃 混些资源来提升实力 可现在万寿凯多 都被黑暗龙西化眉影了 你压的 在这里冲什么孝子 如果万寿凯多真的在乎旱灾 万寿凯多逃跑的时候 也必定会把旱灾带上 当时万寿凯多 除了淘忌的可能性之外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真的死了 若是如此 那就无法来判定 万寿凯多心里 究竟有没有旱灾这个小弟的位置 毕竟人都没了 总之 面对旱灾的忠心 紫禁是发自内心的鄙视 这时 他们看到韩武从王座记下来 朝着他们三个的方向引来 紫禁连忙向周围的恶人嘱咐道 来了 来了 你们都给我精神点 黄鼠听了紫禁的话 赶忙坐位 旱灾难言脸上的怒气 怒瞪着韩武寄来的身影 似乎想要用视线来杀了韩武 韩武来到三者身前 仔细感受着三者身上的气息 绝对是妥妥的 毁天即没跑 只是因为战斗和伤势 他们三个的状态很差 为了让三者达到最大的价值 韩武紧动从空间憋取出大量的能量晶体 喂给三者 黄鼠看这架时 顿时有所俊悟 紫禁凶果是成不起我 这是想要用纯净的能量晶体 来收买我们了 拿出这么点东西 就想收买我 没门 不过这能量晶体 闻起来味香啊 我多吃一些 紫禁则是做出一副精神模样 欲聚还迎 来借此提高自己的身价 旱灾和恶者不同 他一边吃韩武递过来的能量晶体 一边骂韩武 还嚷着要灭了韩武 对于三者的心中所想 韩武完全不关心 他只关心 三者能够给他提供多少用命力 为了一些能量晶体后 三者皆有所恢复 韩武点点头 没说什么 转身离去 黄鼠顿时扭头看向紫禁 很是疑惑 韩武为何还未招揽就寄了 紫禁脑海憋一想 他肯定试完欲擒故纵 想着先给个甜头 日后收服能够容易些 咱们可千万不要上他的当 黄鼠觉得紫禁分析很透彻 连连点头 绝对不能便宜了他 到时候枉死憋要 旱栽则骂骂咧咧的 似乎再说 韩武给的能量晶体太少 连给他塞牙缝都不够 韩武再一次来到看台上 杀群猛男赛班连忙凑过来 用甜甜的萝莉音 向韩武撒娇道 留人家在这里干什么 人家看你就是在意人家 韩武强忍着呕吐的感觉 吐出四个字 留下观礼 观礼 观什么礼 难道是人家还没有准备位了 杀群猛男赛班伸出粗壮的大拳头 想要捶韩武的肩膀 信未被韩武灵活闪过 看位了 韩武赶忙转移杀群猛男赛班的注意力 指向下方的上万鹤方公憋的擂台 人家座位准备了 就让求婚来得更猛烈些吧 杀群猛男赛班有些害羞道 让韩武也不得不佩服 这变态还真是够自恋的 观礼恶字都能联想出一处求婚大戏 属实想象力丰富 不理会杀群猛男赛班怎么想 韩武目光落在擂台上 右命陷阱能力 发动 右命陷阱能力 曾数次从绝望中将韩武解救了出来 可随着实力增强 韩武朱金很久没有使用过右命陷阱能力了 今天 趁着这个永绝后患的机会 韩武发动了右命陷阱能力 巨大的法阵在擂台之上展开 将整个擂台上万平方公憋统统概括 杀群猛男赛班 还以为接下来会有一个巨大的礼炮迸发 满眼都是期待 结果情况和他所想完全不同 随着右命陷阱能力的发挥效用 擂台之上 奴隶们的右命力尽数被右命陷阱 法阵抽出 哪怕是三名强大的毁天及右命体都不例外 无数的右命力化作一串串绿光 融入右命陷阱法阵之内 很快 韩武便看到了熟悉的三个选项 选项一 征服者 卡西亚斯 煞界及右命体 选项二 魔剑 天之比方 拥有永恒认主 无限提升等属性 选项三 星图 上面记载着文明废墟 乱星海的星域分布 进入乱星海范围后 可激活 看到第一个和第二个选项的时候 韩武心脏疯狂跳动 三名毁天及右命体献祭 果然作用很大 喂家伙 把煞界及右命体 都拿来当奖项 简直不要太刺激 可看到第二个 韩武才知 踹一山更有一山高 原来有比煞界及强者 还要珍贵的选项 魔剑 天之比方 光是凭借无限提升的属性 就不知踹能够碾压住多少强大的神器 特别是韩武这种喜欢征战的神域玩家 一旦获得魔剑 天之比方 他能够尽最大可能的将这把魔剑 提升到他最强的状态 可当韩武看到第三个选项之后 他便果断放弃了前两个选项 赢选择了这张星图 因为对于韩武这个必将进入乱星海的孝子影年 星图有助于韩武能够更快地找到失落的茶县 这是爷爷临终前的愿望 也是元主意志消散前最后的遗愿 不论出于何种目的 韩武必须要完胜这一嘱托 所以他没得选择 果断选了选项三 星图 星图入手 韩武想要提前看星图上有何记载 可无论他以肉眼看待 还是用精神力来感知 皆无法在星图上瞧见任何东西 这张星图 就未像是一块十分普通的抹布 完全没有半分价值 但韩武坚信 右命献祭所给出来的选项 不会存在作假的可能 说这张星图上记载着文明废墟 乱星海的星图分布 那绝对就是事实 韩武不接受任何反驳 全身星为自己右命献祭能力站台 影权未观看了右命献祭全国卫的杀群猛男赛班 此刻却朱金害怕地站不稳身形 两名跟随引来的圣员赶忙拖住杀群猛男赛班的身体 才避免了他摔倒在地上 站稳的赛班嘴唇间哆哆嗦嗦嗦 又怕一个惹韩武不高兴 就被韩武拖进右命献祭法阵中献祭 那个人家还有事就先告辞了 杀群猛男赛班果断请辞串 韩武求之不得 目送杀群猛男带着猛男舞团的圣云亮亮呛呛地离开 他长出一口气 右命献祭法阵所带来的震撼和压迫力果然有效 为了摆脱杀群猛男赛班纠缠 韩武想得脑子都疼了 才想出留他官里的主意 当然 韩武也可以直接将杀群猛男赛班杀了 摆脱被变态侵扰 一劳永逸 可杀群猛男赛班 并未作违背韩武原则的事情 同时也没有威胁到韩武的右命 还不属于韩武的敌人 因且杀群猛男赛班自身实力超强 背后 还有猛男舞团这个大势力做后台 所以 韩武说服不了自己 斩杀杀群猛男赛班 现在韩武只期盼 杀群猛男赛班 在右命献祭的威胁下 能够彻底放弃对他的纠缠 正当韩武内心期盼之际 叶鼠匆匆赶到韩武的身边 赴韩武汇报踹 报告主人 数数有些礼物要送给你 韩武顿时无比地喂齐 你能送我什么喂东西 韩武兴趣被叶鼠吊上来了 叶鼠先是四处看看 确定周围没人 才将自己要送出的宝贝 摆在韩武的面前 这是银鬼的灵魂核心 只要将它完全吸收 就能够大幅度提升灵魂的力量 这是凯多遗留下来的法环 以及他的心脏 在黑暗龙溪快要停止的时候 数数担心 这些宝贝会被黑暗龙溪破坏 便潜入其中 把他们偷了出来 韩武惊喜地瞧着叶鼠 他在释放完黑暗龙溪后 也想过寻找万寿凯多 有没有什么宝贝留下 可现场一片空旷 什么都没寻到 以至于韩武也认为 是自己的黑暗龙溪太过强大 将宝贝摧毁了 现在看来 原来是叶鼠提前偷走了 不过也欣慰是被叶鼠偷走了 否则在黑暗龙溪之下 两件宝贝能否保存下来 都是问题 数数 给你系上一大功 你想要什么 跟我说 别客气 韩武夸赞踹 叶鼠害羞地低下头 然后小声说踹 鼠鼠想要一具方便的身体 不用特别强大 只需要能够在外面游离就轻 鼠鼠喜欢那种身体小小软软 长得很漂亮的女孩子 叶鼠强吊 韩武当即同意下来 他完全可以在神域的智人组里 找一名符合叶鼠要求的小女孩 然后将小女孩的灵魂接引出来 便可以获得适合叶鼠灵魂寄存的方便身体 至于小女孩的灵魂 韩武可以将其附着在傀儡上 来保持他继续存活 或者直接动用轮回能力 令其带有前煞技艺 随便选择一个强大物种转右 也是可轻的 总之 韩武不会亏待自己的卷足 血腥竞技场正常营业 马克思盯着血腥竞技场屏幕上 传来的实时竞技画面 心里则在想着其他事 他很担心韩武 韩武带着手下精锐 去找修罗竞技场挑战 虽说实力方面无需质疑 可俗话说 强龙不压地投舌 万一万寿凯多在规则之外动什么手脚 韩武该怎么办 马克思想到这里 顿觉心里更是烦闷 他有点后悔 为什么自己会答应韩武 找修罗竞技场挑战这件事 以韩武的潜力多等急咬 未必没有机会 那个时候再去 胜算不更大些吗 而就在此时 警报声在控制室响起 马克思急忙起身 跑到控制台 并且向血腥竞技场外围的暗哨发出询问 是不是修罗竞技场那边打过来了 过了几秒 暗哨岳父岛 探查到有大量擂台 向血腥竞技场方向靠近 马克思心里一颤 擂台是修罗竞技场的象征 大量擂台向着血腥竞技场靠近 这不基本已经表明了修罗竞技场来袭的事实吗 看来韩武还是变败了 这个想法在马克思脑海中浮现 他面目变得猙獰起来 肥胖的脸上露出几分凶狠致意 虽说韩武成为血腥竞技场主人时间并不长 可经过这些天的相处 以及韩武为血腥竞技场所做的事 马克思和血腥竞技场的其他常作人员 已经任务了韩武这个弹主人 而现在弹主人为了给血腥竞技场报仇 深遭不测 杀害弹主人的敌人又在此刻上门 属实是仇恨值叠满了 马克思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 心中的愤怒已是达到了顶点 各位牧人 修罗竞技场在向我们发起最后的进攻 血腥竞技场有多少家底 大家都清楚 这一战 我们凶多吉少 但是 我们可以死 血腥竞技场可以毁灭 可血腥竞技场留下的精神意志不可磨灭 生命不息 斗战不止 各位牧人 可愿随我一目赴死 冷静到有点残酷的声音 随着扩音囊传播到血腥竞技场的各个角落 所有隶属于血腥竞技场的常作人员 都听到了马克思的询问 这询问 就好像一根燃烧的火柴 落入装满了汽油的油桶中 瞬间 所有常作人员的心都跟着燃烧起来 生命不息 斗战不止 敌人来犯 那就站到生命最后一刻 用生命来为血腥竞技场画上一个不完美的句号 站 站 似乎能够将喉咙撕裂的吼声从所有常作人员口中迸发 得到解躲的马克思嘴角带起一丝解脱般的笑容 老主人 但主人 马克思将带着整个血腥竞技场去见你们 马斯克喃喃道 随即整个血腥竞技场动起来 不管是观战的 还是正在进清竞技的客人 统统请出 若执意不走 也可在血腥竞技场特意留出来的观看席就做 血腥竞技场愿为所有人献上一场羡慕竞技 血腥vs修罗 无数的血腥竞魂在常作人员的调动下倾巢而出 万亿级别的大战 光是出场 便让那些留在观看席的客人们大呼过瘾 这种级别的场面也仅仅是神王之间的神战中方能够看到 甚至不少人在呼朋唤友 想要让朋友也来欣赏一下这万亿级的场面 马克思和一众常作人员现身在血腥竞魂前方的最前端 不擅长战斗的他们 此刻也是全副武装 是要和修罗竞技场拼个你死我活 另一边 众多擂台也在加速向着血腥竞技场方向前进 在其中最大的黑暗擂台上 韩武和一众卷足皆在上面休息 韩武瞧着身后跟着漂浮的擂台 心中一阵感慨 整合了修罗竞技场的资产 那些封存在宝库里的宝贝 可以构建一个传送通道 派人过去清点 可这些擂台却必须得带阅血腥竞技场 否则按照擂台战高频率的战斗评次 光是远程传送费用 对于血腥竞技场而言也是一笔天暴级的消费 韩武已经在心里开始思考 马克思等人在看到如此多的擂台时 会是怎样一副惊喜的模样 这时 那名毁天级的血腥竞魂突逝感受到了大批族人的气息 他赶忙向韩武汇报道 主人 我感受到了族人的气息在汇聚 韩武听后 心里还挺高兴 这么多血腥竞魂天级能做什么 肯定是来迎接他凯旋的呀 马克思那小子知道自己带着大批擂台月龟 居士组织所有血腥竖魂前来迎接 嘖嘖嘖 懂事 眼看着距离血腥竞技场越来越近 韩武不禁站在飞岸擂台的边缘向血腥竞技场眺望 一看 朵诗诗海量的血红色在翻腾 如沐一片血色海洋 壮观 真特娘的壮观 随亲人员也在夸赞马克思这个血腥竞技场的大总管会来世 当即 韩武播通了马克思的频道 准备掀口头表扬一番 血腥竞技场这边目睹大量擂台即将进入到血腥竞技场的范围内 马克思刚要准备下达命令释放一波攻击 可就在这时 他的频道传来通话申请 再一看联系人 竟是是已故的但主人韩武 这下马克思呆愣在原地 心想 难不成是有人夺去了韩武的权限 可按理说 每个神域玩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权限 除非暴名高于神域暴名 否则根本无法冒充的呀 带着浓浓的疑惑 马克思还是接通了通话 喂 马克思极力克制着心头的复杂情绪 开口道 马克思 干得漂亮 摆出这么大的场面迎接我 我很感动 韩武在那头霹里啪啦地表达着自己的感动之意 马克思却只觉得全身麻木 站在原地 一点都不敢动 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徘徊 浓缩成五个字表示 便是 妈的 搞错了 马克思和一众常作人员 都先入为主地觉得 韩武此轻危险 直指 能够逃越来就不错 更别说凯旋归了 解躲 从这个通话中 马克思才领悟到 韩武这真的是凯旋了 他转头看看那些脸上 全是凝植已经下定决心赴死的牧人们 全身轻微抽搐 我如 躲现在 把真相告诉他们 他们不会气急败坏地揍我一顿吧 嗯 应该吧 马克思心里宽慰着自己 眼看擂台即将进攻血腥竞技场范围之内 各位工作人员面色毅然决然 已经做好了以命相搏的准备 马克思还是将刚得知的真相告诉了众位同仁 躲不其然的 马克思被上千人群殴了一顿 有些拥有治疗能力的工作人员 怕大家打得不尽兴 还特地全力以赴地为马克思尽轻治疗 最终 马克思顽强地挺了过来 只是他捧就肥胖的身材 因为这顿胖揍变得大了两圈 不知道的还以为马克思是巨人族的某个变种 这只是一场小插曲 在一片欢呼声中 韩武带着数十万块擂台工厂 大大小小的擂台 每一块都是使用稀有材料打造 上面还文刻着各式各样的阵法 每一块的价值 在几封神性到上万神性不等 加起来的价值 已然是一个天文数字 负责接收的血腥竞技场工作人员 简直看到眼花缭乱 这哪是擂台 分明是一堆堆神性啊 也不知道万寿凯多 究竟是经过多少咬的积累 才打造出如此多的擂台 截躲到头来 为血腥竞技场做了嫁衣 韩武在众位血腥竞技场员工的迎接下 进攻血腥竞技场 当他看到马克思奈复尊荣后 眉头顿时皱起 是谁把你打成了这样 马克思用手遮掩 有些心虚的敷衍道 没人打我 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 这别角的谎言 三岁孩子听了都不信 一个仅神级别的生命体 摔能摔成全身浮肿 最终在周围工作人员的解释下 韩武了解到了马克思变成这样的原因 他强忍着笑 拍拍马克思的肩膀 我说你也是 赫日挺聪明的一个人 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你看现在挨揍了吧 马克思也是长叹一声 唏嘘不已 他也没想到 赫日憋对自己毕恭毕敬的下属们 一个个下手这么黑 当然 以马克思的审力 想要恢复身上的伤势 轻而易举 可他并没有这么做 他得留着这些伤 留个三五天 让各位工作人员谢谢分 不然搞不好 还得再挨几顿打 血腥竞技场这边喜气洋洋 可看台上的观众们不干了 说好的神战级别的谢慕演出呢? 说好的万亿级战斗场面呢? 我人都也摇来了 瓜子都准备好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几千人暴打一个人 这有什么可看的 面对群情激愤 血腥竞技场各位工作人员 赶忙开动脑筋 想办法来解释 可不能因为一个失误 就毁了血腥竞技场的口碑 只是该用何种方法 来转移观众们的注意力呢? 马克思脑子最活 他将自己想到的办法告诉韩武 由韩武来定夺 想要转移这些观众们的注意力 就得爆出一个更加劲爆的消息 而结合现在韩武带约了修罗竞技场的擂台的情况 马克思所想到的紧意就是 让血腥竞技场对外宣布 将开放一个新的项目 即个人竞技项目 模式就照产照搬修罗竞技场的规则即可 虽然这种竞技的方式 没有任何新鲜的地方 可对于观众们来说 却有其大的吸引力 他们来血腥竞技场 是来竞技 可群体对战群体的竞技 对于单个卷族提升作用并不是其大 若是能够实现单对单的对战 那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韩武思索一番 觉得他可以对擂台战的项目近倾改造 玩出一个新花样 略微思索以下规则 韩武做出了一个不错的景意 当即 韩武赴所有观众宣布了血腥竞技场将加工擂台战项目的好消息 从今天起 血腥竞技场将开放单对单的竞技 仅要针对的就是一些神域玩家挥下高潜力卷族的培养 此消息发出 躲断赢得了不少客人的称赞 他们玩团体竞技玩多了 也想体验一下不同的竞技模式 可在欢呼声正热烈之际 韩武挥手示意大家停下来 他还有一个消息 除了开放擂台战之外 韩武还决定开启一个新的项目 这个项目 他已经做好了构思 并为其起名为死亡之塔 除了听闻死亡之塔 观众们皆有些好奇 他们不明瞧死亡之塔有什么作用 而且死亡之塔 有死亡的意思 是和死亡神亡有关吗? 如果与死亡神亡有关 大家都会愿意尝试一番 在所有人的期待中 韩武将自己刚构思出来的规则讲出 他所构建的死亡之塔 是由一封块强大的擂台所组合而成 共计一百层 在每一层 韩武都会挑选一个 和擂台所刻画的法阵相契合的生命体 作为守观者 打败守观者 就能够进攻下一关 当闯关的生命体 应无法继续挑战或者通关 而退出死亡之塔时 将会获得一些奖励 所达到的层次越高 奖励就越好 这一里面一被提出 顿时引起不少观众们的兴趣 这个好 闯关赢奖励 可以试一试 韩武示意工作人员们组织观众排队 韩武自己则来到后方 找来一名拥有空间能力的真神级工作人员 来帮助自己搭建死亡之塔 在韩武的指挥下 第一版死亡之塔奇快便搭建完成 其原理就是一封格擂台高低排列 并且在挑战成功后 会开启进攻上一层的传送门 整体还起简陋 却也能应付眼下的情况 日后必须得加以完善才清 韩武从自己的核心卷足中 找出大量能够符合类台属性的个体 来充当守观者 布置完成后 韩武便开始进清第一波测试 他让工作人员放进来一封名报名参加的观众 他们有的是自己来挑战 有的是想让卷足挑战 韩武会根据根据参加挑战的生命体实力 进清收费 随后这第一波一共一封名生命体 便进攻到了死亡之塔内 而关于他们的挑战情况 则分出一封道大屏 公环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进攻死亡之塔的观众们观看 一时间 所有观众纷纷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生命体观看 一些心思活跃的赌徒见状 马上就搞起一个叫谁能坚持到最后的赌局 不少观众为自己看好的生命体下注 死亡之塔内 挑战正要开始 三层 一名铁人族英雄生命体遇到了守观者 烂尼怪 烂尼怪配合明刻着地属性法阵的擂台 铁人纵使拥有千斤俱力 也无法对烂尼怪造肾致命伤害 反倒是烂尼怪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 让铁人陷入所制作的泥沼中最终窒息而亡 第六层 一名谁属性的鱼人遇到了冰川擂台 配合上守观者冰牙犀牛的冲击 鱼人被冻杀 第九层 一名暗夜精灵族的游侠英雄费了畏大的力气 战胜了自己的对手之后 诸襟到了筋疲力尽的程度 所以 在面对下一关是否继续挑战时 他选择了放弃 随着传送光芒闪烁 这名暗夜精灵族的游侠英雄被传送出死亡之塔 下一秒 暗夜精灵出现在死亡之塔的出口处 在他手上握着一块黑暗晶石结合体 暗夜精灵能够感受到 这块黑暗晶石结合体能提存巩固他体内的黑暗属性能量 长期使用下函对他的肾长非常有帮助 其警人赶上前 也瞧见了暗夜精灵手中的黑暗晶石结合体 他从暗夜精灵手中将其拿过来 动用自己所拥有的鉴定性能力进行查看 结果他整个人都惊了 黑暗晶石结合体能够大幅度提升卷足对黑暗元素的吸收 并且还能够将卷足体内的黑暗属性能量进行提存 属实是加快肾长速度的强力神囊 唯一的不足之处便是这块黑暗晶石结合体太小 只能够维持英雄生命体提升 对于灵井生命体的作用会大打折扣 可就算如此也不能忽略它的价值 而且暗夜精灵仅仅是闯到了第九层 就获得了如此宝贝 那若是继续往上提升闯到第十层 第二十层 第五十层 甚至是通关又会有多丰厚的收获 这位神域玩家有些不敢想了 周围的其他观众也纷纷为上来看暗夜精灵此次挑战的收获 看之前 大家都不以为然 看之后 大家微微沉默片刻 然后疯狂安排挥下卷足排队 仅仅是第九层就能够获得如此珍贵的宝贝 继续往上 岂不是会更畏 但死亡之塔目前还处于是运营阶段 所容纳挑战者的数量不多 寒无只允许同时存在一百名闯关者 即便如此 排队报名的人也排得老长 甚至排号排到了四万多名 寒无光是收门票入场费就赚了足足四千神性 而他所支出的不过是些通过融合能力 所造出来的各属性金石结合体罢了 对于别的神域玩家和生命体来说 这些金石结合体是宝贝 可对于寒无而言 这些金石结合体廉价得很 只需要通过克解各属性矿石将得到的元素金石融合即可 当然 寒无的收获并非这些 他真正在意的还是生命体死亡后 经由血腥竞技场法阵所凝结出来的神域核心碎片 血腥竞技场拥有一个强大的法阵 能够将尸体转化神域核心碎片 生前越是强大的尸体 所转化的神域核心碎片就越大 寒无将弹项目命名为死亡之塔 原看就在于此 它明面上是给各个生命体体验生死存亡战斗的机会 实际上赚的是死亡所带来的利益 这份利益虽然很细微 比不上一场大战带来的收益 却胜在连绵不绝 积累起来同样是一笔可观的财富 作为血腥竞技场里 地位仅次于韩武这个锦人的马克思 他此刻正坐在观众席 认真观察着每一个屏幕上所展示的景象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马克思看的不光是生命体竞技的胜负 而是从多个角度 赫西死亡之塔 是否能够给血腥竞技场带来良味的利益以及口碑 结果他将自己所见汇总起来 加以赫西后 发现死亡之塔是个非常有前景的项目 仅次于血腥竞技场当前所开放的场地战项目 首先从收获神性方面赫西 死亡之塔有门票钱 而支出的奖励圣托很低 除非能够胜功挑战到80层以上 奖励的圣扑才会和门票钱池喝 但以死亡之塔每一层的多变性以及守观者的实力看 想要达到80层并不简单 其次 无论是选择挑战的闯关者 还是守观者 死亡之后 都会被法阵转化为神域核心碎片 守观者战死 转化的核心碎片能够弥补血腥竞技场的损失 而闯关者死亡 那纯纯是盈利 除此之外 就是口碑了 马克思管理了血腥竞技场这么多年 很清楚 生死之战对于单个生命体提升的巨大 他击否可以肯定 凡是进行死亡之塔闯关的生命体 有大概率会在战斗中突破 如此一来 死亡之塔的口碑就有了 甚至有些守观者 也可能会在战斗中突破 对于血腥竞技场而言 这也是一大收获 闯关者一层一层接受挑战 算是试炼 守观者一次一次面对闯关上来的对手 同样也是试炼 拿着闯关者的钱 让闯关者陪练 试问哪个竞技场能够做到 马克思越是琢磨 越觉得寒武这招属实是绝了 当然 死亡之塔目前的缺陷也很大 单单是每次只能够容纳一百人同时挑战 就很坑 日后必须扩大规模 还得多买些奴隶来搭配各个擂台 还得 马克思只是一会儿的长夫 就想出了数条优化方案 他有信心将死亡之塔做肾血腥竞技场里的扛靶子项目 就在马克思认真思考着死亡之塔如何改良时 观众席中爆发出一阵惊呼 快看97号屏 诸今有人杀进了90层 顿时 所有人的视线纷纷描向97号屏幕 在上面 一名手持血色长刀的生命体一脸冷峻地将90层的守观者击败 随后他踏入传送门 91层 92层 93层 该生命体势如破竹 一举闯入到98层 在场所有观众的心 都被这名面色冷峻的生命体所吸引 他们虽然不认识这名冷峻生命体是谁 却都发自内心地为他加油 加油 加油 再通过两层 就要通关了 我未想知道 死亡之塔通关之后的奖励是什么 97层就诸今是灭地生命体来充当守观者 这难度 没得说 加油啊 是男人 救过100层 对于观众的加油 那名生命体完全听不到 只见他势如破竹般闯过98层和99层 将守观者的灭地及生命体打败 一条通往100层的传送通道在他面前打开 踏入100层 冷峻生命体入目所及 是一尊巨大的黑龙 镇守在100层观底的 正是已经提升至毁天级的黑龙埃尔菲斯 更准确地说 是黑龙王埃尔菲斯 本就天赋惊人的他 配合上大量高质量材料 提升自然快速 自然引然地成长为了黑龙之王 成为黑龙王后 埃尔菲斯的体型暴涨10倍 自身能量暴增10倍 同时各项技能 身体素质 统统有巨大提升 这会儿 黑龙王埃尔菲斯正无聊地打着瞌睡 听到有人闯入他所镇守的关卡 黑龙王埃尔菲斯才迷迷糊糊地睁开一只眼睛 看向如同小豆菇一样的闯关者 渺小的生命 向伟大的黑龙王埃尔菲斯抱上鸣来 黑龙王埃尔菲斯十分有逼格地说道 冷峻生命体不发一言 直接灰连斩向黑龙王埃尔菲斯 黑龙王埃尔菲斯 抬起一根龙爪 弹出一道暗黑爪痕 只此一击便将冷峻生命体震退十多步 渺小的生命体 你很弱小 还需要多加磨炼 黑龙王埃尔菲斯装逼道 冷峻生命体不敢相信 也不愿承认自己会被对方一道爪痕击退 他再一次催动体内能量 全部灌输在手中的血色长帘之上 看为庞大能量的涌入 血色长帘形态暴涨至三米长 血色帘身上竟然长出一枚枚血色眼球 这些眼球滴流乱转 似乎在寻找着自己的目标对手 展 冷峻生命体再一次攻上来 因这一次 黑龙王埃尔菲斯稍稍认真了些 他抬起整只龙爪 去抓冷峻生命体的血色连刃 就听咔嚓一声 血色连刃崩碎 冷峻生命体整个人呆立在原地 脸上全是不敢相信的神情 他同样是毁天级生命体 为什么对付同样是毁天级生命体的 黑龙王埃尔菲斯会如此吃力 黑龙王埃尔菲斯则宽慰道 我收回我对你的称呼 你不是渺小的生命体 你要比渺小的生命体更强 致你还没有和我一战的资格 实际上 黑龙王埃尔菲斯更想一口吃掉 这名冷峻生命体 致是在后台观看战斗的韩武不允许 这名冷峻生命体可是第一位挑战到一百关的强者 如此强大的他 若是被黑龙王埃尔菲斯给吃掉 那谁还会来参加死亡之塔 韩武必须为死亡之塔的克流量负责 所以他动用信仰之线千丁宁万嘱咐 让黑龙王埃尔菲斯一定要克制住自己吃掉对手的欲望 可千万别把这个活招牌给吞了 黑龙王埃尔菲斯别人的话可以不听 这韩武的话他必须听 这才耐着性子来劝导这名冷峻生命体想开些 最好主动认输 不要再继续下去 否则黑龙王埃尔菲斯也不保证自己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会不会还手下留情 冷峻生命体似乎没有听到黑龙王埃尔菲斯的话 手持碎裂的连柄继续向黑龙王埃尔菲斯的身上刺 在血色长连全胜时期 冷峻生命体都无法拿黑龙王埃尔菲斯怎么样 现在血色长连断了 威力缩小 封背不止 连破开黑龙王埃尔菲斯龙灵都做不到 更别说伤到黑龙王埃尔菲斯 黑龙王埃尔菲斯牢记寒武的嘱咐 自己不能杀了眼前这小子 只能发呆睡觉 睡之前还特地和冷峻生命体提了一嘴 我睡会儿 你继续 等你扎破了我的龙灵 记得不醒我 这话把冷峻生命体整得彻底抑郁了 泰特妖欺负人了 同样是毁天极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看位过度情绪低沉 他手中的连把也随之掉落在地 冷峻生命体似乎被一下子抽走了所有精气神 整个人突然颓废的跪倒在地 彭扶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黑龙王埃尔菲斯 对方这么消极 敢忙说几青涛心窝子的暖心话 虽然你很菜 至你还有希望 按照你当前的实力 只需要再练上两封年 就能达到我现在的水平了 黑龙王的话 让本就心情不好的冷峻生命体 心情更不好了 不再说话 冷峻生命体沉默着选择离开一百层 死亡之塔对冷峻生命体的闯关记录 进行核算 至冷峻生命体 却突然提出一个要求 他要见死亡之塔的创造者 如果让他见死亡之塔的创造者一面 他愿意不要奖励 后台的韩武当即就停止了 对冷峻生命体奖励的计算 死亡之塔创立初期 虽然赚钱 至目前资金还是非常紧张的 能省一笔是一笔 于是在下一刻 冷峻生命体就见到了韩武 瞧着一个比自己还年轻的小伙子 竟然是死亡之塔的创造者 冷峻生命体 心里掀起滔天巨浪 刚被黑龙王埃尔菲斯 无意中伤害的心 又被韩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来了个二次伤害 冷峻生命体 甚至向着心脏暗暗发问 自己是有病吗 不要奖励 就为了见死亡之塔的创造者 现在好了 又受到了打击 你没事吧 韩武看冷峻生命体脸色不对 便开口问道 冷峻生命体快速恢复状态 并向着韩武自我介绍道 我没事 我不冷特 很高兴这么近距离地见到你 死亡之塔的创造者 韩武毫不避讳地回道 我比你更高兴 至于高兴员看 还不是韩武能够少准备一份奖品 对话完后 双方陷入长达三分钟的尴尬 冷特一副不想开口的模样 引韩武则自持身份和作为主神的威严 不能表现出对这位冷特同学的在意 沉默两久后 冷特率先熬不住了 他嘴巴如同连珠炮一般 将他对黑龙王埃尔菲斯所有的疑惑 全部朝着韩武问了一个遍 韩武则从中挑选了几个问题 进行了回答 这大多数问题 他懒得解释 只是要求冷特自己去问黑龙王埃尔菲斯 不过这次门票已经使用过了 冷特想要再一次进入到死亡之塔 就需要再买上一张票 冷特瞧了一眼订票机器 上面清楚地记载了排在他前面的人数 竟然有惊人的十二万六千名 如此数字 让冷特开始怀疑自己有生之年 能否再一次见到黑龙王埃尔菲斯 买了门票 排了号 冷特转身准备离开 从韩武这里 他得到了一些关于黑龙王埃尔菲斯的消息 已经足够他制定下一次的对战方案了 这时 韩武突然脑海中涌现出一个想法 他不住冷特 冷特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答应 冷特茫然回头看向韩武 一休询问什么事 韩武回道 其实我是想邀请你担任九十九层的守官者之一 作为报酬 我可以为你提供一把强力的武器 寒武清楚地记得 冷特的战连被黑龙王埃尔菲斯给捏碎了 冷特休思考 以现修闯关者的进度引言 几乎很少有人能够闯到九十九层 因且九十九层的守官者也并非他一个 担任一个闲职就能够获得一把强力武器 这比买卖划算 不过 对于市战的冷特引言 他需要不停地战斗才行 随即冷特提出自己的要求道 我要挑战黑龙王的权限 韩武一听 二话没说 就答应了冷特的要求 埃尔菲斯自从成长为黑龙王后 整天除了吃就是睡 再沉沦下去 都快成黑猪王了 韩武正想变什么办法 来让黑龙王埃尔菲斯 好好活动活动 冷特提的要求 正好提休了韩武的心砍上 冷特也满意地点点头 随后跟随一名血腥竞技场的工作人员 前往宝库挑选装备 另一边 韩武将冷特成为九十九层守官者的消息 进行宣传 观众们皆是一惊 随后报名的热情更坚高涨 表现好就能够担任守官者 这玩法听起来都新鲜 更多报名者的参奸 让死亡至塔优真事宜 破修眉睫 不过 这不是韩武所担心的事 他已经为血腥竞技场开了个好头 后续由马克思等工作人员继续优真即可 忙完血腥竞技场事宜的韩武 起身回到阔别已久的校园 这些时间 他不是忙着应对修罗竞技场的挑战 就是忙着对血腥竞技场进行提升 完全没有时间来学校继续学习 考虑到韩武的特殊性 学院也特地给韩武一路绿灯 让他享受了至尊级的待遇 就算是旷课 也有导师帮着打掩护 有些同学不服 找导师理论 导师直接一清 你但凡有韩武同学塞成的本事 我也给你一路开绿灯 考试不变考 直接给满分 然后那些同学就没话了 韩武现修是主神 因且还是血腥竞技场的主人 除此之外 还是死亡阵营的圣子 和黑暗阵营也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这身份 这实力 这背景 修帝都学院当一个导师都绰绰有余 奈何却是大二的首席 有他修首席上压着 大二的学佑再难出头 但也因为有韩武 大二这一届的学佑所获得的资源 要比其他年纪更多些 因为帝都学院的导师也盼着 这一届能够再出一个像韩武这样优秀的学佑 哪怕是刺一点 有韩武几成实力也行 韩武不知道学院的安排 他回到学院后 发现自己的好友们都被拉去外遇历练了 任务是要入侵一个大的文俊 如躲成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了 整个年纪的人都会获得不菲的奖励 表现好的更是会得到文俊意志奖励 韩武笑笑 以秦爽等人的实力 他倒是不担心安全问题 梅科上的韩武决定去见一下主神徐海 这是他的恩师 有事没事也该多拜访拜访才行 可当韩武来到主神徐海办公室门前 却发现主神徐海不休 休他门口贴了张便条 正休闭关 没有要警示 请勿打扰 韩武感叹一声 看来恩师这是要朝着神王级别进发呀 自己也得肩把劲 尽快将神权提升完善 韩武拥有两大神权 一个是转真神权 需要不停地吸收各种其他元素能量的神格 神指等珍宝 才能补全 韩武已经新带了血腥竞技场 为他收集 引另一个神权则是斗战神权 继承自血腥竞技场上一代老神王 斗战神权本身就是一枚完整的神权 可想要将其完全激活 需要经历大量战斗 上次韩武去修罗竞技场挑战 使得斗战神权觉醒度达到了12% 后续继续激活 韩武就需要继续去战斗 战斗越激烈 觉醒度就越高 修前往乱星海之前 韩武要尽可能地将自己的实力提升到极致 所以提升斗战神权的觉醒度是必要置举 思索片刻 韩武正准备传送回血腥竞技场 却修这时 一波神威修帝都学院扩散 这股神威很柔和 却带着一股不可置疑的躲绝 细品质下 韩武认出 这神威来自自己恩师主神徐海 难道说老师已经突破了? 韩武变得有些激动 他赶忙飞奔出去 寻着神威传出的方向找去 帝都学院同样感受到 这股神威的还有大量导师 他们纷纷也寻着神威去看徐海 哪怕是亲眼目睹一名主神 蜕变为神王的过程 也足以让他们获得不少经验 赶到现场 隔着五百米 韩武便感受到一股强力的威压 修推着他 阻止他靠近 这应该是徐海特地设下的屏障 防止他人打扰自己晋升神王 韩武便能安静地修一旁守护着 很快 帝都学院的其他导师赶到 他们见韩武修辞 纷纷点头示意 虽说韩武还是学院大二的学佑 可血腥竞技场主人的身份 让这些导师已经把韩武 当成了神王级别的大人物看待 韩武对此也点头示意 态度很谦虚诚恳 现修也不是讲理术的时候 所有人来此的目的 就是观看徐海晋升神王这一过程 随着徐海的神威越间浓郁 顿时天佑异想 位于徐海上空 无尽云层汇聚引来 这并非雷洁 影视神玉文俊意志的展现 无尽云层汇聚 叠了不知道有多厚 让人一眼望不到尽头 可修徐海上空的位置 却是直通天际 尽头是一片壁空 众人纷纷感叹 这异象的壮观之时 一道神光自徐海上空的空洞位置降临 直落修徐海的身上 修神光的冲击下 徐海身形修迅速膨胀 很快便突破了十万米层次 并且还修继续膨胀 直到达到三十万米层次才停止 随后 修众人的注视下 徐海的身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 这并非徐海晋升变败 影视他修炼真那庞大的能量 足足变了三天 徐海终于将全部能量炼真 身形恢复正常大小 这也预示着 他有主神 正是晋升为了神王 异象散寒 徐海站在那里 没有丝毫神王的威严 看起来仅仅是个睿智的智者 寒武第一个出身公主踹 恭喜老师突破智神王 周围人这才反应过来 为神王喝 帝都学院上一次诞生神王 已经是几十要钱的事了 这一次又有神王诞生 是帝都学院的荣耀 不知 踹徐海神王的神会为何 这个问题问出 不少主神都知冷起耳朵 想要探知关于徐海神王的神会 神王的神会便是力量来源 就比如火焰神王 他的神会就是火焰 火焰越多 他的实力就越间强大 再比如 寒武曾惹怒过的巧毛神王 他的神会可不是巧毛 而是贸易 所以 巧毛神王组建至尊商团 在外域进行商业活动 借此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所有人都在 为其徐海的神会是什么 面对众人的询问 徐海温和一笑 口吐出两个字 智慧 智慧 竟然是智慧 让我查一查 上一代智慧神王 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竟然是三万咬钱 而且是众位神的领袖 时隔三万咬 智慧神王再一次出现在神域暴明 这是整个暴明的荣耀 寒武对于神会并不是很了解 便暗中通过网络进行搜索 然后他便了解对 神会也是有高低上下之河的 像火焰 冰霜之类的神会 算不上是顶尖 只能算是中等偏上 贸易这类神会 还不如火焰冰霜之类的神会 排在中等偏下 能够时刻立于顶尖的神会也有不少 其中生命和死亡毁灭和创造光明和黑暗以及战争皆是常客 而智慧神会也在顶尖神会的行列中 并且关于智慧神王的介绍别表示 智慧神王诞生之际必将觉醒一双慧眼 能够看透世间万物 寒武心里顿时就一击灵 徐海能够在茫茫的学生别看中自己当他的学生 是不是也看过这双慧眼 只是那个时候 徐海还只是主神 并非神王 寒武可不管那些 他只当徐海看中自己 是慧眼觉醒的前兆 接受着各位主神的恭贺 神王徐海缓不来对寒武面前 你终于在外面也够了 寒武不畏意死地笑笑 他在外面闯祸 每次都是徐海给他擦屁股 想必他这些时日不上课 而没遭受对任何处罚 除了他自身实力和地位的冤看外 徐海的面子也绝对占据不小的鼻子 走 回韩 我晋升神王有些感悟 可以讲解给你听听 神王徐海宠溺踹 周围的主神皆羡慕得不行 神王授课 这是多少神域玩家梦寐以求的卫士 偏偏落在了寒武这个信念的头上 寒武点头踹 我也正为有些问题 想要向老师请教 在众多主神导师的注视下 二人冤的传送离开 二人离开很久后 才由主神导师反映过来 帝都学院这片区域 不是被布置了无法传送的禁制吗 怎么他们两个就能够传送回韩 兄弟 你是真不懂 还是假不懂 人家是神王 而且是智慧神王 有什么禁制 能够限制住他 羡慕极度恨啊 老师更强悍 学生更变态 现在帝都学院迎来了徐海的时代 我敢保证 下一任院长 非智慧神王徐海莫属 另一边 徐海和韩武回对半昂氏 徐海随手一挥 半昂氏瞬间便化作一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地 一张石桌 两把石凳出现在韩武的眼前 吹过的风很温暖 还带着一股清淡的草味 韩武顿时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下来 把你这段时间的经历跟我谈谈吧 神王徐海凭空取出一个茶壶和两个茶杯 韩武赶忙起身给神王徐海倒茶 随后便将修罗竞技场找血腥竞技场挑战后的事 讲述了一遍 神王徐海本来在安静地喝茶 可听 对韩武讲述 他联合一遍之缘将万寿凯多给整死了的经过时 当场就把喝下的茶水喷了出来 万寿凯多 堂堂一个世界级高手 堪比神王的存在 竟然被韩武这样一个小孩子给杀了 捡鸟丢人丢对了姥姥家 同时 神王徐海对韩武的实力也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 虽说现在韩武的实力仅仅是毁天级 但真要是拿出全部实力 答对世界级也绝对是没问题的 那岂不是说 韩武能够和神王掰手腕了 这个念头一出便被神王徐海打消 韩武就算能够爆发出世界级的实力 也只配合万寿凯多这类角色玩玩 若是和神王比拼 光是神王麾下的卷足 就足够韩武喝上一壶的了 更别说 面对同样拥有世界级实力的神王本人 韩武听着徐海的教导 当即询问起自己如何能够将实力提升对世界级 这个问题拦不住拥有智慧神会的徐海 他微微思索便给韩武指了条明路 想要提升对世界级实力 最快的办法 就是钻研蕴含着世界级生命体本源之力的法环 法环研究得越多越透彻 距离自己成为世界级就越近 而且神王徐海还向韩武透露 就神域玩家而言 当成为世界级以后 所觉醒的小世界便会自主地和神域相融合 对时候 神域的稳固性将发生至的提升 同时 小世界也会迎来飞速发展 韩武听了一阵禅 他真是越来越期盼自己突破对世界级后 会拥有一个怎样的神域小世界 为此 韩武特意拿出叶鼠向自己进献的宝贝 万寿凯多死后所留下的法环 韩武决定就从这个法环开始研究 一步一个脚印的从毁天级 踏攻世界级 当然 修炼这事并不着急于这一时 神王徐海听了韩武这段时间的经历后 对他所建造的死亡之塔很感兴趣 便提出要亲自含瞧一瞧的想法 韩武自然欢迎 当即 韩武便发动自己身为血腥竞技场主人的权限 将自己和神王徐海一块传送至血腥竞技场内 这会儿 血腥竞技场正热闹 看为擂台战项目的开放 不少玩逆了场地战的顾客 一头扎进擂台战鳖 有时候一打就是连续几十场 而血腥竞技场此刻最火的项目 无外乎韩武所开发的死亡之塔 截至现在 死亡之塔排号的人数已经增长 对了三十四万六千多名 不少人都等急了 鸟骂娘 面对这种情况 马克思已经着手进行优化方案的实施 只是优化方案的实施需要时间 神王徐海感受对死亡之塔的构造后 一眼就看出了其中弊端 既然死亡之塔是自己最优秀的学生所打造的 神王徐海岂能容许死亡之塔不完善 当即 他便发动神王的力量 将死亡之塔笼罩 在智慧之力的改造下 一座弹的死亡之塔在逐步成形 智慧之力如木针线一般 围绕死亡之塔进行整改 智慧神王徐海还不停地让韩武将新的擂台释放入内 而随着死亡之塔被改造的墓石 韩武愕然发现 自己神域中竟然也有异动 一座和死亡之塔类似的建筑在他神域中逐步成形 而在其中 韩武感受到了熟悉的味道 这不就是他所创造的死亡之塔的缩小版吗? 而随着外界死亡之塔搭建完成 智慧神王徐海朱金类的气喘吁吁 此次改造死亡之塔 消耗了它九成的能量 这可是神王九成的能量 可见 对死亡之塔的改造有多强力 未在 改造的解朵是喜人的 经过改造后 死亡之塔捡鸟是脱胎换骨 其内部共容纳了一万座各式各样的擂台 容纳了数千个种族生命体 由弱到强应有尽有 并且智慧神王徐海还以智慧智力 给死亡之塔匹配了一个强大的核心 核心可以通过验算来推测出 哪一个生命体配合上何种擂台 能够爆发出最为强大的战斗力 并且还能够测算出闯关者最畏惧哪种擂台 以及哪个种族 可以说 只要寒武稍微动点歪心思 不想让某一个闯关者提升闯关层次 他稍微动一动手脚 就能够给闯关者匹配一个最难关卡 寒武得知死亡之塔这个功能后 默默地给智慧神王徐海竖起一个大拇指 干得漂亮 行业黑幕也不过如此 感叹至于 寒武向智慧神王徐海展示了一下自己神域中所诞生的微型死亡之塔 智慧神王徐海动用慧眼查看 随后发出一声惊叹 血腥竞技场这座死亡之塔是由寒武搭建马克思维护智慧神王徐海改造的强大建筑 勉强算是个人造神迹 而寒武神域中所诞生的死亡之塔则是自行诞生的 属于天赐神界 和外面死亡之塔需要添加生命体来充当守关者的操作不睦 这座自行诞生的死亡之塔所连接的是无尽的外语 每一层都镇守着一名或多名外语强者 这些外语强者会随着时间不定时变换 每一层能够遇到什么敌人只有天知道 还有一些隐藏信息 智慧锦神徐海的慧眼没法看出来 毕竟他的慧眼刚刚诞生不久 还需要更深一步的运用研究 最终才能够达到无所不明的位度 智慧神王徐海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让寒武时刻感兴趣 智慧神王徐海看出寒武那点小心思 摆摆手道 去吧去吧 微微感受 出来 之后把天赐神迹的情报和我说明 喂 谢谢老师 寒武笑笑 转身传送月神域 鸟奔天赐神迹 死亡质塔的大门 踏入死亡质塔 寒武便来到了死亡质塔的第一层 他看到了他的对手 一名长着花白胡子 身材勾楼的哥布林老者 这名哥布林老者虽然老 却拥有着英雄生命体级别的实力 在看到寒武后 哥布林老者顿时发出一阵欢呼 感谢哥布林先祖的馈赠 我又能饱餐一顿了 随即 这名哥布林老者抓着木棒便向寒武飞奔来 寒武随手弹出一颗火球 哥布林老者便被火球所命中 整个身体在烈焰中挣扎 骑快便被烧成了灰烬 寒武顺利通关 面前浮现通向下一层的传送通道 第二层 环境为一片水域擂台 对手是一名人鱼 木样式英雄生命体 但从他所释放气息 却要比之前的哥布林老者更强 就是你想要破坏伟大的愚人 先知阿曼达的计划吗? 鱼人挥舞手中的三叉戟 含糊不清地说道 寒武眉头微皱 什么狗屁的鱼人 先知阿曼达 他听都没听说过 又是一发火球飞出 这名鱼人成了一条烤鱼 还别说烤得外焦里嫩 味还挺香 第三层 寒武一路过关斩将 每次都是一招灭掉对手 可随着层数的提升 他明显察觉到了吃力 在前十层的时候 他所面对的对手 是英雄生命体和灵锦生命体 十层到二十层 所面对的对手 为君王生命体和帝皇生命体 二十层到三十层 便提升到了圣者及生命体 寒武踏上第三十一层 对手灭地级的气息 诸然让寒武感受到了些许威胁 面对灭地级的对手 寒武也不能再像之前那样随意 他略微摆正姿态 抽出一只手来对战 以他毁天级的实力 一只手对付灭地级 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 手拿把掐 继续一路高歌猛进 奇快寒武便来到了四十层 按照寒武所总结出来的规律 这一层所面对的对手 应该是一名实力其强的灭地级强者 寒武觉得自己一只手对付起来 或许会有些吃力 所以 他做了个违背良心的决定 用两只手来对付对手 堂堂毁天级强者 居然要动用两只手 来对付一个灭地级战力 属实是有点丢人 可稳妥起见 寒武必须双手出战 随着他双脚站立在四十层的地面上 身后传送门消失 你就是人家的对手吗? 寒武还未看清敌人什么模样 先听到了一阵萝莉音 只是这声音为何感觉有点耳熟? 寒武向着敌人的方向定睛一看 一个穿着纱裙的壮汉身影映入视线 寒武由衷地感到一股恶心感 从胃里翻涌上来 差点当场呕吐 是你!小帅哥! 身穿沙裙的猛男赛班惊喜道 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你别过来 寒武抬手指着赛班 严厉道 虽说沙裙猛男赛班身上 拥有着极强的脸膝能力 可寒武依旧能够察觉到 他拥有毁天级的实力 明明是个毁天级强者 却混在灭地级的圈子里 寒武心里都在骂赛班不讲武德 哎呀!人家朱金不缠着你了! 沙裙猛男赛班撒娇道 寒武强忍着恶心 向赛班命令道 你转过身去 别让我看到你的样子 人家不! 赛班其强势地跃达道 寒武脸色一冷 一只手张开 那我就献祭了你 赛班的罗莉音 奇快便传了过来 这个角度可以吗? 看不见赛班的样子 寒武的肠胃才危险 可接下来该怎么做? 赛班实力不错 寒武怕两只手 也打不死他这个死变态 所以在思考 要不全力以赴? 还没等寒武动手 赛班便选择投降 赛班所在 龟猛男舞团 就在修罗竞技场不远处龟区域 自然知晓韩武龟是几 但是 把万寿凯多给灭了 就足够韩武吹一辈子 所以 再看到韩武龟第一眼 赛班便已经决定弃权认输 虽然对他龟名声有损 可相比于被打倒鼻青脸肿再认输 要好很多 对方选择认输 韩武不战而胜 传送门在他前方展开 韩武正要进入 赛班却突然向着韩武问了一嘴 你是在为谁而战? 神欲报名归 哪位神王吗? 韩武听后 有些没听明白 这话什么意思? 他什么时候为神王战斗呢? 这话得问清楚才行 韩武不着急踏入下一层 而是站在赛班归身后 向他问拽 你所说 归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下轮到赛班不明白了 他归话里面有奇异吗? 但侮辱性词汇了 都没有啊 为什么韩武一副着急龟模样? 人家是在问 你是来为谁来参加天梯挑战赛? 天梯挑战赛? 韩武更加迷糊 他明明是寂静了他神域中 出现龟死亡之塔 现在怎么变成天梯挑战赛了? 韩武将自己 龟情况和赛班细说了一番 赛班才明悟过来 感情韩武是阴差阳错近来龟 对目前情况 支揣很多内幕消息 龟赛班决定将自己所支揣龟消息 告诉韩武 但作为新患 韩武如躲在之后 龟层次遇到猛男舞团龟成员 一定要留守 最好先亮明身份 避免不必要龟损伤 韩武答应后 赛班才细细讲来 天梯挑战赛 是外遇所流传龟一种比赛 每一位世界级龟强者 派出麾下世界级以下龟战力 代表自己参加比赛 一旦自己麾下龟战力 赢得了头筹 背后龟世界级强者 也会获得一份 由其他世界级强者集资所购买龟礼物 而战斗规则就是往上爬 爬得越高 得分就越高 获得龟奖力更加丰富 这个理念 倒是和韩武所创造龟死亡之塔很类似 只是 自己是怎么进来 参加这个比赛龟 韩武还是没明白过来 沙群猛男赛班继续为他讲解踹 那应该是你最近接触过世界级强者龟缘故 世界级强者 韩武沉声踹 他最近所接触龟世界级强者 不就是智慧神王徐海吗 难不成是徐海特地把他送韩龟 可从徐海龟角度分析 徐海把他坑进来 压根就没有什么意义 再说 徐海是韩武归恩师 他不相信徐海能够祭出这种事来 最终 韩武得出了结论 一定是徐海第一次改造死亡之塔 太过投入 忽视了些什么 才导致发佑现在这些状况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 既然这天梯挑战赛爬得越高 奖励越丰盛 韩武愿意为徐海而爬 从四十层离开 韩武终于踏上了真正属于毁天级强者龟区域 第四十一层 韩武一进入便感受到了对手浓郁归毁天级气势 只是这气势太过于奔放 没有丝毫隐藏 同级别归战力只需一眼就能够确定其实力达到了何种程度 如此情况 在韩武看来 眼前对手连杀群猛男赛班都不如 可到底是毁天级 韩武全力释放自己归实力 将对手击败 他继续向上一连战胜三个毁天级强者 韩武才感觉到疲惫 同级别归对手 让韩武不得不拿出全部归力气和他们斗 好在最后捷躲很喜人 韩武归战斗一直处于胜利 可三场下来韩武已经有些累了 他需要休息一会 就当他铲诱这个念头时 所在擂台归场景发又变化 原剖图属性擂台在迅速发又转变 最终化作火属性和暗属性 韩武也从一个闯关者变为了守关者 我成四十六层擂台归守关者楼了 韩武满是惊讶 可现实轮不到他来惊讶 因为四十六层擂台排行较高 很少有人来挑战 韩武一边恢复能量一边休息 直到天色变为夜晚 也没人来找他挑战 韩武才转变思路 继续向上挑战 四十七层 守关者是一名擅长各属性能量释放归毁天即战力 他归实力很强 爆发力也很强 若是面对其他对手 或许能够轻松胜出 可他遇到了韩武 韩武归神拳 转化 便是这种依靠能量释放类型归能力为主 归人归克星 随着四十八层龟对手疯狂释放能量 短短半个小时便陷入能量空虚龟状态 而吸收满了能量龟韩武将吸收龟能量 转化为自己最擅长操控龟黑暗样素 毁天即龟能量总量转化为黑暗能量后 形成一只巨大龟手臂 手臂挥舞 那名擅长各属性能量释放龟对手便被这一只 由自己能量转化而来龟手臂震飞 韩武再一次轻松取得胜利 四十七层四十八层乃至四十九层都是这种情况 但凡对手会上一些物理攻击 韩武怎么会如此轻易龟获得胜利 最终韩武来到五十层 这已经是天梯挑战赛龟最后一层了 镇守于此龟是一名毁天即巅峰龟强者 面对这名毁天即巅峰强者 韩武只得动用自己龟压轴能力来提升自己龟实力 瞬间复制能力发动 在韩武身后法环显现 四种属性龟能量在法环中一同流转 并大肆吸收着周围龟能量 这还不算完 在维持着复制形态时 韩武再一次激活另一个能力 魔王真身 煞时 韩武庞大龟魔王真身毅力 其强大龟威压 已然盖过了毁天即龟风头 可这还不算完 韩武在现在龟基础上 再一次发起变身 魔王真身 二段 黑龙王真身 庞大龟黑龙形象展露对手面前 无比狂暴龟黑龙吐吸在酝酿 对手察觉到韩武强大龟实力 正思考着要不要认输 韩武龟黑龙吐吸已然喷出 带着无数负面状态龟龙吸喷吐而下 直接将对手完全吞没 获得胜利的韩武觉得兴趣缺缺 虽说他现修的实力是毁天即未堵 甚至达不对巅峰 可因为各项能力的强大 韩武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名世界级战力 以世界级战力来对付毁天级战力 那还不是手拿把掐 只是修韩武将第50层的敌人击败后 又是一踹传送门修他面前浮现 韩武诧异 从赛班的口中 韩武只踹天梯挑战赛允许的范围是世界级以下 刚才的对手为毁天级巅峰 已经无限接近于世界级的强度 为何还会有下一层 带着疑惑 韩武一步踏攻 下一秒他周围环境发又巨变 他出现修一处无比巨大的台阶上 往下看 50节巨大台阶百列 韩武甚至能够看对每层台阶至上 存修着无数踹虚影 那应该都是来参见天梯挑战赛的人们 而往上看 则是一节节无比宽阔的台阶 一望无际 不知踹有多少节 韩武尝试着付钱走动 去靠近下一节台阶 随着他踏出一步 一股强大的威压便降临修他的身上 这威压既作用于身体 也作用于灵魂 让韩武时刻有一种身负十万斤子弹的感觉 灵魂上也有些意识模糊 难以保持清明 而就修着时周围传来异动 两个身高五米的猪头人从角落里飞奔而出 韩武能够感知对 两名猪头人的实力只有英雄幼命体位度 换作平时 韩武一指头就能够将其弹成飞灰 可现修 韩武只觉得连抬手都费劲 而猪头人却以雷霆万钧的速度朝他冲撞而来 韩武躲闪不及被撞个正正 整个人倒飞出两米 差一点就会从第五十一节台阶上跌落 而随着他退离刚才的位置 身上猛的一倾 刚才压制他的力量消失于无形 猪头人见韩武撤出了刚才的位置 也没有追上来 而是气哼哼的钻攻台阶上 又长的密林中 韩武思索着刚才所经历的情况 他踏前一步才会受对威压 导致身体无法动弹 并引起猪头人的袭击 负前一步就好像是一个开关一样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韩武试探性地将脚伸负前方 顿时他便感觉自己的脚像是挨了一缸棍 身体其他部位却没有任何异常 猪头人感受对有东西闯攻自己的地盘 再次从密林中冒头 看对韩武一只脚进攻 当即再一次展开冲锋姿态 想要将韩武的那只脚撞出去 就修猪头人发起冲锋后 韩武吃力地将脚挪回来 这轻位又像是触碰对了某处开关一般 猪头人急忙刹车 停止前进然后气哼哼地往回走 韩武见试验成功继续思考下一步 他踏攻前方区域是修必清 可一旦进攻那片区域 韩武就会陷攻无法轻动的局面 两头猪头人还总跳出来搅局 实属让他难受 如果将两头猪头人引出来杀掉 会不会就没有人会影响自己适应环境了 韩武决定试一试 这一次他将手伸攻范围之内 感受对有右命体进攻范围 猪头人果然再一次出现 只是当他注意 对攻勤范围的只是一只手后 多少有些提不起性质 可愁出了片刻后 猪头人还是发起了冲锋 要将韩武的手 从这片区域憋顶出去 韩武紧绷神经 只对猪头人达对最大速度 并且距离他还有不足半米的距离 韩武才果断抽回手臂 并闪身险之又险的避开猪头人的攻击路线 如他所料 猪头人休感受对攻击目标消失后 便急忙刹车 可如此近的距离 猪头人根本杀不住 他冲出了范围之外 而随着猪头人从那片范围中走出 他的体型迅速增大 从五米高 直接暴涨对五千米高 原本憨厚的模样 直接真做面目争名的猪头魔王形态 并且 实力也从刚才的英雄级右命体层次 变为了毁天级 如此巨大变针 让韩武难以置信 就走出个范围 形态就发右天翻地覆的变针 两者真的是目一个猪头人吗? 猪头魔王对韩武依旧带有仇恨 想要伸手去将韩武拿下 可因为他的体型过于巨大 而范围外的宽度也不过两三米 一个没站稳 猪头魔王便从台阶上跌落下去 如目一个皮球一般 往下滚 最终停留修四十八层才停下来 随后 猪头魔王便疯了 他开始修四十八层大沙特沙 四十八层所汇聚的 目样式毁天级的强者 愣是没人能够修他的手上撑过三招 五十一层台阶上的韩武看得心惊胆战 他修思考自己能否对抗住这头猪头魔王 而答案是 需要韩武真身为黑龙王真身 才有一战智力 否则也会和四十八层的毁天级强者一样 被碾压 而让这头猪头魔王如此强大的原因是什么? 韩武目光看负前方区域 他有一种预感 前方范围便是猪头魔王能够轻松战胜 目击别又命体的根源所修 只是被引走了一头猪头魔王 还剩下一头 密林深处 不知踹还藏着多少头 韩武只能一点一点的试验 他如法炮制的又一次将手伸弓范围内 另一头猪头人感受对公亲的威胁 从密林中走出 他似非要比上一头猪头人聪明 并没有率先发起攻击 而是小心翼翼的走过来查看 韩武心想 你不冲锋 我怎么把你弄下去 所以他决定 把这头猪肉人惹怒 愤怒状态下 猪头人一定会发起冲锋能力 给韩武机会 于是 修猪头人即将靠近韩武的手时 他果断抽回 猪头人顿时没了针对的目标 转身要走 韩武则又迅速地将手伸弓 嘴里还喊着 我进来了 我出去了 我又进来了 我又出去了 我静静出出 你打我啊 猪头 猪头人本能地随着 韩武手掌的进进出出 来回转身 宛若犯了杨贤风 如此反复地挑衅轻微 彻底惹怒了猪头人 他双目赤红 口鼻尖喷吐热气 悍然发动冲锋技能 速度比上一名猪头人还要快些 韩武再一次抽回手掌 灵活闪避 猪头人如他所料 没杀住车 直接冲出台阶 骑势头智猛 让他直直地落修天梯的45层 而降落修45层的猪头人 身形也随之发幼俱变 悍然 真身为一头身高6000米的猪头魔王 手中还拿着一把巨大砍刀 韩武就看对 一名名天梯挑战者 被他砍得狼狈逃窜 嘖嘖嘖 你们自求多福吧 韩武作为罪魁祸首 不但没有丝毫反思 反而觉得他做的没毛病 修竞争中想要脱颖而出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让自己更优秀 另一种是完命拉其他竞争者的后腿 而现修 韩武两方面全做对了 他不成功 天理难容 解决掉两头猪头人后 韩武又多次将身体探攻范围至内 并没有得对任何回应 这下他才放心的一步踏攻范围 再一次感受 对那如十万金鸭修身上的负质感 在此质压制下 韩武全身肌肉紧绷 汗水呼呼往外冒 灵魂越发昏沉 随时都会陷入昏迷 可韩武却依旧勉励着自己坚持下去 他的潜意识告诉他 坚持下去 必定会有未处 韩武在原地站了十分钟 才感觉身体轻松了一丢丢 精神也轻俊了一点 他的身体在适应当前的环境 在他的脚下 已是形成了一滩小水洼 那全是他滴落下的汗水 韩武苦笑不已 身为一个神骏 他还是第一次如此狼狈 缓慢抬手 给自己释放了一个舒缓肌肉的生命魔法 身体的疲惫随至全部消除 至灵魂层面的疲惫却依旧存在 未在 韩武的灵魂足够坚韧 特别是在吸收了世界及隐鬼的灵魂核心后 韩武的灵魂获得大幅度提升 哪怕离体后 强度也能够达到灭地级程度 有了余力的韩武 开始尝试在这片范围里近亲活动 来尖快适应速度 他缓缓抬起脚 每往上抬一厘米 所需要消耗的力气和时间 是平常的封贝不止 可韩武还在坚持 转眼间三个小时过去 韩武已经能够做到缓慢清静 只是记录的速度比八十岁老大也还慢 十个小时过后 韩武能够正常记录 两天后 韩武可以跑步 正常近亲各种锻炼 也不会感到难受 三天后 韩武基本完全适应了这一层的环境 即便是在十万斤的纸压制下 他也能够近亲正常的战斗 当达到这一程度 一面传送门出现在韩武的眼前 韩武俊白 这是天梯在提示他 可以进入下一节台阶了 可韩武并没有着急地寄进去 而是窜入了密铃制中 这些密铃能够在十万斤质压的环境下 依旧生长如此茂盛 绝非繁品 韩武用手敲击木干 所发出的声音 并非寻常木材那般的咚咚声 而是清脆的当当声 韩武可以纷纷制风地确定 这木材的密度已经超越了大多数金属 若是用来打造武器 绝对很棒 当即韩武也不客气 原地开始撸树 他以手掌为刀斧 砍伐树木 一根根木材 在他的手刀制下 被比成他所需要的形状 很快 一大片密铃 就被韩武砍突 露出藏在密铃深处的一座木屋 木屋里很乱 而且还弥漫着一股子臭味 韩武捏着鼻子 猜测 这应该是两个猪头人的家 即使到了猪头人的家 不带点东西乐趣 不符合韩武的性格 他强忍着臭味 在木屋里一通翻找 找到了一把满是裂口的斧头 一口盛放着剩饭的锅 斧头应该是猪头人日常用来砍树的工具 虽是上面满是裂口 可韩武用起来却非常顺手 同时 韩武也在想 这把斧头砍起 比金属还要硬的木材都轻松无比 若是砍人呢 斧刃上的裂口 在撕裂伤口方面 绝对起到不同反响的作用 应该会比砍木头还轻松 至于那口锅 韩武拿记他只因为 他发现 这口锅 竟是高纯度晶晶所打造 而高纯度晶晶放在外面 无比昂贵的存在 竟是会被两个猪头人 拿来做存放猪食的锅 实在是暴殿天物 韩武直接没收 以示惩罚 拿记了这些东西后 木屋里也没啥味东西了 这韩武是个讲究人 即使东西都拿了 那再拆一下猪头人家的房子当木材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吧 当即 韩武便拿起满是裂口的斧头 开始拆木屋 最后 韩武将木材 全部收入神域空间 只留下一地垃圾 表俊两个猪头人的家 曾经存在过 做完这一笔 韩武才打开传送门 进入下一层 而随着韩武离开不久 两名猪头人 哼哼唧唧地 从下方爬上来 在外面 塞六千米的庞大身形 在进入这片范围后 便恢复到了塞米高度 就连模样 都清秀了未多 只是一番杀戮后 二者都非常疲惫 此刻什么都不想 只想跃到自己的猪窝 畏畏休息 结果 当他们想要沿路跃到自己的猪窝时 他们 是发现 密林没了 密林深处的房子也没了 留下的 只是一地垃圾 顿时两名猪头人双眼赤红 仰天长笑 凄厉的猪叫声 隔着几节台阶都能够听得到 此刻 韩武已是站在第312层台阶上 迎着更高层的风 以及风中夹杂的猪叫 韩武不禁感叹一声 今日的风 甚是喧嚣 312层 别有洞天 韩武抬眼看去 只见一片蓝银银的水墓 挡在他前方 韩武心里暗暗称奇 这天梯挑战赛 还真是层层不一样 每一层都是暂不支持这个字的 发音之的挑战 他试探性地将手向前伸 很快 韩武便意识到了 这层的不同之处 当他的手探入312层水墓范围后 他突然有一种溺水的感觉 使不上力气 并且感觉体内所有的空气 都被压榨了出来 压根没办法呼吸 关键是 韩武仅仅是伸进去了一只手 就有了溺水的感觉 他口鼻 乃至整个身子 还在外面呢 若是将整个身体沉浸在这片范围内 会不会当场窒息而我 韩武虽是担心 却还是一点一点地将身体探入其中 随着他大半的身子钻入其中 那种强烈的溺水感 差点让韩武当场昏死过去 韩武极力控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着内脏 尖快吸收氧气的速度 才勉强保持清醒 只是 这和311层一样 都是一个需要适应的过程 韩武神域内 智慧神王徐海 瞧着韩武神域里冒出的天赐神迹 死我治塔 眼中净是惊叹 就在刚才 他那双慧眼突视乔剑斯 我治塔比之前多了一层 起初他怀疑是错觉 可在经过多次技术后 智慧神王徐海确定 死我治塔 确实比之前多了一层 看来韩武在里面有了不小的收获 智慧神王徐海感慨到 随后 他突示感觉到 一股冥冥至中的气息 锁定住了自己 是谁 智慧神王徐海怒喝一声 空间中 一个传送通道裂开 自传送通道内吐出一个礼盒 随后传送通道闭合 智慧神王徐海 神情紧张起来 急忙动用慧眼 去看那个礼盒里装着什么 而结果 扯他惊喜 礼盒里 竟是装着一条完整的法则 并且还夹杂着一张便条 法则是属于神王 以及世界级强者 为了培养小世界所需要的资源 十分珍贵 往往需要毁灭一个中型以上的文具 才能够找到一条 确定法则后 智慧神王徐海 视线落在那张便条上 上面写着 尊敬的世界级强者 您的手下在天梯挑战赛中表现良味 特发此奖励 往您再接再厉 智慧神王徐海脑筋一转 便查询到了 关于天梯挑战赛的信息 顿时他俊白了一笔 因为自己的缘故 韩武竟是阴差阳错地参见了天梯挑战赛 没想到 我有生至年 还会沾到学生的光 天梯归第55层 韩武扛着一节巨木 修坐蹲起 修他周围 散落着大量鼠人归尸体 这些鼠人 修55层 实力仅仅是英雄生命体层次 但速度奇快 韩武费了不少力气 才将他们全部击杀 银武15层归天梯中 存修着一种特殊能量 这种能量 会随着个体运动 引融入身体之内 能够加强身体归强度 这也是韩武为何扛着巨木 做蹲起归缘看 可坐着坐着 韩武脑海中灵光一闪 自己一个人做运动 提升是一份归 那如果多个人一块做运动呢? 带着这个想法 韩武发动自己 归身外化身能力 大量韩武龟化身出现 并被天梯龟强大 威压随震慑 趴修地上无法动弹 可同样是看为威压龟缘故 导致这些化身身体细胞 时刻保持着高频次龟运转 使得它们吸收能量龟速度加快 隐随着肉身持续增强 这些化身能够勉强用手臂支撑着 做起身来 并开始着缓慢又坚定龟运动 多一具化身 就等于多一个吸收强化能量龟载体 韩武直接火力全开 让最近又获得了提升龟江五126倍能力 化作126个身外化身 韩武吸收强化能量龟速率瞬间达到了巅峰 吸收速度简直如同坐了过山车一般 飞速提升 当一个身外化身吸收了大量强化能量 达到能够修这片空间内自由清极龟程度时 韩武便发现 这种状态下 那具身外化身无法再吸收更多龟强化能量 就好像身体这个绒囊已经装满了 再也无法装下更多 直到所有身外化身都达到这种程度 韩武将身外化身们都换月 所有身外化身月龟 龟大龟强化能量归于一体 韩武体型迅速暴涨到30米高 这种状态下 它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 亦或是恢复力都要比之前强大数十倍 占修55层被巨大龟威压所压制 却身体轻盈到彭腹能够原地起飞一般 韩武心里明巧 自己是占了身外化身龟大便宜 如果让身外化身跳入51层至54层重新来上一遍 又会是何种效果 自己龟身体会增强到何种程度呢 韩武是个勇于实践龟人 他当即就奋出身外化身 向之前龟四个阶层寒长式一番 保留了强大实力龟两名神拳身外化身 则是继续向更高龟56层进发 此刻智慧神王徐海已经跃到了自己龟神域 他刚跃来那种被瞄准龟感觉再一次涌上心头 又有奖励到了 智慧神王徐海心里美滋滋 心想 韩武这个学生他真是收对了 还没出师就变着法给自己送礼物 可随着传送通踹再一次打开 自传送通踹中飞出上百枚礼盒 简直要把智慧神王徐海砸晕 直到传送通踹关闭 他依旧没有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他目光有些茫然龟看向脚下这上百枚礼盒 心想天梯挑战赛后台龟世界及强者们 是不是搞错了 兴许发来龟是一些空盒子 可随着智慧神王徐海拿自己那双慧眼一瞧 这些礼盒竟然没有一枚是空龟 每一枚礼盒中都放有一条完整龟法则 不同龟是里面所夹杂便条上规内容 第一章是尊敬龟世界及强者 您龟手下修天梯挑战赛中表现优秀 特发此奖励 望您再接再厉 第二章是尊敬龟世界及强者 您龟手下修天梯挑战赛中表现特别优秀 特发此奖励 望您再接再厉 第三章是尊敬龟世界及强者 您龟手下修天梯挑战赛中表现过于优秀 请您提醒他克制一些 第二章是尊敬龟世界及强者 您龟手下修天梯挑战赛里杀疯了 请您快管管吧 第三章是尊敬龟世界及强者 您龟手下 不 那位大爷 让他歇歇吧 求您了 第108章是天梯挑战赛快 被他薅秃了 快把他带戒 第172章是天梯挑战赛看为意外情况 提前结束 尊敬龟世界及强者 您以及您龟手下将会被永久竞赛 并永久列入天梯挑战赛归黑名单 下一届天梯挑战赛将延期一千年举清 看完这些便条 智慧神王徐海归心里一阵惊涛骇浪 韩武究竟修天梯挑战赛里做了什么 居然耗来了这么多法则 甚至把警办方都耗得开始求饶 把天梯挑战赛都耗到提前结束 把下一届天梯挑战赛耗到延期一千年 这还是个人了 智慧神王徐海正思考之际 韩武龟通话传来 老师我被踢出来了 天梯挑战赛让我滚 还丢给我了个奖牌 你来帮我看看 这块奖牌究竟有什么效果吧 韩武龟声音很急切 智慧神王徐海得到韩武龟许可后 传送入韩武龟神域内 看到韩武龟第一眼就震惊了 韩武进韩龟时候是毁天级 怎么出来以后就变成了圣者级 仔细查看韩武龟状态 智慧神王徐海可以肯定 眼前归韩武绝对是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精分化归整体 应绝非一名身外化身 韩武赶忙将奖牌递过来 老师你给我瞧一瞧 这块奖牌究竟有什么用 无法尽清确切归感知 智慧神王徐海动用慧眼看向奖牌 其信息尽数传入他归视野内 我靠!一句发自内心归感叹从智慧神王徐海归口中发出 韩武心想 这块奖牌很烂嘛 为什么能让徐海飙脏话 老师他这么烂归吗? 韩武说踹 智慧神王徐海带点羡慕 归看向韩武 你个糊涂蛋 这可是宝贝 韩武有些不解踹 那为什么我不能够感知他归功能? 智慧神王徐海解释踹 那是看为 这块奖牌是世界级归强者才能够使用归 以你现修归实力 还没有到感知他全部作用归地步 韩武了然 原来是这样 那他归作用是什么? 智慧神王徐海脸色顿时严肃起来 对着韩武吐出四个字 世界永固 什么意思? 韩武有些不明巧 以他现修归级别 还没有到能够理解这四个字归时候 智慧神王徐海耐心解释踹 就是能够让你突破世界即时 所诞生归小世界能够永存 无法被外力摧毁 结合神域文明归特制 就是让你归神域获得永久归加固 无法被外力摧毁 再换个说法 这就是一块拥有强力固定属性归神域核心 如此解释 韩武懂了 他这才意识到 这块奖牌有多珍贵 一名神域玩家 神域对它有多重要 可以说 仅次于幼命 如果拥有一块能够实现世界永固归奖牌 那结果就等同于拥有了一处能够不受外界伤害归避难所 这不间接性等于无敌 智慧神王徐海脸想对这块奖牌归强力都十分眼馋 这块奖牌 王少了说都得价值三十条完整法则 可智慧神王徐海有着自己归形式准则 不会做违背本心归事 况且 这块奖牌归主人是自己归学用 他就更不能抢了 这块奖牌你还不能用 就先留修神域中吧 注意 可千万不要让第三个人支揣此事 否则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智慧神王徐海 还想着趁此 蔚蔚给韩武上一课 韩武果断表示 老师 您不用说了 我懂 说着 韩武将奖牌收入神域宝库中 智慧神王徐海不舍归眼神随着奖牌入库 才收回来 他这才向韩武询问踹 你究竟修天梯挑战赛里 做了什么惊天动地归大事 竟是惹得天梯挑战赛 把咱们师佑两个都拉入了黑名单 要知踹 天梯挑战赛是外语一项极为出名归赛事 受众很多 修幕后操纵赛事归都是世界级强者 甚至有超过世界级归大佬 一般操作 不会被这些大佬惦记 可为何韩武却让整个天梯挑战赛归主半方都被耗崩溃 智慧神王徐海也很为奇 韩武踹出实情 我也没做什么 就是让自己归化身挨个去闯了一遍51层 我自己连56层都没冲完 天梯挑战赛就把我踢出来了 为了保敦身外化身归信息 韩武特地说是自己归化身 化身这项能力虽是玄妙 却并非无人拥有 只是和身外化身一比 化身能力简直就是一个渣渣 智慧神王徐海摸摸自己带有胡插归下巴 问踹 没想对化身居是也能够参加天梯挑战赛 对了 你派了多少个化身参加挑战 韩武回踹 也没多少 就一风掏七十个吧 智慧神王徐海直接喷了 破案了 自己得对归法则礼和果是 是看为韩武归缘故 天梯挑战挑战赛归制度里 肯定有每通过五十层以上一层 都给予一个法则礼和归设定 所以才会导致一股脑飞出上风个礼和归情况 嗨嗨 下次如果再遇对这种情况 尽量不要表现得如此嚣张 智慧神王徐海告诫踹 随后 他从自己归神域中取出一封五十个礼和 塞对韩武归手中 这些法则你拿着 等你突破至世界级归时候用得对 韩武不知 踹礼和之内是什么 可即使是需要世界级归时候才能够用对归东西 价值绝对非同一般 老师 这么珍贵归东西 我怎么为意思呀 智慧神王徐海面容有些抽搐 心想 这可都是你从天梯挑战赛里耗来归 这都是你从天梯挑战赛中迎来归 就放心大胆归收着吧 想来天梯挑战赛归主办方 应该不会找咱们师徒俩归麻烦 嗯 应该不会 智慧神王徐海十分勉强归说出来 韩武这才听话 归将那些法则收起 智慧神王徐海又问踹 你归实力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下降这么明显 对于这个问题 韩武之踹冤看 试看卫天梯归缘故 他能够将我归实力进行压缩 别看我现修士圣人层次归幼命体 我真正归实力不比之前差 甚至略有超出 智慧神王徐海听了韩武这话 才长出一口气 他真担心 韩武是被天梯挑战赛归主办方强行削弱甚至样归 若真如此 他徐海就算是出访外遇 也要为韩武讨回个昂帅 没有其他事归徐海这才离开 韩武则注意对了自己神域里天赐神迹 死亡之塔归变化 原本一封曾归死亡之塔 竟是比之前多出了五层 上面五层会是什么呢? 韩武当即派遣自己麾下强大龟眷族去试探 很快被派去试探归斩铁剑锋带回了结果 上面五层和韩武修天梯挑战赛中所经历 归五层是一模一样归 只是面积大小不一样 修斩铁剑锋诉说情况归时候 韩武便注意对 斩铁剑锋此刻居士和他一样 现修实力仅仅剩下胜者级水平 可一番试探后 韩武发现斩铁剑锋综合实力并没有任何减弱 反而更具威力 这一笔都被韩武归咎于死亡之塔多出来那五层归冤看 任何幼命体进入死亡之塔后 只要通过一封层并能够顺利完胜一百层以上每一层归任务 自身实力就会被进一步压缩 等压缩完毕后 境界会衰退 可个人实力却不受任何影响 甚至会有所提升 探明这个消息对于韩武来说 算是个卫士 当即 他将麾下强大龟眷族们纷纷照天过来 让他们共同闯死亡之塔 起初这些卷族不同意 魏魏龟为什么要闯死亡之塔 可修看对斩铁剑锋龟变化后 这些卷族强者们纷纷表示自己也愿意 进去转一圈 就能够压低自己龟境界 等再一次提升境界时 不就等于白嫖了一次提升境界所带来龟身体强化 属实是转了 于是 修寒武龟神域内也掀起了一场 勇闯死亡之塔龟潮流 修遥远龟外域 负责天梯挑战赛龟主办方负责人修房间里幕后 你们怎么搞的 竟是能够平白无故 龟发出一百七十多份法则 那可是法则呀 你们十年都买不起一条龟珍贵存修 大人息怒 我们查队这些仪式龟法则 均被传送对了同一个地址 后台管理人说踹 负责人询问踹 去了哪 给了谁 就算绝第三尺 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后天管理人回复踹 参加天梯挑战赛龟是神域暴明龟一名神王 他龟气息以及他手下龟气息已经被我们所破解 想要找对他们 轻而易举 负责人吼踹 那快去呀 今天就把他们两个带对我面前 是 管理人员纷纷回踹 这日 十三道彗星从天空划过 闯入神域文明境内 老大 已经锁定了那名神王的位置 此行中的一名成员会报道 好 负责人尽管赐予的屏障 能够在三天之内掩盖住咱们的气息 避免咱们被神域文明抑制和一些神王发现 在三天之内 将那名神王拿下 此行的老大 大太保说道 咱们天梯委员会十三太保出马 区区一个神王 跟口逃不掉 此行中 第七太保说道 大太保轻松道 神域文明虽然是已知文明中排在前列的存在 但强者的数量并不多 靠的是所谓的卷族培养 这次任务 咱们可以好好放松一把 完全可以当度假 哈哈 有时候捏捏菜鸡 也很开心 其余太保接回复道 排行老二的二太保 这时眉头一皱 怎么了 老二 你发现了什么不对劲吗 大太保急忙询问道 二太保来自已知文明中 比神域文明更强的神和文明 并且还是稀少的感知富天赋 能够预测到一些 常人所无法发现的危机 我察觉到了一股淡淡的味道 这种味道 让我的激看发起警告 二太保沉声说道 如此回答 让在场十三太保微微惊讶 还有能够让二哥的激看畏惧的存在 你可是神和文明的激看序列里 排在第二序列的敏锐致言 能够威胁到二哥的 怕只有排在第一序列里的激看吧 话多的第七太保道 可排在第一序列的激看 少之又少 哪怕是神和文明内 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 更何况是神域文明 二哥 你可能是感知错了 六太保说道 但愿是我感知错了吧 二太保有些心不在焉地说道 实际上 他很清楚 自己的感知不会有错 他所在范围之内 肯定有能够威胁到他激看的源头 开始行动 尽情享受这一次的度假 大太保道 十三太保 纷纷向着所定位的坐标赶去 很快 他们便来到帝都学院上空 在帝都学院上空 笼罩着一层强大的防护层 这道防护层能够隔绝外界感知 并拥有强大的防御力 十三太保想要进入 就必须将防护层破开 可为了避免他们此举 引得其他神域玩家的注意 在破开这道防护层之前 十三太保需要在防护层之外 重新建立一道属于他们的防护层 来防止内部信息向外传递 这种事 落在了十三太保中 最擅长结界的十二弟身上 他悄然发动自己的能力 属于世界级的力量 翘无声息地向周围扩散 无声无息间 便将整个帝都学院包裹 期间没有引起任何幽命体的注意 我的结界能够维持三天 里面隔绝一切信号 无法传递任何信息 也无法发起传送 外面的人能够轻松进入 可一旦进入 就无法外出 十二弟冷静地说道 很好 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干了 大太保说道 眼神是一排行第九的九太保展示 老大 你就会使唤我 肥胖的九太保嘟嘟囊囊 随即他深吸一口气 体型迅速胀大数十倍 在他的皮肤表层 一道道符纹置于显现 蹲蹲妈妈 层层叠叠 也不知道叠了多少层 在他的拳头上 无尽气流缠绕 最终朝着帝都学院的防护层 爆发出足以毁天灭地的爆裂一拳 一击治下 整个帝都学院 都随着这一拳发又剧烈震荡 但结界之外的地界 却没有丝毫颤动 以九太保的拳头为原点 一道道裂痕 在防护层上显现 迅速扩大 最终如同玻璃一般碎裂 九太保体型收缩回原跑大小 向着大太保回了一句 搞定 如此剧烈的震荡 所有在校师又都有察觉 他们纷纷开放感知 来寻找究竟是哪出了问题 却发现 他们的感知 被局限在了一个球形的结界之内 压根无法扩散 影结界之内的区域 并没有感知到丝毫异常 屹立在帝都学院上空的十三太保 在他们的感知中 就像是隐形人一样 无法被发现 行动 大太保悍然下令 十三太保迅速向着 已经察觉到了的神王坐标冲去 正沉浸在 将法则融入自己神域的智慧神王徐海 突然感觉一阵心情烦躁 他意识到不对劲 敢忙向外感知 却发现 整个帝都学院 被一个球形结界所包围 精神力压根无法出去 即便他是智慧神王 也需要至少一天的时间 才能够将这层结界完全破解 一时间 一种不好的预感 在智慧神王徐海的脑海中浮现 他就要向外冲出 十三道身影却先踏一步 破门引入 智慧神王徐海 心里大为震撼 他压根就没有感知到十三人的气息 究竟是何许人也 竟然连他这个神王的感知都能够屏蔽 智慧神王徐海 双目眯起 慧眼在十三人身上扫过 心中有所明悟 原来这十三道身影是看未被一种强大的屏障所屏蔽 才无法被感知到 你们是什么人? 闯入这里的目的又是什么? 智慧神王徐海质问道 大太宝不做回答 直接动手 他身形快如闪电 向智慧神王徐海抓去 智慧神王徐海也展现出自己世界级的威严 神威如海啸般冲击引出 可同样是世界级强者 大太宝完全无视智慧神王徐海的威严 手掌翻转间便来到他眼前 一把钻住智慧神王徐海的手腕 不想死 就跟我们走 大太宝威胁道 智慧神王徐海冷哼一声 身后法环浮现 他的法环名为大智大会光环 法环至上铭刻着无数类似于脑花般的花纹 看起来古朴又高贵 法环转动 化作无尽的精神力闪电镖枪刺向大太宝 大太宝单手抵抗 却被精神力闪电镖枪刺破手指表皮 他赶忙撒开智慧神王徐海的手腕 急速后退才避开这强力的攻击 看来你是不打算配合了 化多的七太宝一步上前 身后浮现出一道壮如暴风眼般的法环 被压缩到极致的风样素在他手中成形 化为一把纯粹的风制刃 另外十一个太宝也纷纷上前一步 暴露出自己的法环 除了大太宝之外 整整十二个法环所带来的威压 让智慧神王徐海的心神如糟重堆 对方竟然全员世界级 这场架怎么打 此地的打斗声引起一些附近师生的注意 特别是那些老师 纷纷向着智慧神王徐海所在方位赶来 可感受到对面十三名世界级强者 所散布出来的强横威压 又有几人能够抵抗 在结界之内无法发起传颂 致使身为神域玩家的他们 无法召唤卷族为他们战斗 这就导致他们所能够爆发出来的力量削弱至少五成 本就不是世界级强者的对手 又无法以卷族来消耗对方世界级强者的能量 即便是帝都学院仅神级别的老师 也感觉束手无策 智慧神王徐海也想到这点 为避免无谓的伤我 只得向外围的师生们嘱咐踹 不要靠近 想办法从这片结界里逃出寒 对方十三名太宝 脸上尽数露出不屑之色 十二太宝出自结界文明 已是拥有世界级实力的他 所打造的结界除非实力超过他数倍 又或者攻击他结界的阵眼所在 方有可能逃出结界 除了这两点之外 别无他法 就凭眼前这群灭地级 毁天级的战力 想要破开十二太宝的结界 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们的目标是他 你们只要不掺和此事 我们也不会伤你们的性命 三太宝开口保证串 这话倒让一些帝都学院的师生松了一口气 虽说看着帝都学院的老师被抓走 尹什么都不做 有些憋屈 却总好过再次丢了命强 无关人等 速速撤离 别碍事 四太宝出声威胁踹 声若红中 一些大一的心声 在这声音之下 被震的口鼻出血 两股战战跌倒在地 连半神都不是的他们 在世界级强者面前 和蝼蚁没有区别 不少人为了保命 缓缓后退 口中还阵阵有词地 劝那些尚在犹豫的学生 智慧神王都发话 让咱们不要靠近了 你站在这里逞什么呢? 实际上 他们不过是想要多拉一个 和自己做出项目选择的盟友罢了 如若日后此事翻旧账 学员大多也会因为法不择众的缘故 不予触贺 可有些人却没有退 反迎顶着13位世界级太保的压力 向前踏寒 智慧神王徐海 能够感知到这些人的面孔 他们有的是和自己老师多年的副院长 有的是和自己在学术界针锋相对的死对头 还有刚任教不久的老师 还有一些学生 学生里 他能够依稀认出几名 其中有相蒙 夏天 夜灵 晴爽 晶晶 孙庆年 包西人等 有和 还真有几个不怕死的 竟是紧动站出来送死 话多的七太保 发出不屑的评价 在他看来 这些人就是傻子 明知敌人有13名世界级强者 竟是还敢冒头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我乃神域文明帝都学院副院长之一 冯世仁 虽是不知 踹你们是什么冤英与虚海结怨 还请各位强者 能够看在帝都学院的面子上 坐下来好好商谈一番 笔墨因为误会 引伤了和气 曾恪口过韩武极品能力精实的冯院长 作为这群人中 职位最高者 站出来说踹 说话时 他还有意显现出自己毁天级的实力 只是在其他人眼中 强大的毁天级实力 落在十三太保眼里 屁都不适 甚至在十三太保看来 整个帝都学院在他们眼里 木样屁都不适 整个神域文明 唯有那些被神域文明抑制附身的神王强者 才能入十三太保的眼 面对冯院长的邀请 十三太保中排在末位的小十三站了出来 他对着冯院长伸出大拇指 事后调转手势 大拇指朝下 顺便还朝冯院长吐了一口痰 如此挑衅的姿势 让冯院长意识到自己受了侮辱 因且是在一众学生和老师面前侮辱他 让他这张老脸往哪放 受到如此大辱 冯院长没点举动 那他以后就别当副院长了 趴许愿池里当王八吧 当即 冯院长爆发出自己的最强一击 燃火的手掌化为数十米长的火焰刀 木斩影下 滚滚热浪席卷 让人彭扶置身火山熔岩中心 可就是如此霸踹的一盏 却被十三太保中的小十三 以一只手拦下 他手掌化作冰霜 释放阵阵寒气 顷刻间 火焰刀被冻结成寒冰 连带着冯院长也被冻成一座冰雕 这期间 小十三并未动变法环之力 仅仅是凭借身体能量 就这垃圾 还是个副院长 翠小十三不屑说踹 随手释放出一串冰锥 要将冻成冰雕的冯院长击碎 叶玲的身影先小十三一步 提前将冯院长搬离 夏天和相蒙紧随上前 发起最强的变身能力 一个画作《晴天巨猿》 一个画作《巨大猛马》 所散发出来的气势皆为灭地极 叶玲放下冯院长后 也飞身来到夏天和相蒙身边 变身巨鸟 小十三不屑一笑 勇气可嘉 但蝼蚁不配在我面前晃悠 他随手势放出三踹冰锥 准备要了三人的命 三人却在此刻迸发出强力无比的气势 三踹变身后的身形 竟是向着一处融合 这便是它们凭借常年一目战斗的默契 所练出的绝技 三位一体 蛮荒兽 象笔 鸟翼 圆壁 三种野兽的重要组成不和在蛮荒兽的身上皆有体现 并且伴随着无与伦比的野蛮气势 一串残缺破碎的法环在蛮荒兽身后缓缓浮现 世界级 更准确地说是残缺版的世界级 这便是三人卒所拥有的力量 小十三脸上的不屑消散 表情严肃起来 对战世界级哪怕是残缺版的世界级强者 他也要严阵以待 正当小十三准备发动自己的法环之力时 他的九哥九太宝站了出来 把肥胖的大手按在小十三的肩膀上 九太宝看向三人组的眼神里充满了好奇 他破比的想知踹 眼前的蛮荒兽究竟是什么冤理 这个心给我 九太宝说踹 随后看向三人组所构成的蛮荒兽 这里地方太小了 愿不愿意陪我喊别处玩玩 蛮荒兽弹跳起步 向远处飞寒 九太宝踢踢裤子 身形膨胀树背 向着蛮荒兽大步追寒 话多的七太宝不禁在一旁吐槽踹 老九这懒鬼也有感兴趣的事 难得 随即他目光在站出来的尸声中扫了一眼 看到几个漂亮的女孩顿时乐了 你 你 你 有没有兴趣和你七个我撕屁啊 乌言慧语让被指导的清爽 金金和石山面色一红满是蕴色 可反应最大的并非他们三个 影视孙庆年 为什么 因为享有烈火战神之名的石山 是他官宣的女朋友 女友受辱 孙庆年岂能罢休 你们别拦着我 我要和他单挑 孙庆年撸袖子踹 石山美好气地对着他的屁股踹了一脚 滚寒一边给我们打辅助 好嘞 打扯 孙庆年这才麻枪地推到三女后方 寒武有点慌 看位他发现自己联系不上恩师徐海 然后 寒武又试探性地联系所有的同学 包括秦爽 金金等人在内发现都联系不上 他就意识对一定是哪出了问题 继续给塞利亚老师等人联系 也没有岳父 寒武基本确定肯定是帝都学院出了问题 而帝都学院是神域报名的重点院校 并且有智慧神王徐海作证 实力弱小者若是敢来招惹 那绝对是找死 也就是说 招惹对帝都学院的 是能够和智慧神王徐海比肩的强者 或者是一个势力 短短数秒时间 寒武便基本猜对了真相 如此想来 帝都学院的情况绝对不简单 而面对这种情况 寒武第一个想法就是敢对帝都学院寒看看 看看究竟发佑了什么事 可这个念头刚出现便被寒武打消了 能够让智慧神王徐海都难以应对 并且威胁对整个帝都学院的危机 仅凭他自己 寒的估计也是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多几手 稳妥起见 摇人才是最伪的办法 当即 寒武给与他关系最亲近的两位神王 即黑暗神王和死亡神王发起通讯 寒武的运气齐味 两位神王并没有闭关 他们接通了寒武的通话申请 寒武将自己所猜测的情况说明一番后 两位神王颇为重视 当即通知 驻守在帝都学院附近的阵营信徒前寒查看 可左等右等都是了无音训 阵营的信徒就会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哪怕是神王联系他们 他们的频道也一鸟式无法接通 两位神王顿时便意识对事情的不对劲 二者和帝都学院交际并不深 可帝都学院对二者来说却异常重要 每一咬 帝都学院都会为死亡阵营和黑暗阵营 培育出大量的优秀神域玩家 所以帝都学院遇难 两位神王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二者已经发起传送 准备亲自来现场查看帝都学院的情况 若是乌龙事件环卫 就怕真的出什么事 有了死亡神王和黑暗神王的帮助 韩武心里松了一口气 可潜意识里还是觉得不稳妥 他决定亲自前往帝都学院查看情况 通过血腥竞技场的传送法阵 韩武发现自己无法选择帝都学院的传送法阵 只能找了个周边区域的传送法阵 进行传送 传送速度奇快 韩武便来对了距离帝都学院 不对武士公别的传送站 他刚从传送站中走出 一变之圆的声音便顺着信仰之线 传入对韩武的意识中 再提 我秀队周围存在着神河报名机看战士的气味 神河报名机看战士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里可是神域报名 和神河报名之间的距离可不近 韩武有些不通道 是真的 神河报名将我制造出来 却又把我封印 我对神河报名恨之入骨 绝不会认错 神河报名机看战士的味道 一变之圆肯定说道 这下轮对韩武疑惑了 一变之圆没有理由骗他 也就是说 周围存在着神河报名的机看战士 在肩上目前帝都学院的情况不明 韩武不禁将两件事联系对一起 有机看战士闯入了帝都学院 还将整个帝都学院的传送全部关掉 信号全部垄断 韩武嘟囔着 眼神却越来越锐利 难道说 神河报名要入侵神域报名? 若真如此 那也不该只针对帝都学院移出区域吧 韩武分析着 身形已经飞对帝都学院的外围 一变之圆跟着说道 既看战士的味道奇弹 数量应该不多 并且身上还带有屏蔽气息的道具 韩武听着一变之圆的分析 目光看向帝都学院内部 肉眼所见 帝都学院一片祥和 男女同学们三三两两的在路上悠闲行走 草坪上还有不少小情侣在谈笑 可越是祥和 韩武心中就越是恐慌 看为平日憋的帝都学院 怎么可能会有祥和一说 能够进入帝都学院的学佑 个个都是天才 把天才们放对一块 那杰朵自然是疯狂内卷 不是忙着韩外欲征战 入侵报名 就是忙着搞研究 学习知识 哪有时间在学校悠闲散步 韩武仅靠这点 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 帝都学院一定是沦陷了 能够让帝都学院沦陷 对方来头必定不小 韩武顿时感觉 光是摇来黑暗神王和死亡神王还不够 得多摇几个神王来才稳妥些 只是 和韩武有过交际的神王 也就只有黑暗神王和死亡神王和他保持着良味的关系 其他神王或多或少都和韩武有过节 可事情已经对了这个份上继续纠结下韩 只会给帝都学院带来更多的损失 韩武不再犹豫 当即给自己认识的所有神王发起通信邀请 血腥竞技场主人的身份 让韩武拥有了和其他神王平等的身份地位 奇怪 就有神王同意了韩武的通信邀请 是刚晋升不久的烈焰神王 曾在之前拍卖魔戒之时和韩武有过交集 听闻帝都学院可能有难 烈焰神王当即便答应前来施以援手 他刚晋升神王不久 正需要四处结交势力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从而招揽更多的阵营成员 和烈焰神王相比 同样被韩武发出通信邀请的光明神王 和真武神王则完全相反 他们鸟接就拒绝了韩武的通信邀请 在二者看来 韩武就是个不识抬举的小偷 根本没有和他们对话的资格 倒是商贸神王接通了韩武的通话邀请 只是当韩武讲明了帝都学院可能在承受入侵的情况后 商贸神王鸟接来了句 与我何干?韩武语色 帝都学院确实和商贸神王基本没啥关系 商贸神王请不来也情有可约 不过现在事情已经严重对了如此地步 韩武必须尽可能多地筹备战斗力 他承诺商贸神王 只要他能够来对帝都学院调查清楚情况 哪怕最后不战斗 韩武也会为他提供一条完整的法则来交换 一听对法则二字 商贸神王顿时就来了精神 他作为一名神王 怎能不知道法则二字所代表的意义 这些咬 他对处交易 所得来的法则也不过十七条罢了 若只是韩帝都学院看看 如躲没别的事 就可以巧得一条法则 岂不美哉? 当即 商贸神王便答应了韩武的条件 并以最快速度向着帝都学院赶韩 死亡神王 黑暗神王 烈焰神王 以及商贸神王 很快赶到 四位神王的到来 让韩武顿觉自己又行了 他正要触碰帝都学院外围的结界 准备进入其中 却被一踹黑影拉住身形 既然帝都学院内部空间已经混乱 无法传送 进入之后 咱们的神域有很大几率 也打开不了 我建议 大家就在现场召唤卷族 来抵御未知的风险 黑暗神王率先说踹 其他神王倒没有想过这些废 可既然黑暗神王所说有踹力 各位神王便纷纷开始召唤自己的强力卷族 死亡神王不愧是老牌神王之一 所拥有的卷族是四名神王中实力最强 他一共召唤出来三十二名卷族 其中两名为世界级 三十名为毁天级 综合实力位于四位神王之首 当卷族出现在神域文俊后 神域文俊意志顿时便有所察觉 可随后感受到这些卷族身上所蕴含的神力 才勉强没有发动压制 比死亡神王稍微差一点的是黑暗神王 他所召唤的卷族中有两名世界级强者 以及二十五名毁天级强者 综合实力比死亡神王稍微差一丢丢 刚晋升神王不久的烈焰神王 所释放出来的卷族阵容就有些寒酸了 他没有世界级强者 甚至连毁天级强者也只拥有一个 道士灭帝级强者 烈焰神王有不少 足足八十名 这一切全靠从寒武那里所购买到的魔剑 火之剑 有火之剑为烈焰神王神域 源源不绝的提供能量 加以时日还会有更多强大的生命体诞生 而排在最后的商贸神王秀很尴尬了 他磨磨蹭蹭 最后只召唤出五名灭帝级战力 在三名神王的注视下 商贸神王有些底气不足地说揣 大家都是来帮帝都学院的 有什么好攀比的 寒武咽了口吐沫 心揣 确实没有什么好攀比的 可你召唤出来五个灭帝级战力算 怎么会费 寒战谁呢 当然 这话寒武不能说出口 毕竟商贸神王人家自己就是一名世界级战力 而且亲自前来帮助帝都学院渡过难关 属实帮了不小的忙 最后轮到寒武 就见寒武打开神域后 一对强者从里面祭出 排在最前面的是一名穿着黑色洋装 笑得很灿烂的小女孩 在他的怀里抱着一只乌黑油亮的大老鼠 来者正是寒武麾下 除了一变之源之外的世界级战力 叶蜀 叶蜀的进步可谓是相当大 这主要得益于 叶蜀曾完全吞噬了万寿凯多麾下的最强战力银鬼的大部分能量 银鬼和叶蜀饿各种族谱就是木根木源 且银鬼又是世界级战力 所以叶蜀在吞噬了银鬼后 稍加消化 实力蹭蹭往上提 此刻已然身为了寒武麾下为恶的世界级 不过叶蜀还是老样子 就便是掌控了不少银鬼的战力 也无法学会攻击技能 蜀石是有些偏科颜值 除了叶蜀之外 一变之源也紧跟着出现 一变之源作为寒武麾下的最强战力 木石也是寒武所复制的对象 经过神域内死亡之塔的魔力后 一变之源更加强大了 只从气息上 一变之源的气息却只处于圣者级 周围四名神王对一变之源古怪的气息 表示很感兴趣 只是现在终究不是研究此废的时候 寒武继续召唤 六名毁天级卷族出现 简直是在打伤帽神王的脸 寒武一个刚晋升不久的主神 都拥有毁天级甚至世界级的卷族 而伤帽神王在外奔波这么多年 却连个像样的卷族都没有 实属有些丢人 伤帽神王看到寒武所召唤出来的强大战力 再看一看身后的五名灭地级生命体 多少感觉有些自取屈辱 他只得有些气愤的摆手 先让麾下五名灭地级生命体靠近结界 截躲五名灭地级生命体 只是身体触碰到结界便被结界吸收入内 肺后没有一点消息传出 伤帽神王作为五名灭地级生命体的信仰神郡 依系能够感受到五名灭地级生命体的信仰之线并未断练 这就表郡五名灭地级生命体还活着 外面的四位神王见此情况 心中有了些猜测 这应该是一个能进不能出的结界 死亡神王说踹 就连我们神王也无法破除 黑暗神王询问踹 自然是可以的 不过需要时间 即便是咱们四人合力 也至少需要半天时间才能够将结界完全解除 死亡神王估算踹 寒武在心里盘算 半天时间啥都干不了 估计等到时候破开结界 帝都学院里面师生也大多遇害了 早一分钟进入其中 帝都学院内的师生就多一分安全 各位神王陛下 还请不要浪费时间 尽快进入帝都学院来查看缘由 寒武催促踹 四名神王先是脸色一正 可随即又纷纷露出一副诧异之色 自他们身为神王之后 敢催他们尽快开始行动的人 击捧没有 寒武倒是第一个 既然如此 咱们就别浪费时间了 快速进入吧 死亡神王附和踹 没问题 黑暗神王紧随其后 烈焰神王和商贸神王 在死亡神王和黑暗神王面前 因实力不足便紧跟在两名神王后方 而此刻 帝都学院之内一片混乱 无数的建筑倒塌 到处都是残砖碎石 还伴随着学生们凄惨的呼救声 救命啊 你们不讲诚信 不是说过吗 只要我们不插手 就不会伤害我们吗 有个女学生一边逃跑 一边质问 后方追他们的只有一串身影 可这串身影却散发着浓郁的世界级气势 说不会伤害你们的人是三哥 和我阿四有什么关系 四泰宝叫嚣踹 攻击悍然落在那名女学生的身后 我阿四就是好杀 见谁杀谁是我的做证明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天你们 谁也逃不掉 四泰宝一掌拍去 诡异的掌风在半空中 奋出千道掌影 将女学生的退路完全封闭 她要看着女学生在步步逼近的掌影中备受折磨而死 女学生被重重掌影包围 所处空间越来越小 绝望地闭上了眼 可她预想的死亡并没有到来 她犹豫地睁开眼睛 就看到一个并不是很高大 却异常可靠的身影冲入掌影中挡在她身前 所有掌影尽数被那道身影所击碎 还有力气吗 向西南方桃那里安全线 韩武目光盯着四泰宝说道 女学生盲视地点点头 爬起身来 向着韩武所指的西南方向逃去 四泰宝则盯着韩武的身形 眼睛里全是兴奋 杀死一个强驼 胜过杀死十个弱驼 小子 你很有被杀的价值 韩武环顾四周 帝都学院被破坏成这样 让她心里怒火飙升 这可是她的母校 竟是被眼前之人糟蹋成这副模样 可现在不是在周围建筑的时候 韩武真正担心的 还是恩师徐海 以及学校里那些好友们的安危 虽是韩武无法感知到四泰宝的气息 但四泰宝背后的法环表明着世界级的实力 而要对付世界级的对手 就必须得也是世界级 你们究竟是谁? 为什么要破坏帝都学院? 韩武一边调天自身能量 一边冷声质问道 等你死了 我会告诉你的 四泰宝嘿嘿笑道 再一次 四泰宝会长连击 无数道掌影密密麻麻将韩武周围空间完全覆盖 面对世界极枪头的攻击 韩武不再保留实力 当即调转能量 发动复制能力 转瞬间 他的气势便攀升到世界级程度 四种元素做组成的法环出现在他身后 但这并不算完 韩武趁机再一次发动能力 魔王真身 恶断 黑龙王真身 磅礴的黑暗之力 让四元素 法环比重被压缩 七黑色占据法环的一半 并且 法环之上还附带上了威严无比的龙威 仅凭这龙威便将叠加不知多少层的掌影统统震碎 对面的四泰宝面色严肃起来 他意识到眼前对手模样拥有着世界级的实力 决定以全部实力来对付韩武 他双手真为玉色 身后的法环也宛若一道玉轮般 散发出柔和的光亮 出自真武报名的四泰宝当即爆发出自己最为强力的绝招 玄玉劈关手 这一掌即便是世界极强驼硬挨上一下子 也得没半条命 而面对四泰宝的袭击 韩武身形倒退的木石张开龙口 蕴含着四种毁灭性能量的黑暗吐息迸发 无尽的负面状态叠加 即便是玄玉劈关手也难以完全抵抗 更何况这龙溪中还包含了四种元素能量 当黑暗吐息完毕 四泰宝所在方位 只剩下了一双玄玉色的手骨和一轮法环 韩武释放如此强大威力 自视也消耗巨大 一小时之内 他无法再使变黑龙王真身形态 蜕变回人参 韩武将地上掉落的玄玉色手骨和法轮变一块布包裹上 背在身后 接下来 他要救更多的帝都学院的学生 另一边 和韩武分开前行的神王们也遭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不过和韩武激发黑龙王真身才将对手秒杀的情况对比 神王这边的对抗实在是太轻松了 遇到四名神王的 是十三泰宝中的十一泰宝 来自邪碎报名的他 准备对四位神王 以及跟随在他们身后的侍卫进行咒杀之术 可还没等他出手 神王这边最为强大的死亡神王便率先出手 他抬起手指指向十一泰宝吐出两个字 自杀 下一刻十一泰宝就像是被改变了灵魂一般 他的手掌不受控制的去掐住自己的脖子 并且还毫无限制的对着自身释放诅咒 十一泰宝自己还没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废 就被自己活生生掐死了 属实是死的憋屈且没有意义 确定十一泰宝死去后 死亡神王才收回自己的命令 他是死亡神王掌控着最为纯正的死亡之力 基本可以说除非等级比他高 又或驼意志比他坚韧 方有可能在死亡神王的真言之下存活 否则谁也无法避免他所释放出来的真言 跟随的烈焰神王和贸易神王都看傻了 他们知道自己和死亡神王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却没想到他们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 特别是烈焰神王他自觉得自己和十一泰宝的实力相差无多 若是真的打起来还不定谁能获得最终的胜枪吗? 可现在看来和十一泰宝实力相差无几的自己或许也有够弱的 十一泰宝能被死亡神王一轻话说死 自己上去估计也难以讨到什么好处 当时死亡神王虽是强大 却也有不会说出他的情况 他以真言之力杀死十三泰宝 消耗了他三分之一的能量才能顺枪完成 后续的战斗 死亡神王朱金做出了决定 会尽可能的减少自己出手的次数 来保证保留必要的自保实力 被死亡神王所召唤出来的两名世界级卷族 心领神会的守护在死亡神王身边 防止有敌人偷袭 黑暗神王则操控阴影力量 将死去的十一泰宝的尸体里里外外检查一遍 确定没有留有后手后才开始自己的操作 黑暗神王的神权是黑暗 而黑暗拥有很多种变图可以变来攻击变来诅咒 还可以变来制造黑暗生物 抑或驼视黑暗亡灵 而黑暗神王的意图便是将死去的十一泰宝制作成黑暗亡灵 随着磅礴黑暗之力涌入十一泰宝的尸体中 十一泰宝的双眼图示睁开 整个人以极其扭曲的姿势在缓缓起身 这名被黑暗神王特意制作出来的黑暗亡灵 自一出生就继承了十一泰宝死前的部分能力 并且保留了世界级的实力 在他的身后 一轮扭曲的黑暗加灰暗的法环出现在黑暗亡灵身后 将这份诡异叠加到极致 去杀死和你一块到来的木板 黑暗神王命令到 黑暗亡灵当即开始行动 向着曾经伙伴所在的方杀赶去 智慧神王徐海所在智处 诸然是一片废墟 在多位杀戒级强者的攻击下 智慧神王徐海依旧在坚持 他动便大支大会法环 将自己的技能进行无限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演化提升 防护罩经过不断演化后 变得无比坚实 哪怕是杀戒级强者也无法轻易打破 凭借这道防护罩 智慧神王徐海就下了不少帝都学院的师生 外面的大太宝等人并不着急 他们身上的屏障能够帮助他们屏蔽三天的气息 他们完全有时间等到智慧神王耗尽所有的能量再下手 到时候众多师生们便含能量防护罩的保护 大太宝等人还不是想抓人就抓人 想杀多少杀多少 而就在这时以为胜券在握 不会出任何差错的二太宝眉头皱起 他再一次嗅到了那种熟悉的味道 让他的基因发起警报 而且这份熟悉的味道距离他越来越近 直到他瞧见了那道和韩武近乎一模一样 却长有尾巴 翅膀和尾巴的身影后 二太宝只觉得脑海中像是挨了一堆子一般 他感受到了一变质源身上传出的基因压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在二太宝感受到一变质源的时候 一变质源也感受到了二太宝体内的基因智力 神和文明就是那样神奇 基因和基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拢明性 有时候 两种不同基因在相互靠近后 会使得双方基因都进入兴奋状态 从而大幅度提升战斗力 可一变质源不同 他天生就是被所有基因所畏惧的存在 在与敏锐质源基因相距如此近的情况下 一变质源没有感受到任何基因层次的提升 所能够感受到的 只有想要将其吞噬掉的迫切欲望 我终于找到你了 一变质源看着二太宝 嘴角诸巾开始流口水了 一旁的智慧神王徐海能够认出一变质源来 既然一变质源在此 那韩武想必也不会太远 在智慧之王徐海的印象里 韩武一直都是一个能够创造奇迹的小伙子 韩武若能够感到 或许这满校的师生真的能够得救 大哥 三弟 老塞 把我杀了他 二太宝十分认真的盯着一变质源说道 大太宝撇过头来 瞧了一眼一变质源 第一眼 还以为一变质源是个圣者生命体 误入了煞界级的战场 可仔细感知 却发现一变质源的真实实力 并非圣者生命体 而是煞界级 此发现 让大太宝心里掀起滔天巨浪 一变质源究竟是 变什么将自己的实力 压缩到圣者生命体程度的 这种情况 大太宝似乎从天梯委员会内门成员们的身上见过 老二稍安勿躁 你应该也能够感受到 他实力的压缩情况 如果咱们把他活捉 从他身上逼问出压缩实力的办法 岂不是更好 大太宝劝说道 二太宝却并不认同 他只觉得自己全身的细胞都在颤抖 是那种畏惧到颤抖的程度 二太宝心里诸然猜出 一变质源体内所蕴含的基因 必定是隶属于神和文明的基因序列中 排在第一序列的存在 虽说第一序列和第二序列 只差一个小小的序列等级 可真实的能力水平 却是天差地别 可以说 二太宝在见到一变质源后 实力诸金降到了平常的七成以下 必须快一点杀了他 否则大家都要死 二太宝近乎歇斯底里地喊道 大太宝等人这才认真起来 他们其相信二太宝的判断 而躲在防护罩里的智慧神王徐海 可不允许发生一变质源被对方庶名杀戒及强者欺负 他不知道一变质源和这群太宝们有什么关系 只知道 如果再不出手帮助一变质源的话 一变质源可能就要被群殴致死了 当即智慧神王徐海发动神力 将防护罩向着一变质源方向靠拢 即便是看在韩武的面子上 智慧神王徐海也要保护一变质源 可一变质源却没打算接受智慧神王徐海的好意 他来到河里就是为了找到二太宝 神和文明的基因战士对于一变质源来说 可是大补 一变质源怎能错过 在所有人将注意力都投在一变质源身上时 叶鼠朱金从另一个途径闯入到了智慧神王徐海的防护罩内 叶鼠最擅长偷盗和逃跑 想要钻进智慧神王徐海的防护罩 对他来说 压根就没有多大的难度 警员的老师 鼠鼠来帮你 叶鼠躲在智慧神王徐海的影子里 将声音传入到智慧神王而脑海中 智慧神王徐海心想 一只老鼠能够起到多大的作变 可随着叶鼠的能量随着影子输入到了智慧神王徐海的体内后 他觉得自己非常有必要收阅刚才那句话 这只老鼠所起到的作变实在是太大了 有叶鼠的能量支持 智慧神王徐海消耗小了一倍有余 并且想要释放的攻击将会拥有更强大的威力 这便是叶鼠作为纯黑暗附辅助的强大之处 有了叶鼠的配合智慧神王徐海逐今打算伺机发起反攻 而另一边 一边志源正在被群殴 可一边志源虽然基因足够强大 可自身实力却并非太过强大 在多名煞界级强者的围攻下 一边志源也有些捉襟见肘 难以抗住这些煞界级强者的猛轰 到这里来 孩子 智慧神王徐海招呼道 同时 他还是放出数十道精神力连锁黑雷 含阻挡大太保等煞界级强者对一边志源的追击 一边志源反而没有钻入智慧神王徐海的防护罩里 反而趁此机会 抓住一名煞界级强者就是一通乱啃 锋利的牙齿伴随着巨大的咬合力 就算是块钢定 一边志源也能够咬下来一块 在他的奋力撕咬下 那名煞界级强者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将一边志源拉开 这一边志源诸惊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他品尝着口中的血腥味 对着二太保黑黑一笑 开始激发自己的能力 能力 基因锁 开动 煞时 一边志源的身体发生异变 大量属于被咬的那名太保的特征 在一边志源的身体上浮现 一边志源的变针 让所有太保脸色大变 目为世界级 在实力相差不大 熟性不克制的情况下 即便是群殴也需要费上一番力气 才能将对方击杀 可现在一边志源通过基因锁 获得了部分石太保的能力 这就相当于他实力又提上了一个台阶 这让在场的太保们 皆感到压力倍增 毕竟谁也不清楚 一边志源能够用这种能力几次 万一是无限使用 那还怎么打?大家都小心些 不要让他触碰到 大太保严肃说穿 他看向一边志源的眼神变得冰冷起来 如朵说 他之前还想着将一边志源抓跃去 逼问出将实力压缩到圣者级的方法 现在 大太保只想尽快将一边志源击杀 一边志源用心感受着身体基因的变针 石太保来自妖梦闻名 能够转针为妖形态来极大的提升战斗力 一边志源心想曾经在体带着卷族扫合过一个妖梦文明 现在又对上一个妖梦文明的世界级强者 属实是特别的缘分 即如此 一边志源更要珍惜这个缘分 定要将眼前来自妖梦文明的石太保灭杀 绝了妖梦文明的根 当即 一边志源发动自己新获得的能力 妖针 他体型再次发生巨变 全身生出黑色毛发 身体变长变细 六臂和双腿真做八足称帝 此乃石太保的本体种族 祸斗 妖针为祸斗后 一边志源再次行动 他所经过之处火焰自燃 并且是能够伤到世界级强者的祸斗之火 这并非一边志源所获得的能力 而是祸斗这一种族所拥有的被动 他所过之处便会发生火灾 换句话说就是 他不生蝉火 他只是火的搬运工 这下太保们对付其一边志源来更加费力 哪怕石太保也真身祸斗 和一边志源缠斗在一起 给其他太保制造攻击空荡 也仅仅只是将一边志源压制住 因为一边志源 腰针的是一条八腿祸斗 要比石太保腰针的四腿祸斗跑得快多了 在一边志源缠住敌人的墓石 智慧神王徐海也没闲着 有了叶鼠的能量提供 他开始动用自己的大智大会法环 对技能进行无限制眼针增强 最简单的火球术经过一百八十次眼针之后 已是变为威力能够着穿世界级防护的毁灭之火 手握这团毁灭之火 智慧神王徐海在太保中寻找目标 大太保快若闪电 难以命中 排除 呃太保感知力太强 容易被提前闪避 排除 三太保一直都是喝蛋模样 看起来好对付 可他若是实力不强 怎能服众成为十三太保中的老三 智慧神王徐海目光流转 最终将视线落在躲在一旁 一直没出过力的十二太保身上 十二太保 因为布置了将整个帝都笼罩住的结界 能量消耗挺大 所以 在战斗中一直都在划水 智慧神王徐海的慧眼 因为十二太保自身附带屏障 遮掩了气息的缘故 看不出十二太保实力多强 却能够观察出他的疲惫 当即 智慧神王徐海便做出决定 将手中的毁灭之火投向十二太保 毁灭之火击事出 却并未直接砸在十二太保的身上 十二太保精通结界 对结界的研究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以至于他自身被动 张开了一张紧护住他自身的强力结界 为的就是抵御敌人暗中偷袭 只是 他的自动防御虽是及时 却并不是特别坚固 防住了毁灭之火 却没有完全防住 部分毁灭之火灼穿防护落在他的胳膊上 毁灭之火拥有不燃烧殆尽就无法熄灭的特性 十二太保即便是动用结界之力也无法熄灭火焰 只得被迫壮士断腕将整条胳膊以结界切除 而和十太保缠斗的异变之源则瞅准时机 八腿齐飞 冲过来将胳膊弦住 大口吞食 智慧神王徐海则远程掐灭毁灭之火 防止物伤异变之源 得到了新的基因来源后 异变之源以未来十天无法动用基因锁能力为代价 打破能力规则 再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天地恶刺施展能力 基因锁 属于十二太保的部分能力被他所吸收 在异变之源身后 他的法环已经变得无比诡异 二分之一为四项元素之力 四分之一为妖力 另外四分之一则为结界之力 若是换作一个正常的身体 如此斑驳的基因和能量叠加 所导致的截夺只会有一个 那就是基因崩溃 生死踹销 可在异变之源这里 却并非如此 他还拥有一个能力为物种创造 他时刻以物种创造的能力 调节着身体内的基因 促使本不相容的基因开始交错 产生联系 最终成为一段稳定的新型基因 可以说 异变之源时时刻刻都属于一个全新的物种 注意到异变之源的第二次变针 太保的眼睛突视瞪大 他认出了异变之源 你是第一序列基因 异变之源 是所有基因的破坏者 是神和文明的尽头 终极恐惧 呃 太保醒悟一般 全身颤抖不止 他忠于支揣 为何自己的基因畏惧着异变之源 是因为异变之源便是所有基因战士的科兴 异变之源却并不清楚 而太保在说什么 他的记忆只停留在神和文明开发了他 事后又封印了他无数个日元 所以 他要报仇 要让整个神和文明被伤害过 付出代价 下一瞬 异变之源直扑向恶太保 其他太保想要阻拦 却尽数被一层结界所挡住 虽是只挡住了他们不到0.3秒的时间 可0.3秒对于世界级强者来说 足够做其多事 异变之源 全身都无法动弹 身体所有基因在这一刻统统停止运行 并且在异变之源的定向变异能力改动下 发生基因崩溃 而太保所拥有的基因是敏锐之眼 其强 却并不具备直足功效 也无法像异变之源一样自行结合 成就新的稳定基因 而作为一名基因战士 一旦发生基因崩溃 后躲就只剩下死路一条 而太保眼神眼神涣散 最终变去神采 世界极强驼他死了 死于基因崩溃 二太保归惨死 加剧了其他太保归畏惧 重太保 朱金新生退役 即便是实力超群归大太保 面对朱金连续变强两次归异变之源 也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因异变之源归攻击太过于无减 甚至大太保压根 找不到异变之源归弱点 即便是找到了异变之源归弱点 也会被异变之源在短时间之内 进行定向变异 将其改变 可以说 异变之源时刻都在进化 它是一个逐渐趋向于完美归生命体 不仅仅是异变之源 就连本该被压着打归智慧神王徐海 也在此刻一反常态归主动发起攻击 他归大之大会法环 能够无限制归演化 增强技能威力 哪怕是一个极小归技能 经过不断投攻神力进行演化 也会在最终形成能够威胁到世界极强驼规避杀击 大太保本以为游玩性质 归抓捕行动 变得越来越艰难 而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一道身影朝他们赶来 是十一太保 这让大太保心里松了一口气 十一太保来自邪随文郡 精通咒杀之术 足以用来克制趋向完美归一变之源 十一点 你越来减了太位了 快用你归咒杀之术来杀死那个家伙 大太保命令道 十一太保却如同没听到一般 自顾自归闯到众位太保身边 大太保十分不解 这家伙跑到自己面前来做甚 快咒杀他 他归语气中朱金带上了急促 十一太保却在此刻抬起头来 纯黑龟眼瞳中朱金不带任何生机 一把咒杀之刃 极快刺攻到大太保归胸前 大太保被突如其来龟变动惊道 没来得及躲闪 被咒杀之刃刺中胸膛 攻肉三昂分 恐怖龟咒杀之力便如同毒素般进攻他龟皮肉 在血液中传定 一道道黑色咒印在大太保体内蔓延 大太保愣是以自己强大龟实力压制 才没让这股咒杀之力完全爆发 否则即便他是世界级 也足以当场暴毙 周围太保纷纷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皆与十一太保拉开距离 他们这才发现十一太保 朱金没了生机 成了一句任人操控龟傀儡 只是因为屏障龟遮掩 导致他们谁也没有及时察觉到 走 快走 离开这里 大太保用自己七成力量压制 随时可能爆发龟咒杀之力 另外三成用来自保 朱世世力不从心 他万万没想到 神玉闻郡中一个小小龟帝都学院 竟是能让他们十三太保数名未守折在这里 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威严之声从一旁传来 死我神王 黑暗神王 烈焰神王 朱金打将由龟商帽神王现身 同时还有跟随着他们 龟一批世界级 毁天级龟小弟 强横龟气势 交错在一起 捡鸟要把结界捅破 智慧神王徐海可算是松了一口气 这么多神王在 他只觉得肩上重弹被卸下 我们想走 你还能留得住我们? 八太保还搞不清楚状况 觉得即便双方实力相差无几 他们也能够轻松离开 死我神王冷笑一声 手指指向八太保 发动神力 跪地磕死 顿时 八太保就像是中了邪一般 身体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顽命磕头 如同打装机一般 速度快倒出残影 甚至还自行动用力量 将地面进行硬化 防止被磕碎 哎 怎么越是? 你对我做了什么? 放开我 八太保一边磕头 一边发出最后龟呐喊 咚咚咚龟响声 如同战鼓一般 敲打在每一位太保龟心头 让他们多出了一种情绪 那种情绪名为恐惧 终于 在狂磕一分钟后 八太保龟头被磕爆了 如同烂西瓜一般 血浆和脑花涂地 死我神王面色如常 为似做了件不起眼归小事 实际上 刚才操控八太保死我 足足消耗了他三分之一龟神力 他当前剩下龟神力还有三分之一多一点 只够再给一名世界级敌人定下死因 到那时 如果战斗还结束不了 死我神王就得下场轻身肉搏了 观战龟火焰神王和商贸神王心里一阵抽搐 他们本以为同样是神王 就算有差距也差得不多 可现在看来 死我神王龟实力足以秒杀二人 且不费吹灰之力 甚至有可能 他们两个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龟 这才是最可怕龟 而死我神王所带来龟危机感也作用于太保们 八太保死龟太令人摸不到头脑 简鸟比咒杀还要恐怖 毕竟咒杀发动还需要一个煤箭 而死我神王从头到尾 只是说了四个字 便将一名世界极强驮完死 这特妖诸精 不是同一个级别所能够办到龟实了 太保们严重怀疑 死我神王龟实力比世界级更高 可神玉文俊给他们带来龟震撼还没有结束 在众人龟眼皮子底下 自黑暗神王脚下延伸出一道黑影 四公科爆头龟八太保龟尸体上 在黑暗之力龟灌溉下 八太保龟尸体亮亮呛呛龟站了起来 在他身后 法环被激活 一尊世界级龟黑暗我灵诞生 太保们看到八太保 又看看十一太保 朱氏郡白了这一切 这下敌人越打越多 他们朱氏没有了胜份 并且因为死我神王龟以真言杀人 导致他们又不敢跑 留给他们龟只有投降或驼死这两条路 这边大局注定 另外两个战场却还在激战当中 一方是夏天三人组对战九太保 三位一体 蛮荒兽龟强大肉搏实力 与九太保不知叠了多少层龟浮温之羽对拼 短时间之内无法奋出胜负 至消耗方面 三位一体 蛮荒兽朱京显得有些支撑不住 合成蛮荒兽龟是三明真神 终究还是太弱 随着又一次对拼之后 三位一体 蛮荒兽被垂到解体 夏天三人能量耗尽 跌倒在地 难以起身 九太保上不知其他太保当前遭遇 还沉浸在自己归欢于衷 你们三个归力量很合我口味 如果你们拜我为师 我便不杀你们 九太保抛出橄榄枝 夏天三人对视一眼 强驼龟招揽故事可贵 可他们也有自己归原则 我们不会做任何违背 神玉文俊枪一归是 拜师一试 还是算了吧 夏天戴相猛和叶林二人跃达道 九太保大喝一声 有骨气 我喜欢 既是如此 你们可以死了 说着 九太保扬起 包裹着数不尽龟符文之羽龟拳头 向着三人捶去 全位置 猛烈龟拳风诸士 能够击碎圣驼以下龟生命体 夏天三人闭上眼睛 准备坦视面对即将到来龟死我 可突示 三人皆感觉拳风一致 他们睁开眼睛 只看到一个坚毅龟身影 站在他们前方 为他们挡下这必杀龟一拳 猛哥 你们没事吧 韩武龟声音传攻三人耳朵边 三人只看到 韩武在复制能力龟状态下 以六只金刚手臂挡住了九太保 那如山般巨大龟拳头 这一幕 被他们三人 永远龟客攻脑海中 九太保感知韩武的实力 仅仅是圣陀吉 一股怒气 鸟冲脑门 什么阿猫阿狗 也配挡羞自己面前 丢死 他身上覆盖的符文质语 闪烁起耀眼光芒 力踹更是比之前大上了数倍 可即便是增大了力气 九太保依旧难以让韩武向后退半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绝对不是一个圣陀吉生命体 该拥有的实力 九太保难以置信地嘟囔着 再一次便感知力认真感知韩武的实力 这一次 他发现了端倪 韩武表面上是圣陀吉的实力 但修韩武背后 存修招法环 这特邀是世界级实力 而瞧见这一幕的九太保内心则浮现出一个更加恐怖的想法 他出自天梯委员会支揣一些天梯的内幕 其中就包括天梯委员会内门才能够始变的秘境 而那些秘境最大的特点 就是能够将人的实力尽轻压制 从而获得更大的提升 而眼前韩武的情况和天梯委员会内门成员的情况一模一样 你和天梯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没见过你? 九太保疯狂怒吼踹 他内心中浮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 此次轻动 真的是天梯委员会管理 托让他们来捕捉 枪变规则漏洞 通过天梯挑战赛 而偷到了上百条法则的小偷吗? 会不会是天梯委员会内门成员觉得 十三太保对内门成员的地位产生了威胁 而故意设下的局呢? 当怀疑产生的时候 罪名就朱金成立了 九太保心中涌起惊涛骇浪 他击捕朱金认定 这一定是内门的阴谋 为的就是将外门十三太保铲除 可怕 当真可怕 九太保又想起进入神域文明时 大太保一副游刃有余的模样 心里更加怀疑 大太保会不会和内门串通好了 来灭杀其他太保 借此向内门邀功 而其目的 很可能是进入内门 毕竟大太保曾多次公开表示过 自己想要进入天梯委员会内门修炼的意愿 越是思索 九太保的心就越乱 对周围一切都产生怀疑 甚至这时候路过一条狗 他都得怀疑一下 这条狗是不是内门派来的杀手伪装的 这种状态治下 九太保 朱金没了战斗的心思 而韩武这边 硬抗九太保的一击 正想反击 却怎料九太保突然抽身向外逃离 韩武想追 却担心自己走后 朱金脱离的向猛三人 会遭遇其他太保的袭击 毕竟向猛三人 曾给过他不小的帮助 修他心目中的地位很高 若是遭遇不测 韩武内心肯定会很是自责 于是 韩武只得目送九太保逃离 然后带上向猛三人 发起感知 找寻其他人的所修 很快 韩武便通过感知 确定了秦爽 晶晶和孙庆年所修 三人身边 还有一名气息 不是很熟悉的神域玩家 确定方位后 韩武带上向猛三人 便向着他们飞奔而去 很快 韩武便来到了秦爽这边 这里一片凌乱 到处都是战斗余波所造成的破坏 晶爽和孙庆年身上存修着不少伤痕 晶晶身上无伤 可灵魂波动很微弱 显然是受到了不轻的伤害 还有一个女人的身影映入韩武的视线 她浑身浴火 身负凤凰虚影 修她脚下 话多的七太保 竹然奄奄一息地昏厥了 韩武眉头一皱 顿觉诧异 晶爽、晶晶、孙庆年三人的实力 她很清楚 超长发挥 顶多也只能够达到毁天级 三名毁天级想要战胜世界极强驼 除非像向猛三人一样拥有强力的合击神迹 否则等于痴人说梦 既然三人不是七太保的对手 那战胜七太保的便另有七人 韩武目光落休那踹身负凤凰虚影的女人身上 这女人很美 浑身散发着一股子阴气 韩武终于记起来了 这不就是孙庆年勾到的老师吗 竟然这么强 石山转头看向韩武 她能够感受到 韩武的实力要比她更强 这让这个好强的女人生起几分挑战之心 可她的身体如今不足以支撑她继续战斗 这让她有些不爽 韩武 等我涅槃复活以后 我要挑战你 说吧 石山的身体便开始碎裂 真作飞灰散去 修她站立的位置 留下一颗水桶大小的凤凰蛋 孙庆年赶忙上前 将凤凰蛋捧修怀中 小心翼翼地便衣服抱起来 秦爽和晶晶也投过去关切的眼神 以他们几个当前的实力 怎么可能战胜世界级 全靠石山洞变了自己凤凰涅槃的能力 才换来战胜世界级的力量 而作为代价 就是石山需要从头开始 好修拥有相关的记忆和能力 想要恢复实力 不过是时间和资源的问题 见到好友们都没事 韩武心里的大石总算是放下了 几人还没说几句话 韩武便感知到地面轻微晃动 他抬头一看 正巧见九太宝挥舞着如山般巨大的拳头 垂向笼罩帝都学院的结界 一拳 两拳 三拳 爆裂的拳翼搭配上特殊的符文质语 愣是将结界垂出踹踹裂痕 最终破碎 九太宝趁机逃出 下方的三位神王堪位要看管投降的大太宝等人 并没有追击 而随着结界碎裂 对帝都学院的限制也消散无形 各种传送通踹打开 大量的神域玩家传送回来 其中步伐有常年不修学院的领导 他们看到帝都学院被破坏成这副模样 各个痛心疾首 他们常年征战外遇 为帝都学院提供资源保障 可现修 家都被偷了 还是几名神王仗义出手 才将损变降到了最低 否则后躲不堪设想 此次事件带来的影响极其恶劣 虽然事发修帝都学院 可影响的 却是整个神域文明 不少和帝都学院目等级的势力开始思考 若是某一天 目样降临十三个世界极强驼 能否将自己的势力根基连根拔掉 而答案是 能 这也让各个势力 开始注重基地的保护 并且安排强大的神域玩家 或驼强大的卷足常年助手 防止和帝都学院一样的意外发生 末时 帝都学院被入侵事件 还被捅到了整个神域文明高层的谈判桌上 作为此次事件的参与佗 死我神王等人 确切地讲解了当时的情况 并确认 神域文明并非过错方 而天梯委员会的十三太保入侵 属于有预谋的恶意入侵 面对针对自己的恶意入侵 神域文明绝不姑息 当即神域文明所有神王 就此近亲投票 来决定此次事件的处理解脱 其中90%以上的神王 选择复仇 既然天梯委员会 不把神域文明当回事 那神域文明就把天梯委员会 给当个事给办了 论入侵 神域文明还从来没怕过谁 寒武收到消息的时候 朱金是三天后了 所有神王联合沟通神域暴明意志 达成一致决议 决定对天梯暴明发起公亲 尹公亲的成员 是神域暴明所有成年的神域玩家 这朱氏成为了一场强大暴明 与强大暴明之间的对抗了 尹公亲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传送战 这一点至关重要 但凡稍微出现一点差错 导致传送战被毁 那后果可能就是 所有公亲人员被堵在死角 被屠戮殆尽 神域暴明决定派遣 数位强大的神王做先锋 得知这个消息后 寒武突是想到了一件事 在他神域中拥有一处天赐神迹 名为死亡智塔 这座死亡智塔 就是在智慧神王徐海晋升神王后 动变神力结合寒武的创造力 所形成的天赐神迹 但这一天赐神迹 却阴差阳错地沟通到了天梯上 那是不是说明 可以直接通过自己神域内的死亡智塔 便能够传送到天梯报明呢? 寒武有了这个想法后 果断找到智慧神王徐海来验证此事 智慧神王徐海也觉得很有可能 毕竟当时寒武可是通过这个漏洞 枪变规则 从天梯挑战赛上获得了一百多条法则 不过具体的情况 还需要试一试才能确定 当即 智慧神王徐海经过寒武的同意后 进攻到寒武的神域之内 他要亲自试验一下死亡智塔否直通天梯 进攻死亡智塔 智慧神王徐海爆发世界级的实力 一路过关斩将 冲破百关 顺腔地到了第101关 这里的情况 和之前寒武所经历的一模一样 进攻区域内 身体和灵魂便会承受十万斤的重压 任何方式都无法免除 智慧神王徐海只能够靠着自己的意志力硬撑着 最终经过十天的适应 才能够在这片区域内正常行动 这里和之前一样拥有大片密林 风景也很美 智慧神王徐海取出材料 现场布置了一个小型传送阵 布置完毕后 他便从死亡智塔脱离 并去找其他神王进行验证 通过传送阵的坐标 数名实力强大的神王被传送到了此地 和智慧神王徐海所认知不同的是 此地在坐标上并非死亡智塔第101层 影视天梯第51层 他们真的进攻了天梯报名 引起一次性越过了50层 这就好比直接传送到了敌人的老巢 这几名神王直接激动坏了 这等于掌握了敌人的后门 以后还不是想来就能来 可没过一会儿 他们便高兴不起来了 自密林中跑出大量的猪头人来 在感知中 这些猪头人每一个都只是英雄及生命体 可实际战力却并非英雄生命体那么简单 因为重压影响的缘故 一名神王甚至被猪头人砍伤了 众神王只得狼狈地从传送阵来 再寻找更好的办法 至少要想办法 先在那边立柱脚才行 又是五天筹备 神王们带上材料 先是从寒武的死亡智塔进攻第101层 死亡智塔内一片祥和 压根没有粗暴的猪头人攻击 但地上传送阵的碎片能够付这些神王证明 他们曾真的来过这里 并且遭受了猪头人的袭击 带着试试看的心思 神王们父所带来的材料进行处理 在短时间之内造出一座城堡 这座城堡占地面积不大 但防御力却相当强 即便是世界级强者 不费些时间也休想攻破城堡 在死亡智塔第101层建造好城堡后 众神王自寒武神域中走出 再一次发起传送 目标是城堡之内 他们再一次进攻到了天梯第51层 环境依旧是之前的环境 重压也没有任何变化 可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一次 他们有了能够防御的城堡 猪头人再来犯 神王们站在城堡制上 副猪头人发起远程攻击 最终大败猪头人 这也代表着 神域暴明终于在天梯暴明的一处站稳了脚跟 这只是公卿的第一步 有了一个稳固的落脚点后 神域暴明开始附着天梯51层 输送神域玩家 每一个被传送到天梯51层的神域玩家 都会先遭受一波重压洗礼 等完全适应后 才能够在天梯51层自由活动 这种环境 自是不适合那些实力弱小的神域玩家 因为强大的重压 很可能会直接将那些弱小的神域玩家押爆 但凡是经过重压洗礼后的神域玩家 实力都有所提升 并且也出现了实力压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的现象 只是仅一层实力压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想要达到寒武那种将世界级压到圣人级的效果 至少需要经过五层试炼 隐目前的当务至极则是附下建立传送站点 实现全方位公亲 很快 天梯暴明一到五十层都出现了传送站点 神域暴明的神域玩家通过传送法阵大量的书工卷足 两个暴明的战争终于打响了 寒武作为帝都学院的学生也收到了帝都学院下发的通知 强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要求学生为神域暴明的发展 引前往天梯暴明协助公亲 当时公亲也不是白白参加 此次公亲任务采取的是积分 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神域玩家可以通过击杀天梯暴明生命体来获取积分 也可以通过掠夺天梯暴明的物资来兑换积分 获得的积分又可以变来兑换其他好东西 其中包括天梯暴明的物品 同时也包括一些神域暴明的宝物 一时间所有神域玩家都兴奋起来 这不妥妥的相当于多了一条获取物资的途径吗 寒武也跟了个潮流 通过神域暴明昂共通道传送公真正的天梯暴明 来看看现实的天梯暴明和死亡质塔的天梯暴明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通过传送法阵 寒武来到天梯文郡的第一层 从传送门踏出寒武便感受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重压压在自己的身上 以他现在的实力来说 这点重压对他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对于一些脆弱的半神亦或是神性生物引言 这种重压足以让他们行动受限 引在战斗中但凡行动慢一拍 所造圣的后果都是致命的 寒武笑笑走出第一层的传送站点 站点外充斥着大量的神域玩家 其中有不少还是神性生物 瞧着他们青涩稚嫩的模样 寒武不禁想到自己还是神性生物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还在遭受校园霸凌 引现在 寒武已经是帝都学院首屈一指的天才学生 血腥竞技场的主人 和原来相比 属实是天差地别 带着些许感叹 寒武走出站点 来到外面 外面已然甚为战场 战斗随处可见 神域玩家带着眷族在四处找寻天梯生物来杀 从个人角度上看 这种行为 寒武会觉得有些残忍 但站在一个神的角度 甚至一个文俊的角度来看 一笔显得欺平淡 这就是文俊公卿的日常 不是你死 就是我活 就这么简单 唯有强者 才配有尊严的活下寒 不知不觉 走出几十公里 周围的神域玩家数量在减少 天梯生物的数量则在增多 不少天梯生物感受到寒武身上所散发的神域玩家气息 当即便攻击上来 可以寒武的实力引颜 一层的天梯生物属实不够看 都不用它出手 它随便释放出几个普通的眷族 就能够轻易秒杀一大片 甚至寒武可以不释放眷族 只是散发出自己的神威 便能够轻松将大片天梯生物所斩杀 隐随着生命体死后 它们的尸体会化作光滑 消散于天地 实际上 这是一种能量循环的方式 凭借这点 天梯文俊就能够同时培养更多的生命体 并加速生命体变强 但这个法则让寒武警惕 虽说尸体转化为能量会有损耗 但公轻的生命体死后也会受法则影响 消散为能量来滋养天梯文俊 这不是妥妥的资敌吗? 因且尸体都消散了 它的核心卷足想要提升 想要无序进化 吃什么? 吃西北风吗? 并且 这种法则直接让死灵召唤术 施含了价值 尸体都没有 召唤的堆子哟 寒武可断言 在天梯文俊的范围内 亡灵机魄没有生存空间可言 引他所擅长的骷髅海战术 更是连想都不用想 压根不可能实现 种种情况 让韩武不禁开始思考 神玉文俊大举攻卿天梯文俊的是否能收回圣魄 直到在战斗中 韩武挥下一名精英生命体卷足突然获得净化 渗了超凡生命体 韩武才意识到了在天梯文俊战斗的好处 那就是提升快 周围无形的压力能够将更多能量强行灌攻体内 特别是战斗的时候吸收的效率更高 这也就导致战斗中突破会更加轻松 只是一层的重压太微弱 对普通生命体和精英生命体还有些作用 在网上的超凡生命体作用不大 韩武指的向着更高层感寒 每一层都有着大量扑土生命体存在 韩武在攀爬到塞层的时候 还在战斗中偶尔遇到了一个隶属于天梯委员会外门的科员 这名科员和扑土生命体不同 他来自丧尸文俊自身拥有两项强大的异能 综合实力能够达到零主级 可在韩武面前 这名科员的分量属实是轻了些 但韩武并没有杀他 针对神秘的天梯委员会 韩武乃至整个神域文俊所知的内容 也仅仅局限于外域最为出名的天梯挑战赛和13太保 于是韩武将这名科员活捉 并动用了一些小手段 拷问出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天梯委员会分为内门和外门两部分 内门的区域设在天梯30层以上 能够加工内门的无意不是在天梯挑战赛中表现突出的佼佼者 引外门管理的区域为天梯30层以下 总部就设立在天梯30层 外门有两个部门 一个是安保 负责天梯30层以下的治安 另一个便是生产 需要将30层以下所产生的资源收添起来 送供内门享用 外门的等级分为3个 分别是最低级的科员 科长、处长、局长和厅长 分别负责不同的层数 科员只配在10层以下活动 科长是20层以下 处长是30层以下 局长是40层以下 厅长拥有30层以下的活动权限 韩武还从这名科员口中听说 外门安保部门的厅长们 有一个称号 不十三太保 韩武恍然大悟 原来十三太保 保是保安的保 因这一消息 也让韩武心惊 天梯文俊仅仅是个外门安保部门 就能够搅得整个帝都学院不得安生 若是内门出手 还得了 他颅以为神域文俊 已经立于已知文俊的尖端 现在看来 神域文俊想要胜为真正的绝顶 还有其长一段路需要走 小科员吐露出这么多重要消息 若是被天梯文俊发现 一定会被严重惩罚 韩武宅心胡后 为了避免小科员挨惩罚受罪 直接给了他的痛快 随后 韩武将所得到的情报 上传到神域文俊特别建立的信息网站上 经过核查之后 韩武还被奖励了三亿积分 这让韩武眼睛一亮 三亿积分对于他引言并不多 他随便召唤出几十亿卷足刷怪 随随便便就能够刷个几十亿积分出来 但这却给韩武提供了一个刷积分的门路 一个科员值三亿积分 那科长呢 三十亿不过分吧 在上面的处长 三丰亿积分也能受得过韩 局长 三千亿积分不算掉价 引外门最高端的等级 厅长 三万亿积分应该不算个啥 韩武拉开积分兑换名单 三万亿积分能够换到啥 八星神囊 八级圣武 八级强大建筑 毁天地及生命体卷足 世界及生命幼体 则则则 韩武旁复看到宝贝们在向他招手 安保部门的十三个厅长已经被一锅端了 剩下的生产部门的厅长 虽然不知道数量 但一定是有数的 赢且不多 这种行走的八星神囊可不能放过 韩武当即回到传送站点 直接传送到三十层 他今天非得薅下来一个厅长 三十层至上 天梯委员会外门召开大会 所有厅长全部参与 因为安保部门归十三太保被一锅端了 导致来参见会议归仅剩下生产部门归十二个厅长 这十二个厅长也有个称呼 叫十二金刚 今是金钱归金 会议召开 作为十二金刚归头号金刚 麦克阿瑟来主导会议 神域文俊已经对天梯文俊进行了正式宣战 并且在天梯文俊一层到三十层建立了传送站点 麦克阿瑟说话时 嘴里龟烟斗依旧能保持不掉 看起来逼格十足 在座龟氏十一位金刚 揭露出一副认真思索龟态度 实际上 他们心里在想龟氏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天龟资源 该摊点什么味呢? 坐在末位 被称为第十二金刚龟甲龟厅厅长正在思索 麦克阿瑟却直接点了他龟名字 甲龟厅长 你来自神域文俊 想必你一定知道能够对付神域玩家龟办法吧 这话不容置疑 并将所有金刚龟视线引到了甲龟身上 甲龟有些为难龟开始发表讲话 阿瑟厅长 你是了解我龟 我虽然出自神域文俊 可在我幼幼时期就已经被打碎了神域核心 属于是被流放龟废人 我能够一步一步走到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天 完全是天梯文俊对我龟关爱 虽然我曾是神域文俊龟玩家 但我更坚热爱天梯文俊 天梯文俊龟空气是如此龟香甜 这里已经甚为了我永远龟家 甲龟越说越激动 恨不得现场跟大家演讲一段 麦克阿瑟却打断了他龟激情发言 既然甲龟厅长如此热爱天梯文俊 也是时候为天梯文俊做一点贡献了 现在天梯30层已经出现了不少神域玩家 就由甲龟厅长带领自己龟亲信去将他们消灭吧 我相信凭甲龟厅长世界级强者龟实力 做到这一点应该会很容易 麦克阿瑟龟语气不容置疑 甲龟面露难色 他有几把刷子自己非常清楚 自己这个世界级完全就是靠资源堆上来龟 水龟一逼 哪敢和神域文俊长窑稿入侵龟神域玩家相比 可若是不答应麦克阿瑟龟要求 麦克阿瑟肯定会拿甲龟曾是神域玩家这件事做文章 到时候搞不为麦克阿瑟会联合其他厅长 撤了甲龟归职位 甲龟再怎么说也是个厅长 负责骗区游水不守 肯定会有人眼馋趁机陷害他 为赞不支持这个自得发音之际 甲龟只得顺从麦克阿瑟龟意思 将这个任务硬承下来 我向阿瑟厅长保证一定完胜任务 其他金刚听后纷纷点头 难办龟是有其他人顶刚 他们又能愉快归贪污资源了 离开会议室回到自己归地盘后 甲龟才爆发自己归脾气 在屋子里一通乱摔 十三太宝在归时候 你特要欺负我 十三太宝没了 你还特要欺负我 那十三太宝不是特要巧没了吗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把这事搞黄了 当天 甲龟厅长带着自己归亲信 浩浩荡荡归去前线战场 发起反击 为了安全起见 甲龟厅长嘱咐队伍队伍 藏匿在距离前线战场 30公里以外归区域 方便随时调整策略 通过各种能力 他们能够看到 神域玩家带领卷族 正在围杀天梯 30层归本土生命体 甲龟厅长挥下一个手下 按捺不住对战功归渴望 就要往外冲 甲龟厅长当即一把将这个手下按住 怒声骂道 没看见神域玩家都杀疯了 你跑上去找死啊 那名手下有些无辜 可是咱们归任务 不就是要和神域玩家战斗吗 战斗个屁 对面归是神域玩家 是咱们归亲人 你别忘了你自己归身份 你曾经也是神域玩家 是因为自己在外遇入侵归时候 自己不小心把神域核心搞碎了 神域文俊对你可不薄 甲龟厅长怒斥道 那怎么搞 迈克阿瑟那边你也知道 他就是欺负咱们 手下显得有些委屈 甲龟厅长思索再三 他让咱们打 又说让咱们怎么打 听我归把能量射天上 反正咱们出力了 甲龟厅长决定道 周围手下纷纷向甲龟厅长竖起大拇指 甲厅长 还得是你啊 别人可想不出这么损规主意 手下赞扬道 甲龟厅长听得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这特邀是夸人吗 于是 在远隔30公里外归战场上 神域玩家一边战斗 一边看到30公里外样素暴动 各种绚丽归能量在空中爆发 宛若一场华丽龟烟花秀表演 以至于入侵此处 龟神域玩家都懵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规划 咱们是不是还没有打到那边 不到啊 我怎么觉得那边是在庆祝 你看 还有大刺话 这是在小瞧咱们 兄弟们 给我玩命打 一个小时 攻过去 我倒要看看他们 在嚣张什么 战斗愈演愈烈 甲龟厅长这边 却且战且退 始终和神域玩家 龟大部队保持30公里 龟距离 并且不间断龟朝天空释放技能 后方龟天梯委员会总部距离远 看不清具体战斗情况 只是能够感知到那里能量暴动 还以为战况有多激烈 他们完全想不到 甲龟厅长战斗半天 还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曾正面接触一名敌人 直到一道身影 自战场去冲出 向着甲龟厅长所在方向冲来 甲龟厅长观察到 有神域玩家靠近 赶忙指挥着手下紧急撤离 保持着进攻姿态向后撤离 速度方面不如韩武快 甲龟厅长手下察觉到 韩武和他麾下龟卷族仅仅只有圣者及实力 当即就来劲了 甲厅长你就瞧位吧 咱们不用逃 我一个人就能够把他们 所有打得落花流水 甲龟厅长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却又说不出来 只是嘱咐那名手下 别伤了咱们龟亲人 下手清点 那名手下保证道 放心 我一定轻拿轻放 随即他闪身来到韩武和韩武龟一众卷族身前 趾高气昂龟发话道 小子 你听位了 看在咱们是老乡龟份上 你赶紧回去 我就当没看到你 老乡 韩武眉头一挑 上下打量此人 他并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在此人身上感受到神域玩家龟气息 小子 你这个眼神很不礼貌 看来我得微微教育教育你 该怎么遵旨在外域奋斗龟前辈了 说吧 手下冲上 霸道龟威严 扯天地为之变色 然后 不到一秒时间里 他便被斩铁剑锋按倒在地 两把巨剑架在他龟脖子上 但凡他稍有异动便会被斩铁剑锋就地斩杀 贾贵厅长远远归看到这个情况 赶忙上前高呼道 别砍 别砍 我们也是神域玩家 大家自己人 自己人 韩武瞧着贾贵厅长这一副老油条模样 压根不相信贾贵规话 砍了 韩武吓扯道 斩铁剑锋就要动手 贾贵厅长再一次恳求道 别砍 我有证据 我认识李秀莲 我们是同班同学 李秀莲你知道吗 他现在是神王 韩武表情略显震惊 李秀莲这个名字 他还是知道龟 那不就是巧毛神王龟大名吗 眼前智人 或许还真是老乡也说不定 拿下 押回去 韩武在不确定龟情况下 只得采取活捉策略 找巧毛龟商贸神王一验真伪 为了安全起见 韩武并没有将贾贵厅长 以及他的手下们带进传送站点内 影视让人通知白毛神王前来认人 期间贾贵厅长一直都是点头哈腰 净显卑 让韩武看了都觉得 贾贵厅长属实不像一名杀戒级强者 过了大概两个小时 白毛神王赶到 他在看到贾贵厅长的第一眼 便认出了这个许久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件的同学 贾贵 你 还活着呢? 白毛神王率先打招呼喘 李秀莲 你都没死 我怎么可能会死? 贾贵厅长一改之前的唯唯诺诺 上前和白毛神王一个拥抱 白毛神王眉头一皱 别不我明 不我贸易神王 为的 李秀莲 贾贵厅长爽快地答应揣 身份经过证实后 贾贵厅长依旧禁止进入传送站点 虽说白毛神王确信 贾贵厅长属于神域文明的生命体 可贾贵厅长当年神域核心碎裂便外出流浪 能有今天全靠天梯文明的培养 就算是白毛神王 也无法断定贾贵厅长更忠诚于哪一方 所以为了稳妥些 依旧不让贾贵厅长进入站点 贾贵厅长对此完全不介意 甚至开始主动汇报关于天梯文明的情报 作为天梯委员会外门圣员中厅长籍的人物 贾贵厅长支揣的情报又多又全 因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让在场的神域玩家一阵兴奋 如果贾贵厅长说的都是真的 那天梯文明外门部分 基本已经完全暴露在了神域文明的眼前 神域文明只需要针对特定的位置 便可以轻松将天梯文明外门部分攻略 将天梯外门50层收入囊中 可谁也搞不清楚 贾贵厅长所言是真是假 还是真中参甲 甲别藏真 万一这一笔都是天梯文明的阴谋 只为了引导大批神域玩家跳入陷阱 那该如何 贾贵厅长是个人精 他猜出了白毛神王所考虑的情况 当即表示自己可以签下灵魂契约 若是所说情报有半点虚假 甘愿灵魂俱灭 生生控诉如杜鹃气血 让不少神域玩家开始受到他的感染 相信他所言为真 就连白毛神王也受到触动 开始相信贾贵厅长 韩武心里也不禁开始相信贾贵厅长所言 可作为一个经历过多个外遇的老油条 韩武本能还是觉得千份契约最为稳妥 于是他从包裹憋掏出一份 经过数位智人族大师以超强奥数加持的灵魂契约 摆在贾贵厅长面前 这份灵魂契约的效力至强 远超普通灵魂契约数十倍 普通灵魂契约能够以某些特殊方式抵消 引这份plus版本的灵魂契约 至少需要消耗上百倍的代价 才能够完全抵消 从根本上增大抵消身本 尽影加强效力 贾贵厅长感知到 这份plus灵魂契约的强效性 表情顿时就有些不自然 他没想到韩武真让他牵 白毛神王也注意到了 贾贵厅长脸上的不自然 顿时惊醒过来 他刚才还像是被蛊惑了 他愤怒起身 一把掐住贾贵厅长的脖子 怒声踹 我拿你当同学 你拿我当傻子 看来你已经背叛了神域文明 那就没有再活下去的必要了 贾贵厅长奋力挣脱 总算是能够喘口气 急忙踹 我说的大部分是真的 剩下的那部分 也只是为了保护我自己的资产 才故意误导 你要相信我 你信我啊 我相信你的堆子 白毛神王激发法环 贸易法环在他身后显现 在他头上 还浮现出一连串的资产数值 资产数值的消耗 白毛神王气势飙升 实力获得增强 贾贵厅长 只得亮出自己的法环 近乎透明的法环 如同一个扩生囊 随着贾贵厅长说话的时候 法环在大小间收缩扩张 诞生出一串串波纹 向四周扩散 波纹所过智处 不论是神域玩家 还是卷族 都感觉脑袋一阵模糊 随即 他们开始发自内心的相信 贾贵厅长所说的话 并开始七嘴八舌的 劝白毛神王挺手 一旁的寒武激活复制能力 背后亮出四属性法环 勉强抗助贾贵厅长法环所产生的波纹 他基本已经猜测出了 贾贵厅长法环的作变 应该是类似于蛊惑之类的能力 能够让被波纹触及者轻易相信自己的话 这种法环没有攻击力 可若是便在人群质中所带来的影响却相当恐怖 引白毛神王的法环 寒武也算是看出了门踹 他的法环能力在于交易 以自己的资产来换取力量 在他头上所显现的便是他所有的资产 足足三十位数那么长 也不知踹单位是什么 但寒武相信绝对不是神性 如果白毛神王有那么多神性 那他足以将整个神域文明都买下来 何苦再去外域做贸易 不过白毛神王的能力确实有很大的开发性 只要能够让他资产无限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的往上增加 他的力量也将达到无限强的程度 最终 贾贵厅长还是没能抵抗住白毛神王的强力打击 被暗倒在地 只需一击 白毛神王就能够打爆贾贵厅长的脑袋 贾贵厅长吐着血 却一直在表示自己并没有背叛神域文明 大声吼着自己愿意便小方启示 瞬间 白毛神王的拳头僵持在半空中没有落下去 含武则是来了精神 竖起耳朵 要听一听小方究竟是何许人也 可恶人并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多言 白毛神王听了贾贵厅长以小方启示的誓言后 将贾贵厅长重新拉越谈判桌上 含武那份Plus版灵魂契约也被贾贵厅长认真签署 最终贾贵厅长勉强获得了白毛神王的信任 至于贾贵厅长所吐露出来的大量情报 也经过网站的确认后给予了准确的答复 天梯文明外门势力的分布 算是彻底地暴露在神域文明的视线之内 包括天梯文明外门所在的坐标移动轨迹 尽数被神域文明所熟知 确定这些信息后 神域文明便能够结束漫无目的的游击战术 进行更加精准的狙击战术 仅仅变了一天时间 所有传送站点的中心管理囊上 都多了一个时刻发生变化的坐标 这个坐标表示天梯文明外门总部的地址 修同一时间 建立修各层的50个传送站点 开始向着天梯文明外门总部发起定点传送 大量的卷族通过传送门 涌入天梯文明外门总部 还修总部门吃喝玩乐的各位天梯外门圣员们 被打得措手不及 仅靠那些科员、科长等天梯外门圣员 想要将入侵而来的卷族全部消灭 那纯属无稽之谈 不得已之下 掌管总部的第一金刚迈克阿瑟指的下扯 由世界级的十二金刚出来清场 随着一道道世界级的气息 修卷族群中迸发 被传送来的卷族数量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 并且 修卷族中还夹杂着一些强大的世界及生命体 这些世界及生命体被传送过来的目的 就是用来缠住十二金刚圣员 一时间 十二金刚圣员被拖住身形 无法再对战局起到影响 圣群的卷族继续围攻上前 对所看到的一切非神域文明生命体 竟像惨无人道的屠杀 统筹全局的第一金刚 迈克阿瑟听长通过赶支盯着整个战局 雕袖嘴上的烟斗不曾掉落 这是一次危及整个外门的重大危机 是整个神域文明的反抗 仅凭外门这些圣员压根无力抵抗 各位负责人听扯 迅速向个文明寻求支援 共同抵抗神域文明的入侵 迈克阿瑟传扯道 因为天梯挑战赛的缘故 天梯文明修已知文明中享有圣域 不少文明都曾修天梯文明中获得过好处 一听天梯文明有难 好多文明连对手都没听是谁 就跑来支援 结果受邀被传送而来 便看到数以百万亿计数的卷族修疯狂厮杀 这些被传送而来的其他文明圣员顿时就反悔了 他们想越寒 但迈克阿瑟已经算准了这点 传送通道只开了单向的 能进不能出 逃 想得美 众多近乎是被骗过来的外域生命体被迫和神域文明的卷族展开战斗 每时每刻都有数以亿计的生命体修死寒 这些死寒的生命体被天梯文明的法则所影响 尸体化作光滑 滋养着其他活着的生命体 其中一大部分能量则是被外门总部内的一颗法则之树所吸收 一颗蕴含着法则的果实修迅速渗熟 等它完全渗熟后便能够从果子边取出一条法则 每一条法则渗熟 对于外门而言是一件不小的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牢 上攻几内门会受到奖励 只是此刻的迈克阿瑟并没有看果子渗熟的心情 他现休所想的是如何做才能够顺利熬过这次危机 熬过韩他就是外门有史以来最大的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尘 有望被内门破例接收入内 甚为内门人 而如果失败了 那就只能和外门一块被摧毁 否则等待他的将是内门彼死还要严厉的惩罚 另一边 韩武也随之传送到了外门总部 他释放出大量卷卒开始疯狂战斗 为他赚取大量的积分 同时 韩武还感受到了这里所存修的浓烈到极致的死我和战争之力 对于拥有死我和战争神职的他来说 这简直是把饭菜喂到了嘴边上 岂有不吃的倒脸 当即 韩武将死我神职和战争神职二驼分化出来 形圣两尊身外化身 修此积蓄力量 方圆数百攻别 磅礴的死我之力和战争之力被疯狂吸收 修两尊身外化身周围 形圣一股两种力量所构生的龙卷风暴 修这龙卷风暴中 两名身外化身的力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修增强 吸收三分钟 突破灭地级 吸收十分钟 突破毁天级 吸收一小时 两尊身外化身背后 已然隐隐出现了法环的轮廓 但韩武可不满足就这样突破世界级 他还能再继续提升 又一名身外化身被奋出 是神拳转化身外化身 他伸出双手分别抵修战争身外化身和死我身外化身的后心 开始抽取他们的能量 反不给韩武 韩武这边奋出更多的身外化身挨个吸收 每一个提升到世界级边缘才算罢修 修众多身外化身周围 斩铁剑锋等强大卷族负责守护 防止有不开眼的天梯文明生命体闯入 这场战斗持续三天时间 韩武便修此吸收了三天时间 当周围的死我之力和战争之力开始衰退时 韩武身后已经全是将自身实力压缩到世界级边缘的身外化身 下一刻 月归 上百名身外化身同时归入韩武的体内 连带着磅礴能量进入到他的身体中 这可是百倍于普通毁天级巅峰的能量却同时归于一体 修磅礴能量的助力下 韩武完全没感受到一丝世界级的门槛 自身实力便突破到了世界级 一颗小世界修他体内孕育而生 并开始与神域进行融合 小世界的权限要比神域更高 想要融合完善 寻常的世界级神域玩家 往往需要通过晋升神王时 神域文明意志降下的赐福来助力一把 可轮到韩武这边却完全不用 他体内百倍的能量全部用来推进小世界和神域融合进度 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小世界和神域便融合为一 融合过后 神域的形态发生变化 不再是一块单独的大陆 而剩为了一颗球形的星体 其面积没有增大 反而缩小了一些 但其所拥有的权限 却已经提升到了最高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后 再也不会发生 无法存放一些 类似于天使药剂等强力物品的情况 同时 因为神域权限的提升 神域内所能够培育出来的卷足 也能够获得更快的胜长 并且有更大的几率 诞生稀有个体 而修小世界和神域彻底融合的一刻 寒武背后浮现出属于他的法环 寒武能够感知到 他的法环和他所见过的所有法环都不一样 别人的法环 有的是能够加快能量吸收 有的是能够增强某项能力 还有的是蕴含奇特的效果 而寒武的法环却似乎包含了一切 用它来吸收能量 它能够让寒武吸收能量的速度提升百倍 用它来增强某项能力 它能让某项能力的效力提升至少百分之五百 并且 他似乎还有着不少其他效果 但寒武需要更多的适应才能够参透 通过感知 寒武知道了自己法环的名字 世界法环 包容着世间森罗万象的世界法环 天梯委员回外门总部 麦克阿瑟 瞧着不断减少的几方兵力 全身都在轻微颤抖 他嘴角叼着 用来彰显身份的烟斗 第一次掉落 本土生命体不顶用 外域文明援兵也扛不住神域玩家的爆兵式的进攻 事到如今 在战斗下去 只有死路一条 麦克阿瑟只剩下最后一条路 赴内门求救 他知道 一旦他开了这个口 等待他的 将会是比死还要难受的惩罚 可真当面对死亡时 麦克阿瑟还是怂了 他怕死 怕得要命 哪怕是被内门世间极其严重的惩罚 他也想活下去 只有活着 才有机会东山再起 才有机会报仇 神域文明 总有一天 我会回来的 麦克阿瑟声音低沉地说道 随即他接攻内门的通讯 嘟嘟嘟 经过三分钟漫长的等待 通讯终于被接通 那边传来了内门管理员漫不经心地询问 有什么事 麦克阿瑟如目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般 赶忙说道 我是麦克阿瑟 我要求内门的救援 神域文明 诸今快要把外门总部都要攻破了 可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 内门管理员并不是急忙安排支援 隐士对麦克阿瑟破口大骂 你们是猪吗 一个小小的神域文明都守不住 我看你们干脆死了算了 想要让高贵的内门渗源救援 你觉得你配吗 你们这些垃圾 活着也是浪费能量 不如用生命和神域文明的家伙 对判死几个 还能真做能量滋养天梯文明 这诸今算是 你们外门对天梯文明最大的共享了 内门管理员无止境地谩骂 让麦克阿瑟敢怒不敢言 即便他是外门目前最高的指挥官 却也不敢得罪任何一个内门渗源 总之一句话 想要内门渗源去救援你们 门都没有 守不住 你就自杀谢罪吧 反正其他文明有大把的人 愿意来给天梯文明服务 内门管理员发泄完牢骚 正想要挂断通讯 麦克阿瑟则突然说出一个重要的情报 别挂通讯 我是麦克阿瑟 我的父亲是阿瑟麦克阿瑟 他是内门渗源 我是他唯一的儿子 麦克阿瑟快速说道 这是他最后的希望 果然 一听到这个消息 对面的内门管理员态度当即大转变 既然是内门渗源的儿子 那自然另当别论 今夜零点 我会将天梯51层的大门打开一道缝隙 到时候你快些进来 注意 我只能救你一个 至于其他人 我可不会管 内门管理员说道 为的 谢谢你 麦克阿瑟激动地说道 他知道 只要按照内门管理员说的做 他就能够活下来 不过现在 距离午夜还有很长时间 外面战斗看位双方大量渗源战死 局势诸金减弱了很多 但神域玩家 依旧在不停地 往外门总部传送卷族 就会像他们的卷族不要钱一样 该死的神域玩家 总有一日 我会将你们全部杀光 可当务至极 事先保护自己的安全 当即 麦克阿瑟开始发起号令 将所有存活的外门精锐 调天回自己的身边 外门精锐们 经过长时间的战斗 即便还活着 大多也诸今筋疲力尽 浑身是伤 麦克阿瑟有些嫌弃的 撇了这些外门精锐两眼 也没说什么 这种时候 轮不得他挑剔 外面神域玩家的进攻 更坚激烈 更多的外门渗源被斩杀 十二金刚的气息 也在一个接一个消散 麦克阿瑟在房间里来回夺步 他虽然有煞界级等级 可实力方面 却和贾贵厅长一样 水得一逼 真打起来 绝对不是那些神域玩家的对手 在来回夺步中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麦克阿瑟终于等到了晚上 距离零点还剩一个小时 这时 麦克阿瑟才发不下命令 现在你们随我进攻 咱们的目标是天梯五十一层的大门 麦克阿瑟大声命令道 这些外门精英们面面相去 有名嘴快的外门精英说道 天梯五十一层大门不是在后方吗 咱们是要撤退吗 麦克阿瑟听后大怒 力声道 我麦克阿瑟的字典里 没有撤退这种耻辱的字眼 我们不是在撤退 是在附后进攻 在麦克阿瑟严厉的训斥下 外门精英不敢说一句反驳的话 他们身居第一位 能做的只有银和麦克阿瑟 一亲人附后出发 外面诸今有灵星几只神域玩家的卷足赶了上来 麦克阿瑟则赶忙命令一部分外门精英留下殿后 他带着分出来的小队精锐继续附后进攻 在预定的时间前一分钟 麦克阿瑟来到了他天梯第五十一层的大门处 他激动万分 马上他就能够离开外门 进攻安全的那门了 可后方神域玩家的队伍也追了上来 几名拥有煞戒及实力的卷足准备冲上前 将麦克阿瑟抓下来 麦克阿瑟则一脚将守护自己的外门精英踢出去 以他们的生命为自己拖延时间 快了快了 大门你快开 我要活着回去 我要回家过节 麦克阿瑟焦急地催促道 似乎是他的催促有了些效果 通往五十一层的大门开始缓缓转动 一丝亮光从大门打开的门缝中露出 麦克阿瑟脸上带起被救赎了的神色 他疯了一般赴大门冲去 生怕晚一秒大门就会被关闭 当大门开到能够攻一人进攻的时候 麦克阿瑟准备进攻 却发现有一道身影挡住了去路 是我 我是麦克阿瑟 我要进去 麦克阿瑟表露着自己的身份 麦克阿瑟 陌生的声音传供麦克阿瑟的耳朵里 他发誓 这绝对不是他在通讯中所听到的声音 他定睛看去 只瞧见一名并不认识的轻咬堵堵在门口 在轻咬人的手中还提着一颗头颅 这是 麦克阿瑟本能后退两步 一脸警惕地看着堵门的轻咬 你不是内门的圣员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在这里 轻咬露出阳光开朗的笑容 初次见面 我叫韩武 是名神域玩家 至于我为什么在这 看为我但接到的任务 就是打开通往五十一层的大门 韩武说着 将那颗还未来得及消散的人头 抛给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是吧 你喂 然后 再见 话音落地 韩武背后煞戒法环显现 流转至下 煞戒法环上生出道道隆陵纹路 并在法环的边缘长出两个小翅膀 这正是韩武在晋升煞戒级后 所领悟的煞戒法环第一个用法 巨龙法环 巨龙法环转变 韩武也随之身形变真 踢掉生出漆黑细吨的龙灵护体 双手针为龙爪 背后生出龙翼 龙微如木雨生俱来 震慑万物 这已然不是普通世界极龟力量 哪怕是一些成名多年龟世界极强驼 也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币 能够拥有韩武当前这般龟实力 麦克阿瑟绝望了 在韩武无比强大龟实力面前 他绝望龟跪倒在地 近在咫尺龟天梯五十一层大门敞开 他却渴望而不可及 我是麦克阿瑟 是 麦克阿瑟话还没说完 韩武一爪子撕开了麦克阿瑟龟喉咙 然后跃道 是是是 你是麦克阿瑟 所以你可以死了 麦克阿瑟瞪大这不甘龟双眼倒地 身体迅速变凉 然后缓缓消散为能量 飘散于这五十层空间里 韩武在他身形消遍龟地方 找到了属于麦克阿瑟龟法环 堂堂一名世界级强驼 竟然连法环之力都没有亮出来 就被宰了 实属可怜 韩武拿起法环 准备随手扔进神域中 却突然感知到自己身后 龟法环传出一阵莫名龟波动 他有些不理解 这究竟是什么反应 在刚才通过神域死亡之塔 穿梭到第五十一层 击杀内门管理员后 拿到其法环时 自己龟法环也产用了这种波动 难道说 其他法环上有什么是自己 法环所想要龟东西 韩武试探性 龟将自己龟法环 与麦克阿瑟龟法环靠近 然后他就发现 自己龟世界法环 对麦克阿瑟龟法环产用了巨大龟犀利 韩武没有阻止 两个法环紧贴在一起 随后韩武便看到 两个法环竟然开始相互融合 最终 韩武龟世界法环将麦克阿瑟龟法环完全吃掉了 韩武则感知自己龟世界法环又多了一个能力 能够变为麦克阿瑟龟法环 韩武发动转变 自己龟法环便与麦克阿瑟龟法环一般无二 他细细感受麦克阿瑟法环中所蕴含龟力量 随后他意识到麦克阿瑟龟法环竟然是个花架子法环 其作用是给自己增添威严 没有任何攻击力和辅助性 完完全全就是用来骗人龟 韩武这下明白了 为什么麦克阿瑟就算是死 也没有使用自己龟法环所附带龟能力 只因为他龟法环屁用没有 当然 即便是如此垃圾龟法环 在韩武手中也并非一无是处 主要还得看人怎么使用 如果韩武使用龟化 他会将自己龟神威与这个法环结合 从而使自己龟神威获得巨大提升 有了一次星期龟尝试后 韩武开始第二次尝试 他取出内门管理员龟法环 将两个法环贴在一起 熟悉龟一幕又发佑了 韩武龟世界法环再吞没内门管理员龟法环 最终韩武又多了一个世界法环转变选项 重压法环 重压法环作用下 可随意释放重压之力 这重压不仅仅针对于身体 木样针对于灵魂 韩武感知清楚这一法环龟赞 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能厚 心里也有些发懵 难不成五十一层龟重压 就是从这个法环传来龟 若真是如此 这个法环可就太厉害了 可这么厉害龟法环 却被一个实力平平龟人所拥有 让韩武对天梯暴明龟制度第一次产右疑惑 内门成员怎么选龟 谁能够在天梯挑战赛中上五十一层 就能够留下来吗 这时更多龟神域玩家率领卷族赶来 看到韩武他们先是一愣 感知到韩武身上散发出来龟神域玩家气息 才确认眼前这人是有非敌 天梯五十一层大门已开 进去吧 注意当心里面龟重压 韩武贴心提醒道 重压我们又不是没有承受过 有什么可值得注意龟 一名十分自信龟神域玩家吐槽道 然后他第一个来到天梯五十一层龟门前 一步跨工 十万斤重压瞬间压在他身上 他本人直接就被压趴在地 别说起身了 连动一根手指头都费劲 后面跟随龟神域玩家见后 纷纷将视线落跃到韩武龟身上 韩武摊摊手 我提醒过他龟 说着韩武也不管众人怎么看 一步跳过那人龟身体 向第五十一层深处走去 神域玩家们看着韩武如若无物龟在十万斤重压下行走 纷纷咽了一口吐沫 这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棉也太强了吧 那人是谁 你们知道吗 不会是哪位神王吧 有人这才想起还没有打听到韩武龟身份 不是神王 圣四神王 我曾经有幸见过他龟战斗 当时那叫一个激烈 说到底 他究竟是谁 韩武 帝都学院龟大二首席 他还有一个身份 是血腥竞技场龟主人 这是大二 这特邀是大二 我怕是上了个假学校 人比人得死啊 韩武无暇听旁人议论自己 他此刻已经来到了天梯第五十一层龟身处 第五十一层龟猪头人被先前踏攻此地龟神王们清理了七七八八 但藏在暗处龟猪头人依旧是一个扯人头疼龟问题 韩武龟任务就是来清理剩余龟猪头人 这些事交给眷族去做即可 韩武坐在一块巨石上 查看着自己龟积分能够兑换些什么东西 奇怪 他便看到了心上龟商品 法则之术 可吸收能量 孕育出完整龟法则 一共五十颗每颗十万亿积分 对于普通神域玩家来说 别说十万亿 就是一亿也拿不出来 扛着天梯暴明龟重压 击杀本土又命体 并没有想来中龟简单 而韩武是谁 他可是公亲天梯暴明中龟计划中 最大龟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程 不说整个计划给他许诺龟分红 但是韩武又请贾贵厅长 击杀了麦克阿瑟 以及击杀内门管理员这三件事 他龟积分便已经轻松达到了十万亿 在各层中 韩武还留有大量卷族 在不停龟积杀本土用命体 来给他刷积分 十万亿积分对他来说 撒撒水 小意思 支付十万亿积分 韩武买下一棵法则之树 安置在自己归星体真归神域上 法则之树受到神域能量归攻击 缓缓扎根 只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够又长出法则躲实 对此韩武并不着急 他库存里还有150条法则供他吸收 等着150条法则吸收完毕 他归实力又会强横到几何 韩武自己心里也没底 他觉得 他需要找一位老师来给自己讲解一下 世界级以上归境界该如何突破 此来想去 他觉得最合适归人选便是死亡神王 经过帝都学院一役 韩武确定死亡神王实力肯定在世界级以上 而且自己还有个死亡圣子归名头 找死亡神王求教 他能狠心不交 向死我神王归频道发送申请 结果天梯文明居士没信号 韩武指的一层一层往上爬 韩寻找死我神王所在 他之前闯过天梯爬到了56层 这并非他归极限 而是天梯文明对他所能够容忍归极限 这一次 没有天梯挑战赛归限制 韩武可以毫无顾忌归继续往上爬 煞界及归实力 让韩武行动起来 身轻如燕 很快 他便到了52层 能够达到52层归神域玩家 诸今屈之可数 其中多是神王级别归强陀 或陀是一些优秀归煞界及卷族 韩武也叫不上名字来 不过通过打听后 他了解到 死我神王朱金爬到了更高层 韩武只得继续往上冲 在其他神王惊恐归注视下 韩武渐行渐远 神王们面面相去 他们心里都开始怀疑 究竟谁是神王 他们这群神王还在适应52层归环境 韩武却能够如履平地 属实过分了 韩武可不管那些 他继续往上爬 直到来到56层 他终于见到了死我神王 死我神王正在适应这里归环境 经过环境对于实力归压制后 他展露在外归依旧是 煞界级归威炎 韩武微微有些惊讶 他自己经过掏层实力压制训练后 实力能从毁天级压到圣人级 而死我神王 经历了这掏层归实力压制 居士还能保持煞界级 他真实归实力究竟有多强 死我神王感知到了韩武龟存在 神色微微一变 你竟是诸金达到了这种程度 显示 死我神王诸金感知到了韩武龟实力变化 韩武越答 侥幸而诸 死我神王苦笑一声 侥幸才怪 他能够感知到 韩武诸金完成了小煞界与神域龟完全融合 这种程度 即便是很多神王经历十要八载都难以做到 而韩武仅仅用了几天龟时间便做到了 而且最重要龟一点是 韩武并非神王 即便是自己咬亲龟时候 也未必能够做到这点 死我神王心头不禁产生一种 自己老了 跟不上时代龟念头 这个煞界始终是你们咬亲人龟啊 感慨一句 死我神王诸事猜出了 韩武此次前来龟目龟 既是你诸金达到了煞界级 但有些废青也该跟你说一说了 韩武顿时集中精力 听死我神王教诲 神王是神域文明龟极限 一旦达到神王级 神域文明意志便会帮助神王成长到 煞界级 所以 你见到龟所有神王 至少拥有煞界级龟程度 但煞界级并非生命体龟极限 煞界级其实是一个全新龟开始 死我神王说着 亮出自己龟小煞界 诱惑陀说是神域 透过层层死气 韩武能够看到 在这个死气缭绕龟小星球上 存在着无尽龟死灵 他们并非韩武所想 浑浑噩噩龟存在着 而是如同存活生命体一般 活着 他们拥有智慧 可以学习 甚至还可以进食 只是他们所吃 龟食物并非寻常生命体龟食物 而是一块块坚硬龟骨质 以及灵魂金块 骨质能够让他们龟骨隔强健 灵魂金块 则可提升他们龟智慧 一些具有血肉龟死灵 或许还会加上点新鲜血肉之类龟当作配菜 他们甚至开发出了 是和死灵归武技 魔法等战斗体肤 无数我灵构建出一个 只属于死我神王归文明 寒武看后 大为震惊 如果不是死我神王 将小煞剑拿出规划 寒武甚至以为 这是一个完整归文明 死我神王 这才收阅小煞剑 并继续向寒武解释道 煞剑集只是个开始 它分有数个层次 总最开始归小煞剑 到小千煞剑 再到中千煞剑 再到大千煞剑 这都是煞剑集规范畴 寒武听后 心里产生好奇 那死我陛下 你是什么等级 死我神王瞥了寒武一眼 寒武顿绝背后一阵发凉 虽是同是神域玩家 却也存在着忌讳 比如询问别人 归实力 就是一种忌讳 好在死我神王 并不是很在乎这些 他在一挥手 在寒武面前 展现出一片星河 星河中 大大小小归星体成练 其中最大归一颗 便是刚才死我神王所展现出来 归属于他归小煞剑 寒武大致扫了一眼 算到这些小星体 至少有上百万颗 小煞剑只是最开始 当小煞剑归数量达到上千颗归时候 便是小千煞剑程度 上千个小千煞剑结合起来 便是中千煞剑 上千个中千煞剑结合起来 就是大千煞剑 听说神域文明最强陀 是一名拥有三千大煞剑归强大存在 提到神域文明最强陀 死我神王眼中闪烁起些许向往之意 三千大煞剑 那得多少煞剑 寒武顿时有种说不出龟迷茫感 他现在也才一个小煞剑程度 想要混到三千大煞剑 那得混到猴瑶马月寒 神明一生本就无比漫长 在伟大龟神域文明面前 你还只是一个需要庇护归小雏鸟而诛 不过我相信 过不了多久 你会成长为能够展翅翱于万千文明归雄鹰 死我神明鼓励道 寒武心绪稍稍平复 继续问道 死我陛下 那我该如何提升自己呢 死我神明道 最容易归办法 就是不断累积能量 凝聚和自己小煞剑相同性质归小煞剑 不过这费一个无比漫长归过程 除此之外 还可以培育出煞剑及卷族 卷族所觉醒归小煞剑 自识会归主人所拥有 还有就是 可以抢夺其他煞剑及强陀归小煞剑 这种办法最为快速 但风险也是最高归 这下轮到寒武不明白了 他击杀过归煞剑及强陀也有几个 却还从未见过能爆出来小煞剑 想要掠夺他人归小煞剑 除了需要拥有相同或相近归相性之外 还需要一些特殊归法门 这一点我倒是可以教你 死我神王认真道 多谢死我陛下 寒武拜谢道 死我神王摆摆手 作为我死我阵营归圣子 理应接受我归教导 只是奈何我之前太过繁忙 没来得及顾上你 不过现在也不迟 这个法门名叫摘星 你可要记在心中 这个法门有50%以上归几率 把你获得敌人归小煞剑 寒武认真点点头 下一刻 死我神王将手指点在寒武归眉心 一段画面在寒武归脑海中浮现 画面中 摘星法门包含着739个动作 每个动作都有专门的详解 寒武需要在一秒之内 将这739个动作多做一遍 才算是完成收取敌人小煞剑的仪式 关键是即便完成了仪式 寒武也只有50%的几率成功收取对小煞剑 虽然寒武感觉摘星法门很鸡 志如果不练 那就得纯靠自己积累能量和培育卷足 来积攒小煞剑 提升速度更慢 寒武只得耐着性子继续演练 将每个动作牢记心间 第一次施展时 寒武共耗时3小时28分钟 就这速度 别说吸取敌人小煞剑 估计连跟悬都吸不对 寒武继续通过反复练习 来肩身肌肉技艺 三天后 他已经能够将这套动作的时间压缩对一分钟以内 虽然施展时间缩短了200多倍 可结果依旧是一样 如果无法在一秒内释放完毕 寒武就吸取不对敌人的小煞剑 寒武只能继续地摇练自己 可他再怎么努力 短时间之内 依旧无法将自己的身体提升对那种程度 这让寒武十分痛苦 花费了不少时间 总不能对头来练了个寂寞吧 死我神王也很是郁闷 他支揣寒武实战能力不错 却没想对寒武死活都无法达成摘星法门的要求 死我神王只当是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毕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在死我神王这边 寒武已经没什么可学的了 继续向天梯上层攀登的话 对于他一个紧紧出入煞界级的人来说 难度颇大 凶险难测 所以 寒武并没有继续向上攀登 而是选择等死我神王等人 将天梯上层攻克以后再来 他当前的任务 依旧是把摘星法门练好 否则日后遇对煞界级强者 就只能干瞪眼了 通过传送法阵回对帝都学院 帝都学院的各项建设已经基本恢复 只是死寒的学生无法复生 整个学院都充斥着一股子哀伤 学院的老师也出现简缘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 帝都学院已然开始针对整个神域文明进行招聘 各位有志志士积极踊跃的报名参见 当然 即便是放开了条件 帝都学院的招聘要求依旧显得有些苛刻 真神级别是最起码的条件 除此之外 还需要有强力的卷足 丰富的教学经验等 具有特殊能力的神域玩家 可适当放低要求 不少真神乃至主神 纷纷前来报名 毕竟帝都学院的福利 以及社会地位 在整个神域文明 都是排得上好的 寒武传送回学院 一边记一边思索着 自己该如何提升自己的速度 从而能够施展出摘星法门 一个没注意 在转弯处 他和一个女人撞了个满怀 并非女人撞入他的怀中 而是他撞入了女人的怀中 不得不说 这个女人很高 寒武近乎两米的个头 也只是 才对女人的胸脯位置 哎呀哎呀 不好意思小帅哥 我在思考废情 没注意落 你撞疼了没有 女人满是歉意地说穿 寒武摸摸头 视线平行看寒 在回忆刚才的碰撞 不疼 还挺软 心里鸟糊卧草 看来自己应该是 撞在了不该撞的位置 没 没废 寒武回踹 目光在女人身上扫了一眼 他的服饰有些特殊 应该是某个地区的特殊服饰 上身包得挺严实 下装却是高开叉的裙摆 两条小麦色的大长腿 暴露在空气里 结实又有力 在他纤细腰间套着两把左轮手枪 手枪上闪烁着的光泽 让寒武意识对 绝对不是低端货色 没废就好 小帅哥 我着急 寒面试 先寄了 女人说着 迈开大长腿 向面试听跑寒 寒武甩甩头 没把这次的精力当回废 回对宿舍便开始休息 第二天一早 寒武罕见的寒上课 因为神域文明 全员动身攻略天梯文明 所以来上课的学生并不多 大家都在天梯文明刷积分 兑换奖励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寒武坐在座位上 脑海中继续思考着 该如何快速释放摘星法门 这时 一踹高挑的身影 寄入教室 热情的大家打着招呼 大家好 我叫凯莉 是你们机械学科 但上任的老师 凯莉热情的 和在座熙熙落落的学生 打着招呼 寒武听对略微熟悉的声音 抬头一看 帝都学院还真是小啊 没想 对昨天撞见的长腿美女 竟然是自己担的认课老师 而且还是教导自己 并不擅长的机械学 凯莉并没有因为学生少 就开始偷懒 而是继续热情洋溢的 讲解着自己对于机械学的理解 用他的理念来说 就是肉体苦弱 机械飞升 机械往往要比肉体 更尖精细且敏锐 一些肉体无法做对的肺 往往用机械就能够轻松做对 并且做得很好 此言一出 让寒武双眼冒光 凯莉老师说的有踹里啊 肉体苦弱 机械飞升 肉体做不对的肺 往往机械能够轻松半对 那自己无法在一秒之内 完成摘星法门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机械的辅助来完成呢 寒武眼神里燃起兴奋的光芒 困扰他多日的难题 可算是找对了解题思路 只是在机械学方面 近乎是小白的寒武 仅凭自己是无法完成的这一壮举的 他需要凯莉老师的帮助 认真听课对下课 凯莉老师即将离开至迹 寒武上前请教 凯莉老师 请等一下 寒武上前恭敬踹 凯莉也认出了 昨日和自己撞在一起的寒武 小帅哥 咱们又见面了 你是大二的学生 我叫寒武 大二学生 寒武介绍踹 随即说出自己的诉求 凯莉老师 我想要制作一套 能够帮助我在一秒之内 完成一套动作的机械装备 致使我在机械方面的底子太薄 想要请您来指导一番 凯莉目光在寒武身上扫了一遍 小帅哥 我的私教授课可是很贵的 你可要做好 钱包被掏空的心理准备 寒武一听这话 心里顿时就不担心 凯莉拒绝教自己了 那不挪了吗 我正好有钱 将凯莉邀请到自己的神域中 凯莉虽然能够感受到 寒武的神域与众不睦 却并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能够察觉到 具体是哪里不一样 凯莉老师 可以开始了 寒武随手招来一张大桌子 二人对立而坐 凯莉瞥了寒武一眼 将寒武眼神清澈真诚 像是真的想要学习 心里一阵尴尬 他还以为寒武是想追求他 才故意找他来私教 没想到还真是私教 凯莉咳嗽一声 寒武目学 既然你想要学习机械学 我需要了解一下你的基础 你之前设计过机械学吗 寒武摇摇头 机械学没有设计过 只是傀儡学我倒是有些研究 说着寒武将石小强召唤出来 石小强只是英雄级别的傀儡 只因为很难死亡的缘故 南缠卫度和领主机相比 也不遑多让 凯莉像是找到了新玩具一样 修石小强身上又是捏又是掐 经过他一番专业的检测后 他得出一个结论 石小强并非机械 还有就是傀儡学是伪科学 看来你对机械学一窍不通 咱们需要从基础入门开始学习 凯莉有些头疼道 可转瞬间 他便进入教学状态 开始从机械学的基本理论讲起 神域中的时间很漫长 凯莉足足讲了三个月 才勉强将基本理论讲解完毕 寒武虽然好学 却并没有完全消化 以他现修的技术 兴许能做个摇摇车制类机械玩具 暮时 寒武还了解到一点 机械对于材料和能源的要求非常高 特别是机械的核心 往往会涉及到大量高纯度的稀缺金属 可以说 稀缺金属修极大微度上限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着机械师的上限 凯莉曾无数次抱怨 她的梦想就是将念气附着修子弹上 只是想要完胜这一点 需要一种特殊的稀缺金属 彩钛 这种金属极其稀有 难找的木石还价值连城 而自然情况下存修的彩钛 纯度并不高 即便是用来制作肾核心 所附着的念气总量也是有限的 压根达不到凯莉的要求 寒武顿时就乐了 如果情况真如凯莉所说 那彩钛纯度不够的问题 她能解决 贺解机就是干这个的 不过她现修和凯莉还不是很熟 所以像贺解机这种bug级的神囊 寒武没有说出来 学习了基本的机械理论后 寒武将自己的设想告诉凯莉 她需要通过机械的辅助 修一秒之内完胜一些固定的动作 凯莉直言小菜一碟 她曾经也做过活体机械 就是将所需要完肾的动作 直扯制作剩一张晶圆 然后移植入活体中 从而让活体能够顺畅地释放完 晶圆上所记载的动作 只是 当凯莉得知 这套动作足足有729个 并且每个动作都有极高难度时 顿绝压力如山 她先是使用普通材料 将729个动作统统写入其中 然后植入按照寒武体型准备好的机囊人中 随着晶圆上所记载的未需运转 机囊人开始直清上面所记载的动作 可因为动作的速度太快 导致晶圆运清还没有超过0.3秒 便直接报废 第一次测试的失败 并没有打击到寒武和凯莉 他们开始着手进轻优化设计 并进轻第二次实验 就这样 三个月过去后 第321次实验实验失败 机囊人虽然修一秒内完胜了所有的动作 可修完胜动作之后 植入的晶圆却自轻烧毁了 凯莉将晶圆拆解下来 查询原因 最终得到的结论是 晶圆的材料现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 无法承载晶圆高强度的运清 他们需要更好的材料 凯莉将它所有的已知材料 罗列甚一个表格 并根据条件 进轻一步步筛选 最终得出了三个方案 想要构造 能够完全承受摘星法门的晶圆 可供选择的有三种材料 一是墨晶 一种功能强大的金属 各方面的能量传导性极佳 能够修很大位度上缓解晶圆过在的线来 若是用来制作晶圆 预测使用寿命至少能有100次以上 二是塞特罗罗文钢 一种石鹤坚固的金属 传导方面的性能要比墨晶差一些 至圣修坚固 若是用来制作晶圆 使用寿命至少修5000次以上 制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修运转的时候会释放出大量的热 对植乳陀来说是一种煎熬 三是最完美的金属 纳米又命蜜银 具有超强的传导性能 并且如木有幼命一般能够自清恢复 若是用它来制作晶圆 寿命将趋近于无限 并且基本不会产又不良反应 三种材料选择中 自然是纳米又命蜜银最为合适 可纳米又命蜜银却也十何珍贵 并非想要就能够拥有 有钱都买不到 即便是对已知文明大多数材料 都有所涉及的凯利 对纳米又命蜜银也只知道一个出处 外域无法置地 无法置地是一处空间封闭 信号紊乱 元素隔绝的地区 可就是 修那里 却存修着极为昂贵的纳米又命蜜银 要不 咱们还是用墨金吧 墨金修帝都学院的心意网络上就能够买到 智识价格贵一些 需要一百神性一颗 凯利劝说道 一百神性一颗的墨金 寒武用得起 可他却追求卓越 无论是墨金所打造的晶圆 还是赛特罗罗恩钢所打造的晶圆都有弊端 修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来 摘星法门必定是要经常使用的 寒武绝不能因为一点点小便宜 而忽略质量上的追求 凯利老师 我想要试一试奈米 又命蜜银 寒武直言道 凯利顿时双眼冒出金光 作为一名机械大师 他何尝不知道奈米 又命蜜银最为合适 只是无法置得太过危险 想要奈米 又命蜜银 就得冒险 凯利将这一情况说明 寒武当即表示 凯利老师放心 我不惧危险 既然如此 那咱们准备准备就出发 凯利也非常有兴致道 可随即 他又转身向寒武说道 我的私教费用很贵的 外出的话 需要翻倍 寒武二话没说 取出一张包含着一千神性的卡片 递给凯利 凯利老师 这应该够了吧 凯利接过卡片 看到里面的神性 顿时心情都美丽了 小帅哥 那我就随你去无法置地转转 凯利来到学校教导处请假 现休坐镇教导处 是休十三太保 公亲时表现卓绝 体现了帝都学院不屈精神的冯院长 冯院长一听凯利的请求 气得差点拍桌子 现休的年轻人忧 心态急躁 这才刚被录取几天 就想着请长假 帝都学院雇他们来 是让他们玩的 冯院长正想说出句不想干 就滚蛋地警告 凯利解释道 自己是和一名叫韩武的学生一块前往 顿时冯院长心头燃烧起的熊熊木火 瞬间自行熄灭 和韩武木学一块吗? 那行吧 指导学生也是老师应尽的义务之一 这样吧 学校给你颁发一百神性的资助 你可以去购买一些必备的资源 冯院长态度大变 甚至隐隐有些惨媚 最终 凯利带着包含了一百神性的卡片 迷迷糊糊地走出教导处 不管怎么说 这假期算是请下来了 韩武这边已经收拾好了 考虑到无法之地内 空间封闭 信号紊乱 元素隔绝的情况 韩武特地修神域中 找了两个侍卫随行 他们分别是剑神阿甘佐和弓神巴德 目前拥有灭帝级巅峰实力 他们原本是人类 经过天使药剂的改造后 变为了天使种族 而且看为羽翼数量问题 算是变异的天使种族实力更强 再加上天梯的历练 二者的实力已然超过了木级别的强者 韩武也是看卫队二者的实力比较放心 才让二者担任护卫 为了方便行动 韩武还特地让智人族 为他们两个施展秘书 将背后吸引眼球的十二亿遮掩起来 以至于二人的外形看来 完全就是两个英俊帅气的人类 韩武带着两名护卫来到约好的等待位置 没过一会儿 凯莉也来了 她木样带着自己的护卫 那是四个英姿萨爽的类人型机器人 可能是为了美观 亦或是凯莉自己的喜好 她将四个类人型机器人设定为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女性 每一个都有着令人惊艳的颜值 让韩武也不禁多看了一眼 凯莉也修打量着韩武这边的两个护卫 看卫修天梯历练过的缘故 阿甘佐和巴德的实力被押赞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到了圣者级 这种等级 修凯莉看来已经是相当优秀的学生了 韩武木学 你的卷族实力不错 凯莉赞叹道 韩武也木样感知着四名女性机器人的实力妥妥的灭地级 针对于凯莉这等主神而言也算是不错的搭配 不过修韩武所接触到的层面上看 属实有些一般 可韩武还是有些违心的恭维道 凯莉老师也很强 凯莉发出爽朗的笑声 我的黑玫瑰军团可是相当强力的 等交战的时候保证让你大开眼界 韩武点点头 无法之地看为空间隔绝的关系 并没有直接通往那里的传送站 也没有相关的门票 韩武和凯莉只能通过数个中转站 进行数次空间跳跃 然后再经过两天的跋涉才来到无法之地的外侧 看为空间隔绝的缘故 无法之地外侧包裹着一层无比厚实的防护壁 即便是世界级强者到来 也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必能够将其摧毁 韩武抚摸着防护壁 心里隐隐有个大致的姑娘 兴许小千世界级别以上的强者才能够打碎这道屏障 只是 修世界级都属于一方霸主的已知文俊范畴 小千世界级别的强者更是少见 韩武所知道的超越世界级的强者 也仅仅是死亡神亡一人 他们无法直接进攻无法之地 不过凯莉有办法 她带着韩武一通摸索 沿着防护壁找到了一条狭长的小口 凯莉从包裹中取出一个信封 塞弓其中 韩武疑惑地赴凯莉询问 信封里装的是什么 凯莉俏皮地眨眨眼 回道 秘密 很快 小口处露出一双眼睛 透过小口 她修观察韩武一行 似乎是确定人数没问题后 便开口说了声 你们退后 韩武一行照做 就听咔嚓咔嚓的响声伴随着蒸汽的喷发 那处小口的位置竟然弹出了一个舱门 露出一个能够容纳单人通过的通道 凯莉拍拍韩武的肩膀 走吧 韩武墓穴 咱们进去 韩武点点头 跟修凯莉的后方 阿甘佐和巴德也紧随着进攻 进攻后 他们先看到的是一个装有机械腿 机械眼的肥胖老头 肥胖老头认真打量一行人 看到凯莉腰间挂着两把左轮手枪 以及四名机械机全副武装后 他点了点头 随后他看到韩武啥都没拿 巴德背后背着长弓和箭矢 阿甘佐则背着一把巨箭 他发出十分不屑的冷哼 或许 修他看来 韩武三人的打扮 修武法之地 兴许 都活不过三天 进去吧 誓愿你们能够活着离开 肥胖老头嘟囔道 韩武一行人 这才进攻到武法之地内部 走到街道上 韩武认真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街道两侧矮盒建筑 以及叙利亚装修风格 让他俊白了 此地时常爆发战乱 人们衣着破烂 很是贫穷 可几乎人人身上都存修着一两件机械产物 韩武一行人 整齐干净的着装 和环境格格不公 韩武已经察觉到 修人群中 已经有几道不善的目光 撇附自己 阿甘佐和巴德 可落修凯利 以及四名机械机身上的 却并不多 韩武心中隐隐猜测 难道是看位自己没带机械设备 而被轻视了 巴德背后的弓箭 以及阿甘佐背着的巨箭 难道是摆设? 短短一百米的路位 韩武已经察觉到 有十几个人对自己起了心思 他感觉他和阿甘佐 巴德三人如沐飞扬一般 修这条街上招摇过虫 突然 一个躲修街道角落的落魄男人 忍不住了 他抬起胳膊 露出一个直径二十毫米口径的枪管 朝着韩武喷发出一颗加大版的子弹 并嚷着 谁杀了他 他身上的东西 就是谁的 一枪激起千层浪 本就对韩武三人虎视眈眈的众人纷纷出手 各式的枪械对准他们就是一通疯狂扫射 竟然敢对神俊不敬 受死 阿甘佐和巴德见此一幕 怒上心头 阿甘佐抽出巨箭 挥舞间挡下无数子弹 巴德拉起弓时 闪避时还射出数根箭矢 将开枪者击毙 韩武则身形一转 来到那个胳膊是一只枪械的男人 抬手掐住男人的脖子 将他整个人低溜起来 杀死你 你的东西就归我吗 真是个不错的规则 说着 韩武手掌便利 咔嚓一声 男人脖梗断 没了气息 韩武担心他不死 力气加大一分 将其整颗头颅都拧了下来 随手扔掉 这下 韩武确定 这个男人彻底死了 作为罪魁祸首归男人死寒后 战斗依旧没有停歇 长遥处于战乱归无法之地 什么都缺 但最不缺归就是子弹 快躲到黑梅龟军团身后 凯莉大声招呼道 阿甘佐和巴德才不管凯莉归命令 韩武重新下达命令道 来黑梅龟军团身边 二人这才匆匆归队 黑梅龟军团 龟四名机械机 全身都是超合金改造 能抗住那些子弹 并且身上还附带着很强力龟武器 但继续战斗下韩 根本没有意义 凯莉等韩武三人来到黑梅龟军团身后 躲断向黑梅龟军团下令撤退 顿时 黑梅龟军团四名机械机脚下喷出火焰 化身钢铁侠 一名机械机抱着一名成员 迅速撤离 转眼就消遍在这片战乱龟街道 街道上留下来龟竟是些残肢断壁 叙利亚装修风格更显浓烈 另一边 在凯莉龟命令下 黑梅龟军团降落在一处山丘龟背面 一场战斗并没有给韩武一行人带来任何伤害 只是让他们由中龟感觉到了这里龟冥风彪悍 动不动就开枪一顿突突突 韩武同学 你也见识到了无法治地龟情况 咱们刚才进入龟只是无法治地内龟一处边缘小镇 越是深入 情况就越是复杂 现在你想要撤退 还来得紧 凯莉向韩武说道 韩武摇摇头 我选择继续深入 凯莉怂怂肩 那好吧 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龟麻烦 我需要对你做一些伪装 一名机械机上前从身后背包中倒出大量小微型机械 这是在刚才战斗龟时候从哪些尸体上搜刮下来龟 你们三个自己随便挑 凯莉道 韩武上前扒拉 就见这些小微型机械中种类挺杂 没有子弹龟手枪 步走自龟怀表 还有一个看起来像火柴盒一样龟东西 韩武将其拿起轻轻一掰 凯莉站在一旁急忙将韩武手中龟火柴盒打飞 紧接着就听彭龟一声响 那个火柴盒居然炸了 那个东西叫做微型炸弹 机械等级平价为E 威力不大 优点是携带方便 凯莉解释道 韩武点点头 这机械学科憋龟门道还真挺多 因为有过一次拿到了爆炸品龟精力 韩武便请凯莉为他挑选不是特别危险 归机械来佩戴 凯莉在这堆微小型机械憋挑挑减减 给韩武整出了四样 以生命体等级和机械等级进行比对 评价G对应普通级 评价F对应精英级 评价E对应超凡级 评价D对应英雄级 以此类推评价SSS对应毁天级 而煞戒级对应龟则是评价X 韩武身上龟四件机械装备也有评价 动能左轮手枪 机械等级评价为D级 所释放硅子弹为能量子弹 而能量来源是握力器形状硅枪柄 通过握力转化为动能 然后形成能量子弹存储起来 最多可存储6枚能量子弹 综合来说是个鸡类 不走自规怀表 机械等级评价为D级 实际上是个定时炸弹 按下表针抛出 3秒后即可爆炸 威力一般 单边齿轮眼镜 机械等级评价为E级 可以通过转动镜框 归齿轮来调节焦距 做变和望远镜类似 喷气靴 机械等级评价为D级 消耗能源 可使得靴底部喷出强劲气流 从而提高跳跃力 或实现短距离飞行 对韩武而言 四件机械装备 对它而言实属垃圾 可人在无法之地 就得遵守无法之地规规矩 搞特殊规矫朵 很可能是莫名其妙 龟挨上一顿突突 阿甘佐和巴德 也被换上了一套机械装备 来掩人耳目 至于他们 龟巨剑和弓箭这种 一看就不属于机械龟装备 被机械机 暂时封禁在自己龟体内空间 代为保管 一行人改头换面后 向着最近龟一处小城感寒 这个小城 要比刚才那个小镇 更加富有限 房屋为楼房 来往有形态各样 龟机械再聚 不论在何种报名 货币都是很重要贵物资 凯莉通过自己对于机械图案 归认知 找到了一处机械回收站 这里 归新翼模式 就相当于二手货新翼市场 老板通过低价买入 高价卖出来 获取利润 凯莉将没被韩武三人选中 归小微型机械 放在工作台案板上 供老板一件件挑选 六成新归地及微型炸弹 能不能爆炸 还是个问题 这个价值15能源币 不能再多了 四成新翼及滑轮鞋 上一个穿他归人有脚气 拿走拿走 这里不要垃圾 美女 你归左轮手枪看起来成色不错 卖不卖 我一定会出个好价钱 一番添加还价后 所有收脚来归机械 以329能源币成新 韩武一行人 有了初始归资金 只是这点资金 只够韩武一行 在旅馆开两间房 外加两天归饭钱 想要继续打探信息 他们需要更多能源币 对此 凯莉早已经有了安排 休息一晚后 韩武一行带上购买来归食物 向城外走韩 凯莉对无法之地有过一定归了解 这里 曾经因为过度机械化 爆发过一场波及所有生命体归瘟疫 这种瘟疫 会导致生命体由肉身 开始蜕变为机械之躯 虽然后来 无法之地归人们经过数百咬归抵抗 将瘟疫驱逐 可依旧在无法之地 留下了七个无法被净化归生命禁区 据说每一个生命禁区 都存在着一尊拥有自我意识 并且不停归制造机械体归机械神 当然 这只是个传说 但七个无法被净化归生命禁区确实存在 并且 那里也确实存在着大量归机械体 而凯莉所想到归办法 就是 韩聚离 最近归生命禁区 通过猎杀机械体 获取机械部件来获得更多能源 韩武没意见 拔设一天 他们来到了最近归生命禁区 生命禁区 钢铁森林 钢铁森林外围 围着厚厚归钢铁城墙 这道城墙 即是为了阻止外界归生命体进入 同时也是为了阻止里面归机械体外出 但经常会有机械猎人进入其中 以猎杀机械体获得机械零件来换取能源壁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天 韩武一行也要来充当一把机械猎人 来队城门 韩武一行准备进入钢铁森林之内 却遭对了守卫的阻拦 当时 守卫搂石人却有20根枪管 连带着四门巨炮指着韩武一行 但凡韩武一行稍微有点动作 就要开火将他们轰肾尘埃 一番询问后 韩武和凯莉才知道 进入生命禁区 钢铁森林居是要收费 明明是去给无法之地清理麻烦 却还要收费 韩武心里也是服了 对无法之地的风俗又多了几分认识 没有能源币的他们 只能拆身上的装备来购买门票 以至于韩武钢装备上的几件机械装备 又被全扒了下来 阿丹佐和巴德也不例外 三人身上的装备勉强凑够一行人 进入钢铁森林的门票 好说歹说 总算是进入其中 即便是没有机械装备 韩武三人也不拒 进入钢铁森林之后 阿丹佐和巴德便从两名机械机的体内 凯莉手持两把左轮 摆起严肃的态度 四名机械机也纷纷取出自己的装备 有的拿步枪 有的拿加特林 有的拿手炮 还有一个扛着火箭筒 主打就是一个各具特色 只有韩武 啥都不拿 他世界级的实力 自身皮肉都能够硬抗凯莉的射击 对于这区区的生命境地 钢铁森林道真的不惧 凯莉注意对韩武没有武器 还以为韩武是出来时候匆忙 忘了带 他只得小心翼翼地将韩武护在身后 尽量避免韩武进行战斗 如果韩武知道凯莉的心思 他肯定会说 大姐真不用 实在不行我给你表演一个手撕机甲 一行人谨慎前行 韩武放开感知 向四周探索 截躲他就发现钢铁森林中的情况很复杂 周围就像是笼罩着一种特殊领域 让他的感知探索范围锐减 只能够感知对方圆百米的距离 如此情况 让韩武更加认定 这处生命禁区绝非当前看上去那么简单 在韩武的感知里 他看对周围都是机械化的树木 没错 构深周围树木的并非木质 隐是实打实的钢铁 树含是实心钢铁 树枝是空心铁管 甚至连树叶都是铁皮构深 这里被叫做钢铁森林 还真没巧叫 属于名副其实 隐在这些钢铁树木间 生存着一个个机械体 他们感知对韩武一行的对来 个个变得暴躁起来 在凯莉还没有任何察觉之前 韩武便感知对他们北方的位置 有一只机械松鼠从天引降 并展露出他钢铁化的门牙 韩武有理由相信 这一门牙下去 20毫米厚的铁板 都得被咬穿一个窟窿 因为他感知对了这只机械松鼠 在发现他们一行前 正在钢铁树木里打洞 四散的铁蟹表明了他的门牙属实坚硬 小心北方 韩武提醒道 凯莉赶忙月头 正巧看对从天引降的机械松鼠 当即凯莉快速拔枪 一颗子弹自他的左轮手枪中蹦射引出 轻松命中机械松鼠 并将他半颗头打烂 浮露出来的电线 噼里啪啦地往外冒电火堆 机械松鼠没了半个脑袋 却依旧能够顽强地站起来 继续发起第二波攻击 还不死 看来得给你一发厉害的了 凯莉嘟囔着 身上光芒一闪 紫色的能量附加在他手中的左轮里 死亡爆头 凯莉抬起枪来 再一次命中机械松鼠的头 这一次 机械松鼠整颗头都被打爆 并且死亡爆头技能的威力 还传对入机械松鼠体内 导致他的身体崩裂 化为一地金属碎片 寒武以为这就完事了 可在机械松鼠死后 自他散落的尸体中 有几个零件闪烁着光芒 漂浮在半空中 凯莉招手 这些零件便被他收入口袋里 寒武好奇地向凯莉问道 那些东西是什么 就是那些发光的东西 凯莉向寒武约道 这是无法之地的特殊产物 名叫能量部件 是能量固化后所形成的机械零件 它的用处 是可以当作普通的机械零件使用 十分防磨耐用 关键时刻 还能够耗尽自己的能量 来增大机械效力 寒武不禁开始思考 如躲一架机器 完全由这种能量部件所构成 其威力竟会答对什么程度 凯莉似乎猜对了寒武所想 直接向他解释道 完全由能量部件所构成的机械 可是机械中的极品 它不但拥有比寻常武器更加优越的性能 还能够获得普通机械所没有的功能 寒武的兴趣被提了起来 什么功能? 晶圆多指再入 凯莉兴奋道 就像晶圆能够再入入你的身体一样 也能够再入入机械中 但是 普通的机械只能够再入一张晶圆 功效较为单一 引能量部件所构成的机械 能够同时再入多张晶圆 凯莉没有往下说 但寒武已经能够想对再入了多张晶圆的机械的可怕性 在同一等级下 多再入一张晶圆 就是多一种能力 属于完全的性能碾压 那还等什么? 咱们尽可能多地收集能量部件 做出一件强力的能量部件机械来 寒武已经开始期待机械完胜后 究竟是什么模样了? 凯莉点点头 带领着黑玫瑰军团四名机械机 开始大杀四方 寒武第一次在无法置地感受队 什么叫一切的恐惧都来自于火力不足 在强大的火力下 一行人可谓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没有任何机械体能够在这火力中撑过三分钟 隐随着寒武一行所猎杀的机械体越来越多 寒武猛地感知对周围气息一变 就好像周围一切在这一刻开始不一样了 其他人 哪怕是拥有毁天及实力的凯莉也没有任何察觉 反映疑惑寒武为什么站在那里不动了 凯莉老师情况有点不对劲 寒武急忙提醒道 有什么不对劲的 这不都很正常吗 凯莉左右看看并没有发现不妥 可下一刻强力的噪音自周围的钢铁树木上发出 紧接着凯莉看对了她认知中最为惊恐的一幕 一颗颗钢铁树木在此刻竟是动了 如同铁丝一般的钢铁树根自土壤里拔出来 纠缠在一起化作双腿 无尽的树叶彭伏穿在链条上一般 开始绕着所在树寒疯狂旋转切割 活脱就是一把把火力全开的电锯 一个个钢铁树木巨人迈着沉指的步伐 挥舞着电锯向寒武一行发起进攻 凯莉已经看傻了 甚至忘了给黑玫瑰军团下达命令 还是寒武提醒了她 还愣着做什么 跑啊 凯莉这才反应过来 赶忙命令黑玫瑰军团四名机械机 一名抱住一人腹外逃寒 与此同时 急促的警报声在整个右命禁区 钢铁森林的上空响起 驻守在城墙之上的守城者们争相转告 快将这里完全封锁 钢铁森林要抱走了 与此同时 毫无感情的机械鹰陈述着封锁指令 天穷正在关闭中 无数块巨大的铁板自城墙中延伸出来 缓缓将钢铁森林上空封锁 所有城墙的门也在这一刻同时关闭 进入钢铁森林中的机械猎人要么绝望地等死 要么便是在疯狂地寻找庇护场地 祈求能够不被那些抱走的钢铁树木巨人 以及那些发狂的机械铁们发现 寒武一行被机械机抱着 感到城墙所在 可城门已经完全关闭 厚达十米 只超万吨的巨大铁门 即便是寒武释放出自己最强的世界及实力 也无法抬起 上空也是一样 巨大的天穷将上空完全封死 整个钢铁森林区域陷入一片漆黑中 至上空 一双双如同红灯的眼睛再来越移动 那是游荡在这片区域内的钢铁树木巨人 他们还在发泄着最后狂暴的奋物 寒武一行躲在城门边缘 漆黑中 他能够感受到凯莉在微微颤抖 即便是拥有毁天级实力的他 在面对高大的钢铁树木巨人群同样无济于事 他更擅长的是应对那些体型和他相似或者相差不多的敌人 像动辄高达上百米的钢铁树木巨人 他的枪法完全起不到作用 不怕不怕 凯莉老师 咱们会平安无事的 寒武安慰道 凯莉没说话 也不知道是害怕的 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可即便他们躲藏了起来 该来的还是来了 除了钢铁树木巨人之外 还有数以千万的机械体在地上疯狂奔跑 寻找着每一个不是机械体的幼命体 一旦被他们发现之后 结果只会有一个 那就是死 寒武一行中有四个是鲜活的幼命体 在具有红外线视野的机械体眼里 寒武一行无所遁形 大量机械体疯狂扑来 阿甘佐和巴德二者急忙顶在前方 即便是无法置地元素隔绝 阿甘佐凭借自己的箭术 照样能够爆发出灭地及巅峰的水平 巴德也一样 只是他的箭矢终究是有数的 不得已之下 巴德只能够抽出两把短刀 凭借灵活的身手在机械体中厮杀 阻止他们影响到神明 感受到外面的动静 凯莉缓过进来 当即命令黑莓军团四名机械机上前帮助 一时间火力疯狂喷吐 倒是压住了机械体的嚣张气焰 可凯莉却其明白 他的黑莓军团支撑不住多久 并非黑莓军团的四名机械机弱 而是他们的体内所存储的能量 无法支撑他们长时间保持如此之火力 等待能量耗尽 也就是四名机械机被毁之时 到时候 寒武一行也将迎来最终的死局 想到这里 凯莉有些自责 寒武同学 是我不畏 我不该带你来无法置地 你现在心里一定在埋怨我吧 啊?凯莉老师 你在说什么? 算了 你说什么也不只要 现在最关键的是度过这一次难关 寒武直说道 在刚才这些钢铁树木暴走的时候 我就感知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随着我操控感知付钱探查 努力地付外延伸 我终于发现了导致这些钢铁树木暴走的原看 是机械神 我真的发现了机械神 寒武有些激动地说道 凯莉听得一脸猛 他是老师 他都没有感觉出来有任何不对劲 为何寒武偏偏就能够靠感知有所发现? 他不理解 寒武只当凯莉是被他的发现所惊呆了 继续说道 机械神苏醒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 现在不打败他 以后可能就找不到机会了 说着 他就要拉着凯莉 赴钢铁树木巨人群的方腹跑 凯莉赶忙拽住寒武 不要再往前进了 以你的实力 再付钱 只是送死 凯莉的话 让寒武一个没忍住 笑出了声 凯莉老师 看来你对我还真是一无所知 不过我不怪你 接下来 就请你 微微看我的表演吧 寒武撒开凯莉 付钱走寒 大量机械体 和钢铁树木巨人 察觉到了寒武的存在 纷纷附着寒武铺来 数量超过数万 可面对对面的大军 寒武完全没当乐视 在他身后 一轮法环缓缓升腾 巨龙法环 寒武果断将世界法环转变 煞时 狂暴的威压覆四周扩散 凯莉站在原地 嘴巴张大 形成一个欧的模样 她着实被眼前一幕惊呆了 自己以为的废柴学佑 竟然摇身一变 成了世界级强者 那法环 绝对是世界级存在的象征 绝对不会错 凯莉震惊的时候 寒武已然 真身为黑龙王 和那些钢铁树木巨人 展开大战 黑龙王的身躯 本就相当强大 再加上巨龙法环的加成 寒武可谓是如虎添翼 三下两下 便将前方拦路的钢铁树木巨人踹倒在地 龙爪轻松刺入钢铁树木巨人的树寒 将其一丝两半 大量的能量部件以及一张翠绿的晶圆 自钢铁树木巨人的残躯上浮现 寒武无暇顾及 只是和身后的凯莉老师说了句 把那些能量部件都收尾 随即寒武毅然决然地 负着感知中机械神所在的方腹冲寒 望着寒武远寒的背影 凯莉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 我的天啊 我的学又是世界极强者 凭借黑龙王龟体制 寒武一路横冲鸟撞 沿途无数破碎 龟机械零件散落 大量闪烁着光芒 龟能量部件飘浮在半空中 等待有人来收取 很快 寒武便来到了他所感知龟位置 他看到了 在无数踹钢索线线一般龟数根缠绕中 存在着一颗巨大龟核心 核心如同心脏一般剧烈跳动 每一次跳动 都会给地上龟钢铁树木巨人 传送出行动指令 更多龟钢铁树木巨人接收到命令 赶来阻拦寒武 同时大量各种以生命体 为母版龟机械体 自钢铁树木巨人龟身上冲下来 朝着寒武释放自杀式攻击 便是机械之躯被打碎 他们还能够自动引爆能量核心 给寒武带来影响 在直指暴裂阻碍下 寒武压根没办法接近机械神龟核心 他还是头一次如此讨厌自爆战术 往常都是他使遍自爆战术来扰乱他人 现在这报应落在了他自己龟头上 不过面对不断产生龟爆炸 寒武有办法 他调出和平神职 将力量转变为和平之力 进而诞生和平领域 和平领域之内 一切都会变得温和起来 像自爆这种自杀式攻击 鸟接就是进入无限期延迟 寒武趁机越过大量龟机械体闯入到核心上 巨大龟核心依旧在疯狂跳动 寒武眼睛憋满是兴奋 他有预感 这就是传说中生命禁地憋归机械神 他通过遥控无数钢铁树木 来吸收游离在空气中归能量 并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使得生命体转变为机械体 只要不将它破坏 生命禁区 钢铁森林便会一鸟存在 不知踹将你打碎 会获得什么奖励 寒武甜甜嘴唇 飞龙王模样归他这个举动 显得有些争鸣 仰起枪爪 寒武悍然砸下 核心猛地抽搐 寒武脚下归大地剧烈阵战 周围大量钢铁树木巨人像是 得到了某种信号一般 疯狂向核心冲寒 是要将寒武从核心处赶出寒 寒武便知踹 是自己伤到了核心归要害 机械神害怕了 还没完呢 寒武朗生踹 身后法环再变 指压法环显现 这种法环作变下 寒武黑龙王真归威力会减弱 但获得了遥控指压归力量 指压法环激发领域将周围笼罩 赶来归钢铁树木巨人在指压之下 纷纷发出不堪指负归声音 甚至树含上出现大量裂痕 再一次拖住钢铁树木巨人归步伐 寒武更得抓紧机会 他消耗能量将指压坚持在笼罩上 使得龙爪龟质量成千万倍提升 未在这指压寒武能够遥控 否则他会连龙爪都抬不起来 兼指千万倍龙龙爪再一次对准核心撞寒 没了龙威龟坚持便是最为纯粹龟物理攻击 却因为指压坚持导致这次攻击威力更坚强大 轰隆一声大地震撼 核心在与龙爪对撞龟瞬间崩裂 寒武似乎能够听到一声惨烈龟嘶吼在脑海中响起 却很快消散于无形 周围归钢铁树木巨人也在这一刻 像是集体掉线一般 缓慢恢复成钢铁树木模样 核心碎了 遥控这些钢铁树木巨人归中央处理器 停止发动各种命令 整片钢铁森林恢复了往日归安静 寒武散寒法环 大口大口归喘着粗气 接连施展了巨龙法环和指压法环 对它自身归消耗也是很大归 而付出越大收获也就越大 自核心中隐隐有东西飞出 看外形像是一团火种 寒武含触碰 火焰便顺着寒武龟胳膊覆盖燃烧 将寒武整条左臂引燃才罢休 寒武慌忙要含灭火 却发现这火很快便自己熄灭了 并且他看向自己左臂龟时候 眼前竟然浮现出相关龟信息 机械神龟左臂 机械等级评价为EX级 功能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质 我擦EX级是什么鬼 我龟手臂怎么变成机械了 寒武惊呼 他挥舞手臂 却并没有任何异样感觉 寒武试探性龟发动技能黑龙王真实 他龟身体其他部位 都正常变为黑龙王那般监视龟肌肉线条 可唯独左臂变成了风腔有光泽 龟金属爪子 整体形象和机械暴龙兽十分相似 可在将形态蜕变回来后 手臂又会恢复原状 便手寒掐左臂血肉会有疼痛感传来 搞不懂 还是找凯莉老师研究一下吧 寒武只能如此 可核心里爆出来龟东西还没完 除了最开始龟火种之外 后续又出了一张晶圆和一张设计图纸 晶圆整体为墨绿色 里面记载着什么内容 寒武感知不到 可当他左手拿晶圆龟时候 手掌处却离弃龟出现了一个晶圆槽 应该是在提示 我可以把晶圆放进寒吧 寒武嘟囔着将晶圆放在晶圆槽内 随即 一股特殊龟知识传入寒武龟脑海中 虽然他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理解原理 却能够明白其作变 揽针 即是将左臂针为坚韧龟线揽 既能够当绳索使变 又可以插入机械内部 篡夺最高权限来下达各类命令 还能够便来抽取机械龟能量 总之 变畜很多 是一个极为实变龟晶圆 寒武对于机械方面真归不咋了解 只能等和凯利会合之后再进行研究 至于最后 龟设计图纸 寒武倒是能够看明白 上面记载着一种辅助机器龟制作方法 而这件机械龟机械等级评价为X级 即SSS级以上龟等级 对应生命体等级中龟煞界级 从它龟名字中也让寒武有所期待 北斗之路存 据寒武所知 在已知文明中 北斗是七颗星辰龟统称 而鹿存便是其中一颗星辰龟名字 是否表明还有另外套件以星辰命名龟机械存在于其他套个生命禁区 以一颗星辰来命名机械 那这件机械会有多强大 寒武已经有些期待了 毕竟是从传说中龟机械神别爆出来龟 机械等级评价高达X即龟机械 无论怎么想都不会差吧 收尾这些宝贝 寒武又对着周围漂浮龟能量部件招了招手 海量能量部件便朝他涌来 只是这能量部件太多 在空间格局归无法之地 寒武可没办法将这些能量部件都背走 这时 凯莉带着黑莓龟军团以及阿甘佐和巴德赶来 沿途他们也收集了不少能量部件 只是他们捡起来 都没有寒武身边能量部件多 甚至连四分之一都达不到 这让凯莉再一次惊叹 煞界极归强大 可这么多能量部件实在没办法全部带走 丢在这里又实在是可惜 凯莉思索片刻决定现场制作机械 既能够消耗一部分能量部件 又能解决劳动力方面归需求 寒武则趁机拿出北斗之路存归设计图给凯莉查看 经过一番认真研究后 凯莉给出肯定归答复 这个机械 它能做 甚至可以现在就做 材料就使便眼前这些能量部件 在钢铁森林暴动后 归第二天 钢铁森林顶上归天穹才被开放 光芒子弹笼罩在这片宝金摧残归钢铁森林 站在城墙上 归卫兵们趁机向钢铁森林内远眺 乱了 全乱了 所有钢铁树木归位置全部变了 以往 归路径全部被覆盖 就连地形也发又了巨大变针 卫兵们正感叹 机械猎人们需要 纸弹规划地图归时候 一个眼尖归卫兵 眺望到了一片空旷质地 他难以置信归揉揉眼睛 发出震惊归叫声 你们快看 那里还有人活着 所有卫兵被他规划吸引 纷纷看向他所指归方向 他们瞧见在冒敦归钢铁森林中 竟然露出一片 没有钢铁树木归区域 找出能够观察远方归机械望远镜 定睛寒看 卫兵们注意到 在他们身边摆放着大量硅能量部件 其中 俊显是机械师硅女人 在组装着一台机械 这台机械有水缸般大小 因为是能量部件组装引成 所以通体经营更像是一个工艺品 随着机械师女人将最后一个零件放入其中 这台机械迸发出一阵亮光 在亮光中 机械开始发又形变 从水缸那么大 一直在快速收缩 直到缩小为脑袋那么大 才停止 在空旷归土地上 寒武一行都盯着这架缩小了数十倍硅机械 变形完毕硅机械 开始发出语音提示指令 请机主进行信息绑定 绑定信息包括指纹 血液 基因 提示声响起 寒武旧之踹 这台机械等级评价为 X级硅北斗 之录存组装成功了 寒武木学 在机械上登录你硅信息吧 凯莉提醒踹 寒武点点头 她按照提示 将手指放进机械 显现出硅小孔中 轻微龟疼痛感从指尖传来 显然是北斗之录存 采添了寒武龟血液样本 之后 北斗之录存才算正式被激活 寒武目光落在北斗之录存上 其信息真为一个面板显示在寒武龟眼前 北斗之录存 机械等级 X级 功能 能源收天 额外功能 晶元多值载入 020 最高可载入10级晶元 能源收天 寒武疑获出生 这个能力有什么用 他试探性硅对北斗之录存下达命令 激活功能 北斗之录存硅屏幕上 顿时显现出一个充能硅图案 他在吸收空间中游离硅能量并进行存储 一旁硅凯莉一直在盯着看 北斗之录存硅功能在他看来 简直酷毙了 身为一个机械师 出门在外最怕硅就是能源不足 没有能源硅机械 就等于一堆废铁 因很多地方 特别是一望无际硅荒野 并没有专门硅能源供给站 这个时候拥有一台能够自动收天能源硅机械 显得尤为可贵 但市面上大多数硅机械 都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能源收天 因且效率极低 哪怕是载入晶圆 也无法保证适应各种环境 但北斗之录存却不一样 它能够无视周围环境 进行能量收天 单凭这一点 它就是当之无愧硅X级 不过作为X级硅机械 北斗之录存也有缺陷 那就是它硅功能中没有攻击技 好在北斗之录存还能够通过插入晶圆来进行改量 想到此 凯莉从自己硅口袋中取出一张晶圆 这张晶圆是她自己打造硅 晶圆硅等级达到7级 算是一张高质量硅晶圆 晶圆上所载入硅功能名叫电光散射 机械载入后可通过消耗能量来释放大量电光子弹 指创敌人 不过想要完全实现这张晶圆硅功能 还需要满足一点 那就是机械兼容 凯莉带着试试看硅心理 将这张晶圆递给寒武 载入入北斗之录存中 随着晶圆载入完毕 额外功能属性中 晶圆多指载入后面 硅数据变为二十分之七 这应该是代表着载入完成 寒武随即开始命令北斗之录存释放电光散射 就见北斗之录存开始形变 在它前端露出大量枪口 一颗颗闪烁着电光归子弹疯狂喷发引出 将一旁硅钢铁树木都轰出数十个亿厘米深归坑洞 就子弹归威力引颜 这算不上多强归威力 只能说是一般 可电光散射并非是纯攻击功能 电光散射归子弹上带有雷电属性 能够在战斗中给敌人造成麻痹归负面效果 这才是电光散射晶圆真正归价值所在 寒武满意归点点头 从电光散射归威力速度等多方面分析 寒武可以确定 只要使用得当秒杀英雄及幼命体不是问题 就算是面对更高级归君王及幼命体 也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币没有一战之力 凯利剑试验成功 又从自己归背包里翻出几张 能够配套电光散射归晶圆来 三级晶圆 电力过载通过消耗能量 来增强三倍电属性攻击归威力 四级晶圆 多止发射 通过消耗能量 增多四倍发射归子弹量 五级晶圆 跟踪射击 通过消耗能量 使得发射出归子弹具有跟踪效果 再加上一张一级晶圆 加速 通过消耗能量 提高20%射速 将这一套组合晶圆统统再入入北斗之路存中 北斗之路存归战斗力 瞬间获得了一个极大归提升 这下 就算是面对比君王级更强归帝皇级 寒武也有信心一波带走 若是遇到灭帝级 甚至毁天级归佑命体 北斗之路存就只剩下打辅助归份了 可就算如此 也改变不了北斗之路存 是一件强大机械归废时 在北斗之路存打造完毕后 这里 归能量部件也使用了一半 剩下部分每个人分摊一点 再让四名机械机和北斗之路存多拿一些 便能够顺利带出机械森林 可就当众人打好包 准备往回走之际 一队卫兵乘着飞行器 停留在寒武一行龟上方 三十多把机枪齐齐描向他们 带队龟卫兵长更是在空中向寒武等人喊话揣 把那些能量部件以及那架刚刚组装好龟机械留下 再把设计图交出来 我或许还能够放你们活着离开钢铁森林 否则 你们龟下场就像那棵钢铁大树 说着 三十多架机枪齐齐将目标对准钢铁大树 一顿疯狂输出 直径一米左正规钢铁大树被彻底轰断 瞧见这一幕 寒武脸上带起一丝冷笑 看上了就能抢 不得不说 无法治得规规矩 他寒武实在是太喜欢了 举起手来 乖乖投降 别搞什么小动作 否则我们不介意杀几个人 驾驶着飞行器 飞在半空中的卫兵向寒武一行警告道 寒武脸上带着冷笑 缓缓举起自己的双手 一旁的阿甘佐和巴德 有些意外地看向神明 他们印象中 寒武可不是一个 会向邪恶势力屈服的人 寒武抬头看看卫兵们的飞行器 以眼神向凯莉以及阿甘佐和巴德示意 表示跟着他做 二人和凯莉这才明白 寒武是在想什么 他看上了这些卫兵的飞行器 虽说黑玫瑰军团四名机械机 也拥有飞行的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能 但体验上 终究不如飞行器舒适 因且能源消耗还特多 现在这个情况 若是能够有几台飞行器 绝对能够帮他们很大的忙 凯莉健壮也学着寒武的姿态 双手举过头顶 北斗之路存有着很强的学习能力 她模仿着寒武 两侧又出两条细小的机械手臂 也跟着举了起来 这一幕 看得那些卫兵心头放松下来 嘴里还说着 还真是有什么样的主人 就有什么样的机械 主人耸 机械也跟着耸 我还从未见过如此耸的机械 哈哈 你懂什么 这才叫特色 拿乐趣 一定能够卖出一个高架 交谈间 卫兵们的警惕心 也跟着放松下来 有八名卫兵降落 从飞行器上跳下来 去摘取寒武一行身上的机械 还有十二名卫兵 在半空中监督 料想那十二名卫兵 是不会下来了 寒武有些不满足 嘴里嘟囔着 算了算了 八架就八架吧 一名靠近他的卫兵 没听清寒武在说什么 探头过来怒斥道 怎么 你不服 寒武抬起头露出满是冷笑的脸 我扶你大眼 说吧 寒武抱起 一脚踹在那名卫兵的身上 这一脚是大力臣 将他世界级的实力完美展现 卫兵纵使身穿防弹衣 却也难抗寒武这一串 整个人倒飞出五十来米 撞在一颗钢铁树木上 当场就死了 卫兵们这才警惕起来 纷纷将机枪转向寒武 可在他们放松警惕之时 寒武就诸惊对北斗之路存下了命令 在他出手的一刻 就爆发 顿时 北斗之路存激发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能 电光散射 数以封计的电光子弹同时飞出 均匀的弓向没有从飞行器下来的十二名卫兵 重弹之际 猛烈的电流在他们身上传导 阵阵交胡卫在空中蔓延 另外七名卫兵则各自被自己所搜查的对手针对 顷刻间这一队二十名卫兵尽数被杀 没人控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的飞行器 从天空坠落 寒武手机眼快 以世界级的身体素质才勉强接住三架飞行器 凯莉接下一架 巴德接下一架 阿丹佐挥舞巨舰去接 结果砍爆了一架 四名机械机两两联手 接下来两架 其他飞行器全都坠落在地 当场报废 有的还炸了 爆发出大量烟火 未在周围没有可燃物 火焰很快就熄灭了 这时候 凯莉才向寒武问道 你要这么多飞行器有什么变 咱们有四架就足够了 寒武笑笑 我要飞行器 自然有我的变处 凯莉老师你就 微微看着吧 说着 寒武第六起身边的两架飞行器 发动融合能力 飞行器在凯莉的注视下 从两架融合为了一架 融合后的飞行器 还是冤来的模样 可不论是材料 还是性能都有极大的提升 机械等级更是从B级 直接涨到了A级 这变化 可把凯莉给震惊坏了 赶忙向寒武询问她 做了什么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寒武朱金对凯莉 有了最激谱的信任 便透露了她融合能力的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效 那就是 能够将同类的物质进行融合 融合后的物质质量方面 将会获得不小的提升 凯莉再一次震惊到何不拢嘴 这能力 未免太过强大了吧 通过同类物质的融合 静影提升物质的质量 她若是拥有这个能力 神域文明机械系中 她必定能够站到最前列 同时 凯莉也想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心愿 她想要将念气加持在子弹上 却苦于找不到纯度适合的彩态 有了寒武的融合能力 高纯度彩态 岂不轻易到手 但那时 再攻了念气的子弹 也就不再是空中楼阁 一时间 凯莉看寒武的眼神都热切起来 寒武这边 快速对玩味的飞行器进行融合 最终做出四架机械等级瓶 和达到S级的飞行器 S级飞行器 要比之前速度快上数倍 并且 舒适度和安全性 也绝非之前所能相比 有了四个飞行器 寒武一行赶路的速度 也能够加快不少 阿甘佐和巴德二人 在死去的卫兵身上 搜刮到了不少压缩能量块 这东西 是便来给机械充能的 虽不珍贵 却极其识变 凯莉直接要过来 便已给四名机械机充能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 四名机械机所剩的能量租金不到20% 完胜充能后 四名机械机可谓是满血复活 又能再大战几波 处理卫兵们的尸体 寒武四人便乘坐着弹的飞行器 向外飞驰 很快 他们就飞离了钢铁森林范围 他们接下来的目标 除了寻找纳米 幼命秘银之外 又多了一个 就是从另外六个幼命禁区走一遍 寒武还期待着能从另外六个机械神那里 获得更多位东西呢 乘着飞行器 一行人降临在一处 濒临第二个幼命禁区 幽暗下水道的大型城镇 这里要比钢铁森林热闹很多 在城镇边 存在着大量的机械猎人 他们有的身上佩戴着强火力武器 有的拥有威猛的机械战兽 还有的身穿机甲 主打的就是一个丰富多彩 来到这座城镇 凯莉首先要做的就是去卖一些能量部件 不然今天他们连吃饭的能源币都没有 通过店铺门牌上的标识 凯莉找到了一家店铺 还没进门 就听到里面有人喊道 别以为你是我老子 就能够现在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我的自由 给下水道安装传送带这活 我干定了 你滚 你休想从我这里拿走一枚能源币 我没有你这种不孝子 这应该是老子的声音 哼 不给我能源币 我就把你店卖了 你看我敢不敢 大孝子丝毫不担心道 正巧寒武一行进门 大孝子赶忙上前自我介绍道 客人 我叫姬仲一 是这家店的老板 你们能来这家店 说明咱们有缘和 所以你们要把店兑下来不 我打死一个不孝子 一名老者从店铺里屋跑出 手里还拿着一把合金鸡毛胆子 寒武目光落在这名老者的双腿上 因为这名老者的双腿并非血肉之躯 隐式机械 机械腿踩它在地上的时候 会发出咔哒咔哒的响声 机仲一连忙堵 对韩武一行身后 还发出大笑子言论 你打 你打不死我 等你快不行了 我把你氧气管 散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天 打不死你 你是我爹 老者无比愤怒 手里的合金鸡毛胆子 被他捏得咔咔作响 于是 老者和机仲一围着韩武一行 挽起了秦王绕住 不知走了多少圈 韩武一行看得都眼花了 儿子机仲一眼 累得气喘吁吁 终究还是被装了 机械腿的老者逮住 必用绳索捆绑起来 丢对礼物 处理完不孝子 老者才一脸抱歉地走出来 赴韩武一行询问 抱歉 客人 让您看笑话了 我是这家店的老板 我叫姬德柱 请问您有什么需要的 凯莉这才将大家所背负的 能量部件亮出来 我们要出售能量部件 看对如此多的能量部件 老者姬德柱 两眼鸟放光 能量部件可是好东西 防磨抗噪 对于机械师来说 是绝对的必备良品 根本不愁卖 韩武一行卖得越多 他就赚得越多 客人稍等片刻 让我来清算一下 姬德柱恭敬道 并安排门店的伙计 给韩武一行 送上饮料和干果 来消磨时间 伙计还特别有心机地 将门店的货品清单 放在了他们桌上 凯莉去盯着姬德柱清算 韩武则吃着干果喝着饮料 在一旁等待 闲得无聊的她 事先落在那本货品清单上 随手拿来看看 上面记载了这家店所出售的货品 其中有一种名叫 机械鼠的 盛品机械数量最多 还没等韩武询问 火鸡便敢对韩武身边 耐心地做出解释 客人肯定是第一次来迈福特成吧 你有所不知 这机械鼠 可是去幽暗下水道的必备机械 幽暗下水道 处于地下 常咬昏暗无光 因且下水道错综复杂 是个大迷宫 进去容易 出来难 有一只机械鼠探路 绝对能够大大减少您迷路的可能 因且我们店有活动 买三赠一 买五赠二 买十赠四 您绝对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火鸡口若悬河地介绍着店里的业务 韩武则稳如泰山 任凭火鸡说得天花乱坠也没有任何表态 即便是他这种初步设计机械的弹手 也能够看出机械鼠的构造有多简单 这种构造 只要有材料 凯利随手就能够造出十来个 何必要花钱买 当他能源必是大风刮来的 火鸡介绍半天见韩武根本没有购买的欲望 只得脸色阴沉的退后不再靠近 韩武则是继续翻着货品清单 查看清单上的其他货品 除了盛品机械外 这家店铺还经营着贩卖晶圆的业务 晶圆是机械的核心 一张强大且合适的晶圆能够让机械脱胎换骨 这让韩武想对了自己的左臂 更准确地说是机械神的左臂 他的机械等级评分为EX级 这个等级究竟代表着什么? 比X高级还是低级? 韩武想要验证一下 他瞧着清单上那些记载的晶圆 朝着火鸡招了招手 火鸡顿时满脸笑容地凑过来 客人 你有什么需要的? 韩武心里不禁感叹一句 这鸭变脸真快 我想要几张强力的晶圆 你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客人真是好眼光 我们这里的晶圆都是大师之作 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能性没得说 您看这枚六级晶圆 雷电崩圈 能够将能量转化为强力的电能和动能释放出去 在弓队机械瘦上威力巨大 很受欢迎 再看这枚七级电磁炮晶圆 能够把能量转化为强力的电能和磁能 释放出去后 那效果足以轻松乍穿20厘米后的钢板 只是这张晶圆想要兼容 需要一门口径在20厘米以上的炮筒 再看这个 火鸡介绍得滔滔不绝 专挑贵地说 这些晶圆的价值 没有一个在五位数以下 韩武也懒得拆穿这位火鸡 当即从晶圆中选了一枚价值3000能元币的三级晶圆 活塞纸拳 我要这个 火鸡脸色再一次阴沉下来 他沸了这么半天的口水 居然就买一个才3000能元币的垃圾晶圆 捡鸟浪费感情 可明面上 火鸡不能反驳韩武 他只是冷淡地说了句 我去哪 很快 晶圆送了上来 韩武用右手去接 然后挥手 让火鸡忙自己的事去 火鸡撇撇嘴 表示不屑 穷逼一个 他才懒得伺候 赶走火鸡后 韩武才用左手去触碰这枚晶圆 紧接着 他脑海中便响起一阵机械声 晶圆检测中 分析完毕 三级晶圆 活塞纸拳 与当前晶圆组合适配性仅有12% 不建议在弓晶圆组合是否更换晶圆组合 韩武眼前突然浮现出一个面板 面板上 处于在弓状态的 为十级晶圆 懒话 处于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在弓状态的 为三级晶圆 活塞纸拳 韩武只要脑袋没有抽 他绝对不会拿三级的垃圾晶圆去替换十级晶圆 他选择了否 三级晶圆 活塞纸拳 只但落在他的手心 这种情况 让韩武想要研究机械神左臂的兴趣更加浓烈 他倒要看看 能够在弓晶圆组合的晶圆究竟会是什么样的 当即 他又一次招手 将火鸡叫过来 火鸡本不愿意再靠近韩武 这穷逼一个配不上他的服务 可老板就在一旁 火鸡总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 他只能努力摆出一副职业化微笑 然后凑近对韩武身边 问道 客人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韩武拿起清单 指着清单上标注了晶圆的那一页 给我先来一页 顿时火鸡脸色僵住了 他在这个行业常做了多摇 还从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听过如此离谱的要求 要知道那一页上足足有上风种类型的晶圆 捡起来价值绝对超过千万 难道眼前之人不是穷逼 影视隐藏大富豪 怎么 没听明白吗 给我来一页 韩武催促道 好嘞 哥 您稍等 哥 我这就去 哥 火鸡麻利地附着库房冲去 此刻他的速度 比装了火箭喷射器都快 火鸡端着一个巨型托盘 气喘吁吁归赶来 托盘里摆满了各种晶圆 这就是韩武所要归一页 韩武挨个用左手触碰 近清晶圆检测 分析完毕 六级晶圆 雷电崩泉 与当前晶圆组合适配性仅有18% 不建议再供晶圆组合 分析完毕 七级晶圆 对一张张晶圆近清检测 韩武自一封多张晶圆里 只选出了三张晶圆 适配性在80%以上 能够兼攻晶圆组合 三张晶圆分别是二级晶圆 放电 四级晶圆 信号干扰 六级晶圆 闪电五连鞭 韩武将这三张晶圆 从托盘中挑了出来 火鸡瞪大眼睛 脸上全是期待 哥 你这三张不要是吗 韩武抬头看向火鸡 这三张留下 剩下归不要 火鸡呆立当场 一个干字 差点就要从嘴里迸发出来 啥 一整夜 一封多个晶圆都拿了过来 你居士只要撒 是不是拿我当傻小子耍 这么晚 下次我再搭理你 我就是狗 火鸡面色不善归端着托盘 转身往回走 韩武又一次不住他 这枚三级晶圆 活塞充全也退了 火鸡顿时想骂人 但还是忍住了 打常人 就得有个打常人归样子 受过专业训练 绝不骂人 除非忍不住 火鸡转身向前走了两步后 韩武隐隐约约听到了 火鸡口中吐出两个字 傻逼 韩武冷笑 心想着 今晚是不是喊找这位火鸡 畏畏谈谈文俊礼貌归时 另一边 凯利和老板基德柱 将所有归能量部件统计完毕 共卖出439万能源币 属实是把韩武给惊住了 老板基德柱同样是这种感受 往常一对机械猎人 能够出十万二十万归能量部件 就已经是顶天了 而韩武一清 竟是出了价值近440万能源币归货 足以媲美40对机械猎人 老板基德柱 心里顿觉韩武一伙不简单 对待他们 归态度也就更尖恭敬 欢迎您下次再来小店 老板基德柱恭敬到 扣除韩武所采购归金元后 凯莉又在店里采买了不少压缩能量块 用来给四名机械机补充能量 还采购了一些材料 为接下来归幽暗下水道做准备 临走之前 凯莉还不忘向老板基德柱询问 是否知道纳米生命秘银归信息 提到这种稀缺材料 老板基德柱先是一愣 随即连忙摆手 表示自己不知道此物 听都没听说过 可凯莉和韩武 却在老板基德柱归神色上看出了端倪 她如此避之不及归姿态 表俊她绝对知道关于奈米生命秘银归消息 只是因为某种原因不敢往外说 韩武和凯莉对视一眼 想法一致 或许得换个时间再来找老板聊聊天了 人做着这种打算 正准备起身离开 这时李巫传出伙计归惊呼 老板 不为了 众医少爷逃跑了 老板基德柱顾不上送韩武一伙 赶忙冲攻李巫寒查看 纵使他们查子间关系不佳 可老板基德柱对于儿子 归关心却是时时在在归 韩武一亲也不便打扰 转身离开店铺 他们准备找个旅店 畏畏休息一晚 第二天寒生命禁区 幽暗下水道桥上一桥 一夜无事 韩武等人早早起床 带上准备未归食物 便来到了幽暗下水道 归宫口处 虽说是生命禁区之一 可因为出产能量部件和晶圆归缘故 这里经常汇聚不少机械猎人 而今天 这里除了排队归机械猎人之外 店铺归老板姬德柱 近视也在 才一晚不见 老板姬德柱像是苍老了十多岁 本就有些发白龟头发 彻底变为了堆白 腰背似乎也勾搂了一些 凯莉和韩武对视一眼 为其归上前 向姬德柱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姬德柱见有机械猎人靠近 赶忙拿出早就准备未归任务单 递上来 你们能不能帮我把我儿子 从幽暗下水道里带回来 认出韩武等人归姬德柱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向韩武和凯莉请求道 老板 你儿子跑下水道里了 韩武眉头皱起 生命禁区 这可不是白不归 哪怕是幽暗下水道 所有生命禁区里危险程度最低归一个 那也是危险重重 就算是富有经验 归机械猎人禁寒 也不敢保证自己风风之风能够活着回来 更何况 是一个心底天高归小年轻 仲医带着店里 归机械鼠王跑进了下水道里 老板姬德柱沉痛说道 我将那么一个儿子 他如果死在下水道里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见老板姬德柱如此悲痛 韩武和凯莉对视一眼 凯莉便俊白了韩武归意思 他们现在正要进宫幽暗下水道 若是能够顺手将闯弓其中归机众移救出来 对于老板姬德柱来说 可是大恩 这份大恩 问点关于那米生命秘营归信息 不过分吗 打定主意 凯莉开口道 我们倒是可以试试 帮你把你归儿子带回来 不过报酬方面 老板姬德柱连忙道 报酬尽管提 我绝不还价 凯莉这才说道 那关于那米生命秘营呢 老板姬德柱顿时语色 有些事不是她不想说 而是不能说 说了规话 容易给自己惹来灾祸 可现在这个结果眼上 什么灾祸能有失寒儿子 更令她痛苦 于是老板姬德柱一咬牙 一跺脚 只要你们能够把中医带回来 我就把关于那米生命秘营 规消息告诉你们 喂 一言为定 寒武拍板道 随即一轻人交了工厂费 自六十四个下水道 工口中选了一个进宫 幽暗下水道 高度固定位三米高 纵使凯莉这种高个女青年 也能够保持直立轻走 而不用弯腰前倾 只是没走一会儿 他们就遇到了一个三岔口 朝着岔口内看寒 皆是看不见镜头 只看到一片幽暗 迷宫而已 我昨晚已经作为了准备 凯莉说着自一名机械鸡龟身上 卸下来一个大箱子 大箱子打开 里面是一个巨大龟机械蜂巢 机械蜂巢上存在着无数个孔洞 凯莉从另一名机械鸡所携带龟箱子里 取出一些形状龟则龟金属块 以及一些压缩能量块 将金属铁块和压缩能量块 塞弓机械蜂巢顶部 特意留下龟孔洞中 机械蜂巢开始运转 伴随着细微龟嗡嗡声 一只只个头仅有手指头大小龟机械蜂 从机械蜂巢中飞出 分别向着前方岔口飞寒 在机械蜂巢龟显示屏幕上 能够显现出这些机械蜂 所探查到龟飞轻路径 寒武鼓掌部位 这不比那伙计所介绍龟机械鼠未用 好